沃尔顿高级酒店最顶楼 金碧辉煌的走廊上 向来训练有素的黑衣人 此刻却显得格外慌烦 都干什么吃的 还没找到七爷的人吗 金秘书急吼吼冲 一众保镖骂倒 今晚七爷同死对头削顶吃饭 结果对方竟然不要脸的 在食物里下春药 等他们挑选了十几个干净的女人 过来后却发现 七爷竟然不在总统套房内 众人吓得魂飞魄散 要是七爷有个什么事 他们全要完蛋 李子酒量差 平日里滴酒不沾 刚才傅明县故意哄着他 喝了小半杯 李子心里明白他的想法 两人爱情长跑三年 上个月刚领证 新婚之夜 傅明县接到子公司电话 急冲冲离开 昨天才回来 两人买了张飞机票 到这座远赴盛名的小岛度假 房间内没有开灯 视线一片昏暗 男人粗利的掌心温度之热 气息烫得惊人 掐着李子下巴 用力吻下来 李子迷迷呼呼闭着眼 被迫张开嘴 下一秒 听见衣服扣子崩开的声音 心口狂跳 越发紧张 他和傅明县恋爱那么久 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 以至于到现在 还是个厨子 傅明县不是没有提过 不过都被他拒绝了 他想把最好的 留在两人新婚之夜 不曾想 上次出了意外 今晚 他就要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 李子想到这里 内心格外紧张 酒精上头 原本昏昏沉沉的头脑 更是无法思考 导致他忽略了很多东西 没过多久 趴在他身上的男人 如猛兽般不停进攻 李子咬着唇 默默承受 第二天清晨 细薄的阳光透过米色窗帘 洒进套房内 李子醒缓缓睁开眼后 顿觉浑身酸痛 身体像被人碾压过 心里有点埋怨 傅明县太过粗鲁 一点不知道联系人 他走进浴室 脱掉浴袍 华丽巨大全身镜 一览无遗 照出暧昧的红色印记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李子脸色战红 赶忙背过身 抬起纤细的双腿 跨进浴缸 醒来时没看见 以为负名县 以为他下去点早餐了 结果他泡完澡 花了半个多时辰 心里有些担忧 李子边擦头发 边拿起手机打电话 结果迟迟显示 无人接听 他皱着眉头 刚放下手机 进来调短信 宝贝 公司有急事 要我回去 你在那边好好玩 想买什么 直接刷卡 李子心里有些失望 但还是体贴他的辛苦 董事回复 知道了 你好好工作 不用担心我 一墙之隔的房间内 女人瞥见男人 给李子发的短信时 露出极度怨恨的神情 等男人目光看过来时 又垂下眼妆无辜 姐夫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要来打扰你和姐姐的蜜蜜 我只是 只是太想你了 李静思用手揉着眼眶 渲然欲气 他虽然远没有李子漂亮 但刻意打扮了一番 加上正直妙龄 有种柔弱小白花的 楚楚可怜之感 男人最吃这套 姐夫 你上次弄得我好痛 傅明线想起那几天荒唐的日子 视线扫到他烟红的唇 喉咙忍不住上下滚动几下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 别跟你结讲 李静思眼泪落下 双手张开 用力抱住男人的腰 我知道自己不能跟姐姐比 我就是想这样陪陪你 傅明线偏头闭了闭眼 心里愧疚赶上涌 嘶嘶 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李静思把头靠在男人胸膛上 双手抱得更紧 姐夫 你别推开我 我会伤心的 他在脖子上仰头亲了上去 没过多久 房间内发出暧昧的喘息声 一个人玩实在没什么意思 李子买了当天的机票 飞回去找好友白又童 白又童知道后 狠狠骂了傅明线一顿 你看吧 男人结婚后都一个德行 李子温温柔柔维护傅明线 他肯定是公司有急事没办法 上次新婚之夜 抛下 也是公司有事 这次又是同样的理由 也就是你脾气好 换我早离家出走了 又不是小孩子了 搞什么离家出走 李子无奈失笑 白又童哼了声 你那个妹妹 最近有没有找你 李子喝了口酸甜果茶 有些奇怪摇头 思思没找我 怎么了 他昨天下午打电话问我 知不知道你在哪 我告诉他 你去小岛都蜜月了 白又童觉得奇怪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我打个电话问问 李子拿出手机 拔了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哗啦啦的水流声传过来 李静思的声音有些哑 姐 我刚才在洗澡 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 又童说 你昨天找我 他的声音轻柔 嗯 想找你玩 李子松了口气 还以为你有什么急事 姐 我朋友打电话过来了 先不跟你说 李静思匆忙道 好的 谁的电话 傅明县在门口敲了敲玻璃 朋友 李静思慌乱倒扣手机 怕傅明县瞧出猫腻 把水流开得更大 明县哥 我马上洗好 行 我在外面等你 李静思透过模糊的玻璃门 看见他离开 迅速删除通话记录 他的眼神阴冷异常 如黏腻的毒蛇 让人不寒而栗 李子 你从小样样比我强 又能怎么样 傅明县还不是背叛了你 白又童从盘子里插了块小蛋糕 放进嘴里 神情有些疑惑 现在这个点洗澡 李子笑笑 把手机放回到桌面上 不太在意 兴许是刚睡醒 他最近没找你要钱买东西吧 思思最近懂事了 已经有一阵 没问我拿零花钱 白又童无语 你是不是误解了懂事这个词 哪个大学生 一个月花几万 就你宠的他 谁叫他是我妹妹呢 李子唇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白又童撇嘴 心里真是嫉妒 他怎么没摊上这么好的姐姐 性格好 长得漂亮 想买什么 就给买什么 医院妇科办公室内 傅太太 恭喜您 怀孕了 医生放下化验报告 笑着对李子道 真的 没有搞错 李子不敢置信 又惊又喜 这个月姨妈没来 他心里不知道怎么的 有点不安 想着做个检查比较放心 哪曾想 发生过一次关系就重了 您放心 我们医院是专业的 绝不会出现误诊 医生推了推银色边框眼睛 心里再次感叹 傅先生好福气 娶了一位温柔又漂亮的太太 医生拿着化验报告 指给李子看 这里有一个小黑点 现在一个多月 暂时还看不出来什么 您的体质不太好 近段时间 要多吃些水果蔬菜 营养跟上 第二章 壮见奸情 李子走到医院门口 柔和的阳光 洒到他那张精致小巧脸上 白细娇嫩的肌肤 散发出一层浴瓷般的光 没有钉点毛孔 琥珀色毛子 因为太过激动 染上了一丝淡淡的水汽 格外漂亮 米色条纹衬衫裙 中间用腰带 系到最里面的扣子 掐出一段极细的腰 经过的护士 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同为女人 连他都不忍不住 觉得惊艳 十几辆黑色轿车 一字排开 下来二三十个保镖 闲杂人等退一边 李子被迫跟着周围群众 往边上花坛退 听见旁边压低的讨论声 谁啊 这么大排场 不知道 不过那车 我在网上见过 定制款 全球只有三辆 男人倒吸口凉气 那得多少钱 不是有钱能买到的 瞧见车牌号了吗 李子没怎么注意 听闻后有些好奇 扭头去看 极其嚣张的一串疤 进入视线内 附加做日化用品生意 名下大大小小十几家公司 李子同赴明线谈恋爱后 接触到不少有权有势的人 但眼前这群人 估计不是简单的有权有势 整个京都 能将车牌号 改成这样明晃晃开出来 足以证明其身份不凡 保镖撑开黑色长冰伞 光看那块头 便知底下肌肉十足 然而此时 保镖微弯腰 神色恭敬拉开车门 男人面色冷峻 戴着墨镜 依稀可见伶俐的五官 薄唇紧敏 浑身散发着射人的气场 宽肩窄腰 黑色西装裤鼻挺 包裹着修长的大腿 行走间 带着无形的威压 让人喘不过气 周围人群齐齐安静下来 突然 男人好似察觉到 什么目光扫过来 离子按了按手机 给白佑童发信息 等他再抬头 一行人已经进了医院 他在门口打了辆车回去 婚后 傅明县在金玉湾 买了一套别墅 作为婚房 这个地段属于中上留富人区 价格不低 离子性子柔善 住进来这段日子 已经有不少富家太太认识他 小子 回来了 王阿姨穿着酱红色旗袍 撑着白色蕾丝边遮阳伞 踩着高跟鞋 慢悠悠牵着狗绳 黑色小法斗脖子 挂了一个金项链 昂着头 威风凛凛 王杰 带将军溜弯呢 离子蹲下身 摸了摸法斗小脑袋 说来奇怪 我们家将军脾气不好 周围邻居 没一个能让他喜欢的 怎么每次见了你跟香波波似的 离子唇角微弯 笑得温柔 兴许是我和他投缘 王杰想到个事 我刚才好像看见你老公的车了 离子一愣 不会吧 这个点他还在上班 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副驾驶上 还做了个年轻的女大学生 那姿态说不出的暧昧 王杰嘖嘖两声 现在的小姑娘哟 不学好 喜欢走邪门歪道 离子向来不喜欢 将人往坏处想 兴许他们是情侣呢 不可能 那男的无名指上 还带着婚戒 王杰视线向下 巧了 跟你手上的钻戒一样 离子眉头威拧 她的婚戒 是找朋友私人定制 兴许是款式差不多 亦或是王杰看错了 告别王杰 离子往自家别墅走 三层半的小别墅 自带庭院 离子按下密码锁开门 见到玄关架子上 摆着两双鞋子 其中一双 她认得属于复明线 还是她前阵子逛街买的 另外一双藕粉色皮质 镶着珍珠编女鞋 明显不是她的 她的鞋子 向来简洁大方 以白灰黑为主 脑海中 默然想起王杰说的话 心口一紧 离子捂着胸口 告诉自己 别多想 事情怎么还不一定 然而怀疑的种子 让她心口坠坠不安 视线扫了一圈 没看见到人影 她仰头望向二楼 咬了咬唇 姐夫 我们快点吧 不然姐姐回来 傅明线眼神迷离 头顶的汗 不断落下 滴在女人身上 别担心 滋滋说她今天晚上才回来 房间门口开了一条缝 离子站在外面 浑身僵硬 明明是大热天 床上翻云覆雨 离子死死咬着嘴唇 用力道流出血来 依旧毫无察觉 随着里面两人的动作 越来越激烈 女人尖叫的声音 更加高昂 离子再也无法忍受 猛地用力推开门 碰 床上的男女 慌万扯着床单 往自己身上遮 见到离子的那一瞬 傅明线瞳孔地震 无尽的恐慌 涌上心头 芝芝 你听我解释 是思思她勾引我的 傅明线手忙脚乱 穿着衣服 越急越穿不进去 离静思听见男人的话 不敢置信瞪打双眼 满脸惊恶 下一秒 他痛哭出声 姐 都是我得错 是我不要脸 可是我是真心喜欢明线个 离静思低下头 抓住白色被单 呜呜哭泣 傅明线没想到 他会把所有过错一例当下 听见他对自己的喜欢后 更是不忍 思思 对不起 离子望着眼前这一幕 只觉得可笑 明明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怎么这两人 好似受了极大的委屈 他反倒成了 最大恶极的那个人 小傅隐隐作痛 离子想到什么 缓缓吸了口气 克制着怒意 傅明线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离子狠狠将报告单 甩到他脸上 声音带着颤抖 你们这样 怎么对得起我 对得起我们的孩子 离静思哭声一致 离子有了孩子 那他岂不是没有任何胜算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傅明线光着身子 弯腰捡起报告单 盯着上面运气四周的字样 脑袋再次发猛 他很清楚 自己碰都没碰过离子 孩子是怎么来的 想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怒从心起 冲到离子面前 狠狠推了一把 贱人 孩子是谁的 离子一个没站稳 重重跌倒在地 神色正愣 错愕 瞪着眼睛不敢置信 两人相处三年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傅明线从未对他说过重话 何况是动手 离子面色痛苦 小傅疼痛感呼地席卷而来 心里忽然恐慌异常 孩子 我的孩子 快叫救护车 第三章住院 离子身下鲜红的血在米白色裙子上 缓缓晕染开 触目惊心 他死死捂着肚子 冷汗从额头上不断冒出 面色苍白 离静思把裙子随意套在身上 手扒着傅明线的胳膊 有点搞不清楚 现在情况 明线哥 我们要不喊救护车 傅明线现在的心情极差 恨不得离子肚子里的孽肿流掉最好 他的毛子染上了几丝阴毒 不用 你把衣服穿好 我们走 离子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他震惊地睁大眼睛 眸光中满是惊宁 嘴唇被他咬出血 他仰着头 像是即将死亡的白天鹅 傅明线走过他身边时 脚步顿住 离静思怕他心软 赶紧牢牢抓住他的胳膊 我们快走吧 被人看见传出去就完了 傅明线咬了咬牙 蹲下身 手用力捏住他的下巴 逼迫离子看着自己 你老是跟我说 那种到底是谁的 离子拼命摇头 他只跟傅明线 发生过一次关系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傅明线会这么狠心 冤枉他不说 还要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孩子留掉 明线 孩子是你的 他抓着傅明线的手 苦苦哀求 痛的声音都快发不出来 救救他 离子 王我觉得 你是个好女人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傅明线笑得面目猙獰 一把甩开离子 你的孽种 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两人大不留心离开 看也没看到在地上的离子一眼 仿佛他是个被丢弃的破布娃娃 大门敞开 楼道的风灌进来 阴冷 森寒 离子静静地躺在白色瓷砖上 感受着肚子里不断传来的疼痛 不行 他不能放弃 他要救自己的孩子 刚才上楼时 他的包连通手机放在了楼下 以他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可能下去 离子抬眼 突然想到 之前自己有个旧手机 放在了床头柜抽屉里 距离他大概两三米米 他抱着肚子 死死咬着唇 额头冷汗 把两边头发打湿 他一步步艰难 往床头柜的方向爬 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 背上的衣服 已经全部被汗水浸湿 他的指尖 终于够到了柜子 离子努力直起上半身 拉开柜子 从里面拿出手机 光是拖着疼痛不堪的身体 从那边趴过来 几乎已经用尽了 他所有的力气 他拿着手机 手腕在颤抖 差点没握住 离子脑袋一阵阵发晕 快要坚持不住 他按下开机键 结果手机屏幕 迟迟没有亮起来 没电了 这个现实 把他最后的一丝希望打破 他趴在地上 无比绝望 张着嘴巴 无声地哭泣 将军 那是别人的房间 不能这么没礼貌 离子听见王姐的声音 眼前仿佛看见了一道亮光 走 妈咪带你回家吃肉肉 不要走 离子张了张口 却发不出声音来 心中百感焦急 他目光向下 忽然用力将手机砸到墙面 发出重重砰的一声 不多时 迟疑的脚步靠近房门 王姐看见房内场景 捂着嘴惊叫 我的天 小子 你怎么了 离子眼前一黑 重重昏了过去 行了 幸亏送得及时 不然孩子肯定保不住 护士拿着病例本 在上面勾了两下 我去给你叫医生 离子抿着唇点点头 他摸着平坦的小腹 忍不住红了眼眶 孩子 妈妈保住你了 医生正在给离子做检查时 门外冲进来两个人 子芝 到底怎么回事 你肚子里的孩子 离母的话 在视线触及到医生和护士时 骤然吞了回去 暂时没什么问题 注意休闲 别想太多 最好住院观察半个月 应该的 医生和护士 收拾好东西离开 离母赶紧把门一关 开始质问 明线怎么跟我打电话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离母的话 仿佛一盆凉水浇下 他万万没想到陆明线 还有脸恶人先告状 妈 孩子就是他的 他出轨了 他在撒谎 离子说着 眼泪忍不住留下 苍白瘦弱的面容 楚楚可怜 叫人心疼 离母同离父对视一眼 滋滋 你说的是真的 妈 你宁愿相信 他也不愿意相信我吗 离子抽了抽通红的鼻子 离府气的面色胀红 当即到 那个贱女人是谁 扒去找他 不要脸的臭女人 竟然勾引别人的男人 离母 对 妈去教育他 他住在哪里 我要让他身败名恋 离子眼眶通红 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他还是有些顾虑 毕竟那个人是离境斯 两位老人家 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承受不住 离母都快急死了 你这个死丫头 快说啊 离子由于半想 还是没有说出来 妈 我不知道 那会不会是搞错了 明显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出轨呢 离母还抱有侥幸 离父额头的皱纹 似乎能夹死苍蝇 宁眉 陈眉沉问 你们两个 是不是闹矛盾了 要不是亲眼看见 离子也不会想到 傅明显是这种人 可眼下 他要怎么告诉 两位老人家 他的亲妹妹 他们疼爱的小女儿 竟然勾引姐夫 眼见离子一直不说话 离母拿出手机 我打个电话 让明显过来 咱们当面把话说清楚 妈 你别打 我不想见到他 离子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就是傅明显 不行 这个电话 今天必须打 离父脾气暴躁 压了一肚子的火 没多久 傅明显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紧跟在身后的 还有一个人 爸 妈 离静思一脸慌张地 跑到离子病床前 姐姐 你怎么了 他仿佛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一副单纯无辜的样子 离子一脸冷漠抽回手 我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离静思有些尴尬的 离了离头发 不敢看他 我刚来 怎么知道 离子突然觉得 他好陌生 眼前这个人 还是自己那个 可爱乖巧的妹妹吗 他到底什么时候 变成了这个样子 满嘴谎言 装模作样 虚伪至极 第四章见面 明显 你跟滋滋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他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是你的 离母眼巴巴盯着傅明显 这个女婿 不仅家里有钱 对他们还舍得 周围街放邻居 谁不羡慕离子 嫁了个金龟婿 傅明显视线望着 躺在床上虚弱不堪 脸色苍白的小女人 即便素面朝天 却依旧皮肤细腻 柔弱好看的 像朵茉莉花 让人忍不住 想要护在怀里呵护 离子是S大笑话 他苦苦追了两年 才追到手 捧着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两人感情一直很稳定 是众人眼里的恩爱情侣 可是他太羞涩 纯情 最多只能让他亲个嘴 他是个正常男人 好几次面对其他女人的主动 差点控制不住 那次 黎静思跟朋友出去喝酒 结果被人下了药 傅明显不知道 怎么也没把控住 两人发生了关系 大概是禁于太久 傅明显面对黎静思的勾引 难以抗拒 黎静思虽然长得没有离子漂亮 身材也没他好 但娇俏可爱 青春有活力 傅明显尤其喜欢他 依赖自己的感觉 再加上离静思在那方面 格外放得开 那次之后 傅明显也暗暗后悔 发誓再也不和黎静思联系 可是这种事情 怎么说断就断 被离子发现后 他是真的悔恨 比起跟黎静思玩玩 他心里一直觉得 对离子才是真爱 可是离子竟然背叛了他 爸妈 你们都出去 我想跟滋滋谈谈 傅明显冷色脸 黎静思站在原地不动 要是离子说两句好话哄一哄 兴许明显哥 又会被他骗过去 我在这里守着姐姐 你姐姐由你姐夫照看 黎母走过来 把他硬往外拖 离子头撇向另外一边 他并不想看见 这个背叛他的男人 芝芝 我们心平气和 好好谈谈 傅明显站在床边 面色严肃 没有丝毫温情 离子闭了闭眼 你和思思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和你 还有什么好谈呢 傅明显深吸了口气 双手攥成拳 告诉自己要冷静 他并不想失去离子 哪怕离子给他戴了绿帽子 芝芝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昨天的事情 我承认是我冲动了 不应该那样子 放任你不管 他蹲下身 一把握着离子的手 我不问你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忘记我和思思的事情 我们俩好好过日子 离子猛地抽回手 眼里满是震惊 孩子就是你的 为了和思思在一起 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傅明显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离子 你这样有意思吗 他重重点头 好 我承认我背叛了你 不应该和思思 做出那样的事情 但你不也表面装得 真结恋女 被地里和别人搞在一起 离子脑袋嗡嗡作响 气血上涌 眼前发一阵阵发黑 傅明显越说越气愤 指着他的鼻子骂 还不是你不让我碰 不然我也不会控制不住 结果你倒好 跟外面的野男人上床 还想让我洗当店 够了 离子再也听不下去 大喝一声 傅明显 我今天才知道 你是一个多么肮脏 无耻的人 傅明显眼睛红得恐怖 昨晚他一直没睡好 也不敢打电话给离子 躲在阳台抽了一整晚的烟 一直隐忍的情绪 在此刻到达顶点 傅明显大步走到床前 离子 我现在让你看看 我是多么肮脏的人 他解开裤腰带 整个人瞬间如巨石般压了下来 离子的手被他牢牢扣住 丝毫动弹不得 他眼神恐惧地望着傅明显 被压得喘不过气 声线颤抖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是觉得 我跟思思上床背叛了你吗 现在让你体验一下 傅明显毫不支持说着 笑容争宁 离子只觉得恶心异常 一股反胃的感觉 只涌上喉咙 哦哦 他没忍住 直接吐在了傅明显身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言的味道 白色的呕吐物 站在男人胸前的衣服上 被担上 傅明显差点被恶心坏了 随即 他又似乎想到什么 你肚子里的孩子没留掉 离子趁机从他的桎梏中正脱开 翻身跌跌撞撞 站到床的另一边 防备地望着他 傅明显的样子 实在是吓人 离子觉得他精神有点不对劲 这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 他下意识护住肚子 女人的第六感 让离子觉得危险 下一秒 转身往外跑 门外没有人 离父离母 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在 身后 傅明显追了上来 离子慌不择路 往逃生通道里跑 他的身体虚弱 根本不能向上爬楼梯 只能选择往下 离子 你给老子站住 离子身体猛的一颤 腿一软 差点摔倒 还好及时抓住了扶手 不行 不能被他抓到 他肯定会想办法弄死孩子的 离子眼泪冲出眼眶 抬起手背狠狠一抹 咬牙一股脑地往下冲 可是 他一整天没吃东西 体力极差 根本跑不远 很快 身后的脚步声逼近 仿佛死神的镰刀 即将挥下 离子踩空一个楼梯 整个人直接往下跌 他害怕地闭上眼睛 手死死抱着肚子 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 离子撞进了一个 带着隐隐忧冷 檀木香的怀抱中 男人皆是有力地臂膀拥着他 像是肩不可摧的港湾般 阻隔了外面的所有暴风雨 他的脸贴在对方胸口 耳边是一声声强烈的心跳声 以及炙热而又滚烫的体温 跑什么 男人低沉的声音 在耳边回荡 离子总觉得 在哪里听过 他仰头 撞进一双深沉如海的毛子 似无尽黑洞般 能把人吸进去 他那双眼睛 太过深邃 一眼望过去 深不可测 离子回过神 意识到自己这样 一直盯着别人 太过失礼 对 对不起 男人五官极其出众 仿佛是上帝精心雕刻般 面部轮廓清晰 笛梁高挺 流畅又不失硬朗 他望着怀里柔弱单薄的小女人 以及鼻尖传来 他身上好闻的淡淡清香 四语后枝头娇嫩的白玉兰花 脑海中一些模糊画面闪过 离子 你给我过来 男人气急败坏的声音 在楼道里响起 离子纤细的身躯 微微颤抖 手不自觉 紧紧揪住眼前男人的衣服 第五张帮帮我 傅明县家里 好歹做了十几年生意 对面男人身上穿的衣服 虽然看不出来牌子 不过那身形 气度绝对不是一般人 冷静过后 李智回归 当即决定 先把离子哄回去再说 不能被别人看笑话 否则他被戴帽子的事情 传到圈子内 这辈子 恐怕都抬不起头 他喘云了气 李勒李身上由于奔跑 而略显凌乱的衣服 这位先生 你怀里的是我妻子 我们刚才因为一些事情 起了点争执 麻烦您放开他 傅明县眉眼生的俊朗 脸着眉头 眼神紧紧盯着离子 光看这一幕 不知情的人 恐怕还真相信了 离子眸光 隐隐浸出泪光 嗓音含着一丝哭腔 我不要跟他回去 他使劲摇头 惊恐又无助 眼泪一滴滴 从眼角滑下 鼻尖染得通红 倒更让人心疼 闻人图眉头 轻不可见地皱了下 眼神锐利扫向不远处 有些忌惮盯着自己的男人 怎么证明 你们是夫妻 男人的声音雌性低沉 四股中敲击在耳膜中 这句话犹如天类 离子抬起头 觉得男人在此刻 仿佛天神将士来帮助他 傅明县面露惊恶 他没想到 以男人的身份地位 竟然愿意多管闲事 随即 他瞥了眼离子 是了 他惯会装可怜 博取男人的同情 傅明县心底 隐隐有股怒气横生 从前怎么没发现他这点 他拿出手机 找出两人的结婚照片 躲在男人怀里的女人 放低了声音 芝芝 跟我回去 爸妈还在等你 他的话里 似乎暗含着警告 离子有些犹豫 但随即想到什么 立刻有摇头 我不会跟你走的 生怕眼前的男人丢下自己 离子继续恳求 先生 求您帮帮我 女人白嫩柔软的指尖 紧紧抓住他胸前的衣服 好似柔弱的兔丝子 需要攀着强壮的参天大树 才得以存活 如果他现在说不 恐怕这朵娇贵的花卉 立即枯萎 闻人图觉得有点意思 自己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是怎么做到 毫无防备相信自己的 还真是单纯的小可怜 怪不得会受欺负 听见了 他说 不想跟你回去 闻人图为台下巴 面色冷峻 不怒自危 傅明线微惊 下意识后退半步 实在是男人身上的气场 太过强大 他犹豫半晌 不甘心 最后问了一遍 离子 你真的不跟我走 离子手轻轻摸着腹部 咬牙坚定摇头 吐出一个字 不 傅明线走后 离子终于意识到 两人现在的姿势 过于亲密暧昧 他从小到大 被家里严格教育女孩子要听话 自爱 以至于除了傅明线 还没有跟其他男人 如此近距离接触过 他的面色浮起一丝薄红 向天边浮云 不小心打翻了胭脂 楚楚动人 闻人图面无表情 手却在收回时 无意识抹萨了一下 他的小细腰 离子根本没有察觉到 他微垂着头 露出一段雪白的驳梗 不好意思道 谢谢您 闻人图侯结微动 眸光深邃 轻安了声 离子极少单独同男人相处 还是个完全不熟的陌生男人 正当他有些手足无措时 突兀的手机 铃声响起 男人拿起电话放在耳边 语气冷冽 在外面等着 略带雌性的声音 在空旷楼道中 越发显得低沉越耳 离子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匆匆忙忙跑出来 手机都没带 他咬了下唇 有些难以启齿 男人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 诞声询问 还有什么事 离子指尖无意识搅着 您麻花一样纠结 最终还是红着脸小声开口 能不能麻烦您 送我去朋友家 你付得起什么报酬 离子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 愣了几秒反应过来 不会让您白送的 您要多少钱 文人图呼地笑了声 还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钱 倒是格外新鲜 离子跟随文人图 走到医院门口 见到那十几个保镖时 还在疑惑 那个大人物 难道病还没好 直到其中一个保镖走过来 训练有素撑开伞 神态恭敬 文先生 苏先生在车里等您 文人图接过保镖递过来的墨镜 戴在脸上 立即多了几分神秘莫测 走吧 离子终于意识到什么 站在原地 迟迟没有迈出下一步 文人图弯腰进车时 回头看了眼 阴色悠冷 上来 离子特别想掉头就走 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不是他能惹得起 保镖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离子身旁 伸出手 小姐 请上车 离子暗暗吐出口气 告诉自己 不要担心 对方先前还帮了他 说明是个好人 或许他只是善心大发 日行一善罢了 车子内部很空旷 设有餐桌和休息的小床 台面上摆着一瓶打开的红酒 离子没看出来年份 对面椅子上 坐着个染着绿色头发的男生 约莫二十来岁年纪 见到离子眼睛一亮 吹来个口哨 哥 原来 你喜欢这种类型 早说 我给你找一打 离子身体僵硬 究竟坐在位子上 靠着椅背不敢动弹 闻人图声线冷冽带着寒气 拿起酒杯喝了口 说吧 什么事 我爸妈非要叫我跟住家那个丑女人相亲 所以 你就染了个菜色 闻人图看都不想看 觉得实在伤眼睛 唐玉相当自豪 抬手里了里头发 要想生活过得去 身上总得带点绿 要是这样都能看得上 那只能说明 小爷我魅力太大 他们看上的 又不是你 闻人图一句话 唐玉肯定要跳起来 指着人鼻子骂 然而 面对闻人图 在外面一向作威作福的唐少爷 点了下嘴巴 哥 不带你这么埋态人 唐玉心情不好 抽出根烟 正准备点上 闻人图淡淡撩起眼皮 不冷不热到 要抽滚下去抽 唐玉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却又不敢说什么 第六章金贵的名片 离子听见两人的对话 有那么一瞬间 误以为闻人图 顾忌着她是个孕妇 可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对方应该不清楚 她怀孕的事情 唐玉不敢继续跟闻人图搭话 把目标转移到背景板离子身上 漂亮姐姐 怎么称呼 她只好转过身来 嘴角粘开一个浅浅的笑道 您好 我叫离子 不知道为什么 唐玉见离子 总觉得莫名眼熟 她摸了摸下巴 混不正经 姐姐 要不要过来 一块喝杯酒 话落 察觉到周围空气 似乎冻结般 闻人图冰冷的视线扫过来 动得她一个哆嗦 离子摆手 声音轻烈动人 抱歉 我喝不了酒 唐玉察觉到 对面投来的死亡视线 缩回脖子 不敢再聊 离子暗暗在心里松了口气 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实在给她太大压力 先生 能不能借您手机打个电话 离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一直在麻烦人家 闻人图眉目平淡 把自己的手机丢到桌上 两人座位有一米多的距离 离子起身走过去时 车子突然一个急煞 惯性 使她一头往前栽 眨眼跌进男人 宽阔炙热的胸膛中 闻人图单手 揽着她的腰 柔软的胸脯紧贴着 属于女人身上特有的香气 传入鼻尖 喉结滚了滚 眸光微暗 盯着女人粉嫩的唇没有移开 离子尴尬的 快要找个地方中钻进去 不 不好意思 她急忙起身 结果 车子又一个急煞 男人有力的胳膊 将她往回带 离子一屁股结结实实 重新做回男人身上 衣物摩擦间 离子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 如铁般坚硬滚烫 用力顶着她 她呆呆地睁大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先生 你 闻人图眼眸幽深 鼻息过于滚烫 你还要做多久 离子立刻跟兔子似的惊起 手足无措 身上穿的是医院白色病服 套在她身上过分宽大 显得整个人更加纤细柔弱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 脸立马染上几丝薄红 嗯 闻人图双腿交叠 身子微往后靠 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任谁都瞧不出来 她底下已经硬了 唐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她闻歌绝对是故意的 偷偷瞄了眼离子 唐玉觉得自己发现了 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怕在发生什么 尴尬射死的事情 离子拿起电话 给好闺蜜白幼童打去 她没说太多 只问对方在哪 自己现在有点事情 要过去找她 随即挂断电话 把手机还给男人 余下的时间里 离子没有再回头 车子停在一个 新建的小区门口 下车前 离子微弯腰道 方便给我一个您的名片吗 有机会的话 想好好感谢您 闻人图冷峻阴挺 面无表情盯着她看了两久 修长的大掌 从车子旁暗盒中 抽出一张香精变的 黑色名片递过去 离子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她正中结果 又到了便县 车门合上 唐玉再忍不住 哥 你竟然把定制私人名片给她 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多少企业公司的大老板 想要这张名片求而不得 结果转手 给了一个普通女人 不说唐玉吃惊 这个消息透露出去 那个女人 立马就会被各路人马找上门 高价购买手中的名片 离子视声面孔 又穿着病服 保安大爷 不敢擅自放她进去 好在 等了没多久 白佑彤赶到 怎么了 这是 白佑彤上下打量她好一会 面带焦急询问 离子的眼眶瞬间红了 咬着略带苍白的唇眼泪 一颗颗珍珠似的落下 叫人好不心疼 傅明线呢 他人死拿起去 白佑彤是个暴脾气 听见傅明线的名字 想起她先前要对自己做的事情 离子身子一颤 有些惊惧 抱紧了好友 白佑彤拍拍她的肩膀 轻声安慰 没事的 咱们先回去再说 离子披着毛毯 手上捧着一杯热茶 轻轻吹了口气 彤彤 我怀孕了 白佑彤又惊又喜 真的 这也太快了 他有些兴奋跺脚 我要当孩子的干妈 离子勉强扯出一丝笑意 当然可以 傅明线知道吗 离子神色落寞又难过 张口好几次都不知道怎么说 白佑彤觉得不对 一个劲催促 到底怎么了 离子闭了闭眼 滚烫的泪水滑下 他和思思上床了 什么 白佑彤惊地站起身 随即瞥了眼离子的表情大骂 死渣男 我早看出他有问题 新婚之夜 竟然丢下老婆出差 杜蜜月也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家有几个亿的家产 脑子里灵光一闪而过 等等 你说他和谁上床 离子难以启齿 死死 靠 离静思那个疯女人 全世界男人都死绝了吗 竟然勾引自己的姐夫 白佑彤 骂完好受多了 继续问 那你爸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离子摇头 我不敢告诉他们 白佑彤紧紧皱着眉头 他知道 离子从小懂事听话 当时傅明线能求婚成功 也是因为离家父母 觉得他不错 生怕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点 离子想着 傅明线对自己确实好 才点头答应 谁曾想 这才结婚多久 傅明线竟做出这样的事 这件事情瞒不住的 离子何曾不知道 可他看着二老的脸 那些话 实在谁不出口 白佑彤不忍心再逼他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离子先前在车上想了很多 离婚 孩子生下来 我自己养 他说的毫不犹豫 如果没有发生 今天在医院那件事情 他还不会如此决绝 可是傅明线的态度做法 实在让人心寒 白佑彤坐在离子旁边抱住他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谢谢你 彤彤 离子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茶几上放着的手机震动 来电显示离母 白佑彤提醒他 你妈打电话来了 第七章姐姐 求你成全 滋滋是不是在你哪里 白佑彤看了眼离子 是的 阿姨 好的 你把电话给他 离子抽了张纸巾 擦干净眼泪 吸了吸鼻子接过电话 刚喊了声 妈 滋滋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明线都愿意好好跟你说 你跑什么 还有 你跟那个陌生男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离母出口 就是指责的话 离子听得心头微凉 又委屈莫名 妈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吱吱 听妈妈的话 像明线这样 有钱又疼人的好老公 外面不知道多少小姑娘盯着 咱们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你能嫁给明线不知道上辈子 烧了什么高香 多少亲戚羡慕眼红 乖 连闹脾气 夫妻床头吵架 床尾和 爸妈 待会亲自去接你 离子压着心底的愤怒问 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是她出轨在先 不是我无理取闹 那都是误会 明线说 你弄错了 离母顿了几秒 轻描淡写结果 离子简直要气笑 好一个傅明线 黑的硬是被她说成了白的 妈 我要跟傅明线离婚 离子直接堵住了离母 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 离母不敢置信 声音尖锐地 跟母鸡被掐住了脖子 吱吱 你再说一遍 离子艰难重复道 我要跟傅明线离婚 说完趴挂掉电话 白又童担忧地望着她 离子从小到大 向来是父母说什么 她做什么的乖乖语 这还是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思 如此坚定决绝 还好吗 离子低垂着头摆手 我想一个人静静 好 我在房间里面 有事喊我 离子脑海中 闪过许多同傅明线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但紧接着又想到 她和离静思两人在床上的画面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恶心敢涌上喉咙 她急忙趴在垃圾桶旁 胃里空空 干吐了好几口黄水 门外传来铃声 离子随意抽了两张纸 擦擦嘴巴起身去开门 姐姐 离静思肩膀挂着复古珍珠小香风包 身着黑色蓬蓬裙 站在外面 面色忐忑 那包还是离子花了自己一个月实习工资买给她的 从前对这个妹妹有多疼爱 现在心里就有多失望 愤怒 离子没有给她好脸色 冷冰冰开口 你过来干什么 姐 咱们能不能先进去 我有事要跟你谈 离静思目光略过楼道 刚巧电梯门打开 隔壁房接孙子放学的老奶奶走出来 离子大概知道她的想法 摇头拒绝 不用了 站在这里说 姐 这里 应该不太方便 离静思咬着唇 犹豫又为难 离子很下心道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说就走 她说着要关门 离静思赶紧用手拦住 姐 我错了 离静思眼眶泛红 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紧接着 离静思跪着往前走了两步 伸手抓住离子的裙摆 声音哽咽 姐 我知道我罪无可说 对不起你 可是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离子往后退了半步 右手牢牢握着门把 用力道指尖泛白 她神色凄苦 挨碗悲痛 你跟傅明线 做出那样的事情 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离静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姐 从小你最疼我了 什么事情都医着我 让着我 离子仰头 眼泪顺着眼角 不断往下落 姐 你跟明线哥离婚吧 我是真的爱他 从见他的第一面 我就喜欢他了 离静思苦苦哀求 脑袋一直绷着的那根线 终于断开 离子猛地低头 抬起手 啪 空旷的楼道内 响起清脆的巴掌声 离子颤抖着收回手 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离静思 说出这种话 你还要不要脸 离静思眼里 闪过一丝怨毒 垂下眼帘 哭哭啼啼 姐姐 只要你能消气 再打我几巴掌都可以 电梯盯的一声 冲出来三个人 嘶嘶 傅明线紧张地 快步跑到离静思身边 一把拥住他 明线哥 离静思微抬头 那张白嫩的脸上 巴掌印清晰可见 我没事 你别怪姐姐 那无辜的语气 好不可怜 离子 你疯了吧 打自己的妹妹 有你这么做姐姐的吗 离母怒骂 看见离静思的脸 满是心疼 离父用一种 十分失望的眼神盯着他 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 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自己的妹妹出气 丈夫和亲妹妹背叛了他 父母被蒙在鼓里 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他 离子张嘴想辩解 头脑却一阵阵发晕 弓着腰 捂着胸部 用力喘了几口气 此知 白嫩童刚才在里面接电话 听见外面嘈杂的声音 顿时觉得不对劲 打开门一看 见离子脸色苍白 不舒服地压着胸口 下得赶紧飞奔过来 离子伴靠在白嫩童怀里 神色虚弱至极 离静思心里暗恨 见人 又在装模作样 使苦肉计 离母终于想起 离子还是个孕妇 芝芝 你没事吧 快 扶他进去坐下来 傅明线眼神里闪过阴狠 这个孽种的存在 时时刻刻提醒他 离子给自己戴了绿帽 对男人来说 是最大的羞辱 根本无法容忍 他一定要把这个孽种弄死 白嫩童和离母 一起扶着离子 坐在沙发上 离父赶快倒了杯水递过来 离母小声道 爸妈 说你一句 怎么还气上了 白嫩童不赞同皱眉 阿姨 离子她身体本来就不好 更何况 现在怀着孩子 你们应该多关心她 而不是指责她 离母被说的 老脸有些挂不住 按照离子怎么交了个嘴巴 这么厉害的朋友 离静思若若开口 彤彤姐 爸妈他们是太担心我 不是故意说姐姐的 白嫩童不是离子 顾念着亲情 畏手畏脚 你少在这装好人 有本事你自己说 你干了什么好事 离静思没想到 离子已经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白嫩童 脸色一阵轻易深白 白嫩童暴毙冷笑 不敢说了吧 离母望着两人 又扫了眼离子 心里七上八下 思思 你做了什么 离静思身体一颤 躲在傅明线怀里 不敢吭声 白嫩童看得起火 傅明线 你的老婆是离子 不是离静思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俩有什么奸情 第八章 离静思是小三 傅明线赶紧放开离静思 离静思神色落寞地低着头 指尖掐了掐手心 按道白嫩童多管闲事 离母沉下脸 语气带了训斥 童童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白嫩童可不畏惧他们 这件事情怎么说 离子稳战道德之高点 怎么是我乱说 明明是他们俩 自己搂搂抱抱 难道阿姨 你们都瞎了没看见 她早就不爽 这对夫妻偏心小女儿 离子那么宠离静思 还不是从小到大 贝尔提面命的结果 更何况 她早看离静思白莲花不爽了 千年的蛇精 装什么小白兔 眼见气氛僵硬异常 离子拉了拉白幼童的袖子 示意她收连点 白幼童恨铁不成钢 又怕离子同家里的关系 闹得太僵 以后难过的 还是她自己 离子大概知道 白幼童心里想什么 可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只包不住火 离静思 你是自己说 还是我来 离子生陷冷淡 面色虽然苍白 眼睛里却藏着一团 无法熄灭的大火 离母眼皮跳了跳 有些担忧 到底怎么回事 离静思缩了缩肩膀 下意识 想要往复明线身后躲 见众人的视线 全部盯着自己 面色战红 半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离子不是没给过她机会 先前在医院 顾忌着父母没说出来 今天又跑来求自己 成全她的爱情 真是可笑 她顾念着亲情 可对方完全不当一回事 还把自己的善良 当成武器 反过来刺向自己 妈 我上次跟你说的小三是离静思 话落 整个客厅一片死寂 傅明线脸色骤变 在离父动手打人前 转身挡在离静思面前 爸妈 都是我的错 和思思无关 傅明线一脸凛然正气 离父气得眼瞳冲续 手颤微微指着傅明线 你 这个畜生 你还有没有人心 思思大学都没毕业 你都下得去手 离母震惊地下巴合不拢 拍着大腿哭喊 我的老天爷 这是造了什么年 离静思瑟瑟发抖 边哭边道歉 爸妈 我知道错了 是我对不起姐姐 她又跪下来 念向离姿 姐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求你原谅我 离母走到离静思跟前 想要打她 又下不去手 最后抱着她一起失声痛哭 离父满脸愤懑 又无可奈何 等离母和离静思 哭了好一阵 离母抬起头来 看向离姿 妹妹她知道错了 姿姿 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原谅她 多么耳熟的一句话 从小到大 离姿不知道听过多少遍 妈 这种事情是说 原谅就能原谅的吗 离姿垂在两边的双手 用力攥紧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离母脸色微变 离静思眸光中 闪过一丝晦暗 大声哭着道 妈 姐姐不原谅我 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她说着 一脸后怕 不行 离父立声道 家丑不可外扬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芝芝 爸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 你可不能害了大家 离母直接道德绑架 离姿实在不懂这件事情 怎么就成了她的问题 明明是傅明宪和离静思 对不起她在先 所以呢 你们想我怎么样 当做这些事情 没有发生吗 她一连三个反问 气得面色发白 嘴唇止不住颤抖 难言的伤心和委屈 涌上心头 离母知道 离姿吃软不吃硬 坐在沙发上 拉着她的手 雨带哽咽 芝芝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手心手背都是肉 妈只是想一家人平安 健康 和和气气 离姿沉默不作声 傅明宪心里何尝不知道 这件事情爆出去 自己会沦为被议论的对象 不管是和小姨子偷情 还是被戴绿帽 全部不能被外人知道 芝芝 我是真的爱你 想要跟你好好生活 傅明宪紧跟着服软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做错了事情 芝芝 你读了那么多书 又想来懂事 爸不多说什么 孰亲孰众 相信你自己分得清 离静思跪坐在地上 用怨读的眼神盯着离姿 为什么都到了这个时候 明宪哥还是选择她 白幼童在旁边心急如焚 她是真怕离姿头脑一晕 答应他们 肚子忽然一抽 离姿脸色煞白 有些虚弱开口 你们都回去 让我静静 几人面面相去 又不敢逼她太紧 芝芝 你现在身子不方便 还是早点回家来 妈照顾你 离姿轻声细语哄道 什么时候想好了 给我们打电话 妈立刻来接你回家 离姿望着父母 不再年轻 不满皱纹的脸 眼眶泛红 几乎想要说出原谅的话 阿姨 您放心 我厨艺还行 以后顿顿给姿姿熬老母鸡汤 白幼童跟尊门神一样 站得笔直立在离姿边上 离姿看了她一眼 抢笑道 麻烦你了 没有成功 让离姿和傅明线离婚 离静思内心格外不甘 但眼下的情况 实在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低着头 跟离父离姿离开 傅明线留在了最后 临走时 恋恋不舍道 姿姿 我走了 你要是有事 直接打电话给我 随时有空 离姿现在最不想看见的 就是她 不知道为什么 连听见她的声音 都犯恶心 白幼童冷笑 门口在那 好走不送 深灰色的办公室内 男人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身形鼻挺 神色淡漠 俯瞰底下车流 文氏集团 坐落在整个京都 最中心繁华地端 也是最高的一栋大厦 每年毕业季 不知道多少应届生 挤破了头都想进来 扣扣扣 经秘术敲门进来 神态恭敬 文总 那晚的女人找到了 她递过去一份黑色文件夹 文人图宽大的手掌接过 打开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时 眸光顿住 她的唇角轻勾 笑意却不达眼底 眸色有黑 还真是有意思 她到底是真不知道 还是背后有人指使 能从文人家那群心狠手辣的老东西手里 夺过集团的掌权人的位置 文人图远比外面传言更加适血 残忍 在她的字典里 没有巧合两字 想成功 谋划 手段 心机 缺一不可 继续查 我要更详细的资料 文人图清起醇 谋中没有一丝温度 经历数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第九章离婚 芝芝 你真的要原谅他们 离子摇头 我只是想冷静一下 好好计划离婚之后 要怎么生活 白佑童重重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 你放心 我不会那么傻 很多事情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再加上刚才离近思的态度 让她无比失望 离子怎么都想不通 妹妹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不知廉耻 不顾伦理道德 傅明信 追上前面一家三口 妈 我开车带你们回去吧 李傅沉着脸不吭一声 闷头往前走 她心里对这个好女婿 已经没有任何好脸色 就冲她祸害了自己两个闺女 把两姐妹关系搞成这样 证明这个男人 在品德上不够端正 李母叹了口气 明信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怎么说 妈 我和思思的事情 完全是意外 她语气诚恳 希望您能相信我们 听见她轻飘飘 将两人之间的一切 归类为意外 李静思心底是真的难过 眼泪不自觉流下来 不同于先前在李思面前演戏 现在她哭得情真意切 李母最偏疼小女儿 平时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她干 凡事都依着她 见李静思哭 她的心跟被人用力揪着一样 拍了拍李静思的肩膀 正色道 明信 不管怎么样 你欺负了思思是事实 傅明信眼里有愧疚 为了弥补对思思的伤害 我会将明下一套店面过户给她 李静思恶狠狠抹了把眼泪 眼眶通红瞪着她 我不要 说完转身跑开 思思 生怕她出什么事 李母急得赶紧追上去 傅明信皱了皱眉 没有选择跟上去 晚上 李母和李父躺在床上聊天 你说滋滋今天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真的 要把明信和思思的事情说出去吗 李母愁眉不展 李父板着个脸 闭着眼睛 好半天才到 她不敢 我这心里还是放不下 你说事情怎么就搞成这样 李母起身 拿起桌子上的水杯 掰了两颗要吞下 害得我高血压差点犯了 她垂了垂胸口 你说 当年 咱们是不是不该领养滋滋 别胡思乱想 等过段时间 我们把思思送出国 几年后 谁还记得这些破事 李父翻了个身 困死了 睡觉 李母瞪了自家老头子一眼 揉揉额头 跟着躺下来 门外李静思 用力捂着嘴巴 丝毫不敢大喘气 生怕被里面的父母发觉 她捏手捏脚 走到自己房门口 闪身进去 轻轻关上后 立刻得意笑起来 原来李姿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怪不得爸妈偏疼自己 不管犯了什么错 挨骂的第一个 永远是李姿 可随即 她想到 要是父母没有收养李姿 那么 属于父母的爱 全部会属于她 明献哥遇见的人 也会是她 李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偷 李姿要是知道 这件事情会崩溃的吧 李静思恶毒地想 她轻声哼着歌 拿出手机 给赴明献发信息 明献哥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第二天 李姿醒来 头脑只觉得昏沉 想来是昨天从医院跑出来 吹到了冷风 她打开门 客厅桌子上放着纸条 姿姿 我有事出去一趟 早餐放在保温盒里 中午想吃什么 给我发信息 李姿心口微暖 幸亏自己 还有彤彤这个好朋友 她吃完早饭 准备继续回床上躺着 电话响起 盯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 李姿为难的脸眉 犹豫许久 还是接通 妈 思思 我在金玉湾小区 住朋友家 你怎么跑别人家去住 那鸣线谁来照顾 姿姿 不是妈说你 鸣线工作那么辛苦 你应该多照顾她才是 李姿只见无意识扣着桌布 内心有些许烦躁 你现在没什么事过来一趟 我带了点东西 顺便教你做几道菜 王慧如向来自我 对李姿说话 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 李姿对长辈很尊重 哪怕是她已经准备 和赴鸣线离婚 依旧做不出 直接挂电话的事情 更何况 有些事情 李姿脚步微顿 深吸了口气 继续迈开腿 踏上阶梯 王慧如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听见脚步瞥了眼李姿 继续滑动屏幕 来了 厨房有菜 你去收拾一下 让我看看 你厨艺有没有进步 李姿想着 今天把事情跟她说清楚 最后做一顿饭 给她吃当全了两人之间的婆媳关系 她走进厨房 打开水龙头洗净手 转身解开袋子 一股难闻的鱼心 未扑面来 李姿没忍住 扭头不停干呕 坐在外面玩手机的王慧如 听见动静跑进来 叫你做的菜怎么 她的话卡在喉咙中 眼睛里冒出惊喜的亮光 芝芝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袋子没有封起来 整个厨房 似乎哪里都是浓重的腥味 李姿恶心地说不出话来 指了指红色袋子 王慧如反应过来 笑着把袋子寄紧 兴高采烈道 肯定是有了 跟我以前怀鸣线一模一样 李姿手撑在料理台上 缓了好一阵 用冷水竖过口 转身往外走 王慧如立马跟上去 急切道 滋滋 快跟妈说 你是不是有了 李姿沉默一会 点点头 哎呀 真是祖宗保佑 这才结婚多久就怀上了 王慧如高兴地直拍手 滋滋 饭别做了 待会妈带你去喝补汤 对了 我搬过来 跟你们一起住 以后方便就近照顾你 李姿摸着肚子里的孩子 想 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所以 傅明献他到底是为什么 完全不在乎这个孩子 难道是因为黎靖斯 可他又想继续跟自己在一起 不是前后矛盾吗 还是说 他故意用这个借口 来污蔑自己 以此来抵消 他和黎靖斯出轨的事实 念头一起 李姿顿是觉得 傅明献实在是可怕 更加确定了 要离婚的决心 他仰头 语气坚定 妈 我要跟傅明献离婚 第十章囚禁 什么 王慧如声音间的刺耳 瞪着李姿 脸色难看极了 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你要离婚 王慧如恶狠狠地盯着黎姿 像是要吃人 又仿佛他说出这句话 罪无可恕 黎姿不是个擅长 跟人争论的性子 平时与王慧如相处很多时候 对方经常瞒不讲理 他把对方当长辈 避免矛盾 能退则退 妈 我跟傅明献不合适 黎姿还是选择隐瞒下 关于出轨的事情 黎靖斯毕竟还是他的亲妹妹 勾引姐夫的事实 一旦传出去 他在亲戚朋友中 别想抬头 他也不想见到父母发愁 老泪纵横的样子 王慧如以为夫妻俩闹什么矛盾 软了声音说 你们刚结婚 小吵小闹是再正常不过的 是不是明献哪里做得太过 等下他到了 我替你狠狠骂他几句出气 赴明献要来 黎姿一惊 感觉到不安 立刻站起身 妈 我先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 您别再劝了 我心意已决 不行 王慧如牢牢扯着他的手臂 打多了肉毒杆军的脸 僵硬无比 明献马上到了 他又急又气 白皙的脸颊染上几分薄怒 没料到王慧如力气这么大 门外冲进来一个人 赫然是傅明献 黎姿吓得浑身打了个哆嗦 心底慌乱 更加用力 想要甩开王慧如的禁锢 明献 你快来 子子说要走 王慧如大叫 傅明献扫过黎姿肚子 眼里闪过一丝阴暗 男人的力气 天生比女人大得多 傅明献单手轻轻松松 便把黎姿束缚得无法动弹 妈 你去找根绳子来 王慧如愣了愣 有些不解 找绳子干什么 你先别管 按我说的去做 傅明献赤道 又低头跟黎姿说 你别乱动 我不想伤害你 想到之前傅明献做的事情 黎姿怎么都无法相信 他说的这句话 他咬着牙 忍着心头不断涌上来的金句 强装镇定 你如果真的不想伤害我 就放我离开 傅明献语气无奈 滋滋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 我就想 我们俩好好生活 但是这个孩子 绝对不能留下 他不敢再多说什么 怕刺激到 他做出更加偏激的事情 王慧如不知道 从哪找到一条 一厘米粗的尼龙绳 脚步匆忙递过来 这个可以吗 傅明献接过绳子 把黎姿的手压在背后捆上 费劲打了个死结 做完这一切 他气喘吁吁 擦了擦额头的汗 明献啊 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慧如再蠢 也发现了不对劲 傅明献把黎姿一把炕到肩上 妈 待会下来跟你说 黎姿见他要把自己 带到新婚房内 不由得犯恶心 傅明献 你还有脸进这个房间 忘记你和黎靖斯 在里面干了什么吗 傅明献脚步微顿 转头打开客房 他把黎姿放在床上 注视着女人 白皙干净嫩滑的脸蛋 以及那双晶莹透亮的毛子 因为躺着 衣服底下曲线毕露 脚好的身材一览无疑 小夫一紧 傅明献难耐地咽了咽口水 黎姿闭着眼睛 不想看他 傅明献 你这样私自囚禁 是犯法的 一只大手突然伸过来 如阴冷的黏舌般 轻柔抚摸着他的脸 黎姿惊恐地睁着眼 声线指不住颤抖 你要做什么 傅明献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 芝芝 你在害怕我 为什么 他似乎有些难过 我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我们俩 你为什么不懂我的苦心 你是在给自己的出轨找借口 还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做的事情 拿我当工具人 黎姿克制着害怕 哑着声音质问 他的眼睛如水洗般明亮 好似能把他心中 隐藏的黑暗照得无处遁形 傅明献别开脸 收回手起身 我待会联系医生 过来给你做手术 一句话 吓得黎姿脸色煞白 不敢动弹 门被重新关上 黎姿望着房间内的布置 搜寻着可以解开绳子的东西 他刚要直起身 门突然又被打开 傅明献走过来 看了他一眼打开抽屉 拿走里面的剪刀 芝芝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不要想着逃跑 他的声音暗含警告 黎姿抿着唇神色冰冷 傅明献还要再说什么 手机铃声响起 他瞥了眼屏幕 有些慌乱的暗面 黎姿唇脚翘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他那副心虚的样子 不用猜都知道 打电话过来的人是谁 中午的饭菜妈 会给你准备好 他说完匆匆离开 文家别墅 建立在东郊外的半山腰 占地面积近千亩 十几个花园 种满了各种名贵品种的植物 后面还有一片森林 养着许多野生动物 车子从大门口驶进去 最少需要花十几分钟 庸人接过文人图手上的公文包 神色恭敬地 低头拿到楼上书房 大少爷 老太爷在画室等您 管家递上茶 笑着对文人图道 文家老太爷有三大爱好 作画 钓鱼 遛鸟 文人图为汉手 车上有附画 你让人去拿下来 古色古香的书桌前 站着个精神抖擞的老人 一双眼睛如鹰般犀利 他瞅了眼进来的人 回来了 文人图对画作不感兴趣 站在书案前 曹操扫了眼半成品 面色冷淡 嗯嗯嗯 文家老太爷放下毛笔 用棉布擦擦手道 贺家丫头 昨天从国外回来 有空去见见 不见 文人图一口回绝 他面旁猛硬 眉骨深刻 整个人散发着桀骜与金贵 文老太爷大掌趴重重 拍在桌上 吹胡子瞪眼 我还有多少年可活 你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我才能抱上大孙子 文人图油盐不尽 文家人又不是除了我全部死绝了 文老太爷 历史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好办上憋了的馊主意 或者 你学学其他混小子 养个情妇也行 文人图吃了声 您老要是寂寞空虚 我马上让人给你安排 滚 一个古董 闲闲擦着他的煤钱飞过去 文人图刚走出书房 手机震动 金秘术的声音传出来 文总 李小姐被囚禁起来了 第十一章逃跑 文总 我们派人跟着李小姐 发现他从早上九点进去后 便没有再出现 随后 我们让人伪装成装修工人上门 四处查看 没有发现李小姐的身影 保镖带着文人图 来到一面窗户前 指着对面小别墅 直到刚才二点半 有人在这里发现 有间客房的窗帘打开 李小姐双手被绑 关在房间内 无法逃脱 保镖详细汇报完 站在一旁等待 文人图摸了摸袖口的金色胸针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派人进去安装窃听器 他倒要看看这几人 在玩什么把戏 李子视线 落在床头柜上的花瓶 突然记起 自己之前在客房 用小剪刀修花 他慢吞吞从床上挪下来 蹲下来靠近床边 摸索了一阵后 终于碰到冰凉铁质触感 他一洗 正要拿出来 门被人打开 李子浑身僵硬 一滴冷汗 从鹅角滑下来 姐姐 你怎么坐在地上 多凉啊 李静思捂着口神色惊讶 李子心里一阵紧张 面露防备 生怕被他发现 小刀告诉王慧如 李静思笑了笑 反手带上门 压低了声音道 姐姐 我是来帮你的 李子不相信 他会有这么好心 真的 我特意趁明献哥不在 跑过来救你 他弯腰 捡起床底下的刀 放到李子手心 轻声开口 我会尽量帮你拖住明献哥 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李子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念着多年的姐妹情 把自己心里的想法 合盘拖出 思思 我和傅明献 不可能在一起 等从这里离开 我就马上跟他离婚 李静思危症 随即面露狂喜 姐姐 你终于愿意成全我们了 李子摇摇头 我对他 已经没有了感情 你们俩如果真心相爱 我成全你们 李静思开心的 完全抑制不住 唇角上扬的弧度 姐姐 谢谢你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李子却笑不出来 他恨不得爬出的火坑 他的妹妹 却拼命 想要往下跳 思思 姐姐还是想跟你说 傅明献他不是一个良人 真是啰嗦 明明自顾不暇 李静思压下心底的不耐烦 姐姐 我不能待太久 不然会引起 惠如阿姨的怀疑 好 你赶快出去 王惠如拉着李静思的手 满脸期待 你姐姐怎么说 李静思为难地叹了口气 惠如姨 你别看我姐姐平时听话 倔起来 谁都改变不了她的决定 一番话 更加引起了王惠如 对于李子的不满 那你知道 他们两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明献他 怎么也不说 李静思睁着眼睛 无辜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姐夫对姐姐 一向都很好 是啊 王惠如暗暗在心里 埋怨李子不知好歹 当初多少人 想要嫁进富甲 要不是 看明献实在喜欢 加上李子平日里 懂事听话 他才勉强点头同意 没想到结婚才多久 就暴露本性 思思 还是你懂事 要是明献娶的 是你就好了 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背后一群 全部被汗尽尸 李子终于把绳子割破 只是由于看不见 操作困难 他的手被刀 划破了好几道口子 鲜血淋漓 他看了眼时间 还有二十多分钟 医生快要来了 王惠如守在一楼 他从正门走出去 不限时 只能翻窗户走 客房在二楼 环顾整个房间 李子把目光锁定在床单上 花了十来分钟 把床单撕成布条 接成五六米长 眼看时间快来不及了 李子赶紧把一头 绑在床角 剩余的布条丢出窗外 他向下望了眼 头脑有些发晕 李子有些恐高 当初选择买这个 也是因为小别墅楼层不高 靠近郊区空气好 他摸了摸肚子轻声说 宝宝 你相信妈妈吗 滋滋 医生过来给你做检查 王惠如手握在门坝上 却发现根本扭不动 他想到什么 使劲拍着门大叫 李子 你想干什么 李子咬牙 一狠心闭着眼睛 颤颤巍巍爬出窗外 他的手牢牢抓住被单 半点不敢松懈 要是从这里掉下去 不死也得残 重要的是肚子里的孩子 肯定保不住 李子掉在半空中 害怕地边掉泪 边慢慢控制整个人往下滑 一阵风吹来 都吓得直打站 别墅对面 文人图举着望远镜 盯着李子哭红的鼻尖 绝强抿着唇的样子 想起那天 他撞进自己怀里 眸光沁水 梨花带雨的样子 心底猛地被什么波动了一下 文总 那里面的人应该发现 李小姐从逃跑 要不要过去帮下 经秘术试探开口 他在文人图身边多年 还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如此伤心 放着公司的会议不管 站在这里 同他们一起看好戏 要知道 文总的时间 是按秒来算钱的 文人图没有说话 经秘术会议 立马使了个眼色 保镖们立刻训练有素跑出门 王慧如果然冲出大门 跑到了窗户下面等着 看着李子摇晃不停的身影 吓得差点昏过去 他怎么都想不到 李子胆子那么大 拍着大腿哭喊 我的老天爷 你小心点腰 别弄伤了我的大孙子 王慧如从前是农村妇女 傅雷松任祖归宗后 在家族的支持下做生意 开了不少公司 这些年 他在外面装得非常有涵养 一急就暴露出以前的习性 他正想要走过去 旁边窜出来好几条黑色的大狼狗 朝他奔来 哪来的死处是 王慧如嘴里骂骂咧咧 动作却一刻不敢停 往房子里面跑 李子见王慧如走开 赶紧趁机跳到地面上 可惜在落地时没有算好 太着急 脚腕一痛 估计是扭伤了 他忍着疼 脸色苍白 一瘸一拐往外走 别墅门口 停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 白佑童见他迟迟没有回来 电话又打不通 非常担心 索性找过来看看 他跳下驾驶座过来扶着黎姿 怒气冲冲 他们怎么拧了 黎姿生怕王慧如赶出来 倒吸了口气 忍着难受上了车 就开始催促 快走 回去再说 第十二章 孩子不是我的 妈 拦住他了吗 傅明线接到电话后 匆忙赶回来 此刻正扶着墙 气喘吁吁 没有 他从二楼跳下去 我差点被吓死 王慧如拍着胸脯 心有余悸 开始抱怨 还有啊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好几条狼狗 拼命往我后头追 要不是 我身体跑得快 恐怕你现在得去医院见我 他走到傅明线身边 抹了不知道几层白粉的脸上 露出狠毒的神色 儿子啊 你可得跟小区的保安说说 赶紧找人 把那几条死畜生处理掉 傅明线不耐烦皱眉 我知道了 门外响起敲门声 傅明线烦躁地坐在沙发上 抓了抓头发 您好 我们是电路检修的 王慧如也正烦着呢 语气极差 我们家没什么要检修的 太太 不会耽误您多长时间 请您通融一下 男人穿着工装 语气谦卑 讨好道 行吧 没过多久 检修电路的工人离开 王慧如终于迫不及待问 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明线愤恨用力砸了下沙发 妈 事到如今 我老实跟你说吧 李兹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什么 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宝贝大孙子飞了 王慧如好似被雷劈中 神情恍惚 他心存侥幸 儿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李兹不像是那种女人 我根本没有碰过她 孩子绝对不是我的 对面别墅的书房内 文人图听见两人电话后 想到什么 翻开黑色文件夹 里面详细记录了 李兹最近的动态 包括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他翻到李兹产检那天 眸光落在那日期上 讳莫如深 经历说 去查查李兹肚子里的孩子 具体月份 这头 王慧如脸色难看得吓人 好一会接受现实 气得脸色铁青 他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背着你偷人 妈 这件事情 你别对外说 太丢人了 那不行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一定要找过去 当面问问他们 是怎么教的女儿 王慧如说着 转身要去 拿手机打电话 傅明线不想跟他说 就是因为知道 自己母亲的性格急躁 说风是雨 你别拦着我 王慧如紧紧抓着手机 用力甩手臂 见傅明线迟迟不松手 怀疑道 你不会到现在 还喜欢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吧 傅明线沉默 没有说话 王慧如差点发飙 顾及着儿子的脸面 压着怒火责问 他到底 给你灌了什么离婚汤 让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傅明线原本还想 把李静思的事情隐瞒下来 眼见自家母亲 非要找李家 父母算账 要是一对质 他和李静思的事情 铁定瞒不住 还有一件事情 我没跟你说 王慧如 今天从惊喜到惊吓 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 他摆摆手 给自己倒了杯温水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直喘气 你说吧 我和思思发生了关系 啪哒 玻璃杯掉落在地面四分五裂 王慧如颤抖着手 指着自家儿子 扮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是意外 之前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场面 傅明线面对母亲 还稍显从容 我跟岳父岳母说了 送套店面 当作给他的补偿 不行 王慧如第一个不同意 苦口婆心劝道 儿子 你是怎么想的 兴许人家是故意勾起你的 越说越生气 直接骂道 姐姐是不要脸的贱火 妹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小年纪勾引男人 我看他们 一家都是害人的妖精 想着把你榨干 傅明线觉得 母亲说话太过难听 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妈 思思没有你说的 这么心机深沉 王慧如自己也是女人 冷笑一声道 你见过正经的妹妹 会不顾及姐姐跟姐夫上床 傅明线哑口无言 不管怎么说 在道德上这件事情 他和黎靖斯里亏 吱吱 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黎子整个人靠在座椅上 终于放松下来 随后忍不住红了眼眶 通通 傅明线想要打掉我的孩子 这个人渣 虎毒还不食子 他简直是败类中的极品 把幼童咬牙切齿 又赶紧安慰黎子 没事了 你现在很安全 我先带你去医院看脚 黎子摇摇头 他现在没有安全感 总觉得傅明线 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点轻微是扭伤 回去喷点药就好 我不想待在外面 我们回去 面对他的祈求 白又童难以拒绝 你别怕 有我在 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回到白又童的家 黎子坐在沙发上 拿起毯子 将自己裹紧 白又童给他处理完伤口 见他惊具害怕的模样 心疼得要命 在心里将傅明线祖宗 十八代骂了个遍 童童 我记得你哥哥是律师 咱们俩之间别谈这个 之前我创业你二话不说 把所有积蓄都借给我 现在你有困难 我绝对不会放着不管 白又童拿起手机 等着 我现在去问 老板 查到了 黎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三周多 金秘书是文人图的心腹 联系老板 最近一系列的举动 很难不怀疑什么 文人图单手 抵着下巴沉思许久 似乎在做什么重大的决定 派人跟在他身边 金秘书有些摸不准 试探问 监视还是保护 保护 好的 老板 我马上去 王慧如越想越厌不下这口气 趁傅明县去公司打电话 叫家里的司机过来 接他去离家 李静思自从听见 李子亲口说 要和傅明县离婚 开心得不得了 李母见他高兴 不由得笑问 有什么好事吗 我们导师给我介绍了 一个实习工作 是文氏集团 李静思当然不会 把真的原因告诉李母 文氏集团很难进啊 你表哥研究生毕业 托关系都没进去 还是我们家思思有出血 李静思故作谦虚 是我们导师跟人事主管交情好 那也得你能力强 你们导师才会推荐你去 母女俩聊得真高兴 门铃声响起 谁啊 李母有些疑惑 我去开门 王慧如提着鳄鱼皮贵妇包 板着脸 压抑着火气 李静思见到王慧如面露 惊喜笑道 慧如阿姨 啪 一个巴掌甩过来 直接把她打猛了 第十三章 签字离婚 你干什么 李母赶紧跑出来 护着李静思 你好意思问出口 交出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勾引自家姐夫 说出去 要被唾沫心子淹死 李静思有些害怕地 躲在李母怀里 他不清楚 对方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李子告诉他的 肯定是 李子这个贱人 亏他还以为 对方怎么那么好心 要跟明献哥结婚 慧如阿姨 我和明献哥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李静思流着泪 不停哭泣 神色无比委屈 李母反应过来 这是在自家门口 万一被邻居听到传出去 他们家会成为 整个小区的笑话 亲家母 这件事情 您可能误会了 您先进来 我们好好说 李母讨好道 王慧如是背着 傅明献跑过来质问的 而且 他心中忌惮 离家会反咬一口 王慧如跨着包尸 诗然进门 依旧是美好脸色 坐在沙发上 慧如阿姨 您喝茶 茶就不用了 先把事情说清楚 李母有些愁愁 原本傅明献出轨这件事 怎么都是她有愧 但偏偏出轨的对象 是自家小女儿 女人的名声 远比男人重要 亲家母 您这边是什么意思 李母干巴巴笑问 第一 让李子马上跟我儿子离婚 财产一分别想带走 第二 让李靖斯 别再勾引我儿子 话里话外 全是他们家的错 李母脸色战红 极言利色 亲家母 您要求太过分了吧 这件事情 还是等明献亲自跟我们说 王慧如就是想 趁着傅明献不再 把事情解决掉 文言惊怒起来 我就知道 你们一家西斜的马皇 死不要脸 想拿钱 李母眼眶向上翻 伸出手颤抖地 指着王慧如 你 你 李靖斯暗道不好 妈 你是不是心脏病犯了 王慧如一听 吓得脸色发白 强装镇定 你们别胡我 我不是吓大的呀 李靖斯平时只顾着玩 根本不知道 家里的东西放在哪里 翻箱倒柜找药 急得满头大汗 他拿起手机 姐 妈心脏病犯了 你知道他放在哪里吗 李姿大惊 赶忙说 在床头柜的 第一个抽屉小白瓶 他抓着电话 彤彤 我得回家一趟 我妈心脏病犯了 白又童十分怀疑 不会是炸你的吧 李姿摇头 急得快哭了 他不会拿这种事情 跟我开玩笑 那我送你过去 王慧如见李母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知道自己闯祸了 拎起包 飞快逃离离家 坐上车后 还隐隐后怕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他立刻打电话 跟傅明线说 李姿赶回家没见到人 隔壁邻居奶奶 好心告诉他 刚才救护车 来把你妈拉走了 于是 两人又火急火燎 赶往医院 幸亏病人要吃得及时 没什么大问题 以后别再刺激他了 老人家身体脆弱 再受刺激 不一定会有惊天幸运 医生给李母 做了一番检查后 告诉等在病房外面的几人 李姿正好赶过来 听见医生的话 顿时狠狠松了口气 他走到李父面前 啪啪 一个清脆的巴掌 落在脸上 李姿站在正正发呆 好半场没反应过来 都怪你 要不是你 非要跟明线离婚 搞出这么多幺蛾子 你妈不会躺在里面 李姿忍着扭伤的腿 赶到医院 此时脸色煞白 听见李父的话 又是委屈 又是难过 对不起 爸 我也不想的 李静思拉住李父 故意煽风点火 爸 这件事情不怪姐姐 是慧如还没搞清楚状况 瞒不讲理 非要姐姐净身出户 妈一是气劫了才犯病 几句话 说得李父对李姿意见更大 你滚 这里不需要你 李父脸色铁青 李姿不敢置信抬头 姐姐 要不你先走吧 等吧气消了 我再告诉你 李静思眼里 迅速划过一道幸灾乐祸 面上故意为难道 白又彤跟在李姿身边 眼见他细嫩的皮肤上 印着红色巴掌印 在那张漂亮脸蛋上 触目惊心 芝芝 我们回去 给你上点药 李姿咬着唇摇头 眼眶在泪水里拼命打转 李母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 李姿每次趁李父和李静思不在 站在门外 偷偷看上两眼才走 离婚协议书已经拟好 碍于李母现在的状况 李姿不敢告诉他 等李母出院后 李姿打了个电话 约傅明线到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 芝芝 妈的事情 我很抱歉 傅明线穿着灰色西装 衣冠楚楚 走进来时 不少小姑娘 害羞地回头盯着她 李姿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 她那么相信傅明线 可她却和妹妹一起背叛了自己 离婚协议书 我让人拟好了 应你妈的要求 我什么都不要 净身出户 李姿冷着脸 心里对傅明线厌恶到看着这个人 跟这个人多说一句话 都觉得难受 傅明没想到 李姿这么干脆果决 滋滋 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句话跟好心施舍一样 李姿差点笑出来 傅明线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别再磨磨蹭蹭 两人颜值都不低 尤其是李姿 今天特意穿了件黑色A字裙 露出光滑的小腿 简单涂了个显气色的口红 漂亮是过分 咖啡厅不少人暗暗朝这边看 傅明线大男子主义 经不起机 他一气之下 拿起笔 在白纸 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笔落下 李姿暗暗松了口气 生怕他反悔 拿起文件装进袋子里 傅明线见他这极不可待的样子 更是火大 李姿 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就算有几分姿色 那些有点地位的男人 都不会看上你 以后过得不好 可不要哭着求我 李姿气得浑身发抖 你闭嘴 傅明线哼了一声 面色阴狠 最好不要让我知道 那个狗男人是谁 否则我一定找人弄死他 坐在旁边的保镖 尽职尽责 将录音保存好 发给自家老板 文人图刚开完会 收到保镖 发来的录音后点开 听见傅明线那句话后 扯出一抹冷笑 经历说 查查傅家 今年正在进行的生意 不惜一切代价 搞黄 第十四章 再见文人图 李姿拿着离婚协议书 疲惫地回到白佑童家 他打开手机 看了眼五位数的余额 婚前他在网站上 写短篇故事 赚了不少稿费 不过那些钱 被他用来买礼物 送家里人 以及婚后拜访 傅明线爸妈和亲戚花的 都是他自己的钱 养育一个孩子 从代孕到生产 起码得花不少 他盘算着得 趁着这段时间 孩子月份不大时 找份工作 多存点钱 还要租房子 不能总在幼童家里打扰他 李姿养头闷闷吐了口气 有些忧虑 至于傅明线 在咖啡厅说的那些话 李姿只当他变了心 不想要孩子找的借口 手机电话响起 李姿看清屏幕面上一起 迅速接起电话 妈 李姿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我们管不了你了 非得跟明线离婚 现在好了 你爸的车被人拖走了 我们做生意的店面也关了 结婚前 傅明线为了讨好未来丈母娘 先是送了一辆车 后来又是拿了个店面 给夫妻俩做玩具生意 妈 那些东西 原本就是他的 他拿回去也应该 只是没想到他动作那么快 好啊 我们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不顾家里死活的白眼狼 李姿柔柔讹脚 有些无奈 妈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你还反过来说我 我告诉你 要么 你去跟明线说好话 要么 你别回这个家 李姿盯着被挂断的电话 抿了抿唇 清洗口气 指住要冲出眼眶的泪水 李静思坐在一旁磕瓜子 他没想到 李姿这次动作这么利索 说离真离了 还净身出户 真是一个大傻子 妈 我姐他不会听你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旦他做下了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李姆哀声叹气 没有了门店 我们家没有收入来源 以后可怎么生活 李静思眼里 闪动着奇异的光 妈 让我去跟明线哥说 李姆有些犹豫 你俩该不会还有事吧 他虽然溺爱女儿 但也知道 这件事情传出去 对他们家不好 苦口婆心劝道 思思 他毕竟是你姐夫 你跟他搅合在一起 最后受伤的是你 你想哪里去了 我只是去跟他求下情 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姆只能同意 行吧 你去试试 李静思回到房间 给傅明线打电话 明线哥 你在哪 我今晚过去找你 思思 我们以后 还是别再见面了 李静思心里咯噔一下 忙问 怎么了 傅明线声音冷淡 我和你姐已经离婚 再见面 不太合适 明线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李静思贬着嘴尾去巴巴 我妈不喜欢我跟你们接触 李静思哽咽道 慧如阿姨对我们有误会 明线哥 我想最后再见你一面 那头犹豫半会 行 你晚上来别说 李静思挂掉电话后 欣喜若狂 打开衣柜选衣服 各种颜色衣服 花里胡哨 看得人眼花缭乱 好看是好看 但太幼稚了 尤其是不能勾引男人 李静思合上衣橱 转身往李斯的房间走去 把佑童知道 李斯和渣男离婚后 拍手叫好 说要带他出去 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最近这些天 住在这里麻烦佑童 李子心里很感激 想着待会点些 他喜欢吃的菜 窗外飘着毛毛细雨 李子按下窗户 看了眼饭店名字 御膳房 先前傅明线 带他来吃过一次 据说里面只招待会员 他是抱家里 一位长辈的名字 才能带他进来 通通 这家店只招待会员 白佑童眨眨眼 笑道 没事 前阵子 我二哥帮这家店老板 打赢了场官司 老板给他开了 VIP通道 李子的酒 已经好得差不多 但雨天路滑 饭店外面 铺了黑色的地砖 他走得格外小心 白佑童撑伞 两人有说有笑 往饭店内走 慧如 那不是你儿媳妇吗 王慧如视线向下瞥 眼里露出厌恶的神色 我儿子已经跟他离婚了 小门小户出来的 果然取不得 几位贵妇对视一眼 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怎么讲 王慧如刚要大涂苦水 猛然记起傅明线的警告 硬生生憋了回去 没什么好说的 破坏心情 御膳房的环境很好 整体采用了 复古式的雕花红木建筑 一路走上去 各种仿古屏风 荷花缸 特色走马灯 白佑童特意给他 点了养生的老母鸡汤补身体 两人聊着大学时期的趣事 心情放松不少 离子关上水龙头 抽了几张纸巾 擦干净手走出洗手间 迎面撞见王慧如 他迟疑了几秒 还是停下来 礼貌喊了声 妈 你也到这里吃饭 别 担当不起 王慧如神色不屑 看都不看他 我这个儿媳妇啊 平时装得乖巧懂事 结果背地里 专干一些偷鸡摸狗 见不得人的事 同王慧如一起来的几位贵妇 用一种挑剔打量 又带点异样的眼神 扫她 离境脸色发白 抿了抿唇 妈 我朋友还在等我 王慧如突然想起 傅鸣线的话 眼神危暗 悄悄伸出脚 离子只想快点离开 并没有注意 她一个猎前 整个人向前扑去 当心 一道熟悉的嗓音 回响在耳边 离子抬眼 女人皮肤白皙 纤细的腰不淫一握 闻人图记起上次 染在上面的触感 眸色见深 又见面了 离小姐 离子窘迫笑了笑 想不明白 为什么怎么每次碰见她 都这么尴尬狼狈 闻人图冷冽的目光 转向几位贵妇 吩咐旁边的男人 以后御膳房不招待他们 王慧如当场不干了 你是谁 凭什么你说了算 叫你们经理出来 守候在旁的经理 冷汗差点流下来 夫人 我就是这家店的经理 这位是我们老板 经理还要继续说 闻人图抬手制止了 语气没有一丝温度 赶出去 抱歉了 经理说完 五六位为黑色衣服保镖 从拐角冲出来 一人架着一位提出去 第十五章送卡 闻先生 你又帮了我一次 离子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闻人图面色极淡 那张灵力面容不笑时 总给人过分神秘莫测 阴狠的感觉 声音略带雌性 举手之劳 他没有多问 离子暗暗松了口气 说实话 如果对方问起 他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且 他平日一向没有把私事 告诉别人的习惯 离子同白又童离开时得知 这桌已经被人结过账 白又童有些疑惑 问服务员 方便透露一下 是谁帮忙付的吗 服务员极快瞥了眼离子 唇角挂着不失客气的微笑 小姐 这边我也不是很清楚 两人走出大厅时 饭店经理追上来 递给离子一张卡 离小姐 您的卡落下了 离子正了正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这张卡不是我的 文总的朋友 卡免费赠送 后续您要是不方便出门 可以打电话 我们外卖给您送过去 无功不受禄 替我谢谢你们 文总的好意 离子摇头拒绝 拉着白又童走了 经理为难地回到 最里面那个包厢 文总 离小姐不受 为人图面上 浮现几分诧异 挺扩的身形 坐在包厢真体座椅内 单手拎着茶壶 眼眸半颗 经理站在门口 身子紧绷 冷汗差点冒出来 嗯嗯嗯 经理如临大赦 大人物 离子想到 男人那双冷漠深邃的眼眸 以及刀削般俊朗的轮廓 身上总是有种豪门世家 才能养出的金贵感 不算认识 离子大概粗略 讲了夏童文人图的几次接触 彤彤 你知道他什么来历吗 不清楚 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反正来头不小 十个富家都不能比的程度 听见富家 离子面色一暗 白又童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 立马转移话题 那位文先生 似乎对你挺有好感 他只是刚巧碰上了 大发善心 可能吧 白又童没有见过文人图 在他的印象中 能坐到那么高的位置上 怎么也要到四五十岁 别墅灰色大床房上 女人伸出细白胳膊 抱住男人带有腹肌的腰身 明献哥 你把店面继续给我们家用吧 求求你了 黎静思贴着他的胸口 不停撒娇 傅明献笑了声 抬手轻腻 捏了下黎静思的脸颊 既然我们嘶嘶开口 哥哥肯定要给你个面子 黎静思高兴地凑上去亲了一口 谢谢明献哥 被子底下 男人大掌捏了下女人的腰 怎么现 我不要口头上的 黎静思撑了他一眼 脸上微红 明献哥 你太坏了 黎静思眼里 闪过一丝得意的光 男人 还不就是这样 第二天 黎静思回到家 告诉黎母这个好消息 黎母连夸他能干 叮咚一声 黎母打开门 见到是黎姿 顿时美好脸色 你怎么来了 妈 我来看看 你身体怎么样 黎子两只手上 提着各种营养品 我出院这么久了才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多有心 黎母语气格外差 黎静思偏头瞥了眼 继续玩他的手机 装作没看见 黎子站在门口 心里委屈地直冒酸水 妈 我知道离婚的事情 你一直不赞同 但是我和傅明献 真的没办法过下去 婚已经离了 你还扯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用 哎呀 谁离婚了 拐角处走上来一对中年夫妻 女人画着夸张的妆容 踩着十厘米粗的高跟鞋 走过来 芝芝 你和明献离婚了 女人脸上 带着探究的神色 隐约还夹着一丝兴奋 黎母面色尴尬 狠狠蹬了黎子一眼 她大疑 你怎么过来了 听说你心脏病犯了住院 本来前阵子要去看望你 结果 我女婿带我们在国外玩 赶不回来 恰好今天有空 来瞧瞧你身体怎么样了 女人拉着黎母的手 你也真是的 什么事情 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眼珠子一转 望向黎子 带了这么多营养品 茲茲果然孝顺 不过 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 黎母没办法 只能让众人都进门 思思 大姨来了 快去泡茶 不去 我在打游戏 黎静思直接背过身 这孩子 黎母语气无奈 又含着一丝宠命 转头看向黎子 脸色一下子变了脸 你去吧 黎子放下手里的东西点头 我们刚才开车路过 你们家店门怎么关上了 这段时间太累 消息一阵再开 黎母按道 还好思思把店面 从明县那里要回来了 不然被这帮亲戚看笑话了 黎子再次回来时 黎母面色 比刚才更加难看 她不经意瞥了眼 在座的几人 暗暗思存 估计是大姨 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大姨 喝茶 姿姿啊 你怎么好端端的 怎么要跟明县离婚 不是我说 这离了婚的女人 最不值钱 不过你长得漂亮 还是很有市场上的 我女婿有个合作老总 今年四十多岁 身价千万 你要是觉得 可以我改天带你 跟她一起去吃个晚饭 黎子差点想将手上的茶水 直接泼过去 但她怕黎母发脾气 忍了 大姨 不用了 我暂时不考虑这个事情 怎么不考虑呢 女人的青春就几年 别看你外形条件好 现在漂亮的姑娘 一抓一大把 大姨是真心为你好 真不用 黎子正脱开她的手 姐姐 我觉得 大姨说的没错 你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又怀着孩子 以后怎么生活 黎静思翘着二郎腿 突然插话 什么 怀孕了 女人神色震惊 这可不行的 还有孩子 有钱人最忌讳 带脱油瓶 黎子讹脚轻轻跳了一下 再也忍不了 大姨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芝芝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还不道歉 黎母板着脸训斥 黎静思扯了扯唇角 游戏也不打了 拿过一旁的薯片 看好戏似的 骂孩子干什么 都怪我好心办坏事 或许芝姿已经有了 更好的选择 看不上我给她挑的 阴阳怪气 又带着嘲讽 黎子待不下去 妈 我先走了 改天来看你 她拿起包往外走 你走 走了别回来 黎子转身的背影一顿 还是拉开门走了出去 进了电梯后 黎子眼眶发热 手机铃声响起 她看清屏幕名字 迅速深吸了口气 憋回眼泪 声音清脆 奶奶 最近忙着呢 改天有空和明线去看你 第十六章 不是轻生的 黎子五岁以前 是在父母身边长大 之后 黎静思出生 黎母一个人 没有精力带孩子 于是把她送到了 乡下奶奶家 黎子同奶奶的感情 十分深厚 大学毕业后 便想让奶奶搬到城里 来让她照顾 老人家不习惯 住了几天 自己偷偷收拾东西 回去了 黎子拿她没办法 只能时常抽空 回去看望 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太多 黎子一时之间忘记了 老人家估计是想念她 才打电话 和老人家聊了十来分钟 黎子心情舒缓许多 黎子本来准备 在外面租个房子 再去找工作 结果白佑童知道后 死活不同意 非得让她继续住着 她想着 等找到工作稳定后 再重新提 芝芝 你快到医院来 你爸出车祸了 黎子刚从一家公司 面试完出来 就接到黎母的电话 医院抢救室外 护士推开门交集问 谁是病人家属 黎子扶着贪婪的黎母 快步走过去 这里 病人大出血 血哭的血不够 你们谁跟病人血型相符 过来抽个血 黎子忙道 我是她女儿 抽我的 黎母一把按住她的手 语气坚决 抽丝丝的 黎子愣住 妈 我知道你生我气 但爸现在生死攸关 你要是有什么气 等过后 怎么骂我都行 让丝丝去 黎母依旧坚持 护士在一旁催促 到底谁来 黎子心里难受 直接不顾黎母的反对 冲护士道 我来 黎靖丝一把顶开黎子 她的血不行 抽我的 丝丝 你什么意思 姐姐 事到如今 我不瞒你了 黎靖丝不怀好意开口 其实你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轰隆一声 仿佛一道巨雷 从头顶踢下 黎子站在原地 手脚冰凉 她机械地转过头 望向黎母 声音尖色 眨眨眼睛 妈 思思说的是真的吗 黎母目着脸没有吭声 三 她的行为说明了一切 李里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眼前一阵晕血 她往后退了几步 整个人失落地靠在墙上 才不至于倒下去 病人就回来了 但她伤到了脊椎 恐怕以后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黎母整个人瘫倒在地 拍着大腿 嚎啕大哭 我的天啊 到底是造了什么 那老天爷要这么惩罚我们 黎子已经收拾好情绪 擦了擦眼泪 弯下腰去扶黎母 其料对方一把甩开她 都是因为你 这个扫把精 你爸要不是为了去看 你就不会被车撞 黎母瞪着黎子 眼神里的怒意 像看生死仇人 黎子没想到 黎父是在去找她的途中 才被车撞 她捂着脸 泪水从眼眶冲出 妈 对不起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黎静思挡在黎母面前 一副好女儿的模样 劝道 姐 你还是别刺激妈了 她有心脏病受不了 黎母一听 更是怒火中烧 连你妹妹都记得我的病 你还死皮赖脸 站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真的想看到 我死在你面前吗 黎子使劲摇头 脸上一片湿润 我没有 黎静思抱着黎母 两人完全把她隔绝在外 好似她是个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 她抬着恍若有千斤重的腿 往外走 神色恍惚 走到电梯口时 眼前一黑 整个人倒了下去 旁边其他的群众大喊 有人昏倒了 这时 暗处冲出来三五个凶神恶煞的黑衣人 将黎子同其余人隔开 快联系文总 经秘书收到电话后 半点不敢耽误 敲开会议室的门 赴到文人图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文人图面色一片冰冷 底下坐着的 下属齐齐打了个秃 老板这样的表情 势必有人要遭殃 患者妊娠六周 严重营养不良 底下有出血的痕迹 再继续这样下去 孩子恐怕保不住 黎子迷迷糊糊 听见耳边有人说话 心脏一紧 呼吸变得急促 他想醒来 眼皮却沉重无比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保住孩子 文人图目光 落在躺在白色病床上 柔弱不堪 好似即将枯萎花朵的能女人 语气含着令人为之一颤的压迫 医生不清楚男人的来历 但能让院长亲自接待的 恐怕来头不小 他自然得罪不起 我们会尽力 不过作为家属 还是需要你们 安抚好病人的情绪 经历术下的背后直冒凉气 这医生话真多 还敢对老板说教 文人图淡淡硬了声 医生给黎子 打了一针护胎药后离去 副家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文人图虽然没什么表情 语气同先前一样 也没丝毫变化 但跟随他多年的经历术 立即发现了老板的心情极差 已经收购了一半的项目 经历术低头 内心忐忑 太慢了 三个字 经历术心头一颤 我亲自出 晚上点击答复 文人图汉手 不好了 副总 渤海项目那边 投资人全部撤资 总经理推开门 惊慌失措喊 傅明线坐在办公椅上 焦头烂额 偏偏此时手机铃声不停震动 他挂了又打进来 明线哥 别来烦我 他冲手机吼了一句 挂掉电话 董事长 总经理回头见到来人惊讶道 傅明线刷得起身 爸 你怎么来了 你还有脸问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人家要大费周章搞我们 傅辉用力拍打着桌子 发泄怒气 傅明线有些惧怕的 往后缩了下 爸 我发誓 最近除了公司 哪都没去 怎么可能得罪什么人 是不是你之前 傅辉瞪着他 接起电话 笑道 老张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改天有空 一起打高尔夫 下一秒 脸色骤然大变 随手拿起桌上的笔筒 朝傅明线丢去 你他妈得罪了文家 太过突然 傅明线根本来不及躲 额头被笔筒 砸出一道口子 傅辉还不解气 继续拿东西砸 旁边跟过来的下属反应过来 有的拉傅辉 有的挡在傅明线面前 傅明线抬手一摸额头 湿漉漉的血流下来 第十七章 不是傅明线的孩子 姐姐 我来看你了 黎静思推开门 见到病房内的配套设施 微微睁大了眼睛 黑白格子地毯 米色高档大床房 液晶电视机 落地空调 加湿器等各种电子设备 简直是一个小型的套房 姐姐 你怎么能住在这里 黎静思的语气 充满了不可置信 还有一丝嫉妒 黎子醒过来没多久 一直在想事情 没怎么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他的目光转了一圈 才发现不对劲 周围布置半点 也不像是医院 黎子只起身 靠坐在床上 不过比起病房环境 他更在意父亲的情况 思思 爸他怎么样了 黎静思拿过桌上的巧克力 包装全英文 他看不懂什么牌子 感觉应该是进口食品 没想到 VIP病房连小零食 都准备得那么精致 他嚼着巧克力 还没醒 妈去打饭了 我听见几个护士说 有人昏倒打听了下 才知道是你 黎子没想到 妹妹这么关心自己 心头微暖 最近 他和黎静思之间 因为负名线 产生了许多矛盾 思思 谢谢你还认我这个姐姐 黎子摸了摸她的头 眸中透着温情 不管我是不是爸妈的亲生儿子 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黎静思唇角扶起 若有若无的不屑 很快被他压下去 那是自然的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最亲的姐姐 姐姐 你住在这里 要花不少钱吗 看来和明显哥离婚 这个女人 分了不少财产 我也不清楚 醒来就在这里了 他醋眉 想起自己手里的钱 在医院住这种病房 肯定花费巨高 等回护士来了 要跟他讲转病房的事情 黎静思吃得差不多站起身 姐 我先回去了 待会马找不到 我估计会很着急 好 你赶快回去吧 黎静思走后 黎自觉得不能再等 要赶紧说换房的事情 他打开门 却意外地撞上一个熟悉的人影 傅明线头上包着纱布 有王慧如搀扶着 从拐角处走来 黎自想要躲回去 对方却已经见到他走了过来 黎自 你怎么在这里 黎自下意识地护住肚子 我在哪里 应该跟你没关系吧 他的视线落在他额头 倒是你 被谁打了 傅明线觉得 他的眼神明晃晃 带着嘲讽 面色战红 嘴硬道 不小心磕到了桌角 黎自根本不信 似笑非笑 那还真是不小心 王慧如上次被保镖 从御膳房拖出去 简直丢尽了脸面 那些同他一起去的副太太 无疑幸免 这些养尊处优的女人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对待过 赤裸裸地羞辱 他们不敢对御膳房上面 那位有意见 只能把气全部撒在他身上 近段时间集体排斥他 搞得王慧如苦不堪言 小贱人 有你什么事 王慧如指着黎自鼻子怒骂 黎自向来尊敬长辈 但是并不代表 他没有脾气 阿姨 麻烦你放尊重点 王慧如双手插腰 眼神掠过他的肚子 不知道跟谁鬼混怀的野种 还想让我们家明线喜当爹 算盘真是打得当当响 黎自脸色微变 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 要保护孩子 他目光锐利 望着傅明线 孩子到底是谁的 傅明线你心里最清楚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你还不敢承认 孩子是你的吗 王慧如愣了愣 黎自脸上的表情 不似作为 你胡说什么 傅明线讹脚轻轻直跳 捂着脑袋抽气 我压根就没有碰过你 有 黎自坚决道 杜蜜月那天晚上在酒店里 你要诬陷我 好歹找个好日子 那天 你的好妹妹黎静思 躺在我的怀里 傅明线不屑冷吃 他笃定了 黎自不敢暴露孩子父亲的名字 才死要赖着他不放 不可能 黎自脸色惨白 无助地攥紧拳头 思绪混乱盯着地面 怎么 先前死活要跟我离婚 现在孩子的父亲 不要你们了 又想栽赃到我的头上 傅明线冷笑 婚前还搞得跟贞结裂父一样 鬼知道跟几个男的睡过 他被我发现 这已经不是说话难听 而是在侮辱人 黎自抬手 傅明线瞇着眼睛 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用力收紧 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目 想打我 他甩开黎自的手 惯性导致他狠狠摔倒在地 暗地里的保镖观察着 不知道要不要冲出去制止 毕竟文总只让他们负责监视 不过近段时间 他们也发现了 这一家子 简直是丧心病狂 包括他那个妹妹 心思歹毒 可惜黎小姐被亲情蒙蔽了双眼 叮的一声 电梯里走出来两个人 赫然是黎母和黎靖斯 黎靖斯回去 就跟黎母说 黎自住的病房有多豪华 肯定是从附加分到了不少钱 却半点没跟他们透露 黎母一听还了得 眼下家里雪上加霜 最需要用钱 黎自必须拿出来补贴家里 傅明献见到来人笑了声 你的好妹妹来了 咱们当场对质一下 明献哥 你头怎么了 黎靖斯走近 想要查看她的伤势 被黎母隔开 黎靖斯善善收回手 没有人理会 倒在地上的黎自 她像是被所有人抛弃了一般 黎自滴血糖 好半天才缓过来 思思 告诉你姐 杜明月那天 你是不是在我床上 黎自仰着头 眼神紧紧盯着黎靖斯 黎靖斯不清楚当下的情形 可黎自状态看起来就不好 而且 两人已经离婚 她说出来也没什么 是 仅一个字 黎自觉得全身的力气 瞬间被抽干 她趴在冰凉的地板上 脑子里回想着当时的场景 却越发模糊 所以说 孩子真的不是负名献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真相 黎自只觉得整个世家天翻地覆 她望向黎母 寻求最后一次希望 妈 别喊我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黎母语气充满了厌恶 晶莹剔透的眼泪 顺着黎自娇好的面容留下来 她神色凄惨 哭道 就因为黎靖斯是你的亲生女儿 所以 她做错了事情可以原谅 而我 你连问都不问一句 直接定了我的死罪 第十八章跳海 姐姐 你自己做出不知检点的事情 还怪妈对你发脾气 黎靖斯表面上是在维护黎母 实则在说风凉话 而且 爸生病住院 你一分钱没出 结果自己住着这么好的病房 王慧如这才意识到 黎自出现在的是顶层豪华病房 不由嘲讽到 谁知道是哪个眼男人给她安排的 上次还不要脸 去勾引御膳房的老板 御膳房 那可是今世有名的会员饭店 不是光有钱就能进得去 黎靖斯眼神里的极度快意出来 从小到大 每个人都夸黎自漂亮大方 夸她活泼可爱 你们在干什么 先前给黎自树叶的护士赶过来 这里是 VIP病房 闲杂人等 不能待在这里 王慧如柳梅倒树 你一个小护士 竟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我可是认识你们院长 待会直接让你下岗 黎自不知道什么时候昏了过去 护士眼里闪过一丝烦躁 这位女士身后的大人物 连院长都要亲自接待 要是在她值班期间 出了什么事 她难辞其咎 胡医生 VIP房的女病人昏迷了 护士挂断电话 面色冰蒙警告 你们再不走我喊保安了 一个小护士竟然敢 对她遗旨气使 王慧如气疯了 我要马上打电话给你们院长 小护士该说的已经说了 见几人还是油盐不尽 立马按下口袋里的警报器 黎靖斯察觉不对 拉着黎母 妈 爸还需要人照顾 我们先走吧 黎母瞥了眼倒在地上的离子 想说什么 被黎靖斯硬生生拉走了 这家医院是京都最好的医院 背后关系往错综复杂 比起王慧如 傅明县 好歹带了点脑子 不用跟这种建民浪费时间 公司的事情 还需要我回去处理 小护士脸上染了一层薄木 要不是 碍于自己身上这套护士服 他高低地上去踹两脚 经历术狠狠训斥了一顿保镖后 硬着头皮 动作僵硬 走进办公室 文总 是我没交代好 让李小姐受了委屈 今年季度奖金扣除 文人图的声音冷利 经历术打了个寒战 他已经很久没见老板 发火了 虽然扣除季度奖金 有些心疼 但好在还有年终奖 他要赶紧把傅家弄倒 将功补过 经历术火急火燎去办事情的时候 医院那头 护士刚准备给李子打针 却发现 他人不见了 小姐 去哪里 李子双目无神望着车窗斑驳玻璃外 阴沉沉的天空 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苍白小脸 没有丝毫生气 声音干涩 师傅 去沧海 姑娘 这个天气去沧海不好玩 根本没什么人 改天放晴了人多热闹 才有意思来 李子头已靠在车门上 神情麻木 眼底空洞 司机师傅见他不搭话 便没有再继续说 风将他的长裙吹起 连同他那头 黑色如断如稠的绣发 高高扬起 他赤着脚 一步步从沙滩往沧海里走 复明线的冷嘲热讽 恶言相向 亲人的不理解 冷漠 怨对 将他刺得遍体鳞伤 李母那句话 更是压垮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 亲生父母又在哪里 至于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李子没有信心 更怕自己没有能力 独自抚养他长大 与其痛苦地活着 倒不如就跟他一块离开这个人世 冰冷的海水没过头顶 水流从口鼻中进入肺部 胸口传来窒息感 头脑昏沉 李子安详地闭上眼睛 十几辆豪华高档轿车 同时出现在沙滩边 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墨镜 面容俊美 却冷漠无情的男人 文总 到处都没有找到李小姐的身影 黑衣保镖匆匆赶来汇报 继续找 文人图的眼神 冷得恐怖 浑身散发着男眼的暴力 精密术抱着平板 急步如飞跑来 声音微微颤抖 文总 监控上显示 李小姐跳海了 他怎么敢 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文人图心头一空 眼眸心红 大步朝海里冲去 老板 精密术大急 冲周围的保镖喊 还不快到海里找人 妈妈 妹妹像的猴子一样好丑哦 婴儿刚出生 都是这样的 以后就好了 女人声音温柔甜淡 仿佛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 宝宝以后是哥哥了 要好好保护妹妹 小男孩握紧拳头 嗯 我会的 李子眼角滑下一滴泪 口中喃喊 妈妈 文先生 李小姐的求生意识很弱 恐怕 医生的话还没说完 文人图越过医生 直接走进抢救室 文先生 你不能进去 医生反应过来 面色焦急 赶紧追上去 文人图浑身湿透 滴滴答答 站在抢救台旁 另外一个医生 正在给他做心脏起搏 李子 你死了 根本没有人会记得 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只会更开心 活得更加安稳 文人图弯腰 眼底阴雾的可怕 一字一句说着 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魔 医生吓得 差点将手里的机器丢出去 起了 起了 护士大叫提醒 只见原本平稳的屏幕上 竖直突然向上走 快 继续加大点击 医生重重松了口气 要是眼前病人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估计医院 明天直接歇业倒闭 文人图走出抢救室 有烟吗 我派人去买 不用 随便给我一根 文人图声音带了丝沙哑 谋色藏着 令人看不懂的晦暗情绪 金秘鼠突然想起 以前暗地里听闻 自己老板的一些事迹 亲生父母 被绑架撕票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遭人设计 迈进黑市打拳 结果成为黑市 当之无愧的拳王 要不是老爷子 派人过去找他 兴许他不会想要回来 你在这盯着 文人图丢下一句 拿着烟 走向消防通道 他这辈子没想过要孩子 原本以他的身体状况 医生都说 这辈子子嗣艰难 所以 外界传言他不喜女人 有龙羊之好 他一概不理会 可那晚 他要了很多次 大约是上天眷顾 又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让他一次怀上 第十九章交易 李子 我们做个交易 你把孩子平安生下来 我给你和太太的位置 帮你复仇 男人嘴上说是交易 但李子知道自己根本没得选 他闭了闭眼睛 想起护士说的话 小姐 虽然不知道 您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您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受到影响 看来他十分想要活下去 手慢慢摸上肚子 李子心底 涌起无限的愧疚感 喉咙里轻轻滚出一个字 好 傅家自从被打压之后 差点宣告破产 为了家族企业 傅明县不得不跟其他公司进行联姻 由于他先前结了次婚 好点的家族千金 根本看不上他 只有一个长相肥胖 暗地里喜欢他多年 却由于自卑 不敢开口的名媛 求着家里人帮助傅家 拗不过女儿 何长斌告诉傅明县 同他女儿订婚 立马给傅家注入资金 没办法 傅明县咬牙同何彩仪 举办了订婚宴 李静思躲在暗中偷看 在心底将何彩仪一家 咒骂了百八十遍 傅明县昨晚在床上告诉李静思 他喜欢的人是他 由于公司原因 不得不娶一个丑女人 所以 李静思恨急了何彩仪一家 思思 你去哪里了 你爸的要拿回来了吗 李静思闻到家里一股子 难闻的药味皱眉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你大姨特地托人 从老神仙那讨的药 一般人没有渠道 根本拿不到 李静思吃了生 什么老神仙 装神弄鬼的臭道士而已 不过 眼下他也没心思管那么多 搞这些 能让李母消停 别来烦自己更好 那你赶紧煎给爸喝下 他起身回屋 对了 妈你给我转五千块钱 五千 李母失声惊叫 昨天 不是才给你转了二千 买衣服打车花掉了 我面试肯定要穿的正式体面 人家才会聘用我 现在外面随便一套好点的衣服 都要四五千 我都是挑便宜的买 李母面露难色 思思 我们家现代的情况前 要省着点用 你爸这边还要花不少钱 说来说去 无非这么几句 李静思已经听烦了 回到房间 门一甩 隔绝了李母的唠叨 李母在外面敲门 思思 妈不是不给你 只是想告诉你家里 李静思直接戴上耳机 给傅明献发去信息 明献哥 我没钱了 没过几分钟 手机上进来一条短消息显示 银行卡到账一万元 晚上到别墅等我 李静思喜滋滋地回来得好 找工作 不过是为了骗李母的一个幌子 那些工作又辛苦 又挣不到什么钱 傻子才去干 他只要牢牢抓住明献哥 不用出门就有花不完的钱 如果 他再给明献哥生个孩子 坐上富家少奶奶的位子 以后生活更是不用愁 小姐 汤熬好了 李子抱着书 眼神专注 放那把 我一会喝 小姐 不烫的 我帮您放温后端过来 现在喝刚好 李子叹了口气 住进这套自带花园的别墅 一个月以来 家庭医生每天给他检查 观察肚子里小家伙的情况 而他的肚子 也已经隐隐显怀 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 李子没当回事 估计是送货的人到了 蓝姨 中午喝了那么多 我现在实在喝不下 要不你放着我晚上喝 李子拉着蓝姨的手撒娇 这阵子 蓝姨悉心照顾他 两人感情处得十分不错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 要是少爷问起来 他不会问的 你看他都大半月没来 李子不以为意 话落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问什么 男人裹挟着户外的寒风细雨 单手解着袖口 排眸时 那双如猛兽般的眸子 盯得人心头发颤 李子裹紧了身上的毯子 甘巴巴笑道 文先生 今天怎么有空来 路过附近 顺便进来看看你 金历鼠在一旁富匪 刚下飞机 马不停蹄赶过来 还真是很顺便 他悄悄打了的哈欠 连续一个礼拜 没睡过整觉了 这种痛苦谁懂啊 蓝一笑着替文人徒 把衣服挂在架子上 先生晚上留下来吃饭吗 李子心里警铃大作 千万不要 文人徒淡淡扫了他一眼 没吭声 李子低下头装作 看不懂他的眼神 老板 前几天您还犯胃病 医生说 您最近要多休息 晚上的酒局我替您去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特助秘书 会揣摩老板心思 是第一重要的能力 文人徒有胃病 李子还是第一次知道 听经秘书口气 似乎还挺严重的 文人徒面色平淡 不置可否 辛苦了 明后天带薪休假 经历书一洗 嘴巴差点脸到脑后跟 蓝一高兴道 少爷 您陪李小姐说说话 我去准备饭菜 蓝一是文家老宅的人 特意调过来 照顾李子身体 原本还怕识得 不好伺候的千金小姐 没想到 李子不仅善解人意 还温柔懂事 蓝一自己没孩子 最喜欢这样漂亮懂事的小姑娘 更何况 她肚子里还有孙少爷 她不清楚 两人之间的关系 但私心里希望 李子能够跟文人徒亲近点 这样以后 李子回到文家 起码能够不受其他人的欺负 文人徒迈着步子走过来 怎么不喝汤 李子嘴里一阵发苦 蓝一每天花式熬 各种汤给她喝 刚开始她 还会老老实实喝完 可时间一长 便再也受不了 原本同蓝一撒撒娇 还能躲过 谁想到文人徒今天会来 她弯腰 伸手去拿那碗汤 一双大掌 比她更快拿起 凉了 待会让蓝一热好再喝 文人徒把碗放到一边 李子愣了愣 那碗明明还冒着热气 不过可以不用喝汤 李子心里比谁都要高兴 漂亮水润的毛子 染上丝丝笑意 文先生 这次合作还顺利吗 文人徒看着她 怀孕不仅没让她发福难看 反而更加温柔 脸色不似刚开始跟死人一样惨白 经过蓝一的调理 已经有血色多了 她躺在沙发上 盖着黑白格子毛毯 整个人连同发丝都透露着乖巧 如果不说 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她肚子里怀着孩子 第二十章 陪她吃饭 还行 文人徒一开视线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 婚礼 我已经叫人着手准备 你确定下婚纱 李子的身体原本就不算好 经历了一系列事情 孩子能保住 简直是奇迹 至于婚礼 她什么都不用操心 底下人会办好 她只需要出席就行 李子咬唇结果 她是真没想到 文人徒会一一兑现自己的沉默 那次谈话后 她特意上网查了下文家的资料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用的消息 寥寥无几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能够把信息隐蔽起 足以见文家 不仅有钱那么简单 其实 婚礼不用准备 反正 我们俩只是行婚 要是你以后 碰到真心喜欢的人 她应该会很介意 文人徒谋光危暗 语气公事公办 你是孩子的母亲 这份体面和尊重 文家必须给你 李子一正 虽然文人徒语气严肃 听着声音 但她心里明白 对方是为她好 不然完全不必 如此大费周章 像她之前 在傅家接触到的有钱人 哪个不是外面 包养着好几个情人 私生子一大堆 谢谢您 文先生 李子心里 有几分难言的感觉 至于傅家那边 我已经让人停止了收购 傅家为了维持公司运转 同何家联姻 上午刚举办完订婚宴 文人徒步着痕迹 观察着李子的表情 她清晰了口气 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弧度 傅明宪不是说 何家千金冒仇 现在逼着同对方订婚 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应该很憋屈 难堪吧 还有一件事情 你妹妹似乎成了傅明宪的情人 李子愣了几秒 仔细想想 倒不会很诧异 李静思一头栽下去 完全不管傅明宪是个怎么样的人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希望她以后不要后悔 那我养父母知道吗 文人徒双腿交叠 右手有一搭没一搭点 在旁边红木座椅扶手上 应该是不知道 要通知他们吗 算了 这是他们的家务室 李子摇摇头 她现在想得很清楚 不是轻生的 总是隔了一层 他们抚养自己长大 她很感激 如果他们愿意 自己会替他们养老送终 两人聊天的功夫 兰姨手脚麻利 已经做好了午菜一趟 厨房还炖着牛肉 差不多快好了 你们先吃 李子口味清淡 尤其是怀孕之后 越发的吃不得辣 兰姨说 肯定是个小少爷 他倒无所谓 不过 文家第一个孩子 最好是男孩子 文先生 如果我这一胎是女儿怎么办 李子还是有些忧心 想着等月份 再大点去做个检测 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文人图主动给她盛了碗汤 放到右手边 嗓音平稳 要低唇如大提琴 听在这里 让人心安 先喝口汤暖暖味 如果精力说在这 估计会精掉下巴 他们家冷血无情的老板 竟然会关心人 还主动帮人盛汤 李子颇有些受宠落惊 拿起勺子 喝了两口汤 见文人图视线 紧盯着自己不动快 撇了眼桌上的菜 是不合胃口吗 我口味比较清淡 要不让兰姨做几道辣菜 不用 我最近胃不舒服 吃不得太辣 这样正好 对 刚才金历说 还提过一嘴 她以前读书时太过用功 有一阵子吃饭不规律 胃痛起来 差点没昏过去 严重吗 文人图对上 她不加掩饰关心的神情 黑色的长发披在脑后 肩上搭着红白格子披肩 小脸白隐隐 毛子青透 像只从大山森林 跑出来 兰姨端着喷香四溢的牛肉出来 胃都割了三分之一 医生说 您最好戒烟戒酒 少应酬 那些酒局饭局能不去 尽量不去 李子捂着嘴巴 难以想象胃被割了三分之一 那得多疼 文人图神色平淡 对她来说 那点疼痛 跟以前在国外打黑拳被揍比起来 确实不算什么 我看你有空多过来 给你调理一下 顺道还可以看看李小姐 捧小少爷培养感情 李子嘴里的汤差点喷出来 咳嗽了几声 他没说出来 行 我尽量抽时间过来 文人图答应得相当爽快 兰姨大喜 给了李子一个不加赞赏的眼神 李子握着勺子 硬着头皮笑了笑 他刚才只是客气地说了那么一嘴 谁知道他会当真 文人图吃完饭后 去楼上书房处理公务 李子还在慢吞吞咬着牛肉 兰姨 你知道文先生喜欢什么东西吗 他想送个礼物 表示感谢 虽然自己同他意外 有了孩子 他做这些是出于自己的责任 但如果不是他 这个世界再没有李子 他能继续活着 坐在这里 吃香喷喷的牛肉 全是脱了对方的福 李小姐 那你是问对人了 兰姨自豪道 整个文家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大少爷的喜欢 他给李子倒了杯水后 去收拾筷子 大少爷喜欢吃酸枣糕 李子厨艺不错 酸枣糕听起来不太难 只是没想到 文人图喜欢的食物 这么借地气 我还以为 他会喜欢鲍鱼海鲜之类的 您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少爷不吃海鲜 会过敏 李子暗暗记下 明献哥哥 今天你订婚 晚上不回去 和姐姐不会说什么吗 黎静思抱着傅明献 偏头故意询问 他敢说什么 我看到他那张脸 就倒胃口 要不是因为家里 急需资金注入 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委屈你了 明献哥 李子摸了摸他的脸 傅明献一把抱起他踢开门 凑近他的脖子 闻了闻 有没有洗澡 黎静思抬手捶了捶他的胸口 称道 明献哥 你太坏了 何彩仪听着手机里传来的盲音 要挟他同自己订婚 小姨 明献去哪了 何母推开门进来 他说公司有点事情 处理完马上回来 妈 您先去睡吧 累了一天 第21章 住家的算盘 何母试过来人 小年轻的事情 多少知道一二 小姨 他付家现在不是以往 傅明献又是二婚 要不是你喜欢他 你爸是不会同意的 他要是敢让你伤心 我要让他们付家好看 妈 我们都订婚了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何彩仪勉强笑道 那就行 你别等 他要是今晚不回来 明天看我怎么骂他 何彩仪不想让傅明献讨厌自己 催促何母 妈 你快去睡吧 半夜十二点 傅明献打开手机 看见何彩仪打乖的几通电话 面色不耐烦 尤其是看见那条信息后 更是厌烦 黎静思听见动静 明献哥 你要去哪 何家那个丑女人 威胁我傅明献面带 比衣不屑冷吃 啊 他怎么这样子 明献哥 你都跟他订婚了 他还不知足 黎静思这番话 更是引起了傅明献 对何彩仪的不满 可他自己不想想 要不是何家的资金 他现在根本不可能 好好的当他傅家大少爷 傅明献回到何家时 已经是凌晨一点 原本傅家 是给他们准备了一套婚房的 但何家夫妻 要求他们订婚业 必须在何家住一晚 我不是跟你说了 公司有事 你干什么 还催得不停 何彩仪有些委屈 不是我要你回来 毕竟是第一晚 爸妈他们会有意见 提起何家父母 傅明献顿时不敢吭声 你爸妈那边 你处理好就行 不然我要你做什么 傅明献说得理直气壮 何彩仪不敢吭声 他等傅明献等到现在 加上今天忙活了一天 此刻靠在床头昏昏欲睡 不过他始终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 有些羞怯地 拉着傅明献衣脚 明献 我们早点休息吧 傅明献注视他那张肥胖的脸 明亮的灯光下 卸了妆后 斑斑点点 他看着更是难受 他往浴室里走 我去洗个澡 你先睡 何彩已满心欢喜 我等你 傅明献差点犯恶心 你说表哥经常到这里来 傅子齐坐在豪华商务车内 望着眼前精致豪华的别墅 是的 小姐 文总一个礼拜来这里三次 每次都会过夜 傅子齐打开文件袋 里面调出一叠照片 全部是同一个女人的侧影 虽然没有照到正面 却不难看出女人身材娇好 五官名利 这片地区是有名的环境幽静 适合疗养 属于文人图的私产 所以 傅子齐花了不少时间 才让人调查到 傅子齐推开门下车 铁门锁着 还有保镖 见到她时 露出警惕的神色 小姐 您找谁 她围台下巴 我是文人图的表妹 傅子齐以为自己这样说 保镖就会放她进去 抱歉 小姐 没有文总的吩咐 我不能让你进去 保镖面色严肃 身上的气势冷酷 傅子齐没想到 会在门口识别 静都静不去 恨恨地剁了剁脚脚 抓着包气氛离开 黎姿站在阳台上 望着底下女人离开的背影 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 兰姨 文人图 没有未婚妻吧 用餐食 她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问出口 先前老太爷 原本想替大少爷 定住家的小姐 结果大少爷 直接放了人家鸽子 后面这件事情 不了了之 兰姨替黎姿加菜 小姐 怎么好端端问起这个 黎姿把自己 在阳台上看到的那一幕 告诉兰姨 兰姨心里暗暗记下 准备待会给文人图发个信息 柱子齐回到家 又是砸杯子 又是骂人 吓得一众庸人纷纷躲开 要不要打电话 给少爷让他回来 少爷早上九点的飞机出国了 打给夫人吧 于是 一个女佣立马跑去打电话 我的宝儿 谁让你生气了 许瑶拉着柱子齐的手 满脸溺爱 妈 文表哥 她在外面养了一个女儿 许瑶有些吃惊 不过转念一想 宝儿 这是好事 正面文人图那方面没问题 这样 你以为嫁过去 我也不用太担心 你们夫妻间生活问题 可是文表哥 她不是不愿意娶我吗 商业联姻 哪里是她说了算的 明天我让你爸去文家 旁敲侧击一下 柱子齐喜笑颜开 谢谢妈 随即她想到什么 脸色又变了 那个女人 凭什么让表哥另眼相待 要知道 文人图一直洁身自好 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女人 许瑶思索着 那个女人什么来历 你查到了吗 柱子齐摇头 就是这样才奇怪 我根本查不到 有关于那个女人的 一点异地信息 或许是文人图做了什么 柱子齐更加气愤 妈 我觉得 那个女人是个危险 大概是出于女人的直觉 不要想太多 哪个成功的男人 身边没有花花草草 你是住家小姐 光这个身份 文家就不敢怠慢你 那个女人算什么 等你和文人图订了婚 拿点钱打发她走就行 许瑶不以为然 世家之间最牢靠的 只有利益 资源互换 互惠互利 才能一直长存 文人图不常回老宅 今天是文老爷子 特意把他叫回来的 大少爷 老太爷在花房 管家接过他的外套挂好 恭敬道 文人图解开金色的袖口 丢到桌上 今天有谁来拜访 住家董事长 来待了半个小时 文人图嘴角 入出讥讽的弧度 住家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他比谁都清楚 住家那边 透露出想要连姻的意思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文人图单手插在裤都 递了把剪刀 给文老太爷 只要不是跟我 随便怎么连 文老太爷瞪了他一眼 人家就是看中了你 文人图眼眸微眯 意味不明笑了笑 我可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要的 而且 我最近在筹备婚礼 文老太爷手里 剪刀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结婚 谁结婚 文人图想到别墅内 那个温软可人的小女人 嗯 我结婚 您到时候记得出席 哪家的千金 怎么这么随随便便 起码得 把人带到家里来看看 是我结婚 又不是你们结婚 我终于就行 文老太爷 还是第一次瞧见 他这样的表情 怎么说呢 自从他父母去世 他整个人性情大变 眼下终于有了点人气 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不过又怕对方 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 有空还是带回来瞧瞧 至少得让我看一眼吧 文人图略一思索 行 等他身体好点了 我再带回来 而且我得先问问他的意见 第二十二章被报 文老太爷脸色微沉 还没进门 架子倒是摆得挺大 文人图白白手离开 他心里清楚 文老太爷最在意什么 要是知道离子的情况 恨不得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大少爷 晚上不留下来吃饭吗 管家给他递上公文包 不料 有点事情 管家望着空荡荡的文家老宅 有些叹气 自从夫人和老爷出车祸后 文家内部大清洗了一遍 现在整个文家所剩的直系 和旁支都不多 希望大少爷 能够早点成家 让老太爷高兴点 文总 我们去哪 文人图单手 抵着下巴妈撒了两下 四季花园 这段时间 据四季家园的次数 仅次于公司 文家老宅 离四季花园开车 也要花上了八小时 倒不是文人图 故意这样安排 而是四季花园杀好 谁好 适合养身体 尤其是离子 还是个孕妇 文人图 怕有不长眼的 跑到他面前胡来 当保镖告诉他 有位自称他表妹的女人来找时 文人图身上 气息冷得可怕 这所别墅 是他的私人财产 连文老太爷都不知道 柱子齐竟然清楚 可见 他有派人跟踪过他 做得很好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能进来 保镖先前是退伍雇佣兵 能过来给文人图做事 脑子自然不差 明白 文总 月份大了 离子饭后时常饭困 尤其是躺在沙发上没多久 不知不觉 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蓝仪给他盖上毛毯 小心地掩好两边 一抬头见到文人图 惊喜道 少爷 文人图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蓝仪压低了声音 您吃饭了吗 还没 麻烦你随便整两个菜 不麻烦 您能来 李小姐也高兴的 蓝仪转身进厨房 准备饭菜 文人图站立在沙发旁 定定看了两久 才一开视线 五乌黑的头发 遮住他大半张脸 落在外面的五官 小巧精致 文人图查过 离子的所有资料 在离家夫妻的耳提面命下 他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傅明县仗着家里有钱 又会伪装 取得了离家夫妻俩的好感 要不然 离子估计 也不会答应嫁给他 这样的女孩子太怪 太懂事 根本不适合在文家生活 文家就是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能够把他吃的骨头都不剩 可是 命运将两人绑在了一起 文人图会对他负责 却并不打算 一直让他做温室的花朵 离子打了个哈欠 慢慢睁开眼 对上一双默然深沉的毛子 刹那间 什么睡意 全部都跑走了 文 文先生 文人图挑眉 看到我那么惊讶 离子不自觉抓紧了毛毯 突然醒来 没有准备 文人图怀里抱着电脑 声音平静 我们都婚期 定在下个礼拜 你要早点适应我 下个礼拜 这么快 文人图汗手 再不快点 你的肚子大起来 穿婚纱不好看 离子没想到 他连这个都考虑到 不由得心口微动 我都可以 您需要我怎么做 告诉我就行 今天外面 那个女人你不用管 既然我责了你 这些事情 你可以放心 也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文先生 我不是不信任你 只是您的家庭背景 似乎跟我接触到的 不太一样 一个富家 里面的规矩 就已经很多了 要不是先前 傅明县不喜欢 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不然王慧如 是要天天黏着他们的 文人图以为 离子一个人 待在别墅里太久 没有安全感 没关系 今天爷爷 让我有空 带你回去一趟 你要是愿意 改天我们回去 见见他老人家 离子没想到 会这么快 见文家的人 越有些吃惊 那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比如说 爷爷喜欢什么 文人图喜欢听他说爷爷 好似两人关系 已经是亲人般 爷爷喜欢喝茶 书法 我奶奶在乡下 没事种了点茶 爷爷不嫌弃的话 我让他记点 提起奶奶 离子脸上的表情 都不一样 文人图察觉到了 等我们结婚时 请奶奶一起过来 离子根本没想过 这样的事情 即便没有去过文家 他也知道 那是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圈子 文人图能够帮助他 并且对肚子的孩子 负责他 心里已经感激不尽 离子抬眼 眸光闪动着一丝惊鸣 文先生 谢谢你 这一年 离子失去了很多 家庭 亲人 但他遇见了文人图 似乎是老天给他的救赎 在黑暗人生里 投下一道耀眼的光 两人对视 空气间蔓延着暧昧的气息 李小姐 您该喝牛奶了 蓝衣端着托盘 打断了两人间的气氛 离子刷一下 赶紧低下头 脸上染上一抹飞红 心跳得有些快 牛奶是温热的 离子匆匆喝完 想要往楼上跑 手腕被人不轻不重抓住 文人图的声音 似乎压了一点笑意 提醒道 拖鞋 离子根本不敢抬头 凭感觉 穿好拖鞋穿着睡衣 跟小蝴蝶似的 轻盈飞走了 蓝衣望着他的背影 大少爷 李小姐有时候还挺可爱的 文人图唇角轻钩 爸 文家那边怎么说 柱子齐一直瘦到十一点多 终于把柱翔盼了回来 放心 文人图能娶到我的女儿 是她的荣幸 柱子齐抱着文人图 狠狠亲了一口 谢谢爸 文氏总裁与神秘女子 共筑爱潮 三天两夜 文氏总裁与四季花园 交养金丝雀 文氏总裁性取向正常 文氏老太爷发话说 要为妻选妻 一时间 各大新闻头条 纷纷报道 关于文人图的 出现在四季花园的照片 上面 还标注了 她最近出现的日期时间 显然是跟踪了不少时间 柱子齐直接将手机摔到地上 屏幕碎裂成蜘蛛网 快去打电话 查查哪家报道出来的 赶紧撤掉 她马上就要同文人图订婚 眼下爆出这种信息 简直是在打她的脸 文氏集团最高楼 金秘书拿着平板 将报道信息的各个公司 发给文人图 老板 这背后有人操控 文人图头也不抬 神色平静丰富 让官博下场 金秘书 文总 直接撤掉那些消息更快 我的意思是 宣布喜讯 他说完 顿了下 等等 我打个电话 滋滋 看到网上的新闻吗 嗯 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困扰 没有 你对我来说 不是困扰 文人图说得正重 离子整个人愣住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 不如公开我们的婚事 他说得简单 金秘书在一旁神情紧绷 他已经能够预料到 今天股价要么大涨 要么大跌 第23章总裁夫人 文人图每一句话 都出乎离子的预料 其实他不说 离子心里也清楚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很快 关于文氏总裁的新闻 被柱子齐找人压了下去 吃瓜网友 对于这样的操作 已经见怪不怪 文氏集团 可不是什么新奇的小公司 圈内人还怪惋惜的 毕竟文人图的花边新闻 可不是想看 就随时能看的 文氏观博 不是金屋藏娇 是即将名媒正娶的夫人 婚期定在本月18号 转发本条微博 送上祝福的亲们 有机会获得轮渡豪华三日游 随即抽取100个幸运观众 文氏集团果然大气 天呐 这100个幸运 能不能有我一个人呢 祝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关博 快看我 只有我一个人想看总裁夫人吗 狗头狗头 总裁夫人最美丽 关博快看我 黎静思躺在别墅的阳台上 喝着下午茶 吃点私人蛋糕店送来的点心 拍几张美照发群里 结果下一秒 直接被信息刷走 快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朋友夸了文氏总裁夫人 抽到了轮渡豪华三人游 真的吗 我也去 快去 骗你是狗 黎静思刚起床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在说什么 思思 你也去参加一下这活动 是有把官方微博的消息截图发出来 黎静思不以为意 不就是一个轮渡三日游吗 他想的话 马上可以叫傅明线带他去 结果等他点开图片 见到那艘巨型豪华游轮时 愣住了 找到网页官博 发现才这么点时间 已经有几万人评论 这样子 怎么抽得到他 黎静思想到了傅明线 一个电话打过去 明线哥 你能不能弄到文氏集团 豪华轮渡三日游 明线还没起床 陌生女人的声音 透过听筒传出来 黎静思危症 第一反应是 傅明线在外找了小三 你是谁 他的语气相当不好 我是他的未婚妻 或许你可以喊我嫂子 黎静思 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 听起来温和没有攻击性 黎静思却心底一寒 他不清楚 对方是怎么知道他的 又对他同傅明线的事情 了解多少 嫂子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他的语气 顿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没事 思思 明线他可能拿不到文士的活动 不过 我这边可以托人帮你问问 好 那就谢谢嫂子了 黎静思此时心思 根本不在活动上 他深深的嫉妒和彩仪 有空到家里来玩 好 明明心里发苦 却还不得不假装 没事人一样 跟他闲聊 黎静思不知道 自己怎么挂掉的电话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 不管是之前 黎子同父明线 有婚约之时 还是他如今 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未婚夫 能够正大光明 站在他身边的女人 从来都不是他 住家 住子齐大发脾气 将房间内所有能砸的东西 全部砸了一遍 小姐 老爷的电话 他怒气冲冲 爸 你昨晚还说 文人图答应跟我们嫁联姻 为什么媒体却说 他要娶那个女人 小齐 文人图不娶你是他的损失 文家那么多优秀子弟 你随便选一个 爸爸保证满足你 住子齐大哭 嚎叫道 我不要 那些阿猫阿狗 根本配不上我 除了文人图我 谁也不嫁 住子齐直接挂掉了电话 他的眼神 透露出一丝阴狠 结婚 如果连新娘都没有 还结什么 圈子里的人 原以为不能再看见 文人图的八卦新闻 没想到 他自己直接将瓜 送到了大家嘴里 这些富家子弟 有不少群 你们有谁知道 文人图娶的女人 什么来临 不清楚 文人图真是不声不响 放了个大招 他不是说不行吗 会不会是故意 找了个女人演戏 我觉得有可能 疯了吧 他同意 文老太爷也不会同意 文家总不能绝后吧 有一说一 就算是演戏 我也羡慕那个女人 能够光明正大 站在文人图身边 工具人也不是谁都能当的 会不会是我们群里的人 是谁自己站出来 文少奶奶 小的请您快点出来 要是我们群里的我 第一个抱大腿 滚 让我先来 离子根本不知道 外界对她的各种猜测 她打了个电话 给老家的奶奶 问她家里还有没有好茶 茶叶前几天送人了 你等等 我去隔壁州老头那里 给你要点过来 离子还要说什么 那头已经挂掉电话 她哭笑不得 风风火火的性子 还是没变 离奶奶敲开隔壁 一栋花园小木屋 周老头 你在家吗 干什么 青天白日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给我拿点茶叶 我孙女要送人 记得拿点好的 坐在里面 喝茶的某个投资商 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看头瞥了眼 瘦小的老太太 跨着竹篮站在门口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身份的人 她暗暗想 这位老太太 估计要挨骂了 怎料 脾气火爆的周老头面色 不爽地转头进屋 给她拿了好几包茶叶 这些都是好茶 改天你孙女回来了 让她请我吃饭 知道了 小气鬼 李奶奶一把将茶叶 塞到篮子内 投资商看得直心疼不已 那几大包茶叶 少说都要几万 周先生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事情 周老头不耐烦白手 你们找别人吧 我没这么大能耐 投资商退而求其次 投资的事情 咱们可以先放放 您手里 不是还留着一些顶好的茶饼 放着也是放着 不如卖给我们 价格给你这个数 投资商比了六个手指 周老头躺在摇椅上 将毯子往脸上一盖 不耐烦 你说晚了 我刚给人 投资商想起 刚才被两人随手 拿来拿去的茶叶 痛心疾首 那您手里还有吗 没了 快走 再打扰老头子 我睡觉把你赶出去 投资商擦了擦额头 冒出来的冷汗 拔腿往门口 跑准备去追李奶奶 李奶奶附近旅游区 把用红色袋子装的茶叶 递给快递员 让对方帮忙填好地址 又到隔壁 买了点周老头爱吃的糕点 大娘 你等等 投资商跑得气喘吁吁 李奶奶防备地 盯着眼前陌生人 做什么 大娘 您刚才从周先生 那拿的茶叶 能不能卖给我 李奶奶 不行 那是我孙女要的 我给你两万块钱 投资商觉得 眼前的老妇人 肯定不试货 多少钱都不卖 李奶奶提着竹篮飞快走开 肯定是新型诈骗 之前滋滋跟她讲过 天底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第24章 文老太爷 文人图 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文家所有人都知道了 文老太爷 连书法也不练了 一个电话 打给文人图 不是说 让我先见见再说吗 文人图直接把手机 放到一边处理公务 您如果想见 今晚我带他去见您 文老太爷哼了声 不见 哦 那算了 文老太爷直接噎住 在心里大骂不孝子孙 他们文家 怎么出了这么个 桀骜不驯的种 偏偏实力够强 手段够硬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打内线电话 叫管家过来 你知道兰方去哪了吗 不清楚 我打个电话问问 兰姨接到老宅的电话 还有些诧异 李管家 有什么事情吗 小兰 你知道大少爷 结婚对象的事情吗 你是说李小姐吗 对 过了会 兰姨端着补汤 从厨房出来 李小姐 刚才老宅那边 打电话过来 说老太爷想见见您 是文先生的爷爷吗 兰姨点头 如果您不想去 我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一声 这段时间 兰姨对他照顾颇多 李子并不想让他为难 没事的 反正迟早都要见面 行 那我叫人被撤 兰姨笑道 您放心 我会跟您一起的 好 那我先上去换身衣服 李子已经有差不多 两个月没有出门 天天待在别墅内穿的 都是宽松的裙子 他挑了件 米白色大方得体的 极西长裙 等穿上后 才觉得不对劲 他肚子似乎 大得太快了点 算起来不到四个月 怎么已经显怀了 这样子 不管穿什么衣服 别人一眼 就能看得出 他皱眉 换了双瓶底斜下楼 兰姨 你看我肚子 是不是太大了 正常的 李小姐不用担心 最近那些补汤一个 是滋补你的身体 一个也是给肚子里 踏儿营养 兰姨这方面经验丰富 听他这么说 李子顿时放下心来 那我们走吧 快要入秋 有时风吹着还有些冷 兰姨戴了肩外套背着 坐在去文家老宅车上 李子收到了文人图的信息 晚上我过来吃饭 李子不知道怎么回复他 不管是老宅那边 想要见他 还是他答应过去 好像都越过了文人图 他知道了 应该会不高兴吧 你几点回来 估计没那么快 开完会差不多九点 不用等我 你先吃 九点 那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从文家回来了 李子回来得好 这栋老宅 以前是军阀居住的地方 这些年 有些建筑经过改动 有些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李小姐要是感兴趣 待会我带你逛逛 即将要见到文人图的爷爷 李子心里紧张地要命 实在没心思看周围建筑 兰姨大概觉察出来 一直跟她说些 关于文家的事情 缓解她的紧张 人还没来吗 文老爷子站在鱼缸前 脸色严肃 管家看了眼 赤撑翻白眼的鲸鱼 暗暗摇头 看来 明天得让人换一批鱼 楼底下传来汽车声 他走到窗户瞄了眼 老爷 应该是到了 嗯 你下午吧 文老太爷倒要渐渐 能让自家冷心冷清的孙子 亲口说出 要结婚的女人 到底有什么天大的本事 要是不合她心意 她肯定是不会给好脸色 她刚坐下 准备拿串佛珠 出来转几圈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刚下去不久的管家 略有些急促地站在门口 老爷 那位小姐 文老太爷皱眉呵斥 一大把年纪 怎么还急急躁躁 叫别人看了像什么话 你说那个女人怎么了 管家笑道 那位小姐 她忽然又不说了 哎 您自己去看 文老太爷不信邪了 这到底什么三头六臂 一个两个的 竟然都这么沉不住气 文老太爷走下楼 见到一个纤细的背影 坐在沙发上 兰姨提醒离子 老太爷来了 离子原本坐着喝茶 一步留意 茶水倒了小部分在身上 毛毛躁的 像什么 剩余的话 在目光落在离子 微微凸起的小腹上 卡在了喉咙里 管家赶紧帮文老太爷顺气 离子还以为他是气的 又是羞愧难当 又不好意思 爷爷 抱歉 你叫我什么 离子以为他不喜欢自己 赶紧改口 文老太爷 我 等等 他抬手制止了离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文人徒的 离子点头 如果不是文人徒的 他现在 不会站在这里 老太爷闭了闭眼睛 让我缓缓 离子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搅着手指 下意识望向兰姨 兰姨只是唇角含笑 还敢站着做什么 快扶他坐下 闻老太爷 训斥不懂眼色的庸人 管家和兰姨 低头闷笑 离子被人小心搀扶着坐下 觉得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像一件易碎品 大少奶奶 您喜欢什么口味的甜品 我马上让人准备 哦 还有昨天空运来的水果 我让人每样给你准备点 管家乐呵呵离开 闻老太爷视线故作不经意 又扫了眼他的小腹 几个月了 差不多快四个月 闻老太爷在心里暗暗咬牙 好小子 这么久了都不跟我说 但明面上 不能让离子看出来 陈卓点了点头 离子内心还是十分忐忑 闻老太爷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配不上闻先生 如果您实在不想承认我的身份 我以后不会出现在您眼前 闻老太爷一听极了 这道嘴的大孙子 还有六个月就出来了 这女人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闻家非常开明 尊重孩子个人想法 也没有那些老套的门第观念 离子直接傻了 闻老太爷的意思是 愿意接受他 这怎么跟电视剧上演的 完全不一样 婚礼的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告诉我 我让人配合你们 闻老太爷终于明白 为什么闻人图 要把婚期定在下个礼拜 确实不能再耽搁 太顺利的 离子感觉跟做梦一样 外面一阵风吹进来 他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兰姨立即给他披上外套 闻老太爷 神色肉眼可见的紧张 来人去把大门关上 窗户也别开那么多 离子看着 因为他一个动作 忙里忙外的庸人 有些受宠落惊 闻老太爷皱眉 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些不好 大家族长辈 尤其喜欢身体健康 容易生养孩子的 兰姨安抚拍了拍他的肩 老爷 您别吓离小姐 小心吓到了肚子里的孩子 闻老太爷轻横了声 我就随便问问 第25章 助文家 文人图撇了眼手机 脸色微沉 通知下去 会议改明天 经历数见怪不怪 自从李小姐出现 老板要么提前下班 要么让他代替 出席会议活动 离子坐在文老爷子对面 文家厨师 请的都是以前宫廷御用厨师 讲究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 又不是鲜美 他正用勺子成了个丸子 门口传来庸人问候的声音 大少爷好 手一抖 白色丸子掉到地上 圆溜溜地向外滚去 离子看见那颗丸子 滚到文人图脚下 巴急 踩得稀碎 身体一抖 抬起眼 对上一双 如深海般漆黑的毛子 文人图视线 错开他望向主作的李老爷子 爷爷 怎么晚上家宴不叫我 一句话 便把离子定义为自己人 这就忽上了 文老爷子暗想 得亏刚才没有怎么着 不然这阴狠的小子回来 不知道要怎么白脸色嘲讽 我不叫你 不也自己回来了吗 文老太爷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竟然瞒着自己这么久 要不是他心血来潮 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女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发现他的宝贝重孙 文人图表情平淡 丝毫不受影响 离子捏了捏指尖 有些无错 文先生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文人图到时 管家立刻让小厨房 加了几道酸辣菜 离子盯着后面加上来的几道菜 突然明白 原来之前在四季花园 他一直在迁就自己的口味 怎么了 文人图在他身边坐下 见他迟迟不动快 是不是菜不合心意 离子摇头 没有 菜很好吃 那就是我过来给了你压恋 怎么会 离子识口否认 原本就是他没有打招呼 瞒着他来文家老宅 文人图嗡了声 用公块给他加了块鲜嫩的鱼肉 补充蛋白质 离子乖乖吃了 饭后 文老爷子在管家的陪伴下 出去散步消食 文人图带着离子来到二楼阳台 指着不远处的人工壶 小时候我喜欢漂亮石头 父母命人在人工壶里面 倒满了琉璃石 这还是离子第一次听他提起父母 他记得之前听兰姨说过 文人图父母 很早因为事故离世了 那现在还有吗 有 要带你下午看看吗 好啊 离子弯唇 眼里露出星星点点的笑意 两人从侧门往旁边花园人工壶走去 文家律制有专门的师傅打理 布局规划合理清晰 有好些名贵的鲜花离子读书时 在图书馆见过 要养育 起码得花不少心思 晚风吹过 带着几分凉意 离子拢了拢身上的披肩 文人图脚步微顿 侧身离他近了些 风顿时少了一大半 离子没想到 他还会在意这些细节 两人走到人工壶 文人图弯腰正要伸手去捞 离子抓住他的胳膊 我帮你把袖子挽上去 女人银白的指尖很漂亮 白的有些过分 低着头 露出一段纤细的脖梗 由于要卷袖子 两人不可避免的 会有肌肤接触 文人图只觉得 他碰过的地方 好似有火烧一般 他迅速捞起一块 蓝色的琉璃石 放在离子掌心里 文先生 我要把他带回去收藏 离子的表情格外正重 文人图唇脚微扬 随你 湖边布满了光滑的鹅卵石 离子没注意 一脚踩滑 整个人向前倒去 文人图眼几手快 单手揽住他的腰 往自己怀里带 初秋的天 两人衣服穿得都不厚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 瞬间有股燥热感觉在 两人间传递开来 进去吧 别感冒了 文人图松开手 站直身体 离子垂眼 睫毛微颤 忽略心底隐约生出的一点失望 离家 离母给离静思打电话 思思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离静思躺在懒人沙发上 吃着外卖 妈 工作找到了 在一家国企公司 我准备在外面租个房子 方便上班 啊 那岂不是还要花不少钱 没事 我跟公司领导 预制了一个月的薪水 你打算租在哪里 要不要妈帮你看一下 不用 我朋友会帮我找的 那行 思思啊 家里现在困难 你要好好工作 你爸的病 还需要花很多钱 离静思最近天天听这些 有点厌烦了 知道了 我姐还没有消息吗 别跟我提她 就让她死在外面 离母提起离子一肚子火 不就是上次在医院里没有管她 竟然真的不和家里联系 辛辛苦苦 花了那么多钱 供她上大学 结果养了条白眼狼 养条狗都比她听话 在离母的心里 他们在离子身上 花了那些钱 就应该要翻倍暴打他们 离静思 其实也不在意离子的死活 他只是想知道 离子现在过得有多长 没了傅明献给他钱 又怀着孩子 怎么想都不会过得太好 这样一想 离静思又觉得开心了 大少爷 老太爷让你们晚上留宿家里 两人刚进大厅 管家寻着两人走过来道 文人图没有立即回复 转头征求离子的意见 你想住在家里吗 离子迟一两秒 可以 在四季花园里 文人图和离子两人 各睡各的床 以至于离子忘记了 在其他人眼里 他们是未婚夫妻 理应睡在一个房间 我先去洗澡 离子拿起睡衣 脸颊发热 匆匆忙忙进了浴室 等他出来时 房内并不见文人图的身影 文人图房间内没有衣柜 他坐床边 用柔软的毛巾 有一下没一下擦着头发 身后一双温热的大掌 接过毛巾 闻到熟悉的气息 离子身体僵住 文先生 嗯 我可以自己来的 文人图没有接他的话 反而道 如果弄疼你了 记得跟我说 连傅明县都没有帮他擦过头发 文先生比想象中还要温柔 他的手法生疏至极 看得出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不过却很小心 细致 要是金秘书在这 恐怕会惊掉下巴 过了会 文人图用吹风机 将他头发吹至半干 低声叮嘱 我去书房处理点事情 你先睡 好 离子暗暗松了口气 第26章 千斤打架 11点 文人图合上电脑 回到房间 离子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睡得正香 他侧着身 秀气好看的眉舒展着 乌黑的头发散在脑后 整个人只占了极少的地方 文人图没有惊动他 洗完澡后 在床的另一边躺下 睡到半夜时 文人图睁开眼 发现怀里 躺着一个女人 带着温软诱人的香气 一瞬间 小腹立即起火 黑暗中 他的眸色深沉 盯着怀里的小女人 守在他纤细的腰之上 妈撒两下 低头 克制难耐地 在他额上 轻轻落下一吻 李子醒来时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好像自己贴着什么 正在发热的东西 入眼是健硕的黄色肌肉 条理分明 视线往上 一张刀削般 俊眉冷酷的面容 眉宇紧锁 文人图睡觉时 像是浅眠的雄狮 没有了平日的冷漠与残暴 搭在他腰上的手臂 如钢铁般 令他无法动弹 李子呼吸不自觉放轻 脸上泛起飞红 太近了 近得他能嗅到 文人图身上 清冷的木质箱 两人虽说发生过关系 但那是在不知情 又昏暗的环境下 青天白日 还是第一次 靠得这样近 李子记不清 自己是怎么跑到 文人图怀里的 他从小睡相好 按理来说 不太可能主动 钻进他的怀里 眼下还是趁文人图 没有醒来 掀开溜 他慢慢挪动 文人图的手臂 生怕将对方惊醒 吱吱 嗯嗯嗯 李子抬头 对上文人图深色瞳孔 好似漩涡般 能把人吸进去 文先生 早啊 早安 他声音沙哑 带着若有似无的勾人 李子是个声控 耳朵差点怀孕 白皙的脸颊 泛起红韵 眼眸样着隐隐水光 文人图喉咙滚了滚 有些克制不住 低头吻上他的唇 李子睁大眼睛 感受着文人图舌间霸道的 抵开牙关闯进来 少夫人早 佣人推着早餐进来 向李子打招呼 李子整个人蒙在被子里 声音闷闷地传出来 早 整个人驼鸟似的 缩在被子里 文人图真的太坏 刚才两个人 差点坐到最后一步 要不是文人图及时刹车 恐怕他现在要羞愧死 其实也没区别 他现在特别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李子吃过早餐 在管家的陪同下去书房 跟文老爷打了个招呼后 带着一个沉默箱子离开 文老爷子说 是给他的见面礼 李子没有在意 还是回到四季花园 兰姨催他打开来看看 一套狱警小别墅 直接写在了他的名下 额外还有十几家店铺 一个小庄园 以及一套翡翠首饰 李子完全没想到 文老爷子出手如此大方 兰姨 我觉得太贵重了 怎么会 您可是大少爷的未婚妻 以后的文家少夫人 兰姨面露欣慰 看来老太爷还挺喜欢你的 李子觉得 可能是看在他肚子里孩子的份上 李小姐 等您和大少爷办完婚礼 我估计老太爷会转公司的股份给您 李子让兰姨把东西收好 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 拥有这些东西会欣喜若狂 我做酸枣糕吧 文人图对他那么好 他没有什么可报答的 花点心思 做些他喜欢吃的食物 也算表达自己的谢意 文家总裁要办婚礼 谁家能收到请帖 简直是一大兴事 高档会所阳台处 圈子里的千金小姐们 悠闲喝着下午茶 你们有没有收到文家的结婚请帖 还没有 这件事情到底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爷爷早上 还接到文爷爷的炫耀电话 而且我听说 那女人已经怀孕了 搞得我爷爷又催我哥 赶紧结婚 说话的叫薛颖雪 同文家是世交 知道点其他世家不知道的东西 我说呢 原来是母瓶子贵尚未成功的啊 周欢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酸 母瓶子贵也是人家的本事 周欢不高兴沉下脸 薛颖雪 我又没说你 那又怎样 我就爱多管闲事怎么着 薛颖雪扬手 反正她不怕事 大不了回去被骂一顿而已 周欢低骂了声 提着小包离开 旁边其他千金劝她 你又不认识那个女人 干嘛为了她 得罪周欢 薛颖雪此刻有点后悔 不过她是后悔 自己嘴太快 把人家有孕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个圈子里 人心复杂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多了去 而且惯会耍心机 煽风点火 见不得别人好 她喝了口冰凉的果汁 柱子齐今天没来吗 她哪里有脸来 之前架子摆得那么大 到处跟人说 她要跟文人图订婚 结果人家不声不响 打了她的脸 田玲玲话里讥讽之意十足 她早看不惯 柱子齐装枪做事的样子 搞得好像只有她一个人 多尊贵似的 其他人都是她的陪衬 有人扯了扯田玲玲的衣角 田玲玲转头 见到柱子齐目光愤怒地望着她 她轻哼了声 直接当没看见 柱子齐的性子 向来为我独尊 踩着十里里的高跟鞋 走到田玲玲面前 干什么 啪 柱子齐甩甩手 笑道 田玲玲 被人打脸的滋味怎么样 周围其他千金小姐 倒吸口气 田玲玲眼眶骤然通红 他们在家里 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当面被人这样打巴掌 不说丢尽颜面 简直是在欺辱人 柱子齐 你他妈的神经病啊 薛颖雪和田玲玲关系不错 自然护着她 薛颖雪 让开 不然我连你一起 柱子齐显然还没撒完气 柱子齐 你不要太过分 一个没妈的可怜虫 也值得你护着 柱子齐说话毫不客气 下一秒 田玲玲直接站起来 抓住柱子齐的头发 你凭什么说我骂 他红着眼 对着柱子齐脸 用力扇了两个耳光 柱子齐直接被打猛 反应过来 拳打脚踢挣扎 天哪 你们别打了 其他千金赶紧上前拉架 啊 你们谁推我 谁踩我的脚 快拿开 该死的 别扯我的衣服 现场一片混乱 等会所经理赶到时 各家千金小姐们 多少都挂了财 柱子齐脸上的伤最多 看样子 还是好几个不同的人抓的 会所经理暗暗想 这柱子齐看样子 平时没少得罪人 第27章 田玲玲 事情闹得太大 有人偷偷录了个视频 发到群里 豪门千金打架这种话题 随便报道都是爆点 更何况是一群 发出去千万流量 点击打底 柱子齐躺在医院 脸上包着纱布 妈 薛颖雪和田玲玲两个贱人 我要弄死他们 好了 妈会去打电话说的 你先不要太生气 养好身体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许瑶安慰着柱子齐 妈 我不会毁容吧 她一脸担心 你放心 妈给你找了最有名的皮肤医生 保证 让你还是原来漂漂亮亮的 柱子齐 已经在心里记恨上了田玲玲 和薛颖雪 他们让自己出尽了仇 害得自己 让圈子里其他千金看笑话 这段时间 你在家里好好养着 许瑶知道自家女儿的性子 这次事情参与的富家千金太多 估计她只能吃个闷亏 田玲玲回去后 被家里人骂了一顿 明明是柱子齐先动的手 可偏偏家里人一点不关心自己 她知道他们想什么 怕得罪了住家 隔天 文家给参与打架的千金 都送了张结婚请帖 除了柱子齐 这种态度就很耐人寻味了 柱子齐直接在家里气得发疯 结婚请帖上写着 文人图和离子的名字 却那人赶紧四处打听 离子是什么身份背景 何家是最后一批 收到请帖的世家 何彩一同朋友喝完下午茶 准备去公司找傅明线 小姨 终于如愿以偿了 感觉怎么样 何彩一心里发苦 面上却对朋友笑道 是啊 可是傅明线从来没有碰过她 小姨 朋友停下脚步 何彩一顺着朋友的视线看过去 傅明线同一个女人手玩手 有说有笑地走在大街上 女人侧脸有些脸熟 手上提着好几个高档袋子 何彩一仔细想了一下 终于记起 她是离子的妹妹 离静思 上次她还接过她的电话 何彩一拉着朋友直接走过去 明线 她大方打招呼 傅明线立刻挣脱 开离静思的手腕 你怎么在这里 我和朋友逛街 明线 文家给我们发了请帖 下个礼拜 我们一起去 真的 文家怎么会给你家发请帖 傅明线有些怀疑 何家实力 虽然比傅家强劲 但也只是 算个小家族 怎么能够拿到 文家婚礼的请帖 我爸之前和文伯父是同窗 大概是文老太爷念着旧情 何彩一笑道 行 到时候 我把时间空出来一起去 能够去文家婚礼 几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她如果能在那天 结识几个大任务 傅明线一直觉得自己 时运不济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文家的人 可她实在记不起来 到底是因为哪件事情 要不然 她也不会被迫无奈 娶了何彩仪 这个冒丑的胖女人 黎静思神色极度地望着两个人 你来我往地说话 她只能敢站在旁边 完全插不上一点话 明线哥 你们说的是 文氏集团总裁的婚礼吗 我在网上刷到他们的信息 好多朋友都在讨论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 黎静思故作期待 眼神望着傅明线 果然 傅明线迟疑了一秒 小姨 能不能带其他人 何彩仪的目光 终于落在黎静思身上 表情不变 暂时还不太清楚 要回去问问我爸妈 傅明线犹豫了 还要问爸妈 太麻烦了 思思 到时候 我给你拍点照片 好 那辛苦明线哥了 黎静思勉强笑道 何彩仪等俩人 全部聊完才开口 明线 你忙完了吗 忙完了 我们一起 回去吃饭 顺便问问他们 文家婚礼的事情 傅明线一口印下来 思思 那你自己先回去吧 嗯 那改天再聚 黎静思临走时 朝何彩仪笑了笑 何彩仪不经意问 你和黎静思的感情 似乎很不错 傅明线脸色一僵 还好 她就像我妹妹一样 何彩仪似乎相信了 她挺可爱的 有机会让她来家里玩 被何彩仪撞见 倒霉什么 傅明线知道她喜欢自己 即便发现自己 和黎静思的事情 也会选择忍气吞声 可要是被何家父母知道 肯定会教训自己 有求于人 傅明线明白她 暂时只能隐忍 应付着何彩仪这个丑女人 从文家老宅回来后 黎子每天能收到 不少老宅送来的新鲜水果 和一些吃食 还有一些其他世家 邀请她喝下午茶 看展览的情帖 兰姨给她挑了一部分出来 李小姐 这些是同文家教好的世家 你可以看看 哪些比较感兴趣 闲着待在家里无聊 可以去逛逛 黎子确实待得有些无聊 她从旁边抽了一张陶瓷展览会 兰姨 我能去这家吗 这张请帖 并不在兰姨选择的世家之内 她仔细看了眼上面的名字 她对这个小姐 没什么印象 得让人去调查清楚 不过 既然黎小姐感兴趣 这些都没什么关系 可以的 我让人去联系 田玲玲在佛堂里 跪着面壁思过 门外有人打开门 玲玲 文夫人说 要去你工作室参观 你快点让人去准备一下 田玲玲面色闪过惊喜 随即为难道 可是会议让我在这里面壁思过 而且我脸上还有伤 这样去见文夫人 不太礼貌吧 你去跟文夫人说一下 我不方便 带她参观工作室了 管家有些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其他世家送去的请帖 石沉大海 只有他们一家 收到了回信 小姐 我去跟夫人说一下 田玲玲心里 其实也知道 错过这个机会 以她的家事 她是很难再结交到文夫人 可她想要赌一赌 独家里绝对不会任由她这么做 想要获得权利 就要有拿到更高的筹码 这是个机会 兰姨很快收到 让人打听来的消息 并且告诉了黎思 这个田小姐挺有意思的 没关系 我又不是去看人 之前我不小心磕伤了腿纹先生 不是送了好些药来 麻烦兰姨 你派人送点给何小姐 黎姨既然要嫁给文人徒 以后少不了 要跟这些世家小姐打交道 能交几个性格脾气好的以后 也能互相帮衬下 第28章 黎静思去文室面试 晚饭前 周明慧特意过来佛堂 请田玲玲 玲玲 怎么还跪着 我都告诉他们 叫你起来去休息了 田玲玲盯着她那张脸 没有说话 周明慧有些尴尬 这死丫头 就不知道借泼下驴吗 真是没眼力见 也不知道文家那位 看上了她什么 阿姨 我腿有点麻 周明慧赶紧亲自搀扶她 你也知道 阿姨刀子嘴斗抚心 都是为了你好罚的你 你不会往心里去的吧 田玲在心里冷笑 她可一笔一笔 全记着不敢忘 不会 长辈教训是应该的 周明慧不知道 她是真这么想还是 眼下文家那位待见她 自己先忍人倒无妨 夫人 小姐 文家派人送了药膏过来 管家着急忙慌跑过来 人呢 你怎么不在那里招待 东西放下就走了 周明慧按道可惜 转眼瞧见田玲玲 又亲热道 玲玲 你之前是不是和文夫人见过面 田玲玲最近一直在佛堂闭门思过 并不知道 家里收到了结婚邀请函 连文夫人的面都没见过 哪里会知道是谁 对方送药膏这个举动 是显而易见的嗜好 可是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 圈子里身份地位比她高 同文家交好的千金一大堆 不过眼下 看周明慧这么惶恐的样子 她低头笑笑 没有说话 周明慧明白 死丫头 今天是不会老实告诉她了 快 回房间洗个澡 我让人把东西拿给你 文家的药肯定是好的 你这脸上的伤 应该不会留吧 这时候终于想起她 会不会留吧 真是可笑 隔天 离子和兰姨 坐车去陶瓷馆 田玲玲原本打算开个展会 不过离子要来 怕打扰到她 直接改成了私人参观 田玲玲昨晚和薛英学打电话 打到半夜 两人一直在猜测 离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想了不少应对方案 结果等保镖 打开门 从里面下来一个皮肤白皙 面容娇好 唇角挂着温柔笑意的女人时 田玲玲震惊了 离子穿着简单的淡紫色 宽松裙子 头发扎成花苞 有几缕碎发落下来 显得格外活泼生动 要不是那隆起的肚子 以及周围随行人员的驾驶 她根本想象不到 这个是文夫人 跟他们猜测得完全不一样 离子身上的气质很沉静 如水一般 温柔流淌 原来文人徒喜欢这样 如焦花般的女人 田玲玲暗自扎舌 文夫人 外面太阳晒 我带您进去喝茶 麻烦你了 您能来 是我们的荣幸 田玲玲觉得 她声音好好听 怪不得冷漠 如文人徒会沦陷 换作她是个男人 也控制不住啊 田玲玲专业学的是会计 当时想着 进自己公司以后 用得上 结果周明慧直接吹枕边风 让她去工厂 从基层做起 田玲玲不愿意 让她趁心如意 去吃这个苦 索性跟朋友 和开了一家陶瓷工作室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根本不缺资源 经营了一段时间 还有模有样 至少不用再朝家里要钱 还要看周明慧脸色 工作室的陶瓷类型 千奇百怪 田玲玲主打艺术创作 工作室请的师傅 全部是年轻人 风格不宜多样 许多圈子里的少爷小姐 是她家常客 离子对于陶瓷一窍不通 边听田玲玲给她讲解 边目光浏览着 架子上摆放的摆件 她的目光 在转动的陶瓷胚停下 我可以自己动手做个鼻筒吗 可以啊 田玲玲以后 她今天过来 最多逛一回就回去 没想到她还要亲自动手 我去给您找件新的围裙 然后过来教你 离子点头 在旁边椅子上坐下等待 手机叮的一声 闻人图 陶瓷管好玩吗 离子 还可以 你要过来吗 不了 忙 有问题打电话给我 离子 好 田玲玲拿出自己百分百的耐心 教离子做鼻筒 简单的鼻筒 其实很好做 不过 离子想要做点造型出来 对于新手便有些困难 二个小时 做废了十几个 终于做出来一个 勉强能看的陶瓷鼻筒 兰姨给离子擦了擦汗 扶着她起来 玲玲 今天谢谢你 改天有空 请你去玩 不客气 我应该做的 谢谢您叫人送过来的药膏 很有效果 离子笑了笑 女孩子脸上 还是不要留吧 田玲玲知道 她说这话 是出自真心实意的关心 陶瓷后面还得烧 等梦好了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 嗯 不急 下午四点多 阳光已经有下山的趋势 兰姨提议 李小姐 不如我们去公司探望大少爷 离子没有想过这个 会不会打扰到她 怎么会是打扰呢 顺便带您看看 文氏集团内部环境 兰姨觉得 离子哪里都好 就是性子太过淡薄 不争不强 离静思自从上次同合彩一碰面后 突然明白 只要何家不倒 傅明县需要何家 他们两人 便会一直维持着 稳定的未婚夫妻关系 自己就像永远不能见光的 阴沟老鼠 他在招聘软件上 看到文氏集团来招人 便投了简历 到了大厅 他发现 等待面试的 起码有二三十人 都跟他竞争同一个岗位 他坐在椅子上等面试时 见到前台好几个工作人员 匆匆忙忙往外跑 他们要干嘛 这架势 应该是来了位大人物 好像是文氏总裁的未婚妻 说真的 文氏总裁未婚妻 到底长什么样子 网上都找不到一张照片 肯定啊 那都是被保护的加密信息 哪里是我们想看就能看的 不过 如果今天面试成功 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门口工作人员走在前头 恭敬微笑引领 黎静思觉得 那道身影 似乎有点眼熟 刚要仔细看看 文氏总裁未婚妻长什么样 里面面试间门打开 38号 进来准备 黎静思赶紧站起来 带着资料跑过去 黎姿和兰姨 坐专属电梯 直接上去 夫人 总裁还在开会 麻烦您在办公室等等 知道黎姿要来 经历书立马叫人 准备各种点心花茶 开玩笑 夫人第一次巡视 可不得表现积极 留个好印象 第29章 古梁红玉 文人图的办公室 以灰白色为主调 整体大气简约 黑色架子上 摆放着不少金融类的书籍 以及一些小摆件 下午做陶瓷花了点心思 李姿喝了口茶 觉得有些困倦 正当他昏昏欲睡时 门外闯进来一个人 赵哥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女人穿着贵气 浑身上下标注着 A加牌 logo 向行走的人民币 他嘴里的话 在见到黎姿时 瞬间卡住 眼睛瞪得低溜溜圆 秀气的眉 不高兴骤气 指着黎姿 你是谁 怎么在赵哥的办公室 你说的赵哥是文先生吗 刚才兰一怕打扰黎姿休息 去外面查课室待着了 眼下他望着眼前的女孩子 不清楚对方身份 更不清楚 他同文人图是什么关系 古梁红玉 审视地盯着眼前女人 肌肤白瓷般透亮 泛着淡淡光泽 眼眸如水般清亮 五官小巧精致 一眼望去很漂亮 是那种 带有中国古典柔情的美 毫无攻击性 古梁红玉 想起包里的那张 喜庆高级烫金琴帖 突然想到 和文人图写在同一排的名字 他把包甩到沙发上 抱着胳膊坐下 你是怎么勾搭上赵哥的 我给你五千万 离开他 黎姿没想到 这种豪门戏码 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抱歉 你这钱我不能收 为什么 你要是觉得钱太少 我们可商量 黎姿唇脚带的丝笑意 钱挺多的 至少对于他来说 已经够花一辈子了 我觉得 文先生应该不止五千万 看来这个女人 比想象中的要有心机 清楚待在赵哥身边 能够获取更多的金钱 全是 文家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种小家族 你要是觉得 母瓶子贵 嫁进文家做少奶奶 可以高枕无忧 那我劝你 还不如捞一笔走人 李子觉得这个小姐 还挺有意思的 业务这么熟练 看来没少干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你说的有道理 古梁红玉眼睛一亮 那你是答应离开赵哥 不 我这个人心比较大 还是想坐坐文家少奶奶的位置 捞一笔大的 李子有些戏血眨眼 古梁红玉反应过来 刷的一下站起身 你耍我 李子抿着唇 让自己尽量笑得 不要那么开心 没有 我只是认真跟你讨论 那种方式 能够利益最大化 古梁红玉觉得 眼前这个女人 果然深不可测 怪不得能够迷倒赵哥 你就不怕我把你刚才说的话 告诉赵哥 古梁红玉气得脸胀红 文先生喜欢我 不会在意 李子撑着头 一脸有恃无恐 古梁红玉 真的很想过去撕烂这个女人 有恃无恐的嘴脸 别以为仗着赵哥喜爱 就可以为所欲为 等哪一天 他变心把你抛弃了 看你怎么哭 谢谢 不过那时候 我应该有很多钱 不愁吃喝过一辈子也不错 古梁红玉 发现自己 怎么都说不过这个女人 她实在是深不可测 怪不得赵哥 会被她迷得同一结婚 古梁红玉 突然露出得意的声色 扭头 赵哥 你听见了吧 这个女人 就是为了你的钱 才跟你在一起 你别被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骗了 李子神色威正 迅速站起身 文先生 你听我解释 随后 他见到文人图背后 跟着五六个高管 表情格外精彩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文人图神色淡定 走过来 摸了摸李子的头后 转向古梁红玉 至少我能用钱留住她 那一瞬间 李子明显见到文士集团的精英高管们 齐齐惊呆下巴的表情 齐齐 留在我身边 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她低沉的嗓音 充满诱惑 漆黑的眸子 目光灼灼 带着烈焰斑 明明知道 她在配合自己演戏 可有那么差呢 李子心中似乎慢了一排 高管们 卧槽 他们家冷酷无情的总裁 是被人夺赦了 还是鬼附身 古梁红玉不敢置信 赵哥 你被这个女人 迷得是了心志 红玉 你回国的事情 伯父还不知道吧 一句话 瞬间掐住了 古梁红玉的命脉 她跟被人掐住了脖子 半个字都说不出 李子其实并不反感 古梁红玉 她能当面跟他说这些话 总比背后 搞小动作的那些人好 金历说 送客 古梁红玉 最清楚文人图的手段 不甘心瞪了李子一眼 乖乖走了 高管们背后冒起冷汗 看了总裁的八卦 明天人士 不会通知他们 收拾包袱走人吧 文先生 那我也先走了 李子见他还有事要忙 自己待在这里不太好 你不是特意等我下班吗 我还有半个小时 金历数扫了眼时间 四点半 总裁又创了 提前下班的新记录 高管们心里一喜 这不就意味着 晚上不用加班开会 还是总裁夫人厉害 李子只能继续坐下来等 他们谈的那些方案项目 他什么都听不懂 前段时间 他和白又彤重新联系上 只说自己和傅明县离了婚 现在和孩子的亲生父亲在一起 准备举办婚礼 白又彤上个礼拜 有事回了趟老家 明天回来 给他发了些老家的照片和视频 白又彤老家 在一个偏远的小城 山清水秀 他一直想过去玩玩 高管们各自汇报了下半年的项目 战战兢兢 生怕文人图开口 全部重做 今天就这样 最近辛苦了 高管们受宠若惊 顺着文人图的视线 撇向窝在沙发里的小女人 原来还是托了总裁夫人的福 这个地方是哪里 李子背脊微僵 轻轻应了一声 是我朋友的家乡 你想去吗 文人图目光 落在他白皙如玉的侧脸上 嗯 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看看 上次你说 奶奶会过来 要不明天 我先派人过去接他 李子想了想 奶奶过来 肯定找不到地方 文人图派人去接的话 倒是省了不少事情 好 我晚上打个电话跟他说 古良红玉 到了朋友 开的私人会所 红玉姐 谁惹你生气了 跟我们说 我们去点红玉姐出气 古良红玉 拿起桌上的酒猛灌了口 我刚才去见了赵哥的结婚对象 第30张绑架 文人图的未婚妻 长什么样 好看吗 古良红玉脑海中 响起李子温温柔柔的样子 哼了声 就那样 比我差多了 那当然 谁能比我们红玉姐好看 红玉姐 你再跟我们说说 文人图未婚妻 是什么样的呗 圈子里的小年轻 表面上惧怕文人图 实在暗地里 把他当偶像崇拜 毕竟没有几个含着金汤钥匙的世家少爷 能如他一般有手段有能力 古良红玉咳了咳 那个女人心机深得狠 以后你们在他面前 要小心点说话 众人一惊 果然文人图选的未婚妻 不是什么小角色 李静思面试完 脸色难看地走出文士集团 刚才在里面那些人事经理 面试他问题时 他回答得磕磕绊绊 从那几人的神情不难看出 他连出事都没过 静思 你是李静思对吧 男人迎面跨上阶梯 突然定定看着他说 李静思愣了愣 有些想不起来 眼前的男人是谁 不好意思 你是 男人戴着黑色边框眼镜 笑起来斯文腼腆 李学妹忘记了 之前在宣传部 我们见过 那次你过来帮忙 做强会 他提醒 并目录期待地望着他 李静思从小学习绘画 在这方面 还算有不错的艺术天赋 大学时期 由于李子每个月给他不少钱 所以 在穿衣打扮上 他比别人时尚不少 再加上 他长得还不错 又会画画 学校里追他的人也不少 学长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想事情 没有认出来 他上下快速打亮了眼对方 瞥见他胸前的名牌 外贸部组长周红颜 周红颜没有察觉他的心思 见到他手上拿着的简历 自然询问 你到文士集团来面试 李静思有些落寞 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刚才走神 没有发挥好 文士集团面试 确实很严格 当时要不是校招 我估计很难进来 周红颜说完 觉得话不太妥 学妹那么优秀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这边有机会帮你问问看 李静思摇头 不用了 我再看看其他公司 行 多投几家试试 周红颜拿出手机 我们俩加个微信 要是有好的工作机会 我联系你 李静思当然察觉到对方的心思 好啊 谢谢学长 再聊下去就没意思 他摆摆手 学长再见 男人注视着他的背影 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小颜 刚才那个女孩子是谁 周红颜回神 礼貌点头 叔叔 之前同校的学妹 哦 她来找你做什么 她来面试 不过因为一些问题 没过 周红颜实话实说 我记得 部门下半年 要同海外接触一个新项目 正缺人 你要是觉得他可以 我跟人师不打个招呼 男人是部门经理 走关系招一个人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好 谢谢叔叔 小事 改天到家里吃饭 李静思加周红颜 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没想到 对方还真的有点门路 这是第三次同文人图 一起坐在车内 李子总觉得 李间到处是沉默香 那是独属于文人图身上的气息 很奇怪 李子从前对人的气息 并没有这样敏感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四五点 正是温度最好的时候 李子靠在座椅上 昏昏欲睡 文人图再次从电脑前抬头 是发现 他已经睡着了 婚礼虽说定在下个月 但还是略显仓促 文氏集团 作为最富盛名多公司 各种达官显贵都要来 按理来说 在国外包个小岛 是最合适的 但考虑到李子的身体状况 还是决定 在文人的庄园内举办 李子几乎不用操心什么 只需要去试试 婚纱合不合身 白幼童还没到 他约了田玲玲 陪自己去试婚纱 田玲玲是个很耿直爽快的性子 李子同他相处很舒服 试完婚纱后 李子去上了个洗手间 出来时 角落冒出一个黑衣人 对着他一个手刀 李子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古梁洪玉没想到 会撞见这样一幕 他打听到 李子今天会来试婚纱 想再来会会 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眼见李子即将倒地 古梁洪玉下意识记起他 还是个孕妇 赶紧伸手接住了他 随后 对上黑衣人冰冷的眼神 尴尬地扯扯唇角 如果我说 我跟他没有关系 也不在意他的死活 你信不信 黑衣人直接拎起木棍砸下来 古梁洪玉昏迷前 最后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太他妈疼了 田玲玲在外面等了很久 还不见李子的身影 想着过来看看 他是不是有什么需求 结果洗手间内 根本没有人影 他这才慌了 赶紧拿出手机打电话 根本打不通 他转身 迅速往外跑 你们夫人不见了 要是李子出了什么事 整个田家都会受到波及 田玲玲根本承受不起 文人图的怒火 浑纱店内 赶紧掉监控 发现在十几分钟前 有个洗衣工 推着一车衣服往外走 样子相当可疑 保镖们迅速很快 立即从附近的监控中 查到他开的那辆车牌号 只是等在查时 发现 那竟是一辆出了车祸的无用车牌 李子感觉到 周围在不停颠簸 导致他的孕兔反应又出现 他想起身 结果发现自己 正躺在一辆陌生的面包车上 旁边还昏迷着一个人 是古梁红玉 思绪渐渐清晰 对方能够守在婚纱店内 对子实施绑架 肯定是早有预谋 自从他跳海后 便通之前的亲人断了联系 朋友也只有零星几个 敢在这个关头 对他下手的人 李子猜应该跟文人图有关 所以 古梁红玉 是受了无妄之灾 面包车上一种古怪的气味非常重 李子紧紧皱着眉 脸色越来越难看 终于 他忍不住偏头吐在了车内 不过他忍着没有发出声音 过了会 他起身 试着用身体挪到窗户边 双手双脚背绑 加上肚子 他行动非常吃力 没动两下 已经是满头大汗 李子不知道 因为他的失踪 整个惊世 已经进入了全部封锁 第31章 杀手第九名 车窗紧闭 李子忍着恶心 好不容易挪到窗户前 他背过身 慢慢让自己的手 去靠近车窗按钮 摸索了一阵后 终于摸到了那个滑动的按钮 李子欣喜 用力按下 车窗缓缓降下 他终于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缓解了胸口恶心的感觉 只是他的这一举动 很快别前面的人发现 男人刻意压低了声音 听在人儿里 像是石子摩擦的沙哑 警告你别轻举妄动 不然我不能保证 你肚子里的孩子相安无事 李子嘴里塞着布 根本发不出声音 似乎料定他不敢轻举妄动 绑匪不再继续从后视镜观望他 从外面是荒芜的平地 杂草丛生 不管车子往前开多久 依旧是差不多的景色 李子猜对方 是想把自己带离市中心 远离网络信息的覆盖后 文人图想要通过科技手段 找到他 会更加艰难 李子被绑架的消息 被文家压了下来 他们暂时还不清楚 对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求财 那好吧 但如果是文家是对家做的 李子和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会怎么样 很难讲 金秘书还是头一次 见到自家老板这样 脸色冷立 眼神阴逸的 似乎要杀人 书桌前的烟灰缸内 已经躺了半包烟头 可见文人图此时情绪烦躁 赵哥 我妹妹是不是来找过你 古梁先生 您不能进去 黑衣保镖根本拦不住 金秘书瞥了眼自家老板的脸色 白白手 让他们退下去 古梁先生 根据监控查到的画面显示 红玉小姐 极有可能跟我们夫人一起被绑架了 红玉怎么会跟文人图的未婚妻认识 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古梁重生 很快冷静下来 查到是谁干的吗 还不清楚 对方早有预谋 我们已经找了国内顶尖的黑客追踪 相信很快会有结果 老板 查到了 车子往西郊的方向开 保镖进来汇报 一字发出自拉刺耳的声音 有始自终 没有说过 一句话的文人图 豁然起身 浑身散发着破人的威严 古梁重生大惊 他几乎从未见过 文人图如此适血的神色 反应过来 立即追上去 赵哥 我跟你一起去 黑客同几人一起 坐在车内 键盘声音 不停在耳膜中响起 没有人说话 车内气氛显得极其压抑 古梁重生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跟上来 简直是在考验 他的心脏承受能力 柱子齐高兴地 在病房内转圈圈 就在刚刚 他雇佣的人打电话来说 已经将人绑起来 带到了西郊的 一座废弃工厂内 古梁红玉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说实话 要不是古梁红玉之前犯了错 被家里人送出去 文家首先考虑的 联姻对象应该是她 毕竟真算起来 古梁家同文家关系更好 而且 古梁红玉这个女人 讨厌得要死 经常对她作对 柱子齐倒是没想过 对她怎么样 可谁叫她自己 犯到了她的手里 发了会封后 柱子齐发信息 到地方了 就赶紧动手 朱小姐 您之前给的价钱 是一个人的 现在这里有三个人 柱子齐咬牙 对上 这是临时坐地起价 想加钱 你要多少 一个亿 为了保险起见 她请的是 国内杀手排行榜第九位 已经花光了 她所有的积蓄 甚至还向许瑶拿了一大笔 谎称是打算整容 现在哪里去给她弄一个亿 柱子齐没料到 杀手会这么没有信誉 但现在人 就在对方手里 她只能先答应对方的要求 钱没问题 你得先把事情办了 不然 你收了钱又不做事 我怎么相信你 不行 拿钱办事 柱子齐齐地想要砸手机 不能再向许瑶拿钱 她会怀疑的 没办法 她只能给柱军辉发信息 车子停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内 后门打开 男人戴着超薄的银色面具 黑衣包裹着强有力的肌肉 视线落在离子肚子上 停顿好一会 伸手拿掉离子嘴里的布 有人花五千万买你的命 离子呼吸一致 五千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男人侧目 嗓音依旧有些奇怪 应该是怕人认出来 用了便生气 我这个人有个原则 不动孕妇和小孩 离子没有吭声 她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不过 如果对方愿意再给我一个亿 这原则 偶尔破例一次 倒也没什么 躺在座椅上的古良红玉眼睫毛 狠狠抖动了两下 我这个人很公平 别说我 没有给过你几乎 你打个电话 如果能在我雇主 提前把钱打到我账户上 我可以放你回去 离子先前一直在想 闻人突兀 应该已经派人再找自己了 毕竟她现在代表的 不仅仅是她自己 而是整个文家 可她万万没想到 对方开口 就是一亿五千万 她和闻人突之间 虽然有交易 可这些钱 几乎是普通人 想都不敢想的金额 她实在不确定 闻人突会不会愿意 为了自己花这笔钱 离子爆出一串号码 车内铃声响起时 所有人聚都抬起头 闻人突面色冷硬如刀 是一串虚拟号码 她在国外见过这种手段 心里已经有了预感 闻先生 是我 离子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来 她说话向来轻柔温和 四山间干净的清泉 此刻细听 有几分压着的恐慌和颤抖 闻人突眼底的血色 加深了几分 声音却不似神情那般凛练 绑匪有什么要求 离子暗想 不愧是闻先生 马上就猜到 这通电汇的目的 闻先生 对方要一亿五千万 离子说完 平住呼吸 等待闻人突的回复 几乎没有片刻迟疑 好 闻人突 你让他把账号发过来 黑衣人挂掉电话 意味不明 笑了两声 没过几分钟 手机提示账户前到账 果然还是问总裁爽快 男人收起手机 似乎对于今天的收获 非常满意 闻夫人 闻总裁很快就会道 你在这等着 离子高高悬着的心 那下一半 黑衣人往后边铁门走 打开门的耐叉 子弹破空声袭来 直直射中他的眉心 碰 他倒下 带起一阵尘土 烟红刺目的鲜血 从脑后缓缓流出 耳旁传来一道刺耳的尖叫 古梁红玉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被眼前这一幕吓到 第32章承诺 门外冲进来一群人 离子靠在车内 定定注视着 朝自己大刀阔斧走来的男人 他穿着黑色丝织衬衣 脸上的表情 阴猛异常 封锁现场 寻找可疑之人 冷声吩咐完 闻人图低头 女人面色有些异样的苍白 不过好在 身上没有其他伤口 闻先生 离子有些着急 想要起身 腿脚一软 整个人往前 扑进了他的怀中 闻人图一惊 下意识 伸手牢牢握紧他的腰 古梁红玉在旁边 看得直瞪眼 正要冲过来时 被古梁从生 拉着胳膊带走了 闻人图用身体 遮挡住了身后的尸体 别看 他的嗓音 冷静而又温和 离子第一次见死人 而且是直接死在自己面前 后知后觉 身体轻轻颤抖 不自觉用力 往热源靠近 闻先生 谢谢你能赶过来 先前那个黑衣人 说出那样大一笔钱时 他其实已经在心里 接受了闻人图 会放弃自己的打算 可是他连丝毫犹豫 都不曾进行转账 从小到大 离子总是被教育着 要谦让妹妹 家里几乎已离近思维中心 可今天 闻人图 让他感受到了 被珍视的滋味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除了奶奶 也只有他能做到这样 祝军辉从门外冲进来时 祝子齐面上一喜 直起声喊 哥哥 一个巴掌迎面挥来 直接把他打懵 祝子齐 你怎么还是这样愚蠢 祝军辉 恨铁不成钢怒骂 我真怀疑母亲生你时 把脑子里的营养 全部留在了肚子里 我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要说这个世界上 祝子齐最怕谁 那个人一定是他哥 你以为你买凶杀人的事情 没人知道 祝军辉用力踢开旁边的椅子 要不是我及时派人 过去杀了那个人 你现在已经被闻人图的保镖带走了 什么 那个杀手死了 祝子齐惊恶地睁着眼睛 他不死 死的就会是你 祝军辉历声赤道 闻人图是什么性格 你不清楚吗 还敢做这样的事情 重点还是处理得不干净 要不是 他察觉异常 让人把网上痕迹抹除 闻人图早发现了 老板 绑架夫人的是国内排行榜第九位杀手 杀他的人还没查到 不过 实力肯定在这之上 金秘术没想到 事情会如此复杂 查到谁雇佣的吗 金秘术低下头 没有 所有痕迹都被人刻意抹除 对于这个答案 闻人图并不意外 敢在这个时候 动闻家的人 肯定有准备 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呢 金秘术赶紧双手 奉上一个黑色盒子 离子终究还是被吓到了 回来之后 立刻发起高烧 大少爷 兰姨给离子换了个退烧贴 闻人图点头 右手掀开床尾被子 把一条银色铰链 带在她的脚踝上 兰姨失去离开 把空间留给两人 闻人图抬手 轻轻摸了摸 离子微烫的面颊 感动她的人 真以为她查不出来吗 她按下一个号码 师兄 帮我查件事情 柱子齐被驻军会一番话 吓得连门都不敢出 当年 闻家内部分崩离析 闻人图被闻老爷子 从国外带回来时 所有人都以为 又是个被家里 娇宠家长的少爷 没曾想不到一个月 闻家三房 爆出吸毒丑闻 名下公司股份大跌 闻人图趁机收购 瞬间成了手里股份权 拥有最多的那个 大家这才注意到 闻人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不以为意 随着大房二房相继出世 闻人图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公司内部集体血血了一遍 重要职位几乎全部换了新人 那些老股东们 再也不敢小瞧闻人图 一个小时后 闻人图手机里 收到师兄发过来的一页资料 住家 真是好得很 离子只是受到了惊吓 其他倒没什么 得益于兰姨前段时间的照顾 田玲玲那天直接吓哭 最近几天 一直在手机上 跟离子保持着联系 原本她是想要登门探望 但闻人图说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让她先在家养身体 婚礼日期从下个礼拜 延迟到下下礼拜 圈子里的人 怀疑是不是闻人图改主意 决定不结婚了 一时之间 各种猜测乱飞 住子齐等了几天不见 闻人图找自己 彻底放松下来 又听说婚礼日期延后 更是高兴 离子躺在家里 没有事情干 兰姨怕她无聊 主动提出 教她弹钢琴 既能学到东西 又能打发时间 离子一口硬下 她性子静 脑子又好使 学东西相当快 兰姨格外有成就感 闻人图回来时 听见一阵流淌的钢琴诗 是 至爱丽丝 这是她母亲生前 最喜欢的曲子 她听兰姨说了 正在教离子钢琴的事情 也听她说 离子有天赋 原本还以为 是说着好听的话 没想到竟是真的 闻先生 你回来了 离子回头发现了她的身影 以后叫闻赵 离子想起 古梁红玉口中的赵哥 闻赵是你的小名吗 闻人图在她身旁坐下 淡淡解释 16岁那年 有个老头说 闻赵这个名字 太过温和 而我命中待煞 闻人图这个名字 勉强能够压制住 离子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渊源 闻赵挺好听的 怪不得上次那个女孩子 喊你赵哥 嗯嗯嗯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问我 离子有些惊讶 没想到她会这么敏锐 明天晚上有个聚会 带你过去玩玩 这是打算彻底将她 放在公众的目光下 同时也能阻止 最近各种谣言的疯传 那我要准备什么吗 比如学习一些礼仪 提前备些资料 不用 闻人图在她身旁坐下 你是闻家未来的家主夫人 只要有我在一天 他们只会近着你 捧着你 她的语气平静 说着最嚣张狂妄的话 离子却知道 她没再开玩笑 闻家代表着什么 这段时间 她深有体会 更让她感动的是 闻人图这话 相当于是变相 给了她一种承诺 离子听见自己胸口 剧烈跳动的声音 比以往都要激烈 第33章品酒会 脸颊发热 离子不自在地别开脸 不敢同她对视 近些日子 她的脸上长了点肉 不似以往那般 瘦弱得跟只小猫一样 苍白病态 她的眸子 荡漾着水润星光 像是落进了漫天的银河 脸上泛起薄红 似诱人的水蜜桃 鼻尖隐约传来 小女人身上迷人的香味 闻人图末地 记起那疯狂的一夜 自己要了她很多次 顾及着她眼下的身体 闻人图怕 继续待在这里会失控 起身往楼上走 我去处理公务 离子心里有些失望 闻先生会不会是嫌弃她离过婚 这个念头一起 心里便又酸又色 闻人图回到书房后 便有些懊悔 她还怀着欲 自己怎么能想那种事情 真是轻瘦 离子换上了蓝衣 精心准备的红色吊带裙 镜子里的女人 腰脂纤细 胸前露出一抹白腻 最近真是吃胖 连胸都比之前大了不少 腿间开插到大腿三分之一 行走间 修长笔直的大腿 引人遐想飞飞 什么都好 唯独突起的小腹 格外明显 是我忘记 少夫人现在已经显怀 当时竟想着你穿红色好看 一定能咽压裙方 离子有些不好意思 好看是好看 但对于她来讲 还是觉得有些暴露 最后 蓝衣给她挑了件 白色A字版礼服 只要不是特别注意 根本看不出怀孕 文人涂下了班后 直接过来等她 由于要参加聚会 蓝衣特地请人 给离子化了个淡妆 她皮肤底子好 化妆师略微修眉 调整了五官的阴影 再涂了个复古红 头发做了轻微弧度 全部放置一边 从楼梯上走下来时 整个人好似民国时期 被娇养长大 不识人间烟火的富贵花 文人涂第一次见她盛装打扮 略微有些失神 离子抿着唇 眸光璀璨 娇羞地侧着头 文照 我们可以走了吗 晚上的聚会 是古良家举办的一场评酒会 邀请的全部都是圈内年轻人 听说文人涂今晚也会来 是真的吗 我就是听说 她要来才推了和女神约会 特意赶到 她一般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人家可不像我们 时间是按秒计算的大佬 大佬 我想抱大佬大腿 门口处进来一对碧人 男的面色冷俊 气场强大的惊人 一双如老鹰般的眼神 令人胆寒 女人身材娇小 五官明艳动人 微卷的长发 随意搭在圆润白皙的肩膀上 衬得她如金丝雀般 娇弱诱人 妾 文人涂看上的女人 也不怎么样 身材还没我好 田玲玲瞥了眼说话 女人笑道 确实 人家可是纯天然的 你这里面 不知道垫了多少层硅胶 你胡说什么 见其余千金 带着打量扫过来的目光 女人有些慌张 田玲玲懒得跟她掰扯 古梁丛生 拉着古梁红玉迎了上去 赵哥 没想到你真的会带嫂子来 真是别小弟面子 她又看向黎姿 嫂子 咱们上次见过一面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黎姿唇脚含笑 古梁先生 客气了 嫂子喊我丛生就行 鼓乱丛生 可比古梁红玉有眼力见多了 上次的事件 令她充分意识到 黎姿在文人图 心里的重量 她胳膊顶了下古梁红玉 嫂子 你第一次来 我让红玉带你四处逛逛 古梁红玉板着脸 再不情愿依旧道 跟我来 否则她要被继续送出国 她好不容易偷偷逃回来 可不想再出去 吃那些难吃的要死的东西 姿怀着孕 红玉你掺着她 文人图对古梁红玉说 黎姿刚要说不用 她哪有这么娇气脆弱 古梁红玉横了她一眼 踩着高跟鞋 搭搭到她身边 动作僵硬 挽着她的胳膊 行了吧 古梁丛生 还得是赵哥的话红玉才会听 你饿不饿 要吃什么 古梁红玉带她先到餐饮区 入木是各种精致的蛋糕甜点 黎姿对这些没什么胃口 好在出门时 难以给她煮了碗鸡汤电味 不用 这些东西我吃不了 古梁红玉瞥了眼她的肚子 那你要吃什么 我让厨房去做 黎姿摇头 谢谢 不过我暂时不太饿 你肚子几个月了 古梁红玉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加上她今天穿的裙子 几乎看不出什么 黎姿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 四个多月 古梁红玉哼了声 那你小心点跟着我 其他女人可不像我这么坦荡 暗地里使个盘子 害你摔跤我可不负责 两人毕竟经历过绑架 赵哥又让自己带着她 古梁红玉觉得自己 有必要提醒对方 谢谢红玉 黎姿的声音很好听 有点娇又带着软弱 温温柔柔的 古梁红玉突然觉得 她其实没那么讨厌 这位是 女人涂着蓝色的指甲 滑着浓妆 眼尾上挑 古梁红玉翻了个白眼 刚才文人图和黎姿进来时 整个大厅静了一瞬 她不信对方没看到 赵哥的未婚妻 黎姿不是没有察觉到 周围千金们 若有若无的打量 挺直了腰肢 唇脚挂着微笑 不卑不亢 这位姐姐 怎么称呼 来之前 蓝姨告诉过她 遇见不想搭理的人 不必理会 黎姿没有回答 谁是你姐姐 古梁红玉不屑冷笑 女人面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转头讥讽道 红玉 你不是喜欢文人图吗 怎么现在巴巴的 捧着人家未婚妻 古梁红玉面色冷凝 刚要出言反击 红玉是文赵的妹妹 妹妹喜欢哥哥 有什么问题 黎姿的声音不大 却足以让周围千金小姐都听见 古梁红玉一愣 她没想到 黎姿会当众替自己说话 女人不防黎姿 这样打她的脸 见周围人没有替她说话 反而都在看好戏 直到自己今天得不到好了 黎小姐怪不得 能够成为文总未婚妻 这气度确实令人敬佩 话里名包暗扁 黎姿笑笑 不太在意 对比之下 显得那个女人像跳梁小丑 她不甘心 又怕继续待下去丢脸 瞪了两人一眼 转身离去 第34章 何彩一看见 古梁丛生 一直怕上次的事情 给黎姿留下不好印象 从而记恨红玉 所以早早对红玉而提面命 让她今天跟人家好好处 缓和一下关系 没想到 黎姿不仅没有计较 还出面维护红玉 她心里对黎姿 多了几分好感 圈子里各大家族远近亲疏 表面上维持着和气 私下里各种屎盘子 女孩子的一两句口角 很正常 只要不是像上次打群架 黎姿朝另一边看去 见到一个熟人笑着喊道 玲玲 田玲玲的家事 让她只能站在人群的后面 她没想到 黎姿会当众叫她 心里一紧 强装镇定 越过人群走过去 黎小姐 您的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谢谢关系 本来想叫你过来玩的 改天请你过来玩 能够和黎姿交好 以后家里有个什么事情 还能够求温家照佛一二 田玲玲自然满口应下 只有她在外面 能够借力的越多 家里继母和父亲 才不会看清自己 随意给她找个人结婚打发了 薛盈雪跟着田玲玲一块过来 不带恶意 好奇地盯着黎姿 这位是我朋友 薛盈雪 盈雪 这位是黎小姐 有古梁洪郁正常 加上田玲玲和薛盈雪 在旁边陪着 没有不长眼的人 感到黎姿面前摆谱 水流声哗啦啦响 黎姿抽了两张纸巾 擦干净手 黎小姐 我刚才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黎姿面对着眼前 有些微胖的女儿 你是 何彩仪 她自爆家门 目光依旧没有从黎姿身上一开 黎姿终于记起 为什么她看起来那样面熟 她是傅明线现在的未婚妻 上次文人图 符合她的心意 何彩仪皮肤很好 只是有些雀斑 加上脸颊肉肉的 五官有些拥挤 黎姿朝对方友好点头 明显说你跟她离婚后就失踪了 你家里爸妈妹妹挺担心你的 黎姿脸上的表情淡了几分 何小姐 别人的家世还是少管为好 何彩仪察觉到她情绪上的转变 立马明白自己说错话 抱歉 黎小姐 我没什么其他意思 黎姿不愿意同她多聊 跳海后 她之前的手机修理过后 开机没有一个家里的电话 文人图说 他们几乎没有找过她 黎姿对他们 已经不再有任何情情 她很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 何彩仪在场 保不其父鸣献也在 黎姿现在不畏惧她 但怕她到时候胡言乱语 损害文家的名声 她找到文人图 同她说了声 没事 你不用担心 去跟红玉他们好好玩 两人靠得很近 在外人看来 妥妥的秀恩爱虐狗 古良从生在心里择了声 谁想到 赵哥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要不是青年所见 他是万万不敢相信 他在群里发了个信息 好像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Joe 被盗号了 L 最晚的隔夜饭 差点吐出来 古良从生 偷偷拍了个对面 两人的侧影 发到群里 猜猜看 这是谁 Joe 阿赵的未婚妻 L atG有本事拍个正脸 其余人没有在群里冒跑 应该是有事在忙 古良从生收起手机懒得理 当他傻 万一赵哥追责下来 他要完蛋 何彩一晚上回到家 依旧是空荡荡的房间 无气麻黑 傅明线不愿意住在何家 他说服爸妈 让两人搬出来住 傅明线总是找各种理由 在外面夜不归宿 他清楚地记得 当时傅明线同黎姿结婚时 傅明线看他的眼神中 充满爱意 果然 不被爱便不被珍惜 原本他还想告诉傅明线 关于黎姿的事情 他一定想不到 自己的前妻摇身一变 竟然成为了文家那位的未婚妻 如今 他决定等他自己发现 何彩一爱着傅明线 脑子还是有的 文家可不是他们能招惹的家族 记忆中 黎姿是个有些温和漂亮的女人 听话顺从 今天一看 整个人身上的气质完全变了 要说人 还得看在什么环境 跟着什么人 黎姿今晚从几人口中 知道了很多圈子里 各个家族的事情 田玲玲跟薛尹雪急热心 教他认识了不少人 古梁红玉说话直接 放心 只要赵哥不抛弃你 没几个蚂蚱 敢跳到你面前 他想起什么 哦 刚才那个是脑子有问题 古梁红玉家事好 从小到大 任性骄纵 秉性却不坏 田玲玲有些羡慕 他有哥哥和家里人撑腰 李小姐 红玉说得对 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还是得自己当心 尤其是你还有身孕 文家的下一任继承人 保不齐 就在黎姿的肚子里 不知道明里案里多少人盯着 关于黎姿上次被绑架的事情 圈子里 已经有人听到了一丝风声 文人图带他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 以后 要是有谁敢动黎姿 相当于同整个问家作对 起码要好好掂量一下 人群中 祝军辉端着酒杯 仰头喝了一大口 他没想到 文人图选的女人 没有丝毫身份背景 不过那长相确实勾人 怪不得文人图会喜欢 祝少 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喝闷酒 女人娇滴滴靠近 祝军辉毫不客气 揽过女人的腰 这不是在等你 品酒会太无聊了 既然你决定无聊 不如我们去后面干点谍的事情 祝军辉一由所指 女人捶了下她的胸口 你好坏 离开前 祝军辉又回头望了眼 坐在沙发上 妩媚动人的小女人 文人图的女人 不知道拐到床上是什么滋味 想到这里 她不由地下腹一紧 因着周红颜的关系 黎静思在小组内 每天做着最简单的工作 晚上她为了感谢对方 请她在附近吃了顿饭 思思 你家在哪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黎静思住在傅明县别墅内 怎么能让她送 岂不是会穿帮 学长 不用麻烦 我自己打车就好 没关系 你一个女孩子回去 我也不太放心 两人说话间 一辆宝马停在他们面前 车窗降下来 傅明县眼神带着探究 扫尸两人 思思 你在干嘛 第35章抢项目 黎静思心里一个咯噔 随即想到 刚才自己和周红颜举止 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明县哥哥 我刚下班 这是我学校的学长 也在文士集团上班 傅明县没什么好脸色 上车 黎静思尴尬地笑了笑 学长 那我先走了 坐上车后 黎静思赶紧抓着 傅明县的手掌撒娇 明县哥哥 你是不是吃醋了 他就是我一个普通学长 真没有什么 傅明县依旧没好脸 我有问你这个吗 你什么时候 找到文士里面上班 前几天 当时我跟你提过一次 大概是你最近太忙了 没听见 傅明县嗡了声 嗡进文士 说明你实力不错 黎静思当然不会告诉他 自己是靠周红颜 才能顺利进文士集团 不然 他连第一关出事都进不了 你那个学长 在里面是做什么的 他是外贸部的一个小组长 跟明县哥哥 你肯定是没办法比的了 男人都喜欢被崇拜 听好话 尤其傅明县骨子里 大男子主义 他刚毕业 能做组长说明 还是有几分本事 黎子不想跟他讨论 太多周红颜的事情 我们晚上吃什么 傅明县捏了捏他的脸颊 带你去吃日料 将近十一点 两人回到四季花园 今天辛苦了 早点休闲 黎子点头 刚要说什么 见到沙发上坐着的老人 露出惊讶的神色 赶紧站好 爷爷 闻人图视线看过去 爷爷 你怎么来了 又不是来看你的 闻老太爷没好气 他一直叫闻人图 把黎子带回去晚两天 结果左等右等不见人 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过来 爷爷 下次您要来直接跟我说 我让司机去见您 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 需要人顺着他 果然闻老太爷的脸色 好了不少 还是吱吱说话招人喜欢 现在挺晚了 你们早点休闲 蓝衣扶着闻老爷子上楼 黎子刚脱掉裙子 听见门打开的声音 惊得立即捞起裙子 挡在身前 闻人图看见一片雪白 已经女人小鹿般 惊慌无措的神情 垂下眼帘 抱歉 他反手带上门 爷爷在家里 不能让他看见 我们分床睡 黎子面色红得能滴出血 那 你能先转过去吗 闻人图咳嗽了声 乖乖背过身去 黎子迅速重新穿上裙子 准备往浴室冲 一个声音淡淡道 慢点 黎子跟着放慢脚步 两人不是第一次 躺在同一张床上 原本很疲惫的神经 因为床上多了一个人 却怎么也睡不着 闻人图翻身 静静的空间内 传来嘻嘻嘻嘻的响声 腰间搭上一只胳膊 低雅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困不困 黎子睫毛眨得飞快 嗡了声 睡吧 气息逼近 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 隔天 黎子醒来发现身旁空无一人 他拉开窗帘 看见底下两个人 正在打八段紧 同样的招式 在闻人图和闻老爷子身上 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势 一个是年轻力壮蛰伏的猛虎 一个是年老 却仍有力量的雄狮 黎子没看多久 转身换了件衣服 下楼吃早餐 他的口味比较偏南方人 爱吃些青粥小菜 对于面点类的 不是很喜欢 不过也会吃点 你也喜欢喝百合南瓜粥 挺好喝的 黎子起身 给闻老爷子尝了一碗 闻老爷子脸上有几分怅然 好酒没喝了 小兰煮的味道 真是一点没变 闻人图默默给闻老爷子 又加了点菜 什么也没说 吃完早餐 闻人图去公司 老宅子有客人拜访 老爷子坐车回去了 后来兰姨告诉黎子 闻老太太是典型的南方人 最爱喝这些清汤寡水 黎子的口味 同她十分像 子芝 你是找了的大富豪吧 这小区一套 起码价值上义 白又童刚才瞧瞧在网上 搜了下名字 结果好家伙 差点没把手机丢出去 黎子拉着她 在沙发坐下 兰姨 这是我好闺蜜 白又童 又童 这是帮我调理身体的兰姨 白小姐 您喜欢吃什么 我去给您准备 兰姨 不用客气 有什么吃什么就行 白又童好爽道 兰姨笑咪咪 那哪能够 您是客人 芝芝 我就知道 你的福气在后头 黎家那些人 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恐怕肠子都要毁清了 提起黎家 黎子神色黯淡 毕竟是从小养大自己的父母 你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我听人说 黎静思进了 文氏集团工作 你养母见人就夸 要不然 白又童 还不至于知道的那么清楚 文氏 那岂不是文人图的公司 应该是巧合 她能安安心心工作也好 起码以后 黎家 两老有个指望 至于她愿意当父名县情人 黎子管不了 彤彤 我想请你当伴娘 可以 我还要当小宝贝的干妈 晚上文人图加班 白又童在四季花园 吃过饭后回去 上次出去是婚纱 出了意外 文人图怕再出什么事情 让工作人员把礼服 拿到四季花园里来 黎子的肚子 让她只能选择有群称的婚纱 白又童自己开店 有冲突的时间 陪她一起试礼服 文总 收到最新消息 住家想要在西郊拿地 做房地产开发 你让底下的人 马上出方案竞标 好的 我会让他们尽快 确保能中标 文人图摇头 不 在关键的时候让给他们 经历数不解 倘若这样 他们岂不是白费功夫 我记得土地规划局的局长姓佛 你看看 他最近联系了哪些风水大师 你让风水大师 劝他拿下西郊的地做高速 住家想要拿的做房地产开发 如果那块地 恰好被政府征用 住家今年 必定损失惨淡 住军辉以为他把一切都抹干净了 他就查不到吗 感动他的人 怎么不送份大礼给住家 文家参与的项目 向来不会赔钱 文人图眼光独到 几乎是这几年行业的风向标 世家们听说 文氏集团要竞争西郊那块地后 纷纷下水 这个项目正好是住军辉负责 原本他已经买通了里面的工作人员拿底价 结果因为文氏集团横插一脚 现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不敢再透露信息 第36章 古梁红玉开打 该死的 文人图抽什么风 要不是那个杀手已经死了 所有的痕迹 住军辉都让人处理干净 他会怀疑文人图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住子齐脸上的伤口 经过特效药处理 恢复的光洁如初 子齐 你上次是没看到文人图的未婚妻 那副高傲的样子 要不是文家 就凭他 下辈子也不可能跟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那是子齐没在 不然乃伦得到他嚣张 古梁红玉更好笑 不知道脑子泡水了还是怎么 竟然拉下自己的身份贴他 他可不就是没脑子 要不然当年不会被人骗 几人肆无忌惮地嬉笑 声音直接传到外面几人耳里 田玲玲暗叫糟糕 这些话 他听了都忍不了 更何况是红玉这位大小姐 薛英雪真是头疼 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这种场合都被他碰到 李小姐 你跟我站在这里 让他俩进去 今天原本是离子为了感谢几人 上次品酒会的陪伴约他们出来玩 地点是田玲玲选的 哪曾想 喝个咖啡的功夫 还能听到这些 该说千金小姐喜欢打卡的 就这么几个地方 还是运气好 古梁红玉 拎起一瓶红酒 杀气凛然闯进去 离子瞪圆了眼睛 他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薛英雪服额 有问题 而且问题大了去 里面随便拎出来一位 都是身价上千万的小姐 玲玲 你快上去 田玲玲回神 我马上拦住她 不 你去帮她 那群女人看着柔柔弱弱 下黑手狠着 上次打架 她深有体会 啊 古梁红玉 你疯了吗 查克室内 众位千金 坐鸟兽 四处逃窜 跟看见了魔鬼一样 柱子琪 原本是不怕的 可古梁红玉这个女人 是真的有点子神经病在身上的 而且 她的脸刚好 可不想再躲在房间里面 不能见人 眼见古梁红玉 对着她砸过来 她赶紧扯过 旁边准备逃离的女人 自己趁机开溜 薛尹雪拿出手机 对准里面拍视频 还不忘让离子站在她身后 别被里面冲出来的人伤到 离子第一次见这样的场景 怎么说呢 颠覆她对豪门千金的想象 古梁红玉 别以为我们怕你 大约是被追击了 其余女人有样学样 就竟拿起东西对抗 来啊 看我不撕赖你的嘴 古梁红玉 一头黑发炸开 离子瞥见她身后 一个偷偷摸摸的人 随手拿了瓶饮料甩过去 碰 那人吃痛地蹲下身 古梁红玉回头 一脚踢过去 还敢在背后偷袭我 老娘打死你 薛尹雪告诉离子 红玉以前是学校短跑运动员 爆发力很强 会所经理姗姗来迟 我的姑奶奶们 都停下别打了 到底是遭了什么年 一次两次 全在她的会所里打架 明天 不 今晚她就立马辞职 冰块敷着手腕 要不是这几年 在国外心情不好 疏于锻炼 那群女人她随便揍 离子拿起桌上的上药 帮她喷了两下 这样会更好点 她低垂着头 神色认真又温柔 古梁红玉板着脸 不太自在咳了声 谢谢 离子愣了几秒 弯起眼角笑 不客气 薛尹雪和田玲玲闷笑 有生之年 能看到红玉大小姐跟人道谢 也是件稀罕事 夫人 您没事吧 金秘书着急忙慌跑进来 我没事 金秘书别急 金秘书差点魂都下飞 现在李小姐 夫人可是老板最重视的人 万一有个什么损伤 大家都要遭罪 没事就好 金秘书扶着双腿喘气 有我在 不知道你们担心个什么劲 古梁红玉冷哼 离子递了瓶水过去 金秘书一愣 接过后道谢 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夫人 文总的车停在下面了 离子没想到她会过来 毕竟金秘书比她先到说明 文人图手上有重要的事情 实在走不开 那我先走了 打完招呼后 离子在金秘书的 护送下往外走 田玲玲端起一杯咖啡 子子 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文大总裁 竟然也会如此关心一个人 薛银学捅了捅她的胳膊 使了个眼色 古梁红玉的脸色格外臭 有烟吗 薛银学 我们可是淑女 臭什么烟 说着 从银色手提包里 丢出来一包拆开的烟 田玲玲张着下巴 红玉当时那种场景 不管是不是你 文人图都会出手制止 古梁红玉当然知道 可要不是文人图 她真的会杀掉那个人渣 古梁红玉 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 两人高中 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 古梁红玉 为了闺蜜 选择了退出 结果那个男生家里破产 骗了那个女孩子 手上所有的钱还不够 为了拉投资 给那个女孩子下药 送到50多岁的男人床上 没多久 那个女孩子的闺蜜 跳楼自杀 男生通过关系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古梁红玉 当时在一所公立中学 跟着外婆生活 男生以为这件事情 没有人会再追究 谁知道古梁红玉 会带着刀 直接将她约在了小树林后 把她的下半身砍了下来 那天是奥树竞赛 文人图作为代表过去参赛 要不是她力气大 以古梁红玉 当时发疯的程度 正常男人 根本拦不住她 后面古梁红玉 直接被家里送出国 也因为这件事情 古梁红玉 对文人图 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 当年文人图父母出世 古梁家出了不少力气 保护文人图 所以文人图回国发展后 对古梁家照顾颇多 你以后离红玉 那个风鸭头远点 她太闹 万一伤到你 不会啊 我觉得红玉很有趣 天真又帅性 第一次见面时 觉得古梁红玉 看她的眼光 不会像其他圈里人 带着轻蔑和鄙夷 这也是为什么 她不讨厌对方的原因 手机叮咚一声 是薛颖雪 把她拉进了一个群 今夜白了门 薛颖雪发了一个视频 请大家欣赏 红玉小姐达姆老虎记 古梁红玉 薛颖雪 你要死啊 快撤回 黎兹 抱歉 已经保存了 田玲玲 加一 第37章 送茜 古梁红玉 你们给我等着 下次我要把你们的丑照 全部保存起来 薛颖雪 来啊 我不怕 田玲玲 其实你们不觉得 还挺辟邪的吗 古梁红玉 姨奶奶来了 爷爷叫我们晚上回去吃饭 黎兹正在看群里的聊天 没怎么听 好 这个就是赵哥的女朋友 怎么肚子都这么大了 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靠在椅子上 一双眼睛冒着金光 给人一种难以相处的感觉 文人图站在黎兹身旁 一只手揽着她的腰 默默给予支撑 同时向众人宣布了 她对黎兹的重视程度 姿姿 这是姨奶奶 我未婚妻 黎兹 黎兹跟着喊了一声 老太太脸皮皱得跟老树皮似的 还没进门呢 不用喊得这么殷勤 黎兹肝尬地捶着头 是赵哥回来了吗 厨房里面跑出来一个 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少女 笑容明媚 手上还端着托盘 赵哥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酸枣糕 她的视线 在触及到文人图身旁的黎兹时 停顿了刹那 这位是黎姐姐吧 快过来坐着 是该坐着 挺着个肚子 要是等下喊疼 也不知道该怪我这个老太婆 还是怎么的 文人图姿态 亲力在黎兹耳旁道 倩倩 我姨奶奶的干女儿 她的声音不大 周围人都能听得见 老太太面露不满 拉着宋倩的手 倩倩跟我亲生女儿差不多 宋倩没有半点异样神色 是我命好 得了您的喜欢 不然还不知道 要在哪个地方受苦 老太太立刻笑起来 你这张嘴 惯会讨我开心 李子觉得 这么难搞的老太太 宋倩竟然能用一两句话 逗得对方喜笑颜开 挺佩服的 文人图带着李子往楼上走 你们俩聊 我们上去换件衣服再下来 李子有些担忧 我们这样 真的可以吗 以前在富家 来了亲切 王慧如一定要叫她全程陪着 端茶倒水 没事 他们是客人 你是女主人 文人图用一本正经的语气 说着最动听的话 李子唇角轻弯 侧头撑了她一眼 底下 宋倩望着两人上楼的背影 有些羡慕 我问过了 这个女人家世平平 哪里都比不上你 宋倩摇头 赵哥喜欢的人 肯定有她的特别之处 我可以向她多学习 要不是为了陪我在国外看病 开春时 你就该回来了 你和赵哥心血还能 闻老太太叹气 其他的事情 咱们就不提了 倩倩 你就是性子太好 太为别人着想 用餐时 大约是顾及着闻老爷子 老太太倒是没再说什么不中听的话 李子洗完澡 从浴室出来 正要拉上窗帘 猛不丁地撇见 底下花园内 两个正在散布的人影 赵哥 恭喜你 宋倩那年在国外 偶然救过文人图 知道她的身体状况 很难有孩子 这次听说 她有未婚妻 她已经怀孕了 又惊讶 又替她高兴 你最近去做过身体检查吗 文人图摇头 你知道 国内的技术 没有办法检测 当年文人图打黑拳 被人用了重症在实验的药物 能够很快提升身体的机能 同时有不可预知的副作用 后来 实验室被某国秘密组织洗劫一空 文人图拿不到产品 得不到数据 自然没有解药 我师兄最近回国了 他之前在 可利亚实验室待过 我可以约个时间 让他帮你看看 嗯 麻烦你了 文人图冷淡的神色 带了四温和 宋倩背着手笑 我们俩之间 还用这么客气 余光瞄到楼上的人影时 唇角笑意更深 赵哥 我看嫂子对你 似乎还没有很亲近 文人图惊讶于他的灵敏度 随即想到 他的专业又了然 宋倩知道他不会多说 他点起脚尖 抬手在文人图肩上拍了拍 赵哥 记得欠我一个人情 随后转身跑开 从离子的角度上看 完全就是两人在接吻 他捂着胸口 那里传来清晰的闷痛声 痛得他有些喘不过气 文人图不傻 几乎瞬间意识到什么 转身抬头 离子赶紧背过身 躲在窗帘后面 他的手用力抓着窗帘 心里乱成一团 文人图不是说 他以前没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吗 这个宋倩又是怎么回事 离子越想 刚才那一幕 越觉得心慌 其实以文人图的身份地位 没有爱慕他的女人 才不正常 他跟对方原本就是交易 有名无实 是他自己最近太过沉迷于 文人图对他的好 忘记了初衷 等把孩子生下来 他就跟文人图说清楚 按照原计划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是心口 还是止不住难受 离子躺在床上 眼角一滴热泪划过 祝军辉 你是不是在外面给我惹事了 祝家饭桌上 祝青山黑着脸质问 祝军辉闲散地回了个信息 爸 您可别冤枉我 谁知道文人图 又发什么疯 祝青山知道 自家儿子做事有分寸 私生活混乱了些 但在大事上 还是比较拎得轻 没有最好 文家这几年蒸蒸日上 我们家能交好别的罪 祝军辉在心里讥讽 真是年纪大了 怕这怕嘛 两人说话间 祝子齐从外面脚步 急匆匆走进来 站住 你又去哪了 搞成这副鬼样子回来 儿子还算中用 女儿简直是没办法说 祝青山瞧着祝子齐凌乱的头发 衣服扣子 崩掉了一颗 没什么 不小心摔了一跤 祝子齐睁着眼睛说瞎话 再让他爸知道自己 又惹祸 肯定会不让他出门 祝军辉慢条丝里切着牛排 对于祝子齐的话 是半个字不信 祝军山又哪里不知道 可这个女儿 早就被他宠坏了 挥了挥手 上去收拾好下来吃饭 不吃了 没心情 祝青山吩咐管家 让厨房做点小姐爱吃的食物送上去 祝军辉择了声 他这妹妹完全是父母宠坏的 第38章 感情加深 祝子齐 你又在外面闯什么祸 祝军辉靠在门口 吊锅当道 一个枕头飞过去 祝军辉抬手接住 止不住皱眉 你这性子 还是早点嫁出去 祸害别人 祝子齐横眉冷对 我不嫁人 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 祝军辉懒得灌他公主脾气 说出口的话 冷漠又刻薄 你要一辈子 在家里相当于砸手上 嫁出去 好歹连个婴 为家里做点贡献 只要我们家不倒 对方保准 好吃好喝供着你 让你当少奶奶 你还是不是我亲哥 正是因为 我是你亲哥 才告诉你这些 不然谁管你死活 祝子齐沉默 别以为其他人跟你一样傻 贺家和王家 马上要联姻了 王家家那个丑女人 贺维怎么看得上 贺维看上的 可不是王家家 而是他背后 能够给他带来的利益 别告诉我 你想成为文人图的妻子 是因为喜欢他 我疯了 文人图冷冰冰又没情趣 跟他过生活 简直是种折磨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祝子齐可以忍受 可是现在文人图 和那个女人要结婚了 我最近调查文人图的未婚妻 发现了点很有意思的东西 祝君吹笑的诡异 祝子齐来了兴致 是什么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祝子齐也让人调查过 但什么都没翻出来 不过 他知道自家哥哥有秘密渠道 能查出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 李子背对着门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完全没听见脚步声 你看到了 李子颤抖地睁开眼睛 压制着心里的难过 故作大方开口 文先生 我能理解 像你这样的身份地位 以后不只会有我一个女人 幸亏他跟他只是交易 也幸好自己还没有陷得那么深 文人图没有说话 用一种高深莫测 又严肃的目光盯着他 李子极少面对这样的他 像两人回到了刚认识 自己半点都不了解他 神面又强大 其实他现在也不太了解 他轻轻吸口气继续说 文先生 我们还没有举办婚礼 之前的交易随时可以作废 说话这句话后 他的心痛得不行 眼泪差点掉出来 文人图脸色阴逸的可怕 声音冷冽刺人 真的吗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他果然后悔了 李子强忍着难过 嗯 只要您愿意 我没什么 我不愿意 什么 李子猛地抬起头 黑影压下来 下巴被人用力握住 炙热滚烫的气息袭来 所有的话语 全部吞没在唇齿间 文人图将他往自己身前带 顾及着他的肚子 稍稍空开了些距离 李子大脑一片混乱 只能跟随着他的动作 少夫人 您看这盆花药吗 庸人抱着一盆 开得正圣大白色绣球问 文老爷子说 四季花园都绿植太少了 不好看 让李子选一些带过去 李子回过神 可以 他低头 端起花茶亲拧了口 昨晚 他和文人图该做的 不该做的都做了 只剩最后一步 要不是文人图停下 他差点没控制住 那样一个冷漠强大的男人 在床上竟然热情得过分 李子差点以为自己 要被吃干抹净 婚礼的日期越来越近 李子和文人图的感情 也越来越好 除非真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脱不开身 否则文人图晚上 一定会回来 陪他用晚餐 李静思在公司里 有周红颜的照顾 每天干着最轻松的活 但他还是有点厌烦了 要不是傅明县觉得 他在文室上班不错 他早就吃了这份工作 那个李静思 不会是组长的女朋友吧 怎么什么活都不干 人家出来工作 他倒好 出来玩 应该不是 我问过组长 他还没女朋友 那你家把劲 我看那个李静思不爽很久了 没用的废物 每天除了打打指 什么都不会干 门趴地被推开 闲聊的两个女人吓一跳 看见李静思时 脸色更是精彩 说啊 怎么不继续说了 李静思暴毙 心里压着火 说什么 说你不要脸 仗着组长喜欢你 整天跟废物似的不干活 女人也不怕 他是文士的老员工了 原本是在其他部门做的 这边新项目缺人手 又有晋升的机会才过来的 一个靠关系进来的新人 他还不看在眼里 李静思从前在学校里 不是没碰过 在背后说他闲话的女人 高中时期 直接叫上好朋友 把人堵在厕所里打 大学随便发发帖子 把对方名声搞臭 眼下 在文士他有些忌惮 不能冲动 李静思红了眼眶 眼角瞥见 外面有人进来 仗着自己是老员工了不起啊 在背后说三道四造谣 谁不是从新手一点一滴干起来的 你们简直太欺负人了 他抹着泪往外跑 进来的 刚好是其他部门的几个女生 用一种古怪鄙夷的眼神望着他们 其中一个仗红了脸 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子 李静思眼眶湿润 回到座位上 周红颜立刻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忙放下手中的火跑过来安慰 学长 我要离职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怎么了 好端端的这是 受什么委屈了 李静思使劲摇头 学长 你别问了 是我自己不适应这里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李静思 你过来 我们当面说清楚 先前在厕所的女生 气势汹汹进来 学长 他仰头 可怜又害怕地缩了缩 周红颜拧眉 这是办公室 不是撒泼的地方 周红颜 你别以为你叔叔是部门经理 我就怕了你 搞这么女人镜项目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李静思 你自己把话说清楚 谁欺负你了 我们说的 难道不是事实 你自己没本事不干活 女人面色气得发红 今天这件事情不说清楚 明天整个文士都要传他 带头霸凌 欺负新员工 王姐 是我的错 您别生气 我已经跟学长说了离职 周红颜额脚青筋直跳 被人搏面子还能忍 让黎静思走不行 静思 你不用走 该走的人是他 第39章龙凤胎 文士老员工霸凌新员工 在部门内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事件由老员工离职作为结尾 周红颜为了稳定人心 请小组全体员工在外面聚餐 经过这件事情 组员们似乎看清了黎静思的地位 以及手腕 纷纷举着酒杯来敬他 黎静思心里得意 对于前来敬酒的推迟两句 不过便都喝了 静思 你家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 学长 我 我不回去 黎静思始终记得 他不能让周红颜发现 现在住的地方 周红颜见问不出地址 索性把他带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静思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我去外面睡沙发 周红颜刚要走 手便被人拉住 黎静思脸上酒意升起红玉 眼眸泛着水光 周红颜原本也喝了不少酒 年轻男女借着酒意 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 黎静思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在陌生的地方 记忆回笼 脸色吓得发白 他捞起手机 发现昨晚傅鸣线 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鸣线哥 昨晚公司聚餐 我在同事家睡的 他匆忙穿好衣服 出门时 撞见周红颜 正端着早餐 静思 过来吃点东西 学长 昨晚的事情是个意外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说完 黎静思背影 急促往门口走 黎姿在文家老宅住了两天 他发现 宋倩是个很聪明机敏的女孩子 嫂子 尝尝这款饼干 我加了些水果进去 应该不会你 倩倩 我朋友少 暂时只有一个伴娘 你要是不介意 过来当我伴娘 宋倩笑 可以 你让赵哥 给我准备个大红包 黎子明白 对于宋倩来讲 钱不钱的 其实没那么重要 关键是 他肯给这个面子 愿意答应 没问题 许多东西 我都不太懂 到时候 还要麻烦你多帮衬 没什么事的 你就负责 当个美美的新娘 下午几点去做产检 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 文照说 他下午有空 正好中午回来吃饭 宋倩差点没掩饰住惊恶 这还是他那个 工作狂的赵哥吗 黎子躺在床上 医生给他肚子 抹了一层透明 医用藕合剂 黎小姐 上次产检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两个月前 那阵子经常下雨 黎子不愿意出门 单个来单个去 就到了现在 他见医生脸色严肃 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了 麻烦您再次过去 我看看 恭喜黎小姐 您怀的是个龙凤胎 之前 妹妹躲在哥哥后面 一直没有被检查到 黎子不敢置信 差点惊地坐起身 黎小姐 不要太过激动 您现在更要保持平稳的心情 多补充营养 文人图见他脸色同屏时不一样 扶着他的腰问 怎么了 黎子把检查报告递给他看 文人图瞳孔放大 难得得有些愣神 吱吱 你怀的是龙凤胎 黎子重重点头 消息传到文家老宅 文老爷子高兴得直乐呵 原本打算做完体检 回到四季花园 结果 现在又被文老爷子叫回去 兰姨高兴得面色通红 我就知道 黎小姐是个有福气的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 我赶紧去厨房做 谢谢兰姨 我想吃点橙子 行 兰姨去给你切 文老爷子在书房里各种忙活 是个小孙女 管家 你去收购一家洋娃娃玩具工厂 老太爷 我觉得 方家新建的那座游乐场也不错 等过几年 小小姐大了 您可以带她去玩 嗯 你说得对 我们旗下有幼儿园吗 倒是有急锁 但不够顶尖 赶紧弄个项目计划书 让人去搞 教育的事情 可不能马虎 管家含笑点头 好的 我马上让人去办 还有 把我名下的私产 挑几个位置好的 转给姿姿 这孩子性格好 是个有福的 祝军辉通过各种手段 最终还是拿到了西郊土地的开发权 文人图的手段不过如此 告诉底下人 晚上天地豪元随便消费 我买单 祝总大气 我马上去安排 祝军辉不屑地扬眉 让宣传部发布消息出去 当天 祝氏集团股票 直接涨了十个点 文总 他们果然按捺不住 经历数 把祝氏发的公告喜讯截图发来 文人图点开扫了眼 没什么情绪的 土地开发局局长 那么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找了好几拨人 应该差不多可以收尾 明后天紧快 祝军辉现在有多得意 过几天 脸色就会有多难看 还是我们祝少厉害 连文人图的项目都抢到了 祝军辉冷冷铁那人一眼 拿他同文人图比 实际上还不是觉得文人图更强 那人大概意识到话语不太对 干巴巴端着酒走开了 祝少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小子不会说话 文人图算个什么东西 连我们祝少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祝军辉哼笑 别吹过了 哪能啊 还希望祝少以后多多关照我们 祝军辉是有能力的 如果没有文人图诸玉在前 他在圈子里 必然也是大受追捧夸赞 可惜 有个文人图 家世能力 手段才学 样样压他一头 紫棋 你哥哥这次怎么操作的 不知道 那得问我哥 祝紫棋翘着二郎腿 轻轻摇晃着红酒 旁边南模拿着草莓 味到他嘴里 哎 我刚才看到 祝少在隔壁包厢 我们一起去打个招呼 紫棋 走 一起去 你们去玩吧 我要跟小哥哥聊天 其他几位千金 笑得意味深长 又换口味了 那你慢慢玩 我们待会回来 祝紫棋拉过南模的手 小哥哥 出台费多少 祝小姐开口 怎么能提钱的事情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 可惜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祝紫棋呼出口烟 雾气缭绕间 竟是高高在上 南模遮住眼底的厌恶 祝紫棋有施虐倾向 被他带出去的南模 几乎全部是一身伤痕回来 不过 他给的风口费也高 但跟其他千金比起来 祝紫棋 是令人最讨厌的那个 第四十张丑闻 即便是为了钱 但人还是希望 保留最后的一丝自尊 废物 这么短时间就谢了 会所经理是怎么着的人 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祝紫棋 一脚 将男人踹下床 用力踩在他的下半身上 男人痛得直冒冷汗 牙关咬得死紧 最后忍不住低喊出声 祝紫棋这才觉得泄愤 滚吧 男人不敢耽搁 忍着下半身钻心的疼痛 一瘸一拐地往外走 门外开 他震惊地盯着自己同事 你怎么 经理说 祝小姐很生气 让我来换你 同事硬着头说 瞥见他艰难的动作 更是犯起一阵同情 男人忍着屈辱 攥紧了拳头 还在外面磨蹭什么 滚进来 离子又收到了文老爷子 准备的一份厚礼 文人图让他收着 长辈给的推具会显得身份 想想也是 意外的是 他还收到了 来自文老太太给的礼物 好好养身子 听说你体质差 胎儿是跟母体争夺营养的 文老太太语气不太好 仔细听话语里带有关心 谢谢姨奶奶 文老太太板着脸 不嫌不但应了声 宋千惠的东西很多 离子没事 会跟他学点插话 烹饪 偶尔会抽几个小时 在之前写短篇小说的平台 写点小故事 从前有一只爱哭的小兔子 他有多爱哭呢 写不完作业会哭 摔倒了会哭 没睡醒会哭 有一天 他在森林里迷了路 他非常害怕 边走边哭 嘴里喊着妈妈 夜渐渐黑了下来 小兔子又冷又饿 他累得快要走不动 这时 他看见前方有火光 他欣喜地跑过去 结果同一个巨大的身影撞上 离子大多数写的是 短篇爱情故事 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怀了宝宝的原因 他更喜欢写点睡前小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在夏天 遇见文人图的原因 他很多故事时间 发生在夏天 婚礼前一天 文人图带他去了 本世最豪华的陵园 那里葬着文人图的父母 离子曾经听蓝仪说过 文人图父母 死于一场车祸 更多的蓝仪没有透露 介意我抽根烟吗 离子摇头 静静地回视他 小手主动握住他 宽大炙热的掌心 两人站在灰色的石板上 明明是格外热烈的阳光 在这种环境氛围下 竟显得有点惨淡 文人图拿着烟 却没有点 我父母是家族联姻相请 母亲很爱父亲 爱到原本在那场车祸中 他可以逃出来 却为了救在里面的丈夫 耽误了时间 最后汽油爆炸 同时葬身火海 记忆中 父亲很严厉 对待母亲 没有多少耐心 温柔 两人的婚姻 一直是母亲付出的更多 以至于文人图 一直不理解 母亲那样一个 漂亮温柔的世家千金 到底看上父亲什么 盲目的爱吗 并列的黑色墓碑上 摆放着一束百合 一束康乃馨 文人图平静淡漠的声音响起 芝芝 我之前在国外 发生了一些事情 原本这辈子 医生说 不会有孩子的 你肚子里的两个小家伙文家 一定会给予他们 最好的资源和爱 文人图 不会变成父亲 也不会让自己 变成那个样子 那张冷立的脸 微垂头看向她 眸子多了温情和郑重 李子当然相信她 自从被文人图救起后 她的人生 便同过去告别 一路向上 文人图 一直将她保护得很好 她轻轻张开双臂 将头靠在她的肩膀 我相信你 声音虽轻 却带着所有 毫不迟疑的信任 小小的头颅 贴在宽阔的胸膛上 仿佛至此有了港湾 李子想 即便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谁 有文人图 和两个小宝贝在 她的人生 已经算是圆满 林园阶梯很多 李子走得有些累 回去的车上 闭着眼睛 不自觉睡了过去 文人图把车窗按上来 宽大的手掌 拿起九红色的披肩动作 小心地盖在她身上 李子的小脸白嫩 睫毛又长又卷 美美在床上 文人图总是忍不住 亲吻她的眼睛 故意弄得她低声求饶 然后望着那双水润润的毛子里 盛满了自己的身影 才会放过她 文人图觉得自己有些变态 即便她刻意收敛 最近还是发现自己 对李子的占有欲 越来越强 因着孩子的关系 两人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步 文人图 会用各种方法亲吻她 逗弄她 让她喊自己的名字 下午三点 祝军辉接到土地局那边 打来的电话 整个人直接震惊在原地 消息是通知 并不是商量 太过突然 祝军辉没有任何准备 紧接着 土地局便发布公告 由于是征用建设高速公路 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然而 这点钱对于祝家 原本打算用来开发房地产 建商业大厦来讲 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祝军辉气得踹坏好几条椅子 当天 祝家的股票 开始疯狂下跌 支气涨得有多快 现在跌得有多狠 有人说 祝家的股票不能买 到嘴的鸭子都能飞 以后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容易丢财 买股票的人 多少有点子迷信 众人纷纷趁 还没跌太惨 全部抛售 祝青山不愧是老狐狸 结果出来后 联系前因后果 立即反应过来 是被文人图做鞠坑了 想是这么想 却拿不出证据来 祝军辉 你个猪脑子 赶紧叫人去查查土地局局长 最近接触了什么人 事情不可能毫无预兆 一定会有痕迹 文人图不怕他们查到 感动他的人 就得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 现在还只是损失点钱财 他还准备了其他礼物 送给祝家 希望他们能够喜欢 报 豪门祝家千金 竟然有施虐的癖好 天地豪园男公关 不堪忍受豪门祝家千金 在床上施虐 抑郁反抗 结果不能人道 说一说 关于豪门祝家千金的风流是 祝青山这边 刚给儿子打完电话 看到网上大肆报道女儿的消息 顿时气得高血压爬上来 秘书赶紧给他拿药 这个孽女现在在拿脸 你马上打电话 让他滚回家 祝紫棋新找的男公关 以前是健身教练 体力和身材 几其让他很是满意 两人直接玩到天明 才累得睡过去 第41章丑闻2 朱小姐 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祝紫棋翻了个身 闭着眼睛 揽住男人的腰 别管 你晚上不用接客 继续待在这陪我 男人神色迟疑 屏幕上不停跳动的字眼 让他有些畏惧 是您父亲打来的电话 祝紫棋睡意瞬间惊醒 爸 你在哪 赶快给我滚回来 祝紫棋 看着被挂掉的电话 神色疑惑 搞什么 他这几天很安分好不好 老头子是不是更年期饭了 尽管如此 祝青山发话他 还是要听的 不然停了信用卡 就不能随便玩 他起身穿衣服 你晚上等我电话 语气不容质疑 男公关心里发苦 却不敢说什么 得罪了祝紫棋 别想继续在这行混 他刚走出酒店门口 无数的媒体蜂拥而上 闪光灯照得他睁不开眼 朱小姐 请问您昨晚宠幸的男公关 是哪一个 朱小姐 关于网上的传言 你怎么看待呢 朱小姐 您是否真的有肆虐倾向 您这样 还会有豪门跟您联姻吗 柱子齐齐地浑身发抖 正好一个话筒碰到他脸 他直接抓过来 摔到地上 都给我滚开 刹那 各种快门声 闪光灯更加频繁 各种记者内心狂喜 这几天的新闻素材 不用愁 摄影机清晰地将画面记录下来 快马加编发回公司 剪辑好 迅速传到网上 梨子吃过饭 正准备给奶奶打个电话 薛盈雪 论会完 还得势柱子齐 本小姐骑千里马赶不上 田玲玲 我猜柱青山现在急得跳脚 已经打电话 让她滚回去 鼓梁红玉 没脑子 闹这么大 连音动难 谁家媒体这妖妞 敢报她的丑闻 田玲玲 at梨子问问你老公 我已经查过了 都是文家旗下的娱乐号 薛盈雪 是哦 朱家怎么得罪文人图 最近接连闹出好几装饰 梨子 不清楚 等我发个信息 朱家最近的事情 你做的 文人图 嗯 上次你绑架 是朱子齐让人指使的 梨子突然想到 听谁说过 原本朱子齐 要跟文人图联姻 结果她冒出来横插一脚 估计多少有些怀恨在心 梨子在群里 艾提古梁红玉 上次绑架朱子齐 搞的鬼 古梁红玉 你们别拦我 这个狠毒的臭女人 我要拿刀砍死她 田玲玲 红玉姐息怒 她现在估计 连踏出家门都不敢 薛颖雪 还得是文人图有手段 田玲玲 坐等更精彩的瓜 薛颖雪私下发信息 给田玲玲 文总牛逼 明天婚礼 今天给老婆出气 梨子提前回了四季花园 明天出嫁从这边走 然后到文氏老宅 下午三点 李奶奶坐车到了四季花园 一起来的 还有另一位老人 梨子站在大厅 见到那个苍老的熟悉身影 眼眶一热 奶奶 我好想你 她扑到李奶奶怀里 闻着她身上熟悉的味道 使劲蹭了蹭 芝芝 你什么时候怀上的孩子 明现呢 在公司忙吗 李子在电话里 没有跟奶奶讲太多 只说让她来玩 我离婚了 孩子不是她的 李奶奶大惊 李子拉着奶奶的手 往沙发带 奶奶 您和昼夜夜先坐着 我跟您慢慢讲 李子引去了很多事情 简重点讲了一部分 那她对你好吗 李奶奶知道她的性子 报喜不报忧 即便有些事情 李子没有讲出来 但人活到这个年纪 也是能够猜得出一二 奶奶您放心 她是个很好的人 对我也很好 等晚上她从公司 回来你就能见到了 李奶奶连连点头 也没问 为什么李子的父母不在 李子小时候 可以说是她一手带大的 孩子什么品性她知道 肯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又不想让她超操心 才选择不说 周爷爷 谢谢您上次给的茶宴 李子转身 倒了杯茶给老人家 女娃娃还能记得 不枉我那好茶宴 明天记得给我多敬杯酒 周爷爷爷穿着糖装 手上盘着佛珠 慢悠悠喝着茶 当然要的 以后还要麻烦您 照顾我家奶奶 李奶奶拉着李子的手 她这个臭脾气 谁照顾谁还不一定 周爷爷哼声 却没反驳 李子低头鸣嘴笑 觉得这两位老人家 跟小孩似的 晚上 闻人图回来 跟两位老人打个声招呼 她学识渊博 真正想要讨好一个人时 对方会被她在不知不觉中 捧得心花怒放 吃过晚饭后 李奶奶和李子 在园内散步 芝芝 奶奶没什么可以给你的 老家的房产 我已经改成了你的名字 房本我带过来了 待会给你 李奶奶说着 又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钱不多 算是奶奶的一点心意 奶奶 这钱我不能要 您辛辛苦苦存了大半辈子 李子没想到 奶奶为她准备了这么多 李奶奶沉着脸 你这样说 我可要不高兴了 老婆子 我没什么本事 只有这些东西 难不成你还嫌弃 奶奶 你明明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子急得眼眶微红 那就收着 没有办法 李子只能默默 将银行卡收下 归宿 衣食无忧 我很高兴 但我希望你无论何时 能够保持本心 不要因眼前短暂的利益 虚无的财富迷失 我知道的奶奶 您放心 嗯 算命的说 你二十岁会有一个大坎 最后会于贵人 逢兄化吉 看来是真的 李子笑道 哪个算命先生那么深 也不是真算命的 人家是位道士 道横很高的 轻易不给人算 那有机会 我跟您一起回去 拜访这位道士先生 等你生下宝宝 和外孙女婿一起回来 看我这个老婆子 李奶奶笑咪咪道 奶奶 您干脆留在这里 跟我一起生活 让我照顾您 别 我有手有脚 不需要人照顾 况且 我在老家自在得很 你让我在这里 我肯定不开心 李子明白 老人家有自己的固执想法 他也不想让李奶奶不高兴 第四十二章 发现李子 晚上 李子早早洗漱完 上床睡觉 明天早上三点 他要起床 化妆师会过来给他上妆 还有婚纱店策划部的人都会来 李子同父明宪结婚时 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像一面湖水般 没有泛起丝毫涟漪 然而今晚 他竟然有些失眠 闻人图察觉到 他呼吸的频率不对 怎么了 睡不着吗 李子转身 蹭了蹭他的胸口 有点紧张 闻人图在他额头上 轻轻落下一吻 没事 紧张是正常点 明天 你做个美丽的新娘就行 其他有工作人员 他拍了拍李子的背 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要想 李子听话的照做 柱子齐 今天在外面丢尽了脸 回到家后 又被柱青山历生 好一通骂 两个孩子 一个比一个不成器 柱青山这几天 高血压忽上忽下 真怕什么时候刺激过大 自己一脚踏进棺材内 哥哥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茶茶到底 拿几家公司的记者 吃了雄心豹子 胆胆故意抹黑我 柱君辉冷眼 抹黑 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难道不是事实 哥哥 你别说我 咱们俩半斤八两 高中时期 为你跳楼的自杀的那个女孩子 闭嘴 柱君辉怒喝 柱子齐特意拿出这件事情 就是知道柱君辉在意 你想知道谁弄你 是闻家 闻人图受益的 这下懂了吗 柱君辉语气极差 他原本便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要不是柱子齐 是他的亲妹妹 这样愚蠢的女人 他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闻人图 柱子齐震惊 他该不会是知道了 上次绑架他未婚妻 是我指使的吧 他隐约开始觉得后怕 哥 你不是都说处理好了 柱君辉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兴许是闻人图 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不然根本说不通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都是你惹的祸 让柱家给你赔罪 为你的愚蠢买单 柱君辉实在没什么好脸色 哥 你不能不管我 柱子齐跺脚 拉着柱君辉的胳膊撒娇 终于还是自己的亲妹妹 柱君山多少有点温情 我手上有些比较精彩的东西 你说 明天闻人图新婚 送的他怎么样 柱子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他一直觉得自己挺变态 但他哥比他变态恐怖 十倍不止 婚礼定在文士集团旗下的 海滨酒店 顶层天花板 铺满了各种亮眼华丽的水晶 从各地空运过来的鲜花 几乎摆满了整个厂子 所有来宾 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入门需要请帖 没有请帖 一律不准入内 审查的极其严格 婚礼还没开始 傅明县从进门开始 变魂不守舍 整个人跟被抽了魂一样 刚才在外面 摆着新郎新娘的合作 两人相互依偎 姿态格外亲密 傅明县知道 今天要来参加文士总裁婚礼 特别花大价钱 定制了一套西装 结果在门口 看见熟悉的照片是 恍惚青天白日 被一道闪电直直披下 他不死心 又去看了眼名字 采姨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连名字都相同的人吗 何采姨早就猜到傅明县得知 离子是文士未来老板娘时 会露出这样的反应 包括他当初跟他一样都震惊 不会 他就是离子 你的未婚妻 傅明县瞥他一眼 怒火来得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早知道 何采姨手上有琴帖 打开来自然能看见 我不知道 琴帖一直在爸妈手里 今天拿给我时 根本没翻开来仔细看 何采姨很无辜 作为何家千金 从小受到的是精英教育 会看人脸色是必备技能 要不是真喜欢傅明县 他不会委屈求全 以他的聪慧和手段 嫁给其他势均力敌的家族 必然过得比现在好 傅明县头皮发麻 要不然我先走 何采姨没有说不好 你应该知道 来文家的 都有哪些任务 这次是个很好的落脸时机 果然 傅明县心动了 离家 满屋子摆放着各种法器 离静思进门时 差点被浓重的香火为熏晕 他咳嗽几声 打开窗户通风 静思 快把门关起来 倒是说了 这是留住健康神 最近一段时间 你爸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离母穿着肃静的白色 匆匆忙忙跑出来 离静思神色不耐烦 他妈真是走火入魔了 妈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咨询 有一点你要记住了 让你不停交钱 都一定是骗子 不会的 那位倒是说 看我有缘 没有收我一分钱 离静思根本不相信 谁会这么好心 无力可图做善事 反正你听我的 离母怕她不高兴 好不容易胖到女儿休息日 滋滋 妈去厨房继续炒菜 知道你要回来 特地买了你爱吃猪脚 离静思随便敷衍两声 回房间给傅明县打电话 她已经隐隐察觉出 何彩仪的不简单 幸亏 她尝试实在是不行 傅明县看不上 不然估计没有任何半点的机会 明县哥哥 参加婚礼好玩吗 傅明县躲在阳台上抽烟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静思 你们家跟离子还有联系吗 离静思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她笑得有些不自然 明县哥哥 你都跟她离婚了 还想她做什么 我爸因为她瘫痪在床 我妈因为 她整天变得神神叨叨 家里摆满了符咒 黎静思眼泪速落下 换作平时 傅明县会心疼一下 但现在 她满脑子都是离子 竟然成为了文氏集团总裁的未婚妻 那可是她想结交都不够格的人物 离子到底是什么时候 怎么勾搭上她都 静思 我看到你姐姐了 在哪里 明县哥 我去喊她回来 都是亲人没有隔夜愁 家里这边 还需要她照顾 傅明县一言难尽 以离子现在的身价 随便请十几个庸人 去伺候半点问题没有 第43章 黎静思到达婚礼酒店 黎静思觉得有些奇怪 明县哥 你怎么好端端的 问我这些问题 你现在不是参加文氏总裁的婚礼吗 新娘长得漂亮吗 网上搜不到 关于任何文氏总裁未婚妻的消息 黎静思要是能够拿到第一手消息 又可以去群里跟同学炫耀了 静思 有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啊 这么神秘 黎静思没太当一回事 他以为傅明县 又在跟自己玩什么小情趣 文氏总裁娶的人是你姐姐 啪哒 手机掉落在地上 黎静思整个人正弄在原地 好伴想才回过神 明县哥 你在开玩笑吧 我也希望在开玩笑 傅明县心里五味杂陈 又不敢置信 又惶恐害怕 你看照片 良久 黎静思笑得有些奇怪 明县哥 这是多好的事情 我现在带着妈妈过来 姐姐的婚礼 作为家里人 我们怎么能不到场 黎静思的话 瞬间点醒了他 那你快打车过来 我在门口等你们 文家那些人 知道黎静思以前的事情吗 知道他只是个 没人要的锅吗 傅明县嘴角浮现 一丝阴狠的笑 妈 我找到姐姐了 你快点跟我过去 找到就找到了 过去看他死活做什么 黎母魂不在意 这些日子 黎子没有任何消息 他在心里 早就不认这个女儿 妈 姐姐嫁入豪门了 是比付嫁 还有千千百倍的豪门 黎母眼睛放亮 那你爸的病能治好吗 当然可以 人家能请国外最好的医生 还能给咱们家 换大房子豪车 我也不用出去上班了 黎静思描述着 未来的美好生活 黎母听得心生向往 她在哪 快走 两人在小区楼下 打了个出租车 师父 去海滨酒店 老太太 你们也是 去看热闹的吧 什么热闹 文师总裁结婚大喜 会在滨江边 放三个小时的烟花 还有乐队表演 我们那边好多人敢去看 黎母原本对 黎子说的话 还心存疑虑 现在是完全相信 师父 我们可不是 去凑热闹的 我女儿在里面结婚 司机师父 从后视镜 格外老气 母亲穿着得体 只是一张脸 瞧着有些刻薄 一看就是不好相处 老太太 您女儿也是今天结婚啊 恭喜了 搞错了 她就是文师总裁要娶的人 司机师父每当一回事 她觉得这老太太 指不定精神有点什么问题 一想天开 吃人说梦 那真是恭喜您了 以后可以享福 黎静思心不在焉 玩着手机 她不知道 黎子是怎么认识 那样一个大人物 还能让对方点头同意娶她 灵光一闪 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 孩子 黎子之前肚子里怀的孩子 不是负明献的 怪不得 她怎么都不肯说 原来竟是攀上了 那样一个大人物 肯定是之前对方不想承认 黎子才想栽赃给明献哥 也不知道 她后面是凭什么手段 让对方点头同意 怪不得黎子这段时间 从未联系他们 肯定是怕被拆穿 她估计想不到 结婚这天会被明献哥发现吧 黎静思打定主意 如果待会黎子态度好 愿意承诺给他们钱 以后帮着家里 她会替黎子保守秘密 否则 她会让黎子身败名恋 一个人婚内出轨的新娘 文家肯定不会要 车子停在距离酒店500米外的地方 老太太 你们在这下吧 前面我开不过去 手机上 附名线一直发信息 问他们在哪 黎静思匆忙付过钱 带着黎母往外跑 嘶嘶 慢点 等他们终于到达酒店门口时 却被保镖拦在了外面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拦我们 不好意思 不管你们是谁 请出示邀请函 我们是新娘子的家人 保镖不假词色 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 嘶嘶 快打电话给你姐姐 黎静思早试过了 根本打不通 明线哥 我们在门外 没有邀请函 保镖不让我们进去 你们等着 我现在马上出来 何彩仪眼神扫见 屏幕上的备注名称 明线 你要去哪 傅明线有些心虚 我去上的厕所 明线 你知道 今天这种场合很重要吧 我当然知道 行 你去吧 我跟几个认识的阿姨打声招呼 傅明线差点以为 何彩仪知道了什么 黎静思和李母 被保镖赶着往外时 一辆车缓慢停下 你说 你们是新娘子的家人 车内驻军辉 穿着深蓝色西装 脸上架着墨镜 看不清她的脸色 黎静思赶紧站好 理了理头发 先生 我是新娘子的妹妹 黎静思 因为 我姐跟家里闹了些矛盾 所以 结婚没通知我们 眼前这个稚嫩的脸 眼神带着点算计 生生破坏了那份青春活泼 祝军辉让人调查过 他的脸同资料上完全对上 上后面的车 我带你们进去 黎静思一喜 想着先进去 毕竟等负名线 还不知道多久 谢谢先生 祝军辉按上车窗 原本他还怕 自己准备的东西不够精彩 现在人员到齐 真是上天都帮我 文人图 准备好收我给你的新婚礼物 来的人太多 车子进去的很慢 古良不耐烦 按下车窗透气 却意外听见了 前面的说话的声音 他向来不是个 爱多管闲事的人 但最近 大家在群里总是聊天 古良红玉 觉得自己听见了 不管一下说不过去 他给古良丛生打了个电话 哥 你今天带了保镖来吗 没 人家结婚 我带什么保镖 那你去问赵哥借几个 我有急用 妹啊 平时 你怎么胡来我不管 今天可是赵哥大喜的日子 你要是胡来赵哥 会弄死你 古良红玉烦躁 哥 你就跟他说 离子的家里人 到酒店来了 傅明县气喘吁吁 跑到门口时 四处没看到 黎靖斯的身影 第44章婚礼现场 黎靖斯和李母下了车 准备跟其他人 一起往电梯里走 古良红玉叫住他们 阿姨 你们是滋滋的母亲 和妹妹吗 他穿着酒红色吊带裙 全身亮片闪烁 手上背着的包黎靖斯 前阵子在网上看到过 是技嘉的最新款 价值上百万 那么 眼前女人的身价 更是起码上亿 换作以前 黎靖斯想都不敢想 这样的豪门千金 会主动过来跟他搭话 是啊 您认识我们姐姐吗 黎靖斯赶紧凑过来问 我跟她的老公 很熟 你们要上去 我可以带你们一起 刚才那个大少爷 根本不让他们坐他的车 眼下也只有一个司机 说明他骨子里 并不太看得起他们 假如跟这样的千金小姐 一起上去 他们说的话 其他人肯定会信 黎子自己心里 也要掂量一下 这位小姐怎么称呼 黎母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 叫我红玉就好 古良红玉不经意问 他们去四季花园接亲了 应该快到了 你们怎么没有一起去 黎母刚要说话 黎靖斯轻轻掐了他一下 我们跟姐姐有点误会 想着他今天太忙 不好过去打扰 亲人之间哪有隔夜仇 我待会领你们过去 古良红玉按下17楼 好 马上过来 他挂掉电话 接亲的人已经到了 等下上去 你们可以看见资资 黎靖斯准备拿出手机 给傅明线打电话 古良红玉却突然开口 这位妹妹 咱俩加个好友 好啊 黎靖斯立马打开手机扫码 他点进古良红玉的朋友圈 发现全部是旅游打卡 各种会所玩乐的图片 不由得心生羡慕 想到黎姿最近也是 过着这样的生活 又暗暗咬牙切齿 竟然瞒着他们 一个人享福 到了 古良红玉带着他们 往其中一个门走 打开后 两人驳梗一通 眼前一黑 昏了过去 你们把他们先带走 问问你们文总要怎么处置 古良红玉抱着手臂吩咐 好的 古小姐 古良红玉 转身接到古良丛生的电话 已经处理好了 当然 这点小事 还能难倒我 虽然不知道 黎姿和家里人 闹了什么矛盾 但带他们进来的是 祝军辉 他可不是什么好心人 祝军辉看到司机 自己一个人上来冷声问 人呢 在下面遇见古小姐 他们跟古小姐走了 蠢货 祝军辉一脚踹过去 司机痛得面色扭曲 直接跪在地上 祝少 我错了 滚 别在这丢人现眼 祝军辉没想到 半路杀出个古良红玉 他不是一向讨厌 文人图的未婚妻 他找到手机里的通讯录 拨过去 古良红玉 你把人带到哪里去了 什么人 我不知道 名人不说暗话 你不是一向讨厌 文人图的未婚妻 你把人交给我 我搞砸他的婚礼 不是正合你心意 人我已经交给了赵哥 祝军辉 我跟你不一样 古良红玉 干脆利落挂掉电话 祝军辉气得差点砸手机 好在顾及着 周围有其他世家的人 他给底下人发信息 你们那些东西准备好了吗 祝绍放心 保准让你满意 男人穿着服务员的衣服 躲在广播室底下 刚钻出来 看见屋内几个黑衣保镖 凶神恶煞地盯着他 男人吓得一个哆嗦 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离子坐在后座打瞌睡 早上起太早 被人催着化妆 换衣服 忙得团团转 白柚童坐在他旁边 拿着手捧花 拎包 时不时拿起手机拍个照片 宋倩坐前面跟人打电话 好 马上就到了 你们那边先准备着 由于离子的身体情况特殊 省略了很多步骤 一行人直接抵达酒店婚房 化妆师已经在那里等着 重新补过妆后 离子送倩的阴导下 站在了门口 聚光灯下 离子一步步朝着台上 英俊挺拔的男人走去 他穿着燕尾服 身长玉丽 目光坚定地望向他 那一刻 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和眼前这个男人 尊敬的离子小姐 请问 你愿意嫁给文人图先生 无论富贵或是贫穷 无论健康与否 都愿意跟他一起承担 离子听见自己的声音 掷地有声 我愿意 尊敬的文人图先生 请问你 我愿意 底下宾客站起身 热烈鼓掌 会场内放着 往后余生的歌曲 祝军辉死死拧着眉头 打了个电话 憋着火低骂 怎么还不放 人家两人结婚试词都说完了 那边却半点动静都没有 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祝少 你们好好守着 晚上给你们发大红包 谢谢金秘书 金秘书暗自可惜 没有看到文总宣誓那一幕 离子在房间刚换好敬酒服 走出来 撞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他的背抵着门板 下意识后退半步 吱吱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如今傍上了文家 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吧 离子原本是有点惊慌的 听他提起文人图 心底顿时升起一股勇气 是又怎么样 他围台下巴 敬酒服是红色的 露出一双白皙光滑的肩膀 勃梗鲜泻 高傲的像只白天鹅 傅明线一时之间竟有些失神 他突然记起 第一次见到离子时 少女穿着最普通不够的白裙 从他身旁走过去 黑发雪肤 精致漂亮的像天使 那一瞬间 傅明线决定非眼前的女人不娶 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一切都变了 离子 你的事情 其他宾客应该不知道吧 你说 如果我现在 说给他们听会怎么样 我现在代表的是文家 你仔细想想清楚了 离子声音平静 脸上并没有傅明线所想的那种惊慌失措 你在威胁我 他没想到 离子还会反击 不 我说的是事实 冷静下来后 离子头脑越发清晰 第45章收拾 我的老公是文人徒 如果你不想公司破产 以后流落街头 最好别再来招惹我 离子语气冰冷 希望他能充分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傅明线没想到他这么绝情 离子 原来你是这么爱慕虚荣的女人 他自认为 除黎静思的事情外 自己从来没有对不起他 离子觉得可笑至极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什么立场来指责我 傅明线 需要我提醒你吗 我们两人已经离婚了 傅明线哑口无言 他没想到 离子态度竟然如此强硬 他还打算用这件事情 要挟他来谋取一些利益 离子 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看在咱俩以前感情的份上 我今天不会多说什么 离子觉得他真恶心 明明是自己怂 是吗 傅先生想要在文某人的新婚之日干什么 说来让我听听 文人图身黑色西装 脸色冷峻 眼眸如暗夜之虎般 紧盯着猎物 傅明线双腿发软 被他强大的气场震慑 差点忍不住往后退 文总 我 跟子子开玩笑的 我怎么听着 不像是开玩笑 文人图站在离子身旁 揽着他的腰给予支撑 离子卸下全身力气依靠着他 后知后觉的 竟然有些害怕 傅明线背后冷汗直冒 文人图可不是一般人 随随便便就能碾死他 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他此刻多么希望 离子能够开个口 替他说句话 可是离子意味着文人图半句话不吭 傅明线在心底恨得咬牙切齿 文总 抱歉 是我口无遮拦 胡言乱语 今天是个好日子 文人图并不想破坏自己带心情 冷冷吐出一个字 滚 傅明线如蒙大赦 立即转身走 过于急切 左脚踩右脚 差点摔个狗吃屎 幸亏扶住墙壁 才勉强稳住 以后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文人图并不希望离子单独面对傅明线 他明白 离子先前在这段关系里 受伤多深 要不是金秘书安排的人看见通知他 指不定傅明线还会说出什么话来 手机在彤彤那 过来换礼服没戴 离子哪里会想到换个衣服的功夫 傅明线有胆子找过来 他挽着文人图的胳膊 点起脚尖 在他脸颊上 蜻蜓点水一吻 文人图的脸色肉眼可见转好 拍了拍离子的手 走吧 去敬酒 离子甜甜应了声 两人一同往会场走去 来的都是政界大佬 商业大鳄 文人图带着离子 敬了几桌亲人后 便让他跟伴娘一起坐着休息 十点东西 他自己则带着古粮丛生 几个伴郎 一起继续敬酒 你们看见了没 那么大的群称都挡不住肚子 这恐怕六七个月了吧 据说 要不是因为他怀了孩子 文家老爷子 根本不可能点头同意 谁叫人家有手段能怀上孩子 母嫔子贵 月上之头 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厚脸皮 会使手段 错了 我们可不需要 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想要娶我们的人排着队 两三人在洗手台前 乐呵呵笑着 门趴大 从里面打开 正在讨论的几人一惊 他们完全没料到 里面还有人在 等看清了出来的人 是谁后 又互相交换了个眼神 表情不屑 白佑童面无表情 走到洗手台前 挥了下手 自动感应器 立刻流出哗啦啦的水来 哎呀 不好意思 踩到你鞋子了 其中一个 李白佑童最近的千金小姐 嘴里说着抱歉 却故意加大了 加上的力气 白佑童吃痛 转身用力一把 推开那人 没有防备 那人顿时跌坐在地 裙子立马沾上 湿漉漉的水 贱人 你在做什么 白佑童一把 握住挥过来的手臂 你爸妈没有教你 什么是礼貌吗 张嘴闭嘴贱人 刚才是吃了粪 满口乱喷 她可不是离子 受了气会忍着 在她的字典里 马上反击 亦或是等待 合适的机会反击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跟我们顶嘴 信不信我 分分钟让你消失在精度 哎呦呦 我好怕 白佑童双手插腰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李子可是我的好闺蜜 待会我就去跟她说 你们在背后讲她的是非 切 你以为我们会害怕 一个母瓶子贵上位的女人 我们才看不起 白佑童听不进去 余光瞥见 墙角放着一小桶水 拎起来 往三人身上泼过去 啊 厕所间里爆发出 好几声难听尖锐的叫声 古梁丛生 赵哥 隔壁是不是出事了 要过去看看吗 赵都指尖夹着烟 慢吞吞吐了个烟圈 神情放荡不羁 扯了扯领带 女孩子的事情 男人少掺和 可是 我见嫂子朋友 好像进去了 她可不是个软柿子 谁吃亏还不一定 古梁丛生 顿时嗅到了奸情的气息 赵哥 你认识那位小姐姐啊 赵都没有说话 轻踹她一脚 快去给文人图挡酒去 古梁丛生面露苦涩 这些太他妈能喝了 简直是往死里灌 他解酒要吃了都不管用 赵都从口袋里 拿了一支液体 实验室新研发的解酒液 赵哥 有着好东西之前 怎么不拿出来 古梁丛生 赶紧拧开瓶带 仰头喝完 有副作用 古梁丛生手举着 空空如也的瓶子发芒 他怀疑 赵都是故意的 这件事情 他不是第一次干了 什么副作用 一个月不举 赵都懒洋洋 靠着墙壁 低头按手机 古梁丛生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一辈子 白又童用纸巾边 擦手边走出来 经过靠墙的人影时 脚步不停 好久不见 赵都率先打招呼 白又童呼吸一紧 身体僵住 几秒后 他继续抬脚 往前走 不予理会 纤细的胳膊 被滚烫的手掌抓住 怎么性子 还是这么倔 明明看见我了 非要当没看见 白又童狠狠拧眉 这位先生 我应该不认识你吧 请你放手 彤彤 你还真是记仇 赵都半事叹息 半事无奈说出口 第46章正面交锋 阿生 你赵哥人呢 该不会 是掉厕所里了吧 古梁丛生 笑得一脸神秘 拉开椅子坐下 泡妞呢 开什么玩笑 咱们清心寡欲的赵哥 也有看得上眼的女人 古梁丛生耸肩 我猜的 不好八九不离十 毕竟 赵都可不会管 其他人的闲事 而且那语气口吻 肯定一早认识 人家女孩子了 泽 你别造谣 小心我待会告诉赵哥 让他收拾你 去呗 他现在肯定没空打理你 不是 真的假的 哥 你坐这里干什么 赵哥那边喊你过去 古梁红欲 要不是场合不对 以他的酒量 更适合挡酒 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不知道心疼自己亲哥哥 古梁丛生摇头叹息 古梁红欲 今天化了个极其艳丽的妆容 他的长相名艳大气 尤其是一身高傲 如孔雀的气质 惹得一众公子哥 心愿一马 不过想归想 他们可不敢真的去招惹古梁红欲 万一哪天他不高兴了 把他们小弟弟割掉 那可是男人一辈子的幸福 再加上以古梁红欲的家世 也容不得他们动歪脑筋 李子安安稳稳喝了碗汤 吃了一些饺子 水晶包垫肚子 他抬眼 看见文人图 已经进到第二十桌 默默数了数 还有三十来桌 不由得有些担忧 宋倩从他的表情中 猜到了些什么 放心 赵哥提前吃了药 不会太难受 这种场合 他们不是第一次经历 嫂子 你累不累 我去给你拿个枕头垫垫腰 特殊原因 李子不用去敬酒 但现在这个点 就离场不太好 宋倩让服务员 搬了张更加软的椅子过来 又拿了几个枕头 垫在他的腰上 不得不说 宋倩在赵国人上面 很有一套 怪不得文老太太那么喜爱她 倩倩 今天辛苦你跑来跑去了 白佑童很多东西都不懂 最多只能跟在他身边 帮忙拿下东西 指挥人员 安排流程 全部是宋倩在处理 哪里的话 都是一家人 宋倩觉得没什么 这些东西 从小耳濡目染 对他来说是很习惯平常的事情 可是对于李子来讲 真的帮了他很大忙 不然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么可靠 又信得过的人 嫂子 你在这坐着休息 我看见个长辈 过去打声招呼 有事打我手机 好 你去吧 李子靠坐在椅子上 不知不觉 眼皮有些沉重 身旁坐下来一个人 柱子齐冷眼瞧着打瞌睡的女人 不明白 除了一张脸 到底有什么值得文人图喜欢 恭喜李小姐新婚 李子一秒惊醒 柱子齐到了两杯酒 其中一杯 推到李子面前 敬你 虽然大家心里都知道 李子怀有身孕 但不会赤裸裸说出来 李子没有动 平静回视对方 直接拒绝 柱小姐的祝福我收到了 但我喝不了酒 怎么 连我们柱家的面子都不给 柱家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 不过在这之前 希望柱小姐 想想自己之前 做过什么事情再说 李子不冷不热开口 她原本只是不喜欢柱子齐 但对方能做出绑架的事情 说明在她的心里 人命根本不值钱 这样的人 手上又同时拥有权力 相当于有了豁免权 不知道她从前干过多少这种事情 柱子齐脸色微变 李子的表情 像是已经知道了 她叫人去绑架对方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咱们俩 好像这才第一次见面吧 柱子齐选择继续装傻 这的确是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 之前柱子齐 顾记着文人图 柱子齐本不够格 让她亲自下场 现在对方已经和文人图结了婚 柱子齐反而后悔之前 没有早点整些事情 时间太短 文人图后面十分警惕 将李子保护得太好 再加上柱君辉的警告 可今天见到李子 她还是很不甘心 所有的世家小姐 除非个别能力极其出众 最后还是要威家族联姻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找个最强的 文人图的妻子 就属于这一梯队 昨天柱青山还说 徐家小儿子刚回国 让她跟人家出去吃饭 打着什么心思 昭然若揭 可那人说好听是国外海归 刘杨回来 难听点根本是个酒囊饭袋 第一次见面就想约她去酒店 要是张得帅 她勉为其难 当吃了的外卖 结果肥头大耳大 又一身味 令人倒胃口 反正 她是怎么都不会跟这样的人结婚 再加上刚才看到的 浪漫唯美婚礼现场 柱子齐更是恨得要死 一气之下便跑了过来 柱小姐不懂也没有关系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所有事情都有迹可循 希望你之后 仍旧能如此淡定自若 李子说的别有深意 柱子齐不是下大的 这些话 如果出自别人口中 她不仅不怕 还会狠狠教训男人一顿 可是李子现在代表的 并不是她自己 她后面有文人图撑腰 站着整个文家 柱子齐后知后觉发现 从自己坐下那一刻开始 周围就有无数双眼睛 盯着她的动作 她刷得站起身 手脚僵硬 略显仓促离开 芝芝 柱子齐来找你说什么 田玲玲和薛英雪携手过来 没什么 她来给我敬酒 还挺懂事的 田玲玲知道 她能这么说 肯定是没吃亏 芝芝姐现在厉害了 柱子齐都怕你 李子微笑 她也是吓唬对方的 文人图还没跟她说 那件事情查没查到证据 不过 她相信文人图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 让这件事情过去 她不用多问 还有石桌 文总差不多回来陪你了 薛英雪朝她几眉弄眼 这么夸 李子打眼仔细看了看 发现敬酒的伴郎团 又多了几个人 怪不得 琳琳 我觉得 那个穿白色西装的小哥哥不错 小白脸 我不喜欢 那个灰色西装的可以 肌肉难 你口味好重 薛英雪转头 姐姐你觉得哪个好 李子认真思考了一回 打头敬酒的那位 最合我心意 两人一看 琪琪一了声 田玲玲望天 秀一脸狗狼 薛英雪 我要喝口酒冷静一下 第47章 婚礼结束 有些宾客将视频传到网上 不到半小时点击率 瞬间突破十几万 婚礼布置都比这个好看 网友224 楼上的真没见识 博主发出来的那个墙角百件 是明清时期的古董 价值起码上百万 墙上的那幅中欧世纪油画 拍卖行5000万打头 你告诉我 这场婚礼不奢华 有本事 把你表姐的婚礼现场视频 发出来看看 网友290 不用看 土豪重金属风 大金链子大手表 闪瞎我的眼 网友300 吃瓜钱 麻烦先做足功课再说 网友555 可惜没看到新郎新娘的正脸 网友556 别想了 这种涉及隐私的图片和视频 不会随便流出来的 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半 离子还好 一直有在吃东西和休息 宋倩和白佑同几人 一直在他身边照看着 文人图晚上略微近了几桌 其余的 让伴郎团们去 他重新洗了个澡 换了身西装 才走到离子身边 会不会累 离子拉住他的手摇头 眼神里流露出关心 我一直坐在这里 辛苦的是你 文人图低笑了声 一辈子一次的大事 他伸出大手 替离子按了按腰 温生询问 这样会不会好受点 怀着孕 久坐时常会腰酸背痛 更何况 离子肚子里还是双胎 离子有时候 脑子里会冒出各种 稀奇古怪的念头 文照 如果你要结婚的对象 不是我 你还会这么用心吗 文人图认真思考了半想 可能我不会结婚 在得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后 他便失去了成家的想法 文老爷子喜欢小孩 他甚至考虑 过去抱养一个回来 按照接班人培养 这样事情就都解决了 离子没有丝毫怀疑文人图的话语 这些日子 两人相处下来 他已经深刻了解 并且信任对方的为人 婚礼散场 并不需要他们送客 这些后面 自会有人负责 离奶奶原本打算 跟他们回四季花园 没想到 周爷爷和文老太爷 竟然认识 两人相约一起下围棋 爬山 顺带就把离奶奶 一起带回了文家老宅 离子白天休息得还不错 现在只是有一些疲惫 按下窗户 秋日的晚风吹在脸上 格外舒服 回去的路上 车子经过离子母校 今天正好的周日 外面学生三三两两 结伴走在路上 离子记得自己 以前读书时很忙 参加各种学生会 社团 离子原本以为 自己以后会选择出国 结果一毕业结婚 随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这一年来 他经历了许多 那些从前的日子 像是青春记忆里的旧照片 永远也回不去 你的母校 文人图靠过来 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离子嗡了声 见他神色疲倦 伸手帮他按了按太阳穴 文人图在他脸颊落下一吻 谢谢老婆 离子脸色微红 眸子里闪烁着水淫映的光 外面路灯投进车窗内 半是光半是阴影 车内的气氛 渐渐暧昧起来 文人图捏着他的下巴 妈撒几下 眼神深邃 带着勾人的欲望 俯下身 用力稳住烟红水润的嘴唇 两人回到四季花园 兰仪早就让佣人放好洗澡水 煮了醒酒汤 文人图喝完醒酒汤 端着兰仪做的补汤 往楼上走 灰色大床上没有离子的身影 文人图的视线转向浴室 门没有锁 女人躺在鱼缸中 闭着眼睛 沉沉睡过去 她摇摇头 有些无奈把水放掉 伸手抱起滑不溜秋的女人 不带一丝欲望 给她仔细擦拭干净 五个月 由于是龙凤胎的关系 肚子已经隆起得有些大 很多时候 荔枝站的时间不能太久 会腰痛 文人图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让经历术去买了一些 关于如何更好 照顾孕妇的书籍 那些书摆在黑色金属架子上 跟金融类的书一起 格格不入 国外某秀场 一个女子 换下 当即最新款裙子 走出示意间 瞧 老夫也说 晚上庆功宴 大家谁都不准提前走 抱歉 雷欧先生的车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金发美女有些艳险 提起价值几十万的包往外走 亲爱的 我没有时间跟你闲聊了 有空 我会请你去庄园玩 他从员工内部通道 走到停车场内 一辆闪亮的金色跑车 停在入口处 瞧 晚上的秀场 表现得很好 男人吹了个口哨 表情放荡 黑色头发 五官立体 一只手搭在车檐点了两下 典型的上流社会贵族公子哥 在男人脸上落下一吻 谢谢夸奖 老爷子晚上 心情不太好 你待会当心点 乔雅面色微僵 我明白 雷欧是M国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他同雷欧在秀场相识 起初他以为 雷欧是真的看上了自己 直到对方把他带回家 给他下药 醒来后 他见到雷欧的父亲雷里昂 才明白对方真正的用意 据说雷里昂以前有个中国情人 可惜那个女人 不跟他来国外 乔雅长得像他 才得了雷里昂的亲爱 雷里昂对他很大方 但在床上有施虐的倾向 喜欢玩花样 乔雅不介意被人包养 毕竟他一个模特赚的那点钱 都不过替家里还债 可雷梁花样太多 有些时候 他简直承受不住 手机叮的一声 是好友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向来高大英俊冷漠的男人 嘴角携一抹温柔的笑意 眼神宠溺望着眼前的小女人 司机举着话筒 闻人图先生 请问 乔雅不敢相信 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 赵哥结婚了 他语气急促 希望对方说不是 可惜事与愿违 终究要让他失望 对 雅雅 你在国外好好发展 就不要再想着他了 乔雅没有回 挂掉了电话 他一直以来的努力 顿时向着笑话 乔雅的眼神 充斥着愤怒与伤心 雷欧 你上次的提议我接受 亲爱的 你放心 等我成为家主 一定少不了 你好错 第48章 黎靖斯怀孕 黎兹第二天醒来才意识到 自己昨晚竟然累得睡着了 闻人图给自己放了婚嫁 打算带黎兹去国外 好好玩几天 处理好手头一切事情后 便带着黎兹 去了国外一座小岛 小岛是很多有钱人 喜欢来的地方 各种设施齐全 温度常年在20多度 阳光充足 白天睡到自然醒 在酒店吃个早餐 出门散步 看看美景 在沙滩上的太阳椅 躺上几个小时 晚上开车在街上多风 这边经营着不少 各国的特色餐馆 两人像普通夫妻一样 手牵手走在路上 吹着凉爽的海风 走累了 坐在长椅上休息 小岛上有一座鲜花基地 李兹经常能收到店家送的花 房间里的花瓶 都快摆不下 由于柱子齐和柱军辉的事情 导致住家损失惨重 柱青山意识到 不能再这样继续放任女儿堕落下去 不然 没有一个圈内的家族 愿意娶她 可惜柱子齐根本不懂得 她的用心良苦 杨凤因为 表面上跟那些家族的公子少爷去相亲 私底下继续怎么高兴 怎么玩 柱军辉最近又盯上了人工智能项目 正在积极地同国外公司谈合作 是要一雪前耻 文人图抱着电脑同公司里的高层 开远程会议 不远处 李兹和几个小朋友在沙滩上堆城堡 在她精心的指导下 还真的像模像样 满手沾了黏黏的沙子 小跑过来 蹭在她的身上 又趁她没反应过来跑开 文人图没有丝毫不渝 反倒嘱咐她慢点 那头开着远程视频的高层们 大气不敢喘 直到文人图指尖重新点了点键盘 继续 会议结束后 其余人全部退出视频会议 经历数继续跟文人图 汇报最近的公事 之后说起祝家 祝紫棋还是老样子 我们手上已经握有大量的视频 文总 你觉得要不要 这些视频一旦发出去 祝紫棋在整个圈子里 名声就臭了 根本没有人敢取 祝家也是因此蒙受更严重的损失 文人图向来不是个心词手软的人 可她抬头看了几眼远处笑着的女人 心头有一片对方软了下去 想到还未出事的两个小朋友 她突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报复 祝军会的事情查到了吗 已经有点眉目 但事情过去太多年 当年的人证物证很难找到 文总 还需要点时间 文人图沉吟了声 有结果马上报给我 她关掉屏幕 放下电脑往梨子的方向走去 文士集团毕竟离不开文人图 两人玩了五天 回到四季花园 李奶奶和周爷爷还没回乡下 梨子挽留两位老人 继续又在这里玩了两天 才让司机送他们离开 李金斯拿着化验报告单从医院出来 太阳照得他脸色惨白 算算日子 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周鸿鸣的 上次他和李母去了酒店 结果被人一闷滚敲晕 醒来后面前摆放着一份 断绝亲子关系的说明书 男人戴着眼睛 嘶嘶闻闻 说出口的话 稀里无情 李子女士已经和两位断绝亲人关系 这是你们亲自签下的同意书 男人一句话 说得两人发猛 你胡说 我才没签过字 金秘书声音跟机器人一样 毫无感情 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老板讲了 看在李子小姐的面上 不会为难你们 卡里有三百万 拿着他以后不要出现在李小姐面前 否则 文家的实力和手段 相比李金斯小姐 比其他人更清楚 李金斯之前在文士集团 偶然见过金秘书一次 当时听身边的同事 说他年薪和股票加起来上千万 试闻是许多女孩子想嫁的人 当时李金斯没有想到过 有一天 他们会如此近距离交谈 只不过 一个是高高在上 冷漠不屑的通知 一个是无力被动地接受 李金斯再不甘心 当下也不敢说什么 豪门内里手段多 他跟了傅明线这么久 听他提起过一些事情 万一让他们来个无声无息消失 是很简单的事情 拿着三百万 他和李母两人被送回了小区 李母还很高兴 思思 你的这个姐夫出手比明线大方 傅明线给的东西 全部是他自己名下的财产 像之前那样 想收回去 就能立刻收回去 这钱可是真真实实 攥在手里能花的 李金斯望着母亲 一脸的得意 无比烦躁 他根本意识不到文家代表着什么 李子以后 过的是什么豪门贵妇生活 三百万 可能只是人家随手送出去一样礼物的钱 想到这里他极度的发疯 手机铃声响起 李子回神 见到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时有点慌乱 明线哥 我在外面 他招手拦了辆出租车 握住手机带上门坐进去 好 我去饭店等你 李子肚子越来越大 需要的营养也越来越多 好在他最近孕吐反应不明显 吃得进去 文老爷子 老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医院 和后续专业的调养人员 怕他去做产检路上奔波 干脆直接让医生上门 文太太 孩子很健康 您可以放心 建议有空多走走 有助于后续生产 谢谢医生 蓝姨扶着李子起身 不客气 有事及时联系我 先走了 蓝姨下去送医生 李子下了床 给文人图发了个信息 随后 拿起沙发上的毛线 继续织帽子 他最近在网上跟人学的 孩子预产期 大约在初冬 刚好能用得上 李子心灵手巧 看了几遍就会 男孩子的那个已经完成 女孩子的这个打算 只好看点 多加些图案 所以更慢 文总 国外的雷势集团 想要跟我们谈 关于人工智能的合作 上次助少去接触过 但对方觉得 助家影响力不够大 拒绝了 经历数说完 等待文人图的回复 文人图对于人工智能 这块确实想要踏足 国内的技术 远远没有国外先进 他如果想要做 肯定是要找家靠谱的 公司合作 但他的首选 并不是雷势 这件事情不急 你先去查查 雷势这几年的经营状况 以及家族内部之间的关系 好的 文总 我这就去 第49章 傅明县不想要 思思 你不是最喜欢吃鱼吗 怎么今晚没见你冻块 傅明县贴心地 夹了块鱼肉 到他碗里 两人单独开了一个包厢 毕竟他们的关系 不能被其他人看见 黎静思压着涌上来的恶心 放进口中 结果下一秒 直接吐到了桌面上 是不是最近天气冷受了凉 作为一个情人 傅明县在金钱上 没有亏待过黎静思 在感情上 也是颇为关心照顾 黎静思最近总在想 为什么傅明县可以娶黎姿 为什么不能娶自己呢 他知道 王慧如想要抱孙子的愿望 眼下他有了孩子 傅明县应该会非常高兴 黎静思喝了几口水缓解后 从包里拿出一张报告 单摆在他的面前 明县哥 我怀孕了 他静静等待对面男人 露出欣喜的表情 傅明县注视着那张报告单良久 思思 你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 要是被何家知道 公司会立马完蛋 这个孩子不能留 黎静思脸上的喜色 褪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惊恶和受伤 傅明县意识到 自己说话太绝情 立马握住他的手温声道 思思 我们还年轻 孩子可以再要 但眼下他出现的时机不对 等我把公司再弄好一些 稳定了 就跟何彩仪离婚娶你 黎静思垂下眼 如果姐姐之前怀的是你的孩子 口而出 黎静思放在底下的手 紧紧揪住一群 眼底浮现失望 嘲弄之色 此时此刻 他忽然明白 即便他从黎姿身边 把这个男人抢过来 可他终究不属于自己 傅明县最爱的是黎姿 在他心里 自己永远比不上黎姿 思思 我不想自己的孩子 被别人叫成私生子 见黎静思沉默不说话 傅明县出言安抚 黎静思抬头笑了笑 我才刚毕业 还没好好玩过 也不想这么早生孩子 傅明县松了口气 等你把他处理掉 我给你转十万 找个地方好好玩阵子 上次文人图给了他们家三百万 对比之下 显得格外寒陈 想到这里 黎静思又暗恨 为什么黎姿的命那么好 傅明县还觉得自己出手大方 明县哥 你对我真好 傻丫头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 原本黎静思并不太确定 孩子是谁的 还在犹豫要不要留下 眼下傅明县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他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 他换条路 王慧如那么想要抱孙子 他不信对方知道了 不会高兴地疯掉 中秋节这天 兰姨把前几天 准备好的食材拿出来 合成馅饼 文老爷子和周爷爷 在书房下棋 李奶奶带着草帽 在花园里修剪花草 李子闲得没事 和兰姨一起将食物 放在花园的石桌上 他没有做过月饼 兰姨便亲手教他 怎么放进模具 怎么弄出好看的形状 文人图回来时 从车窗见到他的背影 让司机将车停下来 兰姨是正面对着的 看见文人图 惠心一笑 转身走开了 李子专注做好一个月饼 兰姨 你看我的月饼好看吗 一抬头 发现对面没人 好看 考好了 让人摆起来当古董 男人音色很特别 低沉带着大提琴的雌性 李子惊喜回神 你怎么提前下班了 因为要做月饼 他把头发扎了个高马尾 白净的额头 肌肤光滑 光看脸会以为他 还是大学生 兰姨一直给他调理身体 即便肚子里有两个孩子 他的状态 却比之前怀孕初期要好 文老爷子 请了个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住家 每天负责给他做检查 随时关注他的情况 文人图拉过椅子 将他一把抱起 放到自己腿上 早点回来 陪你和孩子过节 说着 轻腻地蹭了蹭他的脸颊 胡子扎在脸上有点痒 李子下意识往后躲 我要告诉你们人事 老板不敬业 以前翘班 小没良心 文人图捏了捏他的脸 面上净是宠命 李子抱着他的脸 重重用力轻了一口 开玩笑的 我可开心了 文人图叹了口气 不够 什么 下一秒 他被文人图按住脖子 炙热滚烫的气息扑面而来 密不透风地 吻轻的他晕头转向 毛子泛着水光直喘气 白嫩的脚丫上 两只拖鞋 全部掉在了地上 文人图微弯腰 捡起拖鞋替他穿好 最近天气多变 别感冒了 李子轻哼一声 揽着他的脖子 晃了晃腿 知道了 结婚以后 他反而越来越活泼 时常跟文人图撒娇 跟个小姑娘似的 李奶奶都说 他太宠着李子了 文人图觉得 这样挺好 他心爱的人 就该无忧无虑 在他的语意下过 自由简单纯粹的生活 玲玲他们 明天要出海玩 我想一起去 李子期待地看着他 海风太大 吹多了容易头晕 文人图将他掉落在耳边的头发 唠叨后跟 可是我听想去的 李子抱着他的脖子 将脸贴上去 蹭了又蹭 求求你了 让我去玩吧 文人图最受不了他撒娇 想来冷硬的脸上 满是无奈和柔情 行 去可以 但穿后点 不能吹太久风 李子高兴地在他嘴唇上 用力亲了好几口 谢谢赵哥 又乱叫 文人图低笑 托文人图的福 李子从头到尾 只做了一个月饼 最后是兰姨和李奶奶两人 将月饼制作完成 晚上 宋倩打电话来 赵哥 我给你问到了 明天师哥那边有空 你过去直接做检查 嗯 谢了 客气 宋倩笑得狡猾 赵哥 我们实验室下半年 打算研发一款新的药物 投资人还没找到 你看能不能慷慨解囊一下 要多少 你明天跟金历数说 文人图答应得爽快 赵哥豪气 那我就不打扰 您和嫂子的美好时光 文人图回到卧室时 李子还没睡 正在给肚子里的孩子 听早叫音乐 忙好了 李子偏头打了个哈欠 嗯 困了先睡 不用等我 文人图解开袖口放到一旁 李子点头 把平板丢到一边 整个人滑进被子里 明天还要出去玩 确实应该早点睡 文人图无声笑 抬手揉了揉 他的脑袋 转身去了浴室 第五十章 乔雅回国 自知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 薛英雪穿着蓝色性感泳衣 站在甲板上冲 李子招手 不好意思 睡过头了 大概是怀着两个小家伙的原因 他尤其试睡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后 十几个小时都在睡觉 蓝衣搀扶着他上了游艇 身后几位保镖跟着上来 昨晚你们中秋节怎么过的 薛英雪问几人 田玲玲 不想看到那一家三口虚伪的脸 我去外祖家过的 现在他同李子和古梁红玉玩得好 家里后妈不敢惹他 父亲对他的态度 更是来了个180度转弯 家里的下人更是随叫随到 隔从前 这种待遇 他想都不敢想 不过田玲玲并没有觉得多快乐 古梁红玉鼻子 夹着宽大的黑色墨镜 戴着白色棒球帽 红色泳衣穿在他身上 明念勾人 一脸不爽 酒店吃的 李子打开蓝衣手里的篮子 请你们吃月饼 他带了四个 每人分了一个 薛英雪惊叹 捏着兔子造型的月饼 吱吱 你自己做的 李子不好意思 他总共做了一个 被文人图吃了 奶奶和蓝衣做的 我还给你们带了滋补的汤 待会一起喝点 古梁红玉 躺在椅子上没有动 我不喜欢吃月饼 田玲玲眼珠子一转 那就我吃好了 正好我没吃早餐 放下 古梁红玉冷声 田玲玲择了声 嘴里嘟囔 你又不吃 手却乖乖 把月饼放了回去 李子抿着唇 同薛英雪对视一眼 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相同的笑意 薛英雪和田玲玲 抓着绳子 在底下玩冲了 古梁红玉喝着饮料 躺在甲板上边 做日光玉 看国外电影 李子坐在靠边的位置上 吹着风 拍照发给文人图 他其实就想出来散散心 每天待在别墅里面 闷得慌 文人图从实验室出来后 脱下无菌服 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 检查结果 基本没什么问题 之前残留在你身体的毒素 已经清楚得差不多了 文先生 方便的话 可以提供下您这几年服用的药物 我们研究一下 要是其他实验室给的 我要问问 其实文人图之前 便打算去国外重新做了检查 一直忙着没时间 他的药 全部是师兄托人从国外拿的 没有名字 具体成分 他更不清楚 文人图完全是相信他的师兄 瞧 希望你能尽快履行自己的承诺 放心 今晚你等着我的好消息 乔雅穿着当季最新款 集西连衣裙 外面穿了件毛钉皮衣外套 雷欧半个身子 往后伸长手拿过一个盒子 什么东西 乔雅打开来 一条红色性感内衣 静静躺在盒子底部 布料少得可怜 送你的礼物 我那父亲必定会喜欢 雷欧杨眉 立体的五官 浅灰色毛子 露出某种恶趣味 乔雅才不管雷里昂会不会喜欢 但考虑到今晚的计划 还是收下了盒子 就让那死老头 最后高兴一晚 雷欧秘密从实验室 拿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 乔雅只需要在事后 将这些药 放入红酒端 给雷里昂喝 之所以选中乔雅 完全是因为雷里昂生性多疑 除贴身管家外 其余人很难接触到他的饮食 包括雷氏五兄弟 雷欧作为老爷子最宠爱的孩子 也不例外 乔雅不一样 他有一张酷似雷里昂初恋情人的脸 两人这样的关系 已经维持了好几年 雷里昂对他不说 完全放下戒心 也只保留了二三分警惕 古老典雅的欧式大床上 女人双手被布条绑着 全身上下 没有穿任何衣物 像奴隶像畜生一样 匍匐跪在床上 由于身后不停顶撞的力道 致使他的额头 撞击在床头 浮现一片红肿 粗重的喘息声 夹杂着女人高昂难耐的喊叫 完事后 管家进来 给乔雅松绑 雷里昂躺在床上抽着雪茄 根本不看他一眼 这是一个头发花白 身形却不显枯瘦的老人 乔雅大汗淋漓 腿脚绵软 勉强扶着旁边的墙壁下床 他从酒柜里拿了瓶酒 倒在高脚杯内 趁身后人不注意时 从牙齿里面 扣出一粒白色的东西丢进去 眨眼便溶进了酒里 乔雅看着老人喝下红酒 才倾起红唇开口 昂 非常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 怎么 瞧你找到比我更好的下家了 老人一双锐利的眸子紧盯着他 乔雅明白 如果他要从雷里昂身边离开 那只能是一具尸体 他唇角勾起一抹微笑 不 没有人比你更大方 我今天去教堂诵经祷告 上帝让我感谢你 话音落 老人脸色缓和 露出一个宠爱的笑 今晚留在这里过夜吗 不了 我明天还有场秀 凌晨五点 管家按时上去 准备伺候雷里昂洗漱 走到床檐 却发现他睁着眼睛 直婷婷躺在床上 乔雅收到消息时 人已经在等候大厅 请飞往华国的乘客到一号 广播里 声音甜美的女生喊 中午十二点 飞机落地 乔小姐 我是辉煌娱乐公司的经纪人 以后希望 咱们俩合作愉快 乔雅点头 无视他伸过来的手 脚碰了碰行李箱 经纪人尴尬一笑 训斥后面的人 小黄 还不快去帮乔小姐拿行李 眉眼力见 文人图刚到公司 收到来自国外的号码 阿赵 雷俩死了 现在是雷欧掌权 这个人表面花花公子 实则是个狠角色 他四个哥哥 驱逐出境了两个 一个被抓进局里 一个爆出丑闻 唯独他吞了哥哥们的股份后 顺利继承雷氏家族 好 我明白 文人图半磕着烟 只肩捏着一个 有点丑的陶瓷小人 这是离子上次 去田林林工作试完 随便做了几个 带回来被他放在 低调奢华的办公室内 格格不入 不过突兀的东西 远不止这一个 师兄 今天有人跟我打听 你给的药 文人图给那边实验室投资 他们给自己做检查 是互相得利的事情 至于那边想要药物的配方 文人图没有义务提供 不给 这药我还没弄明白 留到市面上会很麻烦 行 什么时候回来 你干儿子干女儿快出生了 文人图点开 离子发过来的图片放大 差不多了 等我治好这边一个美妇人 立即回 第五十一章设计 白又彤给离子发了个招商简介 子子 我老家准备开发 你有没有打算 开个店什么的 离子想到 离奶奶说的 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待久了 反而更喜欢往农村跑 抓鸡 摘菜对于他们 来说都是一种乐趣 他之前看到过 有人做农家乐 这个产业 感觉有前景 不过他自己手上 可用的资金不多 跟文人图说 他肯定会支持 离子有顾虑 他想自己做出点事情在讲 你想投资什么 冷不丁身后一个声音冒出来 是还没下水的古良红玉 我想投资一个农家乐 好玩吗 好玩的话带上我 古良红玉抱着胳膊 反正他回国后 整天没事干 离子正丑手上前不够 没想到 金主立马就出现了 他笑眯眯道 可以 等我跟朋友合计一下怎么做 出份计划书 古良红玉不在意 反正他那些钱 除了买包买衣服 也没什么用 搞点投资玩玩 说不定他老爸觉得自己 终于干点正经 是会多给他些钱 红玉 太阳太晒了 你坐进来躲躲 离子现在看古良红玉 跟看财神爷一样 你干嘛这么殷勤 古良红玉往甲板那边去 我要放个游艇笑玩 过了会 他又走回来 拿起那块月饼 放进嘴里 看在你亲自拿过来的面子上尝尝 离子拖着下巴 望着女人妖娆的背影 嘴角微微上扬 难移 红玉还挺可爱的 田玲玲她她们 玩累了 爬上来休息 芝芝 你肚子里的宝宝 什么时候出生 男孩女孩 薛颖雪突然想起来问 圈子里的人 向来不忌讳这些 早点知道性别 反而更能够做准备 文家原本是不打算对外宣传的 不过跟他们几个说 好像没什么 是龙凤胎 两人奇奇震惊 哇 一胎解决 太幸福了 现在的女孩子都明白 生产对于女人的伤害和疼痛 即便这些小姐们 拥有最好的医生和医疗资源 但想到躺在产房内 跟杀猪一般任人宰割 以及那冰凉的手术刀 划过身体的感觉 便不寒而栗 那你现在有态度吗 偶尔有 黎姿觉得是哥哥 妹妹太安静了 一直躲在哥哥身后不出来 两人还年轻 不想这么早生孩子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 还挺感兴趣 围着黎姿问了很多问题 黎靖斯生理孕吐反应 实在是重 根本上不了班 只能借口要照顾父亲 请了一个礼拜的兵驾 周红颜打电话给他 思思 伯父身体好点了吗 其实周红颜是个不错的男人 婚后肯定过得不错 学长 很抱歉 又给您添麻烦了 黎靖斯对周红颜说话 向来是小鸟依人 柔柔弱弱的态度 这有什么 你安心在家照顾伯父 有什么问题 我能帮他上忙 尽管打给我 黎姿斯看见咖啡店门口 进来的身影 立即对电话那头道 学长 我要去做饭了 思思还会做饭啊 真是能敢 那你去吧 改天有机会看看 能不能尝尝你的手艺 王慧如每周下午不定时 会跟朋友来 这家咖啡店对面的会所打牌 黎靖斯已经在这守了好几天 他匆忙敷衍了几句 挂掉电话 结账后往会所跑 洗手间内 黎靖斯从镜子里 见到王慧如进来的身影 对着手机道 明线哥 我已经约好了医生 明天去把孩子打掉 王慧如原本没怎么注意 听他提起傅明线的名字 顿时转头看过去 孩子 什么孩子 王慧如抓着他的胳膊 把人掰过来 黎靖斯神色慌乱 阿姨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王慧如见他表情 更觉得事情不对 手上加重了力道抓着他 回答我的问题 阿姨 你听错了 没有什么孩子 王慧如一把抢过他的手机 没有锁评 重新点开那句录音 寂静的洗手间 那句话听得格外清楚 黎靖斯动作飞快 抢回手机 阿姨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王慧如却拦住他 把话说清楚 不然今天别想出这个门 阿姨 我答应了明线哥 真的不能说 王慧如想到赴明线如今的身份 你要是不说 我就去找你父母 不要 阿姨 我求求你别告诉他们 我妈会气出病来的 王慧如说 也是半真半假 威胁黎靖斯而已 果然 一个小姑娘 吓唬两句就不行了 阿姨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明线哥的 王慧如 没有像之前一样狂喜 经历过一次 他保持怀疑的态度 你肚子里孩子 真的是明线的 阿姨 你刚才看见了我们的聊天记录 再不幸的话 你可以自己 去问明线哥 黎靖斯红着眼睛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您放心 这个孩子不会留下的 我已经约好了医生 明天做手术 如果黎靖斯一味地 拿孩子说是做妖邪 王慧如肯定大怒 不相信他 可他这招以退为进 确实是高 这件事情不急 好歹是一条生命 怎么能说打就打 你让我好好想想 黎靖斯迟疑 可是孩子留下来 和家那边 肯定有意见 会不会影响到明线哥 他话里话外 全部是为赴明线着想 不让他们知道不就行了 王慧如拉住他的手拍了拍 你还年轻 不知道这种事情 对于女人身体的危害 两人走后 好一个附名线 在他们面前装的人母狗样 背地里和其他女人搞上 还有王慧如 这个死不要脸的老女人 他气得脸色铁青 乔雅回国后 联系了昔日的好友 祝军辉 住家旗下 设计了不少产业 其中就有娱乐公司 乔雅这几年在国外 得益于雷氏家族的资源 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在国外名气不小 还曾参加过 某密模特秀场 他提出要回国发展 并且 迁进驻市底下的 辉煌娱乐公司 第52章乔雅 正式公开露面 你要是上个月回来 还能赶上文人图的婚礼 两人见面的地方 在辉煌娱乐公司 32层内 他指尖赚着红酒杯 面色沉了沉 是啊 要是早些回来就好了 乔雅穿着白色西装 里面黑色吊带裙 凸显出他高挑的身材 冷艳红唇 眼影浓重 像条危险的美女蛇 祝军辉喜欢美人 起身 指尖搭在他的肩膀上 暧昧游走 祝绍 咱俩可是合作关系 你确定要跟我发展这种关系 怎么 不行 行 祝绍打算付什么价钱 祝军辉挑眉 雅雅 咱们俩谈钱伤感情 可是 谈感情伤钱哦 乔雅血红的指甲 在他脖梗处轻轻滑动 如黏腻的毒蛇般 让人不寒而栗 祝军辉背后寒毛微数 只起身拉开距离 开个玩笑 李子说干就干 拉着白又桐 两人策划方案 势必要将农家乐搞起来 因为要瞒着文人图 两人总是掐着他回来地点 把资料收好 白又桐放下杯子起身 吱吱 我先走了 文总 回见 文人图把公文包递给佣人 脱下西装 我让司机送你 不用 我自己开了车 李子撑着腰 慢慢走过来 嘱咐道 看天气 可能要下雨了 你回去开车慢点 白又桐比了个OK的手势 最近彤彤店里不忙吗 文人图懒过自家小妻子 动作轻柔 摸了摸她的肚子 我在家闲得慌 让彤彤过来陪我聊天 李子替她将领带解下来 点起脚尖 亲了下她的脸 文人图深邃的眸中 泛起丝丝柔情 她终于明白 那些结了婚的男人 为什么归心四见 李子今天穿了件淡蓝色的孕妇裙 天气冷啊 外面套了件米色毛衣 怀孕以来 她除了肚子变大外 其他基本没什么影响 小家伙有没有闹你 有 李子重重点头 唇角泛起温柔的笑意 医生说 大概快要生产 连妹妹偶尔都会动两下 因为一开始查出来的是男孩 后面才发现 还有个女孩 他们便一直把男孩叫做哥哥 女孩叫做妹妹 文人图有些遗憾 她只感受过一次胎动 我先上去处理点宫事 待会吃饭你 让人来叫我 文老爷子正好从外面进来 瞧见自家孙子不渝的神情问道 她怎么了 李子查有些好笑 我跟她说 妹妹现在偶尔会动两下 文老爷子顿时明白过来 不由得感叹 自从李子出现后 自家孙子变得有生气多了 李子还有几个月即将临盆 原本是不意外出走动 但曾家老太太九十大寿 又是文人图的外祖母 李子觉得还是得去一下 这段日子 她每天晚上侧我 翻身都相当困难 经常需要文人图帮忙 原本兰姨提议她和李子睡 方便照顾 文人图拒绝了 兰姨给李子准备条宽松的深紫色裙子 她皮肤白 加上怀孕后 雌性激素分泌胸部变大 身材变得更加好 头发随意弄成了自然微卷的弧度 整个人美得浑然天成 到达增加别墅后 两人从门口走进去 宛如一对碧人 吸引了在场所有的目光 外祖母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李子微笑道 老人家这么大年纪 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了 拉着李子的手不放 好君的小姑娘 嫁给我家赵哥做老婆 旁边旧母孙吟笑道 老太太 她就是赵哥新娶的媳妇 老太太压根没听 君是君 就是肚子太胖 对 简简 赵哥不喜欢小胖子 围在周围的几人 奇奇大笑 李子不好意思低下头 脖子都红了 文人图咳了声 舅妈 我带滋滋去那边休息会 孙吟摆手 去吧 赶紧去坐着 你们能来 已经很惊喜了 今晚生日宴会 来得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兰姨不方便跟随 文人图带着李子 找了个角落坐下 累不累 需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来之前 兰姨生怕外面的食物 不合她口味 特地炖了一碗燕窝 让她吃完 不用 你要是有事去忙 我自己坐在这里玩会手机 李子很贴心 她明白 以文人图的身份 不可能一晚上陪着自己 文人图 要去跟几个长辈打下招呼 那你别到处走 有事喊我 她怀着运 确实不适合走动 万一磕着碰着 实在不好说 李子最近一直在看 别人的农家乐运营模式 学习得很认真 门口传了一阵 不大不小的喧哗 她跟随着众人 是视线看过去 女人一袭 银色鱼尾裙 前胸开插到三分之二处 背部直接露到腰间 这种设计 不是身材好 气场强大的女人 根本压不住 是乔雅 她不是在国外吗 你不知道 她刚签了辉煌娱乐 祝军辉打算力捧她 她在国外 不是发展得很好 文绍都结婚了 她回国来干什么 也不一定是为了文绍 兴许觉得 国内的机会更多 李子坐在沙发上 两位名员从侧边走来 眼神盯着门口 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否则 李子觉得 他们不会 讨论得这么起劲 我记得当初乔家 没有罗拜时 乔雅还和文绍 订了娃娃亲 可惜这么多年 物是人非 你说他们两个 还会不会 互相惦记着对方 说不清 当年乔家出事 要不是文绍乔雅 不可能好好的出国 听说当年为了她 文绍吃了不少苦 李子的垂着眼 视线望着门口 那位气质高贵 仿佛女神降临般 一举一动 透着股优雅自信 心好似 被针扎了下 有点疼 她很漂亮吧 柱子齐在旁边坐下 有些幸灾乐祸到 她可是跟赵哥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算是彼此的初恋 李子沉默没有吭声 柱子齐瞥她一眼 你说赵哥刚结婚 她就马不停蹄 回国是为什么 李子自然听得出 她语气里的煽风点火 可心里还是酸的冒泡 想到文人图平日里 对自己的温柔 曾经给过别人 眼眶便有点发热 第53章 北泼红酒 你不用特意过来挑拨离间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相信文照 李子还是很理智的 这样的场合 两人的一言一行 都会落在众人眼底 柱子齐脸上挂着讥讽的笑 阴阳怪气道 不愧是文夫人 杜亮就是比我们这些大 她没想到 对方这么能沉得住气 乔雅跟我可不一样 文人图心底有她的位置 两人说话时 乔雅端着酒杯 走到文人图身旁 文人图的表情 在见到她时 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 李子看得出来 赵哥 恭喜你结婚 怎么不给我发邀请函 乔雅旁若无人 直勾勾盯着她 文人图先前便扫见了她 还挺惊讶 她曾经说过 再也不想踏足这片土地 乔雅回国的事情 没几个人知道 文人图最近忙着公司的时候 更是没空 她想要把后面的时间留出来 好好赔李子生产 怕你忙 文人图说得轻描淡写 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还不错 赚点小钱够吃喝 自从乔家败落后 欠了一大笔债 乔雅是躲到国外去的 有些难缠的债主 找人在国外堵她 那年要不是碰上雷欧 她估计要被卖到会所 去当公主 文人图明白 以乔雅的心高气傲 如果不是在国外混得还行 是不可能回来 挺好的 乔雅勾传一笑 胳膊搭上她的肩膀 跟你文是总裁 自然是不能抵 文人图下意识 往李子所在的方向看去 李子赶紧低下头 假装看手机 脑子里乱糟糟的 连打了什么字都没看清 就发了出去 白又童连回好几个问号 朱子齐吃笑 看见了吧 人乔雅 是正经的大家千金 要不是乔雅破产 他们俩早结婚了 她上下鄙夷 扫了李子几眼 哪里还轮得到 你这个离婚的气负 李子脸色一寸寸发白 只见现在手心生疼 她没想到 朱子齐竟然调查自己 这是她最不愿意 提起的一段往事 傅明献带给她的背叛和屈辱 曾经一度 让李子对人生绝望 可以说 傅明献毁了 她对爱情 婚姻所有的向往 信任一旦崩塌 便很难再见李 李子心里对于感情 已经不抱有多大希望 可文人图先前的一举一动 都在让她一步步沦陷 她突然意识到 文人图不知不觉 早已经捕获了她的心 朱小姐 你说话如此刻薄 不尊重人 没有半点礼貌涵养 怪不得您父亲 要赶快把你嫁出去 李子不是软柿子 被人这样指着鼻子说 还不反击 岂不是太懦弱 田玲玲自从和柱子齐打了一架 和她有关的糗事 绝对会第一时间 分享到群里吃瓜 包括筑青山 急着把她嫁出去脱手 文人图往后退了半步 要不是乔雅胳膊收得快 恐怕要当众摔倒出丑 抱歉 我现在是有家事的人 需要避嫌 文人图神色很淡 乔雅眼珠子转了转 嫂子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 只是聊个天而已 跟她无关 她现在怀着欲 我不想让她多想 乔雅遮住眼底的极度 轻笑一声 赵哥什么时候这么贴心照顾人 当然是遇见嫂子之后了 古梁丛生诗诗然走过来 笑得风流倜傥 雅雅 好久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乔雅微微站直了身体 丛生 你和渊渊现在怎么样了 古梁丛生的神情 瞬间变得不自然起来 难为你还记得 我和渊渊早分了 乔雅故作吃惊地捂着嘴巴 可惜了 我记得 你当时挺喜欢她来着 这么多年过去 果然物是人非 古梁丛生不知道 她想表达什么 但用自己做法子 真令人不开心 红玉有一句话没说错 乔雅心机够深 文人图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已经转身离开 往黎子的方向走 柱子齐知道 最近圈子里都在传她的事情 父亲的做法 让她被一众豪门千金耻笑 可私底下传是一回事 放在明面上说 又是另一回事 柱子齐直接把手中的红酒 泼了过去 黎子没想到她这么疯 众目睽睽之下 还敢动手 没有防备 冰凉的红酒 从头顶顺着发丝流到衣裙里面 周围各种异样打亮的目光 窃窃私语 她呆愣愣坐在原地 脑子里一片混沌 惊恶 羞恼 气氛 不知所措 还有更多的是难过 她闭了闭眼 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或许今天不该来的 柱子齐 你在干什么 一声利和 让柱子齐浑身一颤 赵哥 我 话没说完 文人图随手 从服务员托盘里 拿了瓶刚打开的红酒 抬手全部浇在柱子齐头上 场内传来几道 不大不小的惊呼声 这孩子 怎么气性还是这么大 孙英无奈 正要过去 被自家丈夫拦住 自己的老婆都护不住 还能干什么 先别管让她自己处理 大约知道妻子想什么 又道 放心 她有分寸 孙英一想也是 新妇到外祖母舅舅家 参加生日宴会 结果 搞得一身狼狈回去 闻老爷子 怕是会发火 怪不得柱青山 想把她嫁出去 到别人家做客 还这么没规矩 以后 我们家的宴会 还是别请没教养的人 真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这个柱子齐走啊 哪鸡飞狗跳 柱子齐下意识想要躲 想清楚了 敢躲明天会有什么等着你 闻人图面色阴沉得可怕 才这么会功夫 就有人在她眼皮子底下 欺负离子 这些人 真当她死的 古良丛生暗暗摇头 把这一幕拍下来 发到群里 火酒见 赵哥一怒冲冠魏红颜 身世风度都不要了 乔雅不太赞同 赵哥这样做 有些过了吧 好歹子齐是个女孩子 古良丛生收起手机 淡淡道 嫂子也是女孩子 还怀着身孕 乔雅面色一僵 我的意思是 子齐性子大家清楚 可能就是太冲动了 古良丛生翻了个白眼 毫不可浅 等我哪天冲动泼你一杯红酒 你别生气 这个女人 到底有什么手段 让大家全向着她 乔雅眼底一片阴霾 第五十四张闹矛盾 柱子齐哭着从大厅跑了出去 没有人敢过去安慰 闻人图怒火中烧 正气头上 指不定这把火会烧到自己头上 没有人会傻的 现在过去烫这个浑水 吃力不讨好 乔雅是个聪明人 刚回国 正是需要跟各方打好交道 更不可能过去做这种事情 而且在她的心里 柱子齐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凡是摆在明面上 便少了许多可实行的空间 柱绍 不去看看你妹妹 丢人现眼的东西 随她去 柱君辉平日里该说的 已经跟柱子齐 重复了很多遍 没想到她做事之前 还是仍然不动脑子 在别人主家地盘上 动主家的人 不过闻人图 这么打住家的人 她记下了 梨子用纸巾擦着身上的红酒 纸巾一张张 被红色液体浸湿 她的心 似乎也像这些纸巾一样 泛起潮意 抱歉 是我没有及时过来 闻人图想要帮她擦拭 手却碰了个空 她在半空中停顿半上 默默收回 梨子往后躲开了 她伸过来的手 抿了抿唇 扶着肚子 小心翼翼站起来 我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闻人图注视着她的神情 梨子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冷漠 冰凉 从她身边走过 根本不看她一眼 闻人图的心 好似被人用力砸了一圈 有点疼 古梁重生过来安慰她 孕妇情绪本就不好 再加上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任谁都不会开心 招哥 你别跟嫂子置气 女人是要多哄哄 她话还没说完 闻人图已经走了 招哥 你去哪 我让舅妈过去看看 梨子去的是女厕所 她不方便进去 其实不用她讲 孙莹已经在半路 拉住了梨子 将人往楼上带 那个柱子齐 真是没教养 打架完男人 撒泼 不知道柱家 到底是怎么教育女儿的 子子 你别生气 这件事情没完 梨子摇头 她其实并没有很气愤 身份地位不同罢了 如果换作 是其他千金小姐 柱子齐必定不敢在 众目睽睽之下 这么羞辱对方 只因她是一个 没有身份背景的普通人 梨子猛然意识到 即便 她嫁给了文人图 这些人在心底 依旧瞧不起自己 觉得她不过是 凭着孩子上位 别有心机的女人 舅妈 谢谢您 我自己收拾就好 你下去招待客人吧 孙莹和梨子 毕竟不是很熟 行 有事让人叫我 小心着点 梨子轻轻应了声 苍白的小脸 显出几分柔弱可怜 结婚时 梨子这边 只请了一个奶奶 文人图没有明说 大家便猜测 她是个孤女 也是个可怜人 梨子背靠着门 发了好一会呆 才拿着干毛巾去浴室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 又站了多久 滋滋 我们回去吧 文人图语气放得很轻 像是生怕惊扰了什么 惹她不开心 梨子默然鼻头一酸 她其实特别想 冲进她的怀里 跟她撒娇 寻求安慰 可只要一想到 她现在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只是因为责任 而她曾经那样 真切地喜欢过别人 心变密密麻麻地疼 我自己回去就好 外祖母生日 你在这里多陪陪老人家 文人图听出她话里的抗拒 视线落在她身上 脸色沉得可怕 紧紧一瞬 她又收起了那种神情 恢复成默然 我叫人送你 她的声音 跟着没有情绪起伏 梨子心口一抽 整个人更加难受 她低着头 紧明嘴唇 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 文人图见她没有拒绝 心里倒松了口气 不然她还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赵哥 嫂子回去了 文人图从来没觉得 古良丛生这么烦人 怎么哪都有她 嗯 她身子重 早点回去休息 文人图刚才 已经和舅舅 舅妈打过招呼 两人表示理解 今天这事 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不知道柱子齐发什么疯 梨子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她自己要过去 还扑人一连九 古良丛生择了声 赵哥 女人都是很小心眼的 尤其是 刚才还受了委屈 你应该跟她一起回去才对 不然秋后算账 床都不让你睡 文人图觉得 梨子不是那样是小性子的人 听老弟一句劝 早点回去 古良丛生拍了拍她的肩膀 文人图心里烦躁 冷冰冰的眼神扫过去 转头去四季花园 她今晚不想见到文人图 更不想跟她躺在同一张床上 等文人图帮舅舅 送完最后一批客人后 回到家 打开卧室门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她叫来值班的庸人 邵夫人没有回来吗 没有 邵夫人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吗 刹那间 文人图脑袋里 想了许多种 梨子遭遇危险的可能 口袋里手机事实响起 是司机 文总 邵奶奶在四季花园 文人图长舒口气 抬手揉了揉额脚 略显疲惫 对庸人摆手 你去休息吧 梨子洗完澡 上床翻来覆去 睡不着 拿出手机放了一部电影 不知不觉中 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睡到半夜时 突然闻到熟悉的气息 她下意识转身 将脑袋埋进她的怀里 随后意识到不对劲 身子僵硬着 文人图知道 她醒来了 并且想要退出她的怀抱 她微微用力抱紧了她 吱吱 现在是半夜两点 不要闹脾气了 睡觉好不好 她觉得自己是在闹脾气 离子有点想笑 又有点难过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跟自己 提过乔雅一个字 是觉得没必要 还是觉得 她知不知道无所谓 放开 她的声音 沉闷而又坚定 文人图没有动 离子使劲挣扎了几下 完全动弹不得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距 为什么 她要这样对待自己 明明她都躲到四季花园来了 她还想怎么样 离子又饿又困又难受 忍不住悲从中来 眼泪冲出眼眶 第55章 柱子齐的丑闻 一滴冰凉的液体 砸到手背上 烫得惊人 文人图恍惚几秒反应过来 离子哭了 迅速收回手 离子趁机翻过身 背对着她 默默睁着眼睛流泪 抱歉 是我失控了 懊恼 悔恨 各种乱七八糟的情绪 在心里翻腾 文人图意识到 自己失控了 她在文家老宅洗过澡后 明明身体很疲惫 可旁边空荡荡的 好似心也跟着空了下去 终于 她忍无可忍起翻身下床 拿起车钥匙 驱车来到四季花园 文人图没有开灯 小心翼翼走到床前 见到那个埋在被子里的 娇小人影 整颗心才安定下来 可她没想到 离子会醒来 而且看样子还在生气 房内 响起嘻嘻嘻嘻的穿一声 我去隔壁客房睡 有事喊我 离子现在的情况 离不开人 文人图不放心 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 离子隔天醒来 下楼见到兰姨 正在插花 夫人醒了 锅里有红枣糯米粥 我去点你盛上来 不用问 肯定是文人图叫她过来的 离子小脸苍白 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 连走路的步伐 虚浮无力 吃力地拉开椅子 兰姨看得有些心疼 她好不容易才把 离子的身体调理好 女人再怎么样 还是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的情况 最不能伤神 离子听得泪眼婆娑 深吸口气 对兰姨笑道 我明白 她觉得 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乃对夫妻没有吵过架 看少爷着急忙慌地 把自己喊回来 说明她心里 对少夫人在意着呢 金历说 你把柱子齐的视频放出去 文人图原本打算 将柱家一网打尽后 再来收拾柱子齐 没想到 她竟然自己上赶着送死 金历叔已经很久没有看见 老板如此动怒的样子 不知道这位柱小姐 又做了什么不知死活的事情 当天 一段打马的暴露视频 凭空出现在网上 视频中女主角的脸 有座刻意遮挡 但前阵子 关于柱子齐的新闻 闹得沸沸扬扬 不少人一眼便认出来是她 毕竟当时还有网友 在地底下评论过 差不多的言论 网友33 震惊了我 豪门千金 果然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玩得花 网友97 这位估计得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不然以她的身份 一般媒体不敢报道 视频很快就消失了 应该柱家那边发现 进行公关 昨晚柱子齐 刚同文氏夫人起了争执 今天就被爆出这样的丑闻 不少人暗暗猜测 这件事情 跟文人图脱不开关系 可只要文人图不 亲自承认 柱家拿不出证据 这件事情 终究只能是猜测 办公室内 朱军辉刚被柱青山 打电话骂了一顿 说他没有看管好柱子齐 笑话 他有手有脚 是个大活人 自己怎么控制 然而 这件事情的影响 不仅仅是柱子齐自己 还是关整个柱家 乔雅没有想到 文人图会如此看重黎姿 竟然为了替他出气 直接毁了柱子齐 很多事情 大家私底下各玩各的 心照不宣 摆在台面上 便有些难看 柱子齐的名声 算是彻底毁了 恐怕整个圈子里 没人敢冒着 得罪文家的风险 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 朱军辉砸了不少 词句出气 眼神阴冷 现在看见了吧 他对那个女人有多宠爱 你想要坐上 文氏总裁夫人的位置 估计难 乔雅面色难看 被朱军辉一番话 说得更是神情阴郁 昨晚文人图斯 毫不给他面子 已经很让他心里 对于黎姿 产生很大的忌惮 柱子齐的事情一出 估计圈子里 对于文人图 这位没有身份背景的夫人 又要重新掂量一下 田玲玲每天 跟个网瘾少女一样 活跃在网上 第一时间 把消息截评发到群里 at黎姿 你家老公给你出气了 at黎姿 你家老公真疼你 黎姿看到消息时 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转念一想 兴许不是文人图做的 他岂不是白高兴一场 李姿 也不一定是他做的 古良红玉 我哥说了事 田玲玲 此处应有掌声 李姿转头 蓝姨 晚上我想吃做的红烧狮子头 蓝姨笑而不语 这明明是少爷最喜欢吃的菜 手机里弹出来一个消息提示 乔雅请求添加 您为好友 李姿唇角的笑意将助 他不明白 乔雅家自己做什么 自己和他又没有交情 刚回国 他有那么多朋友 要聚会联系 怎么想都没空来 加他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不 或许并不是毫不相干 李姿想到了柱子齐 昨晚说的话 嘴巴发苦 心里酸涩的不行 有些事情 他不好跟田玲玲他们讲 主要是李姿不清楚 他们跟乔雅的关系怎么样 万一交情好 还让对方为难 白又同一个电话打过来 做的对 凭我直觉 这个女人来者不善 你现在是正宫少奶奶 咱们要沉住气 端着架子 懒得搭理他 嗯 我听你的 他在国外很有名吗 李姿对于模特不太了解 我查了下 比较有名的秀场 都会请他去 据说有个设计师很心意他 从前年开始力捧他 一年的代言费加起来 差不多有将近一个亿 白又同发了不少资料过来 走在T台上的女人 眼神坚毅 步调优雅自信 头顶灯光打在他身上 整个秀场 他是最受瞩目的那个 李姿突然觉得有些自卑 他好像没有什么 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 同乔雅对比起来 他显得那么的普通 平凡 白又同并不知道 李姿心里的想法 芝芝 这个女人不简单 你千万不要私自跟她见面 她知道李姿的性子 简单 温柔 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 如果不是傅鸣线 她的人生应当是一帆风顺 平稳安宁 肚子里的宝宝 似乎察觉到 她情绪波动 轻轻踢了一下 李姿温柔地摸了摸肚子 宝贝 妈妈没事的 不要担心 第五十六章处理 兰姨挂掉电话 望着李姿 芝芝吾吾开口 少夫人 少爷说 她晚上加班不回来了 李姿低垂着头 乌黑的睫毛 颤了颤 兰姨 你坐下来陪我吃吧 兰姨应了声 脱下围裙 在她旁边落座 喝点猪心汤 我放了不少好东西在里面 李姿不想她担心 蛮唇笑笑尽力全部喝完 吃过饭后 李姿和奶奶打了通电话 随后在兰姨的陪伴下 在花园内散走了半个小时 门外 黑色家长林啃熄了灯 停在路边 保镖认出车牌号走过去 门先生 您回来了 门人图为汉手 指尖夹着根烟 尼古丁的气味 在空中缭绕 眼睛半眯着 目光落在里面 那个娇小的人影上 嗓音暗哑 没事 你回去站党吧 保镖有些看不明白 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 车子开到家门口 竟然不进去 好的 门先生 门人图在车内 坐了半个多小时 手机末地响起 阿赵 我回国了 出来给我接风洗尘 门人图轻笑一声 老地方等着 天上人间酒吧 古梁丛生百无聊赖 听着对面的女孩子 用夹子音唱情歌 她掏了掏耳朵 觉得在听下去 晚上吃的饭要吐出来 挥挥手 女人脸色微变 放下话筒离开包厢 没意思 古梁丛生大啦啦往后靠 赵哥 你喊赵哥出来玩呗 要喊你喊 赵都神色厌倦 举起一杯酒 灌入口中 古梁丛生细细打量着他的神色 突然笑了声 不会吧 我们的赵大公子 难道是为情所困 赵都随手一个抱枕砸过去 滚 古梁丛生很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难道是上次婚礼上 那个伴娘小姐姐 赵都低头喝闷酒 没有说话 我靠 古梁丛生惊讶 竟然是真的 赵都是五年前赵董 从外面找回来的亲生儿子 据说小时候 被人贩子拐走了 古梁丛生并不知道他以前的事情 但赵都这个人 瞧着风流倜傥 实则倾心寡欲的 跟庙里和尚有的一拼 原来不是佛子不动心 而是心里早有白月光 你怎么来了 小生 怎么着眼里 只有你家赵哥是吧 男人灰色风衣 戴着墨镜 头发急尖 男生女相 有种另类的阴柔之美 楚哥 你怎么逃回来了 古梁丛生震惊起身 楚里是无国界医生 在国界影响力很高 多的是人想要找他治病 也多的是 人想要用钱买他的命 楚里扬眉 笑话 就凭那个垃圾雇佣兵基地 还想困住我 要不是老爷子催婚催得很 他才假装 被人绑票带走 躲个清闲 他搭着文人图的肩 往里走 刚才还在跟阿赵说 这次回来 要检查 你们平时训练的成果 古梁丛生苦瓜脸 我现在去跟雇佣兵团说 你在这里行不行 楚里名字取得斯文 同样 作为一个医生 感觉应该是那种 弱不经风的感觉 事实却截然相反 楚里从小在部队中长大 之前还是 H1秘密队部中的一员 要不是他中途发疯 突然想要当医生 恐怕已经是里面的一把手 阿赵 晚上不用在家陪着老婆 赵都话问出口 其余人目光刷地 转过去盯着他 文人图两腿交叠 神色隐没在黑暗中 指尖夹着雪茄 偏头吸了口 缓慢吐出 跟我闹脾气 阿 嫂子那样子 温温柔柔的女人 竟然还会跟你闹脾气 古梁丛生和黎姿 接触过几次 发现她真的是个 骨子里相当知书达理 又温柔如水的女人 什么矛盾 赵都问 对啊 说出来 兄弟们一起帮你触摸画策 文人图紧紧拧着眉 想了很久 古梁丛生差点急死 恨不得掰开她的嘴 撬出来 不知道 文人图面色冷冽 连她周遭的气温 都在不停下降 古梁丛生 差点没忍住骂人 好在感受到冰冷的气息时 默默闭上了嘴巴 处里失笑 慢悠悠喝了口酒 赵都吃笑一声 嘴巴是用来问的 放着怀孕的老婆 在家里不管 跑出来喝酒 空气瞬间凝结成冰 古梁丛生抱着胳膊 她好后悔 为什么要坐在他们两人中间 文人图撩起眼皮 语气冷漠 你有意见 古梁丛生疯狂给赵都识眼色 赵都贪手 很事无辜 又不是我老婆 我哪里有什么意见 古梁丛生服额 揉了揉眼皮 完蛋 这位哥又是犯了什么病 文人图起身 眼神冷得能杀人 去训练场 赵都勾了下唇 猛地灌了口酒 随你 黎静思自从跟王慧如坦白了之后 便被她跟菩萨似的供起来 她告诉傅明线 已经把孩子打掉 傅明线赚了她一大笔钱 让她养身体 出去玩都行 王慧如这边 悄悄将她接到自己名下的套房内 找了个保姆照顾她 两人合伙 将傅明线蒙在鼓里 何采怡从母亲口中得知 黎静思怀了傅明线的孩子后 哭了整整一晚上后 收拾了下自己 开始理清思绪 傅明线既然不想要这个孩子 说明她还是知道事情轻重 麻烦的是王慧如那边 想抱孙子 把黎静思藏了起来 这样一来 傅明线必定会顾及自己母亲的想法 何采怡明白 要想跟傅明线继续这段感情 孩子绝对不能留 她想到了一个人 黎姿 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妹妹 不仅做了小三 还怀了前姐夫的孩子 是什么反应 上午九点 黎姿接到陌生来电 文夫人 你好 我是何采怡 我们上次见过 黎姿抿了下唇 有什么事吗 何采怡听出她话里的不欢迎 文夫人 很抱歉打扰你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这件事情 我管不着 你可能不知道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黎静思 也不是我的亲妹妹 何采怡停顿片刻 她没想到 黎姿把话说得这么决绝 也好 这么一来 她不用再有顾虑 黎姿挂掉电话后 抬手遮在自己脸上 神色厌倦 她没想到 黎静思会执迷不悟 一错再错 第五十七章画展 玉乔雅 古梁丛生 单手拖着下巴 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是来真的 赵都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实力强上不少 已经能够和阿赵不愤伯仲 无理这些年 在国外各种跑 一眼能够看出来 不清楚 赵哥结婚当天人才出现 古梁丛生觉得 做一个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他是最称职的 其他人要么当老总 呕心沥血 忙得飞起 要么去当吴国借医生 要么干脆连人都找不到 同赵都交手的文人图 比其他人更清晰感受到 他力量变得更强 碰 文人图右腿横扫 用力将他压在地面上 赵都面色充血 轻筋抱起 抬起胳膊 奋力挣扎了两下 仍旧动弹不得 我认说 他双手大成字摊在地上 重重喘了好几口气 文人图放开他 站起身 不紧不慢地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斗大的汗水 顺着他的鹅脚 慢慢往下流淌 两人打着赤膊 上半身 全是各种亲子的痕迹 古梁丛生比了个大拇指 还是我们赵哥厉害 赵都翻身 跳下台 一脚朝他踹过去 古梁丛生明明躲开了 却坐视躺在地上 哀悠大叫 不行了 要死了 下半辈子吃喝拉撒 要躺在床上度过了 赵都哼笑 少胖瓷 处理 我看奥斯卡 欠你一座小惊人 古梁丛生剥了剥头发 不客气吹嘘 那是 小爷要不是得继承家业 肯定能成为娱乐圈的天王巨星 文人图坐在一旁 猛灌了瓶水 拿起衣服往外走 回去了 打赌 赵哥肯定是回去找嫂子 古梁丛生从地上跃起 处理还没正视 和黎兹见过面 从古梁丛生口中 不难感受到 文人图对于他的在意 文人图 原本是打算开车回四季别墅 结果接到秘密消息 旗下一个子公司负责人 在会所内暴毙身亡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封锁现场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文人图到公司时 经历术已经和公关部的人在商量 怎么压住消息 查查他这几年任职期间 经手的项目有没有问题 经历术赶紧去落实 他昨晚没回来吗 黎兹吃过早餐后 壮四不经意问兰姨 应该是公司有事情忙着 少爷以前也总这样 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夫人您别放在心上 黎兹知道兰姨是在安慰自己 好 我知道了 黎兹打开电脑 龙家乐方案 已经做好发给古梁红玉 对方只发了两个字 可以 然后赚了五百万过来 黎兹倒吸口气 冷静下来 觉得对方大概根本没看 他项目规模不大 用不了那么多钱 红玉 你再看看我那个方案 古梁红玉 钱不够 等着 一分钟后 他又赚了三百万过来 古梁红玉 我喜欢小动物 多搞点动物进去 牛羊马什么的 黎兹觉得 他看着撒 没想到 内心还挺喜欢小动物 古梁红玉 等农场弄好了 冬天过去喝热酒烤肉 黎兹 下午 田玲玲要去参加画展发信息 问群里有没有人要去 古梁红玉 我在外祖家 去不了 薛银雪 国外 你们去玩吧 黎兹 那我给你把东西准备好 近些日子天气降温 蓝衣给她拿上外套 和保温杯 黎兹换了双鞋子 拿上包出门 画展在市中心 从四季花园开车过去 要花一个多小时 黎兹在车上 咪了会差不多到达 田玲玲在内场 黎兹给她发了个信息没回 应该是有事没看到 你在车上等我吧 蓝衣不放心 她一个人出门 叫了个保镖 充当司机一起过来 夫人 我还是跟着您 画展人多杂乱 以防万一有不长眼的冒犯当民 黎兹知道她有自己的工作职责 好 黎兹拿出田玲玲 发给她的邀请函 给登记人员看 保镖跟在她后面一米的距离 会场里有专人 正在讲解画作 她看了眼 往人少的地方走 黎小姐 好巧 一阵急上头 龙蛇蓝香气靠近 乔雅穿着黑色风衣外套 里面搭了件宝蓝色吊带裙 站在黎兹身旁 高出近半个头 黎兹绷着身体 转头语气平淡道 乔小姐 乔雅自上而下 打亮黎兹 她很漂亮 哪怕脸上什么都没涂 素面朝天 依旧漂亮的惊人 隆起的运渡 让她身上多了丝母性光辉 乔雅从她进门开始 便一直注意着黎兹 发现周围不少人的眼光 全部落在她身上 要不是那运渡 还有凶猛强壮的保镖 绝对会有人上前搭讪 可在乔雅看来 太弱了 她难以相信 文人图竟然会喜欢 如此娇弱的女人 上次要不是文人图出面 她自己都不敢反击吧 乔雅心里鄙夷不屑 赵哥生日快到了 我打算买幅画送给她 能不能麻烦黎小姐 帮我参考一下 黎兹威正 有些懊悔 她根本不记得 文人图的生日 抱歉 我对于画画一窍不通 麻烦乔小姐找别人 乔雅没想到 她说得这么直白 剩余的话 顿时不知道怎么说 黎小姐平日里 有什么爱好 我刚回国 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玩什么 不清楚 我很少出门 乔小姐有那么多朋友 没必要问我吧 黎兹原本心情就不太好 出来散心看画展 结果现在变得更差了 乔雅抿了下唇 黎小姐和赵哥 也是用这种语气说话的吗 黎兹觉得 她真是莫名其妙 自己已经表现出 强烈不愿交谈的态度 乔小姐不觉得 自己管得太宽了吗 我和自己老公怎么说话 跟你有关系吗 乔雅听得刺耳 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黎小姐可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家没有破产 文夫人的位置 还轮不到你来做 乔雅眼神冷冰冰 落在黎兹身上 那我是否应该庆幸你家破产 才让我有机会 当这个文夫人 黎兹挺直了背脊 丝毫不怯场 第58章流产 你 乔雅没想到她这么伶牙俐齿 跟听说的完全不一样 她连声冷笑 别高兴得太早 我和赵哥 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勤奋和其他人不同 哦 可是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你 黎兹轻描淡血回击 乔雅面色微变 勉强压下心头涌上的怒火道 黎小姐不知道吗 有些人有些事 只适合放在心里 乔小姐不用在我这里要我扬威 如果她心里 真有你所说的这么在意 你又何必跑到我这里来 黎兹是真的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 跑到自己面前叫嚣 谁知道你这个狐狸精 给她下了什么迷魂汤 黎兹沉下脸 你这样 只会让自己像个跳梁小丑 她转身要走 乔雅气上头 一把拽住她的胳膊 黎兹下意识奋力挣扎 身后的保镖已经冲了上来 用力掐着她的手腕 向上使劲一摆 乔雅大叫一声 吃痛你没松开 夫人 您没事吧 黎兹摇头 小脸被吓得有些微白 我没事 谢谢你 保镖神情严肃 警告乔雅 小姐 如果您再继续对我们家夫人无礼 休怪我不客气 乔雅脸色铁青 她曾经也是乔家的大小姐 出门在外 有保镖跟随 如今落难 连一个保镖 都能对她大喝小叫 乔雅恨得牙痒痒 黎兹淡淡看她一眼 我们走 田玲玲找到黎兹时 她正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喝咖啡 她兴致勃勃 把自己刚才拍的话给黎兹看 两人坐在庭院晒着太阳聊天 田玲玲 堪称圈子里的八卦王 各种密文她都清楚 黎兹听得直瞪眼睛 祝紫棋 现在几乎不敢出门 她感觉 谁看自己的眼神 都带着异样 祝青山明白 这个女儿已经废了 如今只能先送她出国 过几年 风声过去 再让她回来 黎兹回到四季花园时 没有在停车场内 见到文人图的车子 有些失望垂下眼帘 半夜躺在床上 睡得迷迷糊糊时 察觉到有人靠近 她吃力地睁开眼皮 见到文人图的身影 你回来了 黎兹声音沙哑 文人图察觉到不对劲 腹下身 碰碰她的额头 一片滚烫 凌晨二点 四季花园灯火通明 文人图匆匆忙忙 抱着黎兹下楼 蓝一听见动静 披着衣服出来 瞧见她怀里 烧得面色通红离子时 吓了一大跳 她今天去了哪里 文人图边 往外走边问 夫人去看了画展 少爷 您快去医院 我收拾些东西 马上过来 初里是被电话 从床上催起来的 什么情况 她大步踏进医院病房 询问身旁的医生 医生被她的气场震慑 下意识回答 初步检查是发热 但病人的心率很奇怪 初里看了眼皱眉 抽血花咽了吗 还没有 赶紧先抽个血花咽一下 文人图站在旁边等待 见他们从 离子纤细白嫩的胳膊上 抽出三大管血 不由得紧紧拧眉 脸色冷得 能冻死人 普通的发烧 为什么要抽血 不是 初里摇头 我怀疑她中毒了 床上躺着的女人 皮肤白皙 黑枣般浓密的头发 散在脑后 越发衬得五官小巧 唇色有些发白 叫人心疼 像朵柔弱的海棠花 初里觉得 她面相看起来有点熟悉 一时之间却记不清楚 文人图愣住 死死盯着床上的人 心口抽痛了一下 如果 孩子和母亲 只能选一个 初里话没说完 听见一道沉重的声音 质地有声 毫不犹豫 保她 初里眉头微松 放心 作为他们的叔叔 我一定 让母亲和孩子都平安 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初里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文人图走出病房 立刻拿起手机 冷咧道 查查今天夫人 一共见了哪些人 看来柱子奇的下场 这些人并没有当一回事 竟然还敢 把手伸到黎姿这里 一辆救护车停在门口 黎静思躺在单架上上 大汗淋漓捂着肚子 王慧如面色焦急 紧紧抓住医护人员的手 医生 你们一定要保住我的孙子 他听说 有位道长 能前三个月 将肚子里的孩子 变成男孩 于是 花了大价钱托人弄来 悄悄给黎静思喝下 没想到半夜 黎静思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 下身还流了一大片血 王慧如吓得六神无主 赶紧叫救护车 医生有些怜悯地 看了眼黎静思 觉得又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黎静思疼得快要死掉时 听见王慧如的话 心里恨极 等被推进抢救时 他像冰死的鱼张着嘴巴 断断续续费力开口 医生 医生 不要管孩子 先救我 救我 到了这种时候 黎静思猛然产生强烈的求生欲 什么负名线 什么孩子 全他妈去死 抱歉 孩子没保住 医生摘下口罩 王慧如脸色大变 几乎嚎啕大哭 我的孙子 你们这些没本事的拥医 连的孩子都保不住 每年医院这样的老太太 没有上百 也有数十个 医生早就见怪不怪 何彩一收到消息时 正在佛堂念经 对于这个结果 毫不意外 他跪着佛主面前 表情极其诚恳悲伤 佛主 我有罪 我造了杀念 求您宽硕 他重重磕了一个响头 从头到尾 这就是个局 根本没有什么道长 也没有什么 能够生男孩的药 何彩一让人给王慧如的 是堕胎药 保险起见 下的重量还不轻 恐怕离境私伤了身子 往后再难有越 到了这种时候 傅明县那边 是不能再瞒 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匆匆赶到医院 见到病房外的母亲 王慧如还沉浸在 失去孙子的背痛中 无法自拔 一个劲哭叫 这些庸医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有护士走过来 麻烦你们小点声 不要影响其他病患休息 傅明县吃过一次亏 稍稍提高了声音 妈 别哭了 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王慧如见到傅明县严肃的脸 突然有些心虚 低着头 撕撕肚子里的孩子 没了 第59章 离子醒来 傅明县脑子猛了一瞬 什么孩子 撕撕的孩子不是 早打掉了 没有 毕竟是你的孩子 妈舍不得 王慧如抹着眼泪哭泣 傅明县 那现在什么情况 没了 孩子没保住 傅明县心底隐隐松了口气 他没想到 母亲和黎静思 竟然这么大胆 偷偷把孩子留下 要是何家知道 肯定很麻烦 另一边 傅里仔细做了遍检查 又核对离子身体各项数据 他脱掉身上的无菌符 摘下口罩 我让人加急 从国外拿了一种新型血清 解读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代多久能到 乘最近一趟飞机过来 起码要明早能拿到 你把地址发我 我派保镖开私人飞机去拿 傅里点头 行 我忘了 你有私人飞机 这样一来 差不多三个小时能拿到 经历术叫人买了一堆 吃食和饮料上来 递了杯热咖啡给傅里 傅医生 傅里狭长的眼睛 染上笑意 还是经历术贴心 真不考虑过来做我的助理 经历术客气恭敬道 感谢傅先生抬爱 但是文总对我有知遇之恩 傅里叹息一声 我们阿赵的眼光确实厉害 文人图一夜没睡 等到凌晨六点 他派出去的人 终于把解毒血清带回来 又过了十来分钟 薛里出来 告诉他 没事了 你可以进去看他 谢了 文人图说完 打开房门进去 靴里伸了个懒腰 扭扭脖子 偏向旁边白衬衣 轻瘦男子 经历术 请你去吃个早餐 我的荣幸 女人躺在白色病床上 由于先前好几个小时高烧 此刻唇色有些苍白干燥 文人图小心翼翼 用棉签沾湿了水轻轻 按压在他的唇上 抬起胳膊 摸了摸离子巴掌大的小脸 眼神里流露出心疼 千房万房 还是没有防住 要是被他知道 谁敢吃了雄心豹子胆 对离子下毒 文人图眼里流出嗜血的光 乔雅一直派人秘密 监视着四季花园动向 文人图半夜开车去医院 在他的意料之中 那是他从雷欧手里拿来的药 只会让人短暂地发热 并不会危及到生命 由于混在香水中 剂量很轻 并且消散得极快 一般人很难察觉 他知道 以文人图谨慎的程度 肯定会叫人调查 做戏做全套 七点多 他在家叫了一辆救护车 薛里吃完早饭准备回去 被告知 医院到了不少发热病人 这是文氏旗下的医院 薛里好人 做到底直接留下来帮忙 结果查看之后发现 所有人的症状 跟离子相同 他让人拿的解毒血清剂量不多 根本不过这些人用 只能紧着身体抵抗力差的人选 至于其他人 只能先用其他药物 延缓病情 等待下一批解毒血清到来 文总 这是夫人昨天接触过的人员名单 刚才送到了各个医院 文人图方看着人员名单 猛地在其中 看到了乔雅的名字 眉头微拧 师兄怎么说 薛医生怀疑 有人将国外实验室研究的毒药带回来 兴许是犯罪分子 想要造成恐慌 如果猜测成真 那么只能说 离子承受了无望之灾 可一切真的有这要巧合吗 离子是在中午醒来的 蓝仪正在关窗户 好端端的天 怎么突然下起了大雨 蓝仪碎碎面 一转头 发现离子睁开眼 高兴地小跑到床前 少夫人 你终于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离子摇头 还没有怎么反应过来 蓝仪 我想喝水 等着 蓝仪去给你倒 等蓝仪走后 她才发现 自己应该是在医院的病房内 昨晚睡觉前 她就觉得有些头晕 应该是吹到了风 有些感冒 睡得久 浑身没有力气 离子两只手撑在身后 有些吃力 慢吞吞起身 一双温热的大手 扶着她的腰 轻而易举 帮她坐起来 离子扭头 对上一双 深沉如海的毛子 闻人图前几天 一直在加班 回到四季花园时 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 又发现离子发热 又匆匆忙忙 带着她来医院 所以身上的白衬衣皱巴巴 胡子也没有刮 长出轻渣 你 昨晚没睡吗 嗯 床是可调节的 闻人图按下旁边的按钮 固定好后 才松手起身 离子低着头 不知道说什么 闻人图沉默一会 呃不饿 我让人送饭上来 好 我想喝点粥 闻人图拿出手机打电话 离子侧头悄悄看她 在她挂断电话前 又飞快收回眼 她还以为 闻人图不知道 殊不知作为炼家子 闻人图感知格外强 我给你倒杯水 闻人图起身 拿起桌上的保温杯 嘴角忍不住上扬 离子这才发现 病房内有饮水机 所以 蓝一是故意出去 喊闻人图进来的 抱歉 昨天出去玩吹了风感冒 害你担心了 离子握着水杯 有些惭愧 她跟闻人图闹矛盾是一回事 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身体出了问题 影响到肚子里的两个孩子 她会非常愧疚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肚子里的宝宝 她已经没有家人了 闻人图危症 随后面色微沉 离子以为她还在生气 继续保证 下次不会了 说着 眼眶红了红 闻人图在心里叹气 她不知道 离子从前的家庭 到底是怎么教的她这样 她拉起离子的手 郑重严肃道 子子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道歉 我明白 你心里比我更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 你不用愧疚自责 肚子里的宝宝 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 他们肯定不希望你难过 啪哒 一滴泪 砸到她的手背上 离子再也忍不住张开双臂 紧紧保住闻人图的脖子 眼泪止不住流出 对不起 前几天 我太任性了 闻人图回报她 动作十分轻柔 拍了拍离子的被以示安抚 没事的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第六十章 同一家医院 闻人图以前没有安慰人的经验 动作显得生疏而又僵硬 离子感受到了 从她怀里抬起头 脸上还挂着泪花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闻人图唇脚勾了勾 拿起纸巾 替她擦眼泪 离子眸子一动不动注视着她 眼神里满是温柔的爱意 她突然觉得 那些过去都不重要了 谁没有过去 她自己也有过去 可闻人图一直知道 并且从来没有在她的面前提起过 在洗手间内 简单冲了个澡 抱着笔记本处理公物 处理过来查房时 一个在专注敲键盘 一个在看电影 安静又和谐 处理挑眉 阳光俊朗的脸 扬起笑意 弟妹 感觉怎么样 她穿着白大褂 进门时 离子仿佛着实恍惚了几秒 处理长得太过漂亮 像动漫里的男主 从屏幕里跑出来 还行 她脸色微红 闻人图扫了她一眼 放下电脑介绍 吱吱 我师兄 离子还是第一次见她 如此郑重介绍一个人 师兄好 处理笑咪咪 抱歉啊 弟妹 你们结婚我在国外出了点事情 赶不及回来 等孩子出生 贺里一起补上 没关系 心意领了 离子不擅长拒绝别人 干巴巴道 那不行 要给的 闻人图抬起胳膊 看了眼腕表 一点半 那些病人都处理好了 差不多吧 没有生命危险 靴里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 离子继续看她的电影 耳朵却悄悄起来 听两人讲话 我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闻人图 眼神沉下来 嗯 实验药物每一样去处都有记录 我已经托人去调查 有结果再跟你说 离子在 两人不方便说太多 不是不信任 而是怕她知道想太多 孕妇最忌讳胡思乱想 乔雅打的救护车电话 正是离子所在的医院 她还特意发了个朋友圈 房门被人推开 乔雅脸上的笑意 在见到近来的人事僵住 祝军辉手上抱着红玫瑰 怎么 见到我不开心 直接戳穿了她的心思 再等闻人图 她正陪在老婆身边 兴许根本想不起你这个人 乔雅脸上的笑意消失 祝少师哪里受了气 跑我这里来撒野 祝军辉摇头 雅雅 你真是冤枉我了 你说 我怎么舍得 祝子齐 已经被秘密送到了国外 不用操心她的事情 祝军辉最近又被撤了职位 着实有些无聊 她跟乔雅一样 一直偷偷关注着 闻人图的举动 不过 她是把对方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恨不得将对方死死踩在脚底下 乔雅这个女人心机深沉 她根本不幸会有这种巧合出现 听说 你跟雷氏总裁交情不错 帮个忙引荐一下 谈谈合作 原来是想要找她牵线 乔雅如今不是乔家大小姐 很多事情还得仰仗住家 利益互换 她懂得 没问题 我待会给她打电话 祝军辉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 没想到乔雅答应得毫不迟疑 说明对方跟雷氏关系 比网上报道得更深 黎静思醒来时 窗户没关 斜风细雨飘进来 让她觉得有些阴谋 或许不是天气的原因 而是身体受了损伤 医生过来查房 检查后告诉她 住院一个礼拜 观察有没有其他不良反应 不要吃生冷辛辣食物 尽量少下床走动 对了 让家属过去 交下后续的住院费 黎静思张口 声音沙哑难听 送我来的人去哪了 不清楚 你打个电话问问 医生离开后 黎静思发了好意会呆 忍着身体的疼痛 在衣服口袋里找到手机 妈 我在医院 你能过来照顾我吗 黎静思忍不住趴在床上哭泣 黎母着急忙慌赶到医院 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 黎静思不敢置信捂着脸 从小到大 黎母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 连责骂都很少 你怎么有脸 做出这种事情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你以为负名线 真的是什么好东西吗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黎静思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黎母恨铁不成钢 面色战红 使劲怒骂 黎静思没有反驳 她并不觉得是自己的错 她只觉得自己命不好 要是像黎子那样 母凭子贵 嫁入豪门 谁又敢说什么 怕是恨不得跟菩萨一样 把她供起来 妈 都是傅铭线 用花言巧语骗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再跟她见面 黎静思明白 首先要摆出认错的态度 黎母手上 有先前文家给的钱 哪怕她以后不出去工作 一家人依旧能过得比普通人要好 黎母怒骂过后 忍不住失声痛哭 两个女儿 全部葬送在同一个男人手里 不知道她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欠父家的 黎母给黎静思交了钱后 给她请了个护工 黎父一个人离不开她 晚上黎静思给傅铭线发信息 却发现 消息根本出不去 对方把她拉黑了 黎静思从来没想过 傅铭线如此狠心 对自己不管不顾 气得差点摔手机 还因此牵动伤口 痛得脸色发白 她可不是黎子 傻兮兮净身出户 傅铭线欠她的 她要让她加倍偿还回来 王慧如不让傅铭线再联系黎姿 否则她就把两人之间的事情 告诉她爸 傅铭线对于黎静思有情 但这点情不足以让她去触怒她爸 想着自己先前给黎静思赚了不少钱 她住院用 绰绰有余 于是在王慧如眼皮下 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副总 今晚点的妞 不合您胃口 傅铭线笑而不语 这些胭脂俗粉 叫过来玩玩 傅铭线正要起身离开 包厢门推开 五六个女孩子 穿着清凉的肚脐装走进来 她的视线 落在其中一人身上没有动荡 第61章 乔雅不安好心 那一瞬间 傅铭线恍惚见到了 刚上大学时的黎姿 她指着那个女孩子问 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 我叫星月 女孩子有些紧张 微低着头 不敢看人 傅铭线心口微动 抬起头来 语气带了一丝命令 星月慢慢仰头 只看了傅铭线一眼 又惶恐不安 避开她的目光 傅铭线眼里闪过失望 仔细看 眼前的女孩子 同黎姿并不像 垂头时的侧脸 倒有几分相像 你过来 傅铭线继续坐下 小姑娘有福气 我们副总眼光高 看得上是你的荣幸 黎姿在医院住着 文人图每天陪在这里 经历术负责每天 把需要处理签字的文件带过来 黎姿没什么事情 每天打围巾 织宝宝用的小帽子 打发时间 偶尔听文人图用电脑 远程视频开会 她是真的很忙 从早上坐下 开始到吃午饭 一直在工作 乔雅又等了一天 终于按耐不住 起身找到黎姿的病房来 黎小姐 听说您住院了 我过来看看 乔雅目光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文人图 不免有些失望 黎姿躺在床上 没有错过她的眼神 谢谢乔小姐 不过 您来看望病人不带点东西 是不是很没诚意 抱歉 我自己也住院 想着上来先看看 你喜欢什么 我带回去附近买点东西 不用麻烦乔小姐 我很好 看过了 你可以离开 其实我觉得 黎小姐 您不必这么针对我 乔雅静止走到床边 拉了条凳子坐下 李子警惕地盯着她 快生了吧 男孩还是女孩 乔雅说着 伸手要去摸她的肚子 李子迅速用力 拍开她的手 整个人往后躲 乔雅委屈地摸着手背 抬眼看向门口 赵哥 我只是想关心一下嫂子 闻人图神色阴冷 盯着乔雅 只把她看得到心里发毛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她毫不客气开口 乔雅有些尴尬 我听说嫂子生病 刻意来看看 闻人图上下扫视她一眼 意思不言而喻 我太太身体差 你身上还穿着病服 不要把病气传染给她 乔雅其实是特意穿着病服跑过来的 没想到 闻人图说的话 跟她预想中完全不一样 她一时之间 不知道怎么接话 面色难堪 站在原地好半上 闻人图没有管她 转头温声询问黎姿 中午想吃什么 我让人待会带过来 黎姿仰着头 笑意淫淫开口道 可以吃饺子吗 那我待会打电话 让兰姨包好带过来 嗯 乔雅厚着脸皮插话 赵哥 兰姨还在闻家 说起来 我也好久没有吃过她做的饭菜 有些想念 黎姿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 有些不高兴撇嘴 闻人图注意到她的表情 心里有些好笑 待会兰姨回过来 你要是实在想吃 可以跟她说 让她有空去给你做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闻人图 还不至于那么不近人情 她自认为 态度还算可以 乔雅却艰难 扯着唇角笑了笑 那我在这里等吧 黎姿一点都不想看见她 但也不好意思 直接赶她走 只是脸上的表情 有些不愉悦 你不是生病吗 回病房去休息吧 乔雅眼睛一亮 我好多了 你不用太过担心的 闻人图声音平淡 我太太需要休息 你回去自己的病房 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乔雅在找借口 这个女人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让赵哥这么关心她 雅雅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赵姨 乔雅立马笑着迎上去 前阵子刚回来 赵荣静看着她身上的病服 有些担心 你这是 我昨天有点发热 过来看看 赵荣静松了口气 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已经好多了 赵姨 你呢 我来看个朋友 正好等一下没事 咱们俩一起吃个午饭 好 我病房在底下八楼 咱们待会点些吃的 慢慢聊 赵荣静疑惑 八楼 那你跑上来干嘛 乔雅视线扫了眼 身后禁闭的房门 笑容有些许的苦涩 赵哥妻子生病了 我上来看看 只不过 她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什么 赵哥结婚了 赵荣静格外吃惊 赵荣静是文人图母亲的闺蜜 也算是从小看着 两人一起长大的 原本还以为 两人能成为一对 没想到乔家没落 许多事情全部变了 前些年 她跟随丈夫 去国外做生意 这几天才回来 乔雅点点头 挽着赵荣静的胳膊 表情落寞 先前我人在国外 听朋友说才知道 赵哥真不够意思 我连结婚请帖都没收到 还是从其他人口中了解 赵荣静察觉到 她语气里的难过 原本还打算进去打个招呼 看看文人图的妻子 现在看乔雅如此 拍拍她的手叹息道 怪你们没有缘分 不要想太多 你年轻又漂亮 多的是青年才俊追求 乔雅明白 比起自己赵荣静 更偏向文人图 想要她站在自己这边 必须要下点狠药 她摇摇头苦笑 在国外这些年 我天天忙着工作 替家里还债 根本没有空谈恋爱 赵荣静一下子听明白了 这事还没放下 吊死在一棵树上 两人边走边聊 乔雅打开房间 赵姨 你坐 我给你倒杯水 赵荣静嗡了声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让厨房做好了送过来 她自己名下 有间连锁酒店 这些年来 规模越做越大 赵姨 我喜欢吃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赵荣静接过杯子 点点她的额头 北方菜是吧 乔雅收回手时 镯子轻轻移动了下 赵荣静目光微顿 突然抓住她的手腕 这是 乔雅慌乱地收回手 调整好镯子的位置 眼视性放在背后 没什么 赵姨 我跟你讲讲 这些年 我在国外一些好玩的事情吧 雅雅 给我看 赵荣静面色严肃 第62章作戏 乔雅咬着唇 脸色苍白 使劲摇头 赵姨 真没什么好看的 赵荣静一把抓过她的手到眼前 将镯子推上去 一道肉色的疤痕 浮现在眼前 可以想象 以前是如何的触目惊心 雅雅 你这伤怎么来的 乔雅惨然一笑 我以为逃出国就没事了 可是那些人却追到了国外 那镇子 我东躲西藏 没工作 没钱 有次差点被人卖到地下赌场 重重压力下 得了抑郁症 一时想不开割腕 乔雅说到这里 语气哽咽 深吸了几口气 好孩子 你受苦了 怎么不联系赵哥 让他帮你 赵姨 他为我做的 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再拖累他 乔雅红着眼眶 这几年 我拼命赚钱还债 想要站得更高 能够配得上他 却没想到 他再也说不下去 眼泪止不住滑落 赵容金是个很心软的人 听得心脏揪起来 雅雅 你很好 是命运没有善待你 乔雅再也忍不住哭泣道 赵姨 你说他怎么就不等等我 兰姨怕离子吃多了你 特地做了许多不同口味的饺子 还包了甲鱼汤 加了部分中药在里面 离子从怀孕开始一直喝汤 各种药膳 现在他光闻都能猜到什么 等兰姨去洗碗 离子把他倒好的汤端给文仁图 工作辛苦了 喝点汤补补 文仁图似笑非笑盯着他 离子一直手扶着肚子 强忍着心虚开口 快点 我要端不住了 文仁图接过碗 烫已经放了有一会 加上现在天气冷 他喝的时候正好是温的 文仁图仰头一饮而尽 离子喜滋滋接过碗 你继续忙吧 文仁图拉住他的手 挑眉道 利用完就想跑 离子语气无辜 那你想怎么样 文仁图唯一用力 离子整个人跌坐在他的腿上 他在文仁图胸口锤了一拳 吓死我了 别怕 我有分寸 他勾唇 兰姨辛苦给你煲的汤 你不喝一口 怎么能行 可是汤都给你喝完了呀 离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那你尝尝味道 说着 他俯身 低头堵住他的嘴 一吻过后 离子如同缺氧的鱼 躺在他怀里喘气 浑身无力 文仁图眼底竟是笑意 静静帮他顺着背 外头阳光正好 照在纱窗上 投射出一格格的斑驳影子 手机铃声响起 屏幕显示是文老太爷 文仁图刚要接通视频 被离子拦住 这副样子 被长辈看到 多不好意思 你先让我起来 离子小脸染上薄红 像熟透的蜜桃 吱吱 听小蓝说 你生病了 现在有没有好点 文老爷目录担忧 这一刻 他像普通的长辈一样 关心家里的小辈 爷爷 我已经好了 是文赵不放心 非让我再住院观察一下 文老爷子点头 做得对 你要听阿赵的 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 文仁图并没有把有人释放 实验毒药的事情告诉他们 一是怕他们忧虑 二是 能够从国外搞到这种药物 这人很不简单 如果对方是冲着文家 冲着离子来的 怕是有些麻烦 所以他暗地里 让金秘书家派了保镖 薛里那边 没有查出来放毒的人是谁 大家可能都会有危险 离子和文老爷子 聊了会天 把手寄给文仁图 阿赵 好好在那照顾滋滋 工作先放一边 听到没 文仁图点头 放心 我比你更紧张 文老爷子想想也是 不再多说 挂掉了电话 星云是还在大三的学生 因为家里弟弟 借了高利贷 欠人家二十万 如果不还 就要打断他的腿 父母辛辛苦苦赚钱 让他上大学 他实在不能不管 不得已从网上秘密 找了这份工作 他都已经做好了 会遇见各种猥琐恶心的男人 他大概是个很厉害 有钱有势的人吧 星云之前谈过男朋友 所以不是第一次 在床上那方面 没有离近私放得开 不过傅明线盯着他那张脸 兴致立刻就来了 一晚上 傅明线不记得 自己要了他多少次 星云过来的的时候 领班培训过 不要问客人名字 不要问私人问题 所以 他忍着酸痛 一早醒来 准备穿上衣服离开 身后一只大手揽过他的腰 去哪里 先生 我该走了 星云说话怯生生的 傅明线正在眼睛 望着他的侧脸 过了好一会道 接受包养吗 每个月给你十万 星云身体一阵 咬着唇 有些难堪 先生 我不是专门干这个的 傅明线不屑吃笑 手松开 翻了个身 坐起来点了根烟 我当然知道 不然 你以为我为什么愿意花这笔钱 弟弟的欠款 还有十万 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 出台费用会高些 但他不清楚 一个月能不能挣到十万 先生 您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行 今晚之前给我答复 傅明线抖了抖烟头 能到那种地方上班 要么缺钱 要么爱钱 傅明线自认为条件不差 多的是小姑娘要贴上来 愿意出钱包养一个 是因为 他似乎挺时趣 到时候 分开不会有什么纠缠 一个是 他长得有几分像离子 有些东西得不到 反而更令人骚动 星云松了口气 他真怕对方生气 比他先来上班的一个女生说 有钱人很难伺候 稍微不注意 说错话会被骂 甚至对方 还有可能动手打人 何家 何彩姨同母亲吃过早饭 散了会不 事情解决了吗 何母亲声问 嗯 您放心 做得很隐秘 不会有人发现 小姨 这种有损应得的事情 不该你去做 错的也不是你 但你既然选择掩耳盗铃 以后该你承受的 就不要再跟我哭 何彩姨心里难受 她明白 是自己 让母亲失望了 回到房间后 手机不停震动 她打开 看着私家侦探发过来的照片 上面女人年轻漂亮 最重要的是 某些角度 特别像一个人 脑海中闪过一道白光 她的脸色骤变 手机趴搭掉在地板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何彩姨将头趴在桌面上 无力哭泣 原来至始至终 傅明线都没有忘记她 第63章 狠毒的计谋 离子 除了每天吃过饭后 天气好会下楼到公园逛逛 其余时间都待在病房 即便是出来 身边会有闻人图 或者保镖陪着 乔雅根本没有机会接近 亲爱的乔 回国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乔雅正愁 不知道怎么对离子动手 她打听了一下 闻老爷子 是因为离子肚子里有孩子 才会接受她禁闻家 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 不小心流掉呢 雷 你那个实验室 能不能拿到 让孕妇流产的药 看来你的心上人 对你感情不太深厚 药肯定是有的 看你要拿哪一种 有直接化成血水 有胎死腹中 直接化成血水 没有什么冲击力 乔雅想了想 如果孩子生下来是死因 离子会不会疯掉 闻人图肯定会嫌弃她 至于闻老爷子则会认为 他是个不祥之人 必定要让两人离婚 想到孩子没了 又被文家抛弃 离子陷入崩溃绝望当中 她的神情变得格外争鸣 丑陋 要胎死腹中的那种药 瞧 你真是心狠手辣 恶毒 不过 我欣赏 雷欧大笑两声 快递几天能到 快递不行 过不了安检 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行 要尽快 如果离子离开医院 她要等待动手的时间会拉长 还不好操作 赵荣静回去后 思来想去 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 怕她触景生情 没想到她自己坚持要去 赵荣静隔天直接叫上人 拿着补品和鲜花 同乔雅走到病房门口时停下 你确定要进去 乔雅笑笑 没事的 赵荣静打开门 赵哥 文人图放下电脑 她今天穿着灰毛衣 休闲裤 整个人少了冷力 多了一丝人情味 静怡 我听说你太太在医院 过来看看 离子刚要从床上下来 赵荣静拦住她 你好好休闲 我就是过来瞧瞧你 乔雅 我昨天在医院走廊碰见赵姨 跟她提了一句 她不放心 要过来看看 离子等乔雅说完礼貌道 谢谢静怡 容貌漂亮 态度不卑不亢 赵荣静暗自在心里点头 一眨眼 你们都长这么大 赵哥孩子都快出生了 赵荣静感叹道 乔雅附和 静怡还说 记忆中我和赵哥两人 穿着校服去上学 那时候 赵哥可受女孩子欢迎 不过他们都不敢直接送情书 都是塞给小雅 赵荣静说起往事 笑得很温柔 对啊 要不是 我聪明骗他们说 我是赵哥的远房表妹 估计要被全校女生争夺 乔雅无嘴偷笑 赵荣静点点她的额头 你打小就古灵精怪 这些事情 离子一点都不清楚 之前也从来没有听文人图说过 根本插不上话 她看着文人图 她的表情 比面对其他人要温和许多 赵哥 那我和雅雅先走 不打扰你们休息 等改天一起在外面吃个饭 文人图点头 应该是我和滋滋请您吃 乔雅偏头 还有我 文人图没有吭声 赵荣静拉着她的手 肯定要带上你 在国外这些年 估计很想家里的菜吧 刚好我前阵子 新开了家北方菜馆 她又看向离子 到时候 让赵哥带你一起来 离子笑着应了声 等人走后 文人图并没有马上去工作 而是坐在离子身旁 刚才那个是我母亲好闺蜜 静怡 几乎是看着我长大的 之前去国外发展了好些年 应该是最近才回来的 离子从刚才几人间的谈话 已经充分感受到了 感觉她对你很好 下次见面 我准备些礼物 文人图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还是思想的周到 怪不得爷爷和兰姨喜欢你 离子眉眼弯弯笑开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白佑童站在门口笑嘻嘻 怀里抱着一束粉玫瑰 离子脸上发热 瞪了她一眼 文人图倒是没什么表情 朝她点点头 你们聊 她拿起手机出门 白佑童把花束放在窗台 上面已经摆了好几束百合 康乃兴 旁边还有几个花篮 文夫人住院 怎么才这些花 我以为探望的人 会从早上排到晚上 少打去了 你不是最近接了个打单子 怎么有空跑我这里来 白佑童开了家蛋糕店 这几年经营得不错 很多公司搞活动 会在她那里定 赚钱哪里有你重要 白佑童拉了张椅子坐下 不客气 拿起牙签插上芒果 放入口中 门外有人敲门 离子喊了声劲 保镖提着几个高档礼盒 走到桌前 拿出里面的甜品 蛋糕和果茶 随后恭敬行了一礼 离开 白佑童一眼看出 全部是离子爱吃的 冲她挑挑眉 闻先生真有心 连你喜欢吃什么都知道 离子拿了杯果茶塞她手里 吃东西吧 白佑童用勺子挖了块小蛋糕 随即眼前一亮 不错 哪家买的 我要去偷试 我待会帮你问问 离子想到农庄 你有空去现场看她吗 原本她打算自己去的 结果现在的情况 闻人途肯定不放心 她到处走 何况是偏远的景区 我今天过来 就是打算过来 跟你说这个事情 车票我订好了 明天上午去 正好我弟最近在家没事干 等事情对接得差不多 让我弟在那边盯着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闻人途和赵都进门 白佑童面色微变 离子敏锐地 察觉到不对劲 赵都怀里 抱着红色郁金香 浅色外套 干净明朗 给人一种忌惮的感觉 像是一阵风 一道光 她不着痕迹扫了眼 白佑童客气道 嫂子 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 谢谢关心 离子记得她之前 婚礼上当过伴郎 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 白佑童低头 闷不吭声吃着蛋糕 胃童嚼辣 你明天去沙西 嗯 原本是打算出家 算命地说 我红尘未了 六根不清净 不适合 闻人途诧异地瞥了她一眼 明明刚才心情还没这么好 不过她也没多想 第六十四章 离静思故意 离子听到沙西两字 贴了白佑童一眼 赵都 彤彤明天也要去沙西 方便的话 可以带她一起 赵都面色平淡 答应得却很爽快 可以 不用了 我弟弟明天还要跟我一起去 太麻烦赵先生了 白佑童长节微动 明明是甜美的长相 说话做事 却相当洒爽 赵都脸上的神色 更淡了些 双手插在口袋 整个人笔直站立如松竹 不麻烦 既然是嫂子的朋友 也就是我朋友 两人视线相对 白佑童倔昂头 讽刺道 赵先生还真是广结善缘 那没有 还是要看人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我都乐意 白佑童轻哼了声 别开头 白小姐 加个好友 把地址发我 明天去接你 赵都从口袋 拿出手机点了点 白佑童不好拒绝 面无表情 拿出手机扫 赵都唇角轻勾 文人图眼底 露出些许差异 他可从来不知道 赵都是如此热心肠的人 乔雅从祝军辉那里 拿到了关于黎姿的信息 更加确信了 要不是因为孩子 文人图 怎么可能会跟他这样 普通的女人结婚 祝军辉倒觉得不是这样 男人更了解男人 像他们这样的身份地位 除了连意外 选择黎姿这样的女人结婚 如果不是因为真心喜欢 是不会冒这么大风险 不过在乔雅面前 他可不会去除眉头 女人为爱失智 不可理喻 狠起来比男的还狠 赵荣静说 要请他们吃饭 傍晚便给文人图发了信息 文人图询问过黎姿意见后 让金秘术准备礼物 黎姿再一次感叹 金秘术的权能 他有些好奇 金秘术年薪多少 文人图比了个八 黎姿倒吸口气 又听他说 不包括股票和分红 其实 以金秘术现在的能力 完全可以自己 开公司当老板 或者去做职业经理人 不过正如他所说 文人图对他有知遇之恩 作为文人图的助理 圈子里不少人还要巴结他 金秘术是不是还没女朋友 你觉得他和彤彤怎么样 文人图脱掉毛衣 展现出宽阔的肩膀 八块腹肌 优美的仁鱼线 配上他那张冷硬刀刻般的面庞 相当禁欲勾人 吱吱 帮我拿下睡衣 黎姿脸红心跳 轻软了声 把衣服递给他 前几天文人图 都是在浴室换的衣服 眼下视觉冲击实在是大 他连头都不好意思抬 随手伸过去 等了半天 没人接衣服 他有些疑惑转头 一阵大力 将他拉过去 眼前 头下一片阴影 文人图将他拉至身前 双手捧着他的脸 人都是你的 怎么还不好意思看 文人图嗓音 染上些许细血 黎姿瞻怒瞪他一眼 他不知道 自己面颊粉红 毛色含着水光的样子 有多诱人 文人图吼杰 不自觉滚动两下 低头 含住他的唇 黎姿住的是医院 高级豪华病房 相当于小公寓 配套设施相当齐全 文人图最近都在医院陪他睡 两人在医院 不像是家里 尤其是黎姿 整个人跟烧红了的虾一样 全身红透 死死咬着唇不敢喊 文人图眸色暗红 染上浓重的情欲 故意加大了手里的力道 黎姿终于忍不住闷哼 唇齿间一出一声娇银 文人图听得几倍鼓酥麻 眸色更加深沉 仿佛底下藏着滔天巨浪 下一秒 所有的声音 全部被吞没在两人唇齿间 黎姿无意是抬手揽上他的脖子 忍不住抬起腰贴近 文人图有个会议要开 让保镖送黎姿先去饭店 赵容进新开的饭店 在一家商场对面 人流量很多 附近没有停车位 保镖有些为难 夫人 这边停车不好找 没事 我先下车进去 你待会过来找我们 之前他身边只跟了一个保镖 文人图不放心 现在他出行身边 骑马三个 另外两人一个给他开门 一个给他撑伞 商业街上 众人有些好奇 又看着从保姆车上下来的女人 在见到他面容时 不由得暗暗吃惊 浅紫色的毛衣 长裙套装 头发带着点微觉 慵懒地披在脑后 五官精致 黑白分明的眼眸 波光炼焰 脖子上戴着条玫瑰金项链 全身透着古无与伦比的贵气 怀着运 还如此好看的女人 众人真没见到几个 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保镖察觉到 立即挡在他的身前 并将散压低 遮住离子 乔雅站在楼上 默默注视着这一幕 你看你姐姐 现在过的日子多好 她在文家当少奶奶 是大厨师做的菜 穿当计最贵的定制 连出行都有保镖跟随 生怕她有半点闪失 你呢 被人抛弃 躺下医院没人管 有谁会在意你的死活 根本没人在意 乔雅的话 完全戳中黎静思内心的痛点 凭什么离子样样都比她好 老天真是偏心 给了她一个爱她的负名线还不够 还给离子一个 将她当公主宠的文人图 文总之前给了我们三百万 让我们不要再跟姐姐联系 黎静思还是有些顾虑 你又没特意跟她联系 你只是刚巧在外面吃饭 碰见了打个招呼 顺便跟她说说 你眼下的近况 做姐姐 随手帮妹妹一把 再简单不过 乔雅说得轻描淡写 黎静思眼睛一亮 乔小姐说得有道理 乔雅从小观会算计人心 如黎静思贪婪成性 有极度心中的女人 是最好操控 只要给她一个影子 立马就会上钩 离子由服务员领着 网楼上包厢走时 一个女人冲过来 姐姐 你怎么在这 黎静思满脸惊喜 上前就要靠近 她被眼疾手快的保镖拦住 黎静思顿住 我是她妹妹 姐姐 你这保镖真凶 她故作可爱的 吐了吐舌头 表情天真 离子单手撑着腰 静静注视着她 眼神中 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 别乱喊 我们可没有血缘关系 她对黎静思 已经够失望了 整个离家唯有奶奶 才是她真正的亲人 姐姐 黎子思表情难过 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当初骂你 可是你当时婚内出轨 确实不对 第65章 不惯着她 周围人震惊 夹杂着鄙夷的目光投过来 有几人还窃窃私语 真想不到 长这么好看 竟然婚内出轨 肚子里是孩子 估计是情夫的吧 还敢大摇大摆出门 不要脸 一脸狐媚像 黎静思满脸得意 嫁入文家豪门 又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要忍受 众人的指指点点 黎子沉着脸 走上前 抬起胳膊 趴甩了一个耳光过去 力气之大 手心发麻 黎静思被打得偏过头去 整个人猛圈 惊恶地瞪着眼睛 姐姐 你 闭嘴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在外面污蔑自己的姐姐 觉得很光荣吗 你暗的是什么心意 以为我真不知道吗 黎静思还在伪装小白花 红着眼眶道 姐姐 对不起 我刚才说错话了 我不应该在这里说的 黎子 我警告你 不管你心里想什么 最好不要给我动万七八糟的歪心思 你也知道我现在背靠文家 想做什么事情前 最好动动你的脑子 一直压抑着的怒火 在此刻尽数爆发 黎静思听他提起文家身躯抖了抖 上次他和黎母面对的那些保镖 个个长得高壮吓人 黎子表情冷得可怕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只是念着 爸妈 对我的养育之恩 不和你过多计较 姐姐 你在说什么 我 我听不懂 黎静思还在装可怜 黎子漫不经心 扫了眼他的肚子 不言而喻 黎静思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就在这时 有个男人跑过来 思思 出什么事情了 是周红颜 学长 黎静思咬唇 渲然欲气 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 黎子已经完全了解他的心机 一瞬间 只觉得恶心 他挡在黎静思面前 转头对上黎子的脸时 愣了愣 即便冷着脸 黎子依旧漂亮的惊人 黎静思察觉到他的尸神 眼底闪过一丝怨恨 学长 她是我的姐姐 我们俩产生了一点矛盾 她不是故意打我的 果然 下一秒 周红颜皱眉 她先前听黎静思说过 她姐姐跟丈夫离婚 又和家庭闹了矛盾 抛下瘫痪的父亲 年迈的母亲 直接离家出走 再怎么样 做姐姐的 也不能动手打自己的妹妹 这句话 黎子从小到大 听了无数遍 她的眼神越来越冷 有教养的人 不会在没弄清事情之前 一上来就指责别人 周红颜脸皮薄 被黎子说得面红耳赤 眼前的男人 一看就是 对黎静思有意 才会公然维护她 黎子只觉得 她年轻轻轻瞎了眼 不过黎静思惯会伪装 她应该不知道 你的那些事情吧 黎静思 你说 我要是说出来 她还会这样子维护你吗 黎静思用力握着拳头 不敢吭声 整个人害怕得直发颤 周红颜看着两姐妹 心面色疑惑 原本想问问 是什么事情的 结果见黎静思那样子 又有些心疼 不管思思做了什么 我都相信 她是有苦衷的 黎子沉默办会 突然不想戳穿了 让黎静思惶恐不安 害怕地守着 她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 黎静思 好好珍惜 现在拥有的一切 黎子说完 抬脚离开 黑衣保镖立刻跟了上去 没用的东西 乔雅一直站在楼上观察 低骂了声 什么没用 赵容敬问 乔雅掩饰性捞了几下头发 突然想起 家里有套没用的彩妆 可以送给朋友 闻赵和滋滋来了吗 没见到人 估计是路上堵车了 周红颜带着黎静思走出饭店 两人回到她的车上 递了瓶水过去 思思 你喝口水缓缓 黎静思握着水 雨带哽咽 学长 抱歉 让你看笑话了 周红颜原本拍了拍她的肩膀 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姐姐 她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因为一些事情 对家里产生了怨恨 我原本想劝她 不要跟爸妈置气 但她现在嫁入了文家 已经看不上我们 短短几句话 把黎姿说成了一个攀上高知 贤贫爱富的女人 文家 是我们公司的那个文家吗 黎静思点头 她还让文总给我们三百万 断绝关系 以后别去烦她 没想到你姐姐是这样的人 别伤心了 这种姐姐不要也罢 黎静思摇摇头 她以前对我很好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 她的声音顿住 车外 傅明线正同一个女人 轻力地说着话 女孩子黑色长发 身段高挑 米色毛线裙 清纯又干净 手上拿着冰淇淋 重复鸣线笑得很甜 丝丝 你怎么了 黎静思的手握在车门 把上用力握得很紧 她回神 笑得勉强 没什么 那个不是你哥吗 旁边是她女朋友吗 还挺漂亮的 周红颜已经顺着她的视线看到了 黎静思没有说话 我们要不要下去打个招呼 不用 黎静思语气有些冷 学长 我有些累了 麻烦您送我回去 哦 好 乔雅盯着黎姿身后两位保镖 这里都是自己人 嫂子可以让两位保镖出去 黎姿淡淡看她一眼 你们在外面等 抱歉 夫人 温总让我们寸步不离守着你 赵荣静有些不愚 到了她这个年纪 更喜欢简单 最讨厌奢华 繁琐 乔雅笑道 你们这样不行 怎么连总裁夫人的话都不听 小心吵你们鱿鱼 实则是暗暗嘲讽黎姿没有权力 连保镖都不听她的话 门打开 闻人图迈着大步走进来 做得好 这个月工资翻倍 几位黑衣保镖 面色一喜 谢文总 文人图脱下大衣 交给适应生挂好 对赵荣静道 之前滋滋出了几次意外 爷爷 把我臭骂一顿 现在我让他到奶都带着人 希望静妮能够谅解 赵荣静哪里敢对文老爷子有意见 看来文叔很喜欢滋滋 嗯 滋滋现在是我们家的团宠 兰姨把她当亲女儿看 小兰吗 我有些想念她包的汤了 提起旧人 赵荣静脸上更显温柔 改天请您去四季花园玩 行 反正我最近空得很 第66章 孩子死了 乔雅听着文人图几句话 便把赵荣静哄开心 不由的暗恨 她怎么处处护着这个女人 手机叮的一声 雷欧 要明天送到 乔雅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李子 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的礼物 一顿饭吃下来 乔雅并没有作妖 安静地反常 李子以为是文人图在这里的缘故 着火了 大家快跑 黑色的浓烟 从医院上方往上冒 众人坐鸟伞般 疯狂往外挤 电梯按不动 大家又全部掉转 冲向楼梯 黑衣保镖 被人拖到楼梯口的储藏间内 所有的病房门口都大开着 只有一个锁的死警 李子原本睡得正沉 鼻尖闻到一股浓重刺鼻的汽油味 她猛地惊坐起身 看到门外 一阵阵浓烟飘进来 匆忙去穿鞋 慌乱之间差点摔倒 好在及时扶住了旁边床架子 李子好不容易走到门前 手按在门把上 却发现 无论怎么使劲都扭不动 她急得冒冷汗 浓烟直冲面门 呛得直咳嗽 李子意识到门从外面被人锁住 凭她的力气 根本无法打开时 终于想到去找手机 她又重新回到床边 找到自己的手机 给文人图拨去电话 然而 无论她怎么打 都打不出去 房间内没有任何信号 薛里刚做完手术出来 发现后面 住院部竟然起火 她问从另一个方向 跑来的医生 什么情况 不清楚 突然就烧起来了 叫消防了吗 叫了 可这个点正是上班高峰期 估计堵在路上动不了 医生也急得要命 后面那栋 几乎是京都 有些背景全市的人住 不论是谁 有个三长两短 追究起来都要命 薛里抬头 记起李子正是住的那栋楼 她边跑边给文人图打电话 你老婆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 怎么了 薛里眉头皱得更紧 住院楼着火了 你老婆可能有危险 她自己 则给最近的警察局打电话 让他们派人过来疏通人群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造成更大混乱 李子放弃了 打电话求救 她所在的楼层是17楼 除了从门口出去 根本没有其他的出路 她用湿毛巾捂着口鼻 打开窗户 让浓烟飘出去 自己躲在浴室里 她在心里不断默念文人图的名字 她相信她很快会赶过来救自己 可烟越来越浓 汽油的味道 呛得她肺部生疼 李子不停咳嗽 整个人坐在地上 脑袋昏昏沉沉 渐渐的意识越来越不清醒 突然 她听见细高跟踩在瓷砖地面的声音 有人进来了 下巴被人掰开 嘴巴被人灌进不明液体 李子的第六感 察觉到危险 开始用力挣扎 但她实在是没有什么力气 所有的挣扎 只是徒劳 该死 文人图挂掉电话 直接掉头往外走 会议室内 合作方的人正在台上讲解 金德手上鼠标掉在地上 金秘术赶紧冲合作方道 不好意思 文总临时有点事情 文人图乘电梯到地下停车库 一路闯红灯 赶到医院内 电梯无法使用 文人图一路逆着人流 从楼梯往上爬 到18楼时 她不经意一瞥 看见自己的保镖 正直听听 躺在储藏间 一种不好的预感 顿时涌上心头 加快了脚步 往病房门跑 走廊外全部是火 地上被人倒了汽油 不少病房门口大开 显示里面的人 已经逃了出来 唯有李子所在的房门禁闭 文人图心急如焚 顾不得大火 一路往前冲 跑到门前 直接一脚踹开 房间内浓烟滚滚 并没有李子的身影 文人图 眼睛被熏得通红 面色冷凝 目光落在关着的浴室门上 她跑过去 拧开 发现李子闭着眼睛 陷入昏迷 躺在地上 在她的身下 有大片大片的血 从腿间流出 此之 文人图怒吼 弯下腰 一把将她抱起来 不顾火焰灼烧自己身上的皮肤 静止往外冲 静里好不容易摆脱一个 虎脚蛮缠的病人 爬上来看见 文人图从火光中跑出来 满身狼狈 衣服被火烧得东一块 西一块 可她全然不顾 眼眸红得四血 整个人像陷入绝望困境中的猛兽 静里第一次见她这样 师兄 快来看看滋滋 静里这才注意到 李子身下被血染红的裙子 目光凝住 她探了下李子的脉搏 还有呼吸 赶快送到急救室 文人图抱着李子 像抱着她最后的宝贝 静里明白 如果李子出了什么事情 文人图肯定会一蹶不振 文人图穿上无军服 跟着进了急救室 预产期没到 但现在不能等 静里看着她 我现在要直接剖腹娶孩子 需要征得你到的同意 文人图从进入房间后 目光便一动不动 落在手术台上的女人身上 好 师兄 求你一定要救她 文人图嗓音沙哑 吸入了过多的烟 让她每说一个字 喉咙变疼得厉害 可这点疼 完全比不上 看见李子躺在血泊中时的阵痛 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薛医生 产妇大出血 生命体征在不断下降 快输血 汗一滴滴从额头落下 薛里拿着锋利的银色手术刀 快速将圆润的肚皮 划开一道口子 看见里面胎儿的瞬间 她的面色难看至极 来个人 帮我把孩子抱出来 薛医生 孩子 孩子死了 护士骇然 声音颤抖 哄 文人图脑海中 炸开一道火光 她的视线 望着薛里和护士手中 比小猴子 大不了多少的婴孩 一滴滚烫的热泪 从眼角流下 她的孩子 还没见到这个人 时间就永远地离开了 文人图一拳打在墙上 皮肤开裂 红色的血粘在墙面上 她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恍如阎望 脸上神情恐怖至极 孕妇休克了 薛里把孩子交代其他人 快抢救 文人图回神 孩子已经没了 她不能再失去离子 她冲到手术台前 这一瞬间 向来不信神佛的她 在心里祈求了无数遍 如果是她前世罪灭深重 那么所有的债 她愿意一力承担 第67章 黎兹崩溃 薛里拿过那么多次手术刀 占过那么多次手术台 唯有这次 让她最紧张 孩子已经那样子了 要是黎兹在出什么事情 文人图一定会发疯 七个小时后 急救室的红灯终于灭掉 薛里走到文人图身前 拍了下她的肩 重重吐出口气 此次没事了 文人图身体僵硬 动了下充满红色血丝的眼睛 抬眼瞳薛里对视 薛里探声 我的话还不相信吗 文人图 抬起已经麻木的腿 往手术台前走 略微有些颤抖 摸了摸黎兹脸 触及到温热的体温 她闭了闭眼 整个人终于完全放松下来 乔雅刚拍完一组广告 接到黎兹孩子死亡消息后 高兴地在化妆间跳舞 祝军辉推开门 抱着胳膊散漫问 有什么事情值得开心 乔雅双手撑在化妆台上 眼神直勾勾看她 美丽的小姐邀请 必须要有空 薛里走出手术室 立即打电话给国外 孩子到了吗 到了 李 你真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他们应该是在娘胎里 被人用了心智的实验药 即便能救回来 智力或者精神上 也会有缺陷 我知道 拜托你们了 他们是我师弟的孩子 请务必要尽力 那是一定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事已至此 在没有好消息来之前 薛里不打算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们 一天后清晨 李子有些迷茫 睁开眼睛 入眼是洁白的天花板 思绪渐渐回笼 她记起昏迷前 似乎有人为自己 喝了什么东西 以及肚子那种 钻心刺骨的疼痛 孩子 我的孩子呢 李子摸着扁下去的肚皮 失声喊 神情七皇 兰姨欲言又止 直直无无说不出话来 她心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孩子怎么了 他们在哪里 她想要坐起身 牵动了肚子上伤口 立刻疼得脸色惨白 兰姨赶紧扶着她躺下 你刚生产完 身体正虚弱 不要乱动 李子紧紧抓着她的手 嘴唇微微颤抖 忍着疼痛道 兰姨 你告诉我 孩子去哪了 你把他们抱给我看看好吗 兰姨不敢同李子对视 我来的时候没看见 李子不明白 没看见是什么意思 说话间 眼泪冲出眼眶 外头护士走进来 产妇好好躺着 动作太大会撕裂伤口 到时候 发言更难恢复 李子像是看到了希望 护士 你有看到我的孩子吗 护士有些疑惑 孩子 你们还没告诉产妇 兰姨眼神有些冷 这个护士哪里冒出来的 没眼利剑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有问题 我们会叫医生 护士却好像没听出 她的言外之意 对李子说 孩子在肚子里 已经死了 闭嘴 兰姨怒斥 这里不需要你 出去 护士被她语气里的肃然 吓得微斗 我 我也没说错啊 产妇有知情权 李子正正地靠在床头 眼泪一颗颗冲出眼眶 从脸颊上滑落 砸在被单上 印出一片湿润的痕迹 兰姨见她这副样子 心里无比担心 吱吱 你别哭 兰姨 她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李子声音哽咽 带着轻颤 一句话 仿佛用尽了全部力气 兰姨没有办法回答她 李子从她的沉默中 得到了答案 瞳孔皱缩 整个人弯着腰指不住颤抖 闻人图急不进门 走到床头 用力抱住李子纤细的肩膀 吱吱 我在这里 李子靠在她胸膛 眼泪落得更凶 你告诉我 不是真的 我们的孩子 怎么可能死了 她仰头 好似冰死的白天鹅 神色凄美 苍凉 执着等待一个答案 闻人图没有说话 眼里藏着深沉的痛苦 她几乎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对不起 芝芝 是我的错 没有保护好你们 刹那 李子眼里的光 尽数熄灭殆尽 她抿着唇 神情满是痛苦 绝望 她辛辛苦苦 怀胎八个月 就差那么点时间 他们就能出来 到底做错了 什么要这样惩罚她 李子再也压抑不住 崩溃哭出来 声音绝望 令人悲痛万分 兰姨忍不住 别过头擦眼泪 站在门外的护士 悄悄拿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发出去 很快 她的账户上 收到十万块钱 护士喜滋滋 数了数账户余额 横着哥转身走了 头顶监控闪烁 将这一切 全部记录了下来 李子的情绪 实在太过激动 闻人图没办法 只能让医生过来 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 等到她睡过去后 闻人图嘱咐 兰姨照顾好她后 走出病房 闻总 刚才我们发现 一个护士很可疑 保镖尽职尽责 将保存好的视频 打开来给她看 闻人图眼神里 闪过锋利寒芒 她明明吩咐过 等李子醒来 立马通知自己 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她 关于孩子的事情 这个护士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 竟然敢告诉李子 原来是有人受益 你马上让人去查查 她最近接触过什么人 简直是太碎头上冻土 自寻死落 她醒了 闻人图点头 神色疲倦 眼眸底下一片清黑 有烟吗 医院禁止吸烟 薛丽说着 还是丢给她 一包崭新的烟 两人坐电梯到顶楼 打开天台的门走出去 细雨夹杂着寒风 将两人头发吹得凌乱不堪 风太大 闻人图试了 好几次才点燃一根烟 用力吸了口 天头吐出 我刚刚让人 查了最近的出关记录 没有发现异常 薛丽对于这个结果 毫不意外 正常 这种要过关卡 肯定会被拦截下来 你让人再查查 最近几场 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人物 师兄 孩子你送去哪了 薛丽一早知道明白 瞒不住他 第68章 决定离婚 我让人用直升机 送到了纪国实验室 可能有点希望 不过你也知道 在那边都是些什么疯子 薛丽点到为止 他还是不想 到时候 让闻人图白白失望 我明白 闻人图沉生道 狸子自从醒来后 一直盯着窗外 无论兰姨怎么劝他 不吃也不喝 孩子的死 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原本他先前 就有过轻生的念头 如今对于这个世界 更没有什么留恋 闻人图放下公司 所有的事情 待在医院陪他 往往他说上好几句话 或许得不到 离子的一个回应 于是 两人陷入窒息的沉默当中 薛丽来过一次 被这种氛围 搞得毛骨悚然 检查完离子身体状态后 匆匆离去 阿赵 姿姿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你让他接电话 爷爷 他在睡觉 晚点我再打点你 闻人图怕老爷子看出什么 准备马上挂掉电话 阿赵 你别瞒我了 孩子的事情 我全部都知道了 姿姿原本身体状况就差 以后估计不可能再有孩子 闻人图眉目紧锁 他明明已经让手下封锁了消息 到底是谁特意去告诉闻老爷子 爷爷 我自有打算 你不要越过 我去跟姿姿说这些 打算 你能有什么打算 难道你还准备一辈子没有孩子 他气得直瞪眼 张开嗓门怒骂 你这个不孝子 你怎么对得起去世的父母 你让我怎么跟列祖列宗交代 您不用操心 等我死后下去 亲自跟他们赔罪 李子躲在门后 手紧紧捂着嘴巴 眼泪缓缓流下 闻人图出来后 看到床上隆起的一小团 心底微软 他放轻了脚步 往门口走 快到门口时 又重新返回来 拿起笔龙飞凤舞 再便签留下一句话 等门合上后 李子才掀开被子钻出来 他只捏着便签 半边脸趴在枕头上 哭得泣不成声 他一直明白 孩子的事情 跟闻人图没有关系 失去孩子 他的心里 或许跟自己一样难过 可他真得不知道 怎么面对他 没有孩子作为牵绊 两人的关系 如履薄冰 刚才爷爷打电话时 他在门背后 听得一清二楚 他的身体 或许永远不能有孩子了 他们之间家世相差 实在太大 如果闻人图 没有继承人 即便他不在乎 闻家其他人 也会有意见 他做不到那么自私 李子拿出手机 颤抖着 拨出闻家老宅电话号码 爷爷 我是滋滋 我想要跟闻赵离婚 麻烦您让律师 你第一份离婚协议 他的声音格外平静 或许明白 这才是两人最好的归宿 闻老爷子 哪里会听不出 他压抑之下的悲痛 叹气道 滋滋 闻家不能没后 是爷爷对不起你 你放心 该给你是补偿一分不少 不用了 李子想得很清楚 原本便不属于他的东西 他何必带走 下午 李子醒来后跟蓝姨说 蓝姨赶紧拿出保温盒里的饭菜 多吃点 养好身体 才有精神 他以为李子终于想开了 安慰他道 这人生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看 关关难过关关过 芝芝 蓝姨一直觉得 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别伤心 宝宝以后还会再有的 李子低头吃饭 一滴泪砸进米饭中 咸得发苦 没有了 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白又彤知道消息后 火急火燎赶到医院 芝芝 他站在门口 李子抬头 两人对视间眼眶都红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白又彤蹲在床边 握住他的手 短短四五天 李子却瘦得几乎脱象 一双眼睛又黑又大 巴掌大的小脸 没有丝毫血色 整个人像 没有生命的洋娃娃 白又彤心痛得无法呼吸 没有人比他更知道 李子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多少苦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上天要如此残忍 彤彤 我的宝宝没了 他的眸中满是灰暗 好似一场吹不散的大舞 白又彤不知道怎么安慰一个 刚失去孩子的母亲 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语言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他只能紧紧抱着李子 陪他一起哭 闻人图站在门口 手握在门坝上 听着门内的哭声 心再一次被人用力揪住 撕开 晚上 李子在白又彤的陪伴下 吃了小半碗饭 闻人图知道后 忍不住朝白又彤 露出感激的神情 他把房间留给两个女孩子 自己站在走廊外吹风 赵都递了根烟给他 他跟白又彤一起回来的 听薛李说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后 就没走 闻人图最近烦躁的厉害 私底下 几乎一天一包烟 顾忌着还在门口 结果烟往楼踢口走 赵都跟了上去 有查出什么吗 闻人图想到 保镖从护士手机里 翻出的匿名号码 追踪过去 IP地址显示在国外 又是跟国外人员有关 我怀疑 是我以前在黑市得罪的人 进行报复 不应该 这么多年过去 现在才冒出来 赵都觉得不太对劲 闻人图摇头 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反正肯定是冲着他来的 拜托你一件事情 赵都神色一领 闻人图难得 用如此正宗的语气 和他说话 嗯 去济国帮我看着孩子 他还是不放心 正如薛李所言 那边都是一群疯子 你放心 我好歹是他们干店 赵都语气严肃答应 顿了下 我也拜托你一件事情 替我照顾白又彤 闻人图从两人 这次回来的行为举止中 便看出些端倪来 好 她是滋滋闺蜜 我肯定看好她 两个男人互相碰了一拳 什么 你要跟闻人图离婚 李子闷闷点头 白又彤捧着她的脸 视线触及到她眼里的悲伤时 想要劝说的话 全部梗在喉咙里 那一刹那 她整个人摇摇欲坠 好似要碎掉般 做出这个决定 李子心里比谁都痛苦 如果你想好了 我支持你 第69章提出离婚 当天 白又彤在医院里 陪着李子睡 李子听着身旁平稳地呼吸 睁开眼睛 望着窗外看了很久 半夜 她猛地从梦里惊醒 对上白又彤担心的眼神 她嘴唇轻颤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宝宝说 舍不得离开 李子眼泪又流了下来 彤彤 如果我当时逃出去就好了 他们会不会怪我 白又彤抱着她 宝宝肯定是不放心 你才托梦 没事的 姿姿 不是你的错 过了很久 李子的情绪才平复好 有白又彤陪着 李子看起来 似乎比以往更有精神 但她还是不能下床 刀口恢复 需要一段时间 闻人图有时会过来待一会 看看她 说两句话 每当这个时候 李子总是没有什么好脸色 白又彤试图缓和气氛 却发现很难 等人走后 李子盯着门口沉默 白又彤叹气 你这样折磨自己 折磨她又是何必 彤彤 我不能只顾着自己 她应该值得更好的人 我现在这样子 根本不适合当闻太太 闻老爷子的动作很快 郑文人图不在实命人 把离婚协议送过来 夫人 这个档案袋里 有老爷子给你的补偿 律师又拿了一个文件袋 递给她 李子没有接 面色从容 不用了 替我谢谢爷爷 律师不敢多说什么 面色为难收回 李子拿出文件 看都不看一眼 翻到最后一页 签上自己的名字 协议先放这里 等文照回来 我会跟她说 她语气平淡 丝毫看不出 任何难过的情绪 好的 夫人 李子睫毛轻颤 以后麻烦叫我李小姐 芝芝 明天我要飞一趟国外 你放心 附近我重新安排了人手 绝对不会再发生先前的事情 这几天 让彤彤留在医院陪你 你们想吃什么 跟兰姨说 等我回来 给你带礼物 文人图说着 在她额头 轻轻落下一吻 李子原本想避开 顿了下想到什么 终究是 没有刻意伤她的心 阿赵 走之前 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李子平静地望着她开口 文人图脸上的柔情 瞬间被阴霾取代 她的面色 冷得似冬日寒冰 你说什么 李子张口 放在被子底下的手 死死握紧 深吸了口气说 离婚 我不想当文太太 文人图目光一瞬不瞬盯着她 几年后 突然放软了语气 蹲在床边握住她的手 芝芝 你最近太累了 好好休息一阵 一切都会好的 等我回来 你身体应该痒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 我带你去国外旅游 抱歉 我总是太忙 忽略了你 李子心头一阵阵钻心的疼 用力咬着唇 文是总裁 天之骄子 谁能想到 这样骄傲的一个人 如今竟然为了挽留她 如此卑微 李子真想抱住她 告诉她自己 根本没有怪过她 可是想到文老爷子上次说的话 她只能咬牙狠心道 文照 我不想过担惊受怕的生活了 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 不想什么时候 自己就命丧黄泉 不会 姿姿 我向你保证 先前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 你相信我好不好 文人图的语气 不自觉带了一丝祈求 李子不敢看她 怕自己的眼泪 会忍不住掉下来 求你 放过我 文人图脸色大变 眼神刹那 变得灰败惨淡 姿姿 你不要说这种话 她的声音沙哑 带着说不清的沉痛 李子用力抽回自己的手 冷着脸道 文先生 你还记得 我们一开始谈的协议吗 我很感谢 你为我做的一切 包括这段时间的照顾 文人图望着她冷冰冰的神色 仿佛一把锋利的刀 插进了胸口 文人图瞬间明白了 在她想着 怎么让她不那么难过时 在她一边处理公司的事情 一边还要追查下毒的人 忙得不可开礁时 她却想着 要怎么离开自己 真是一枪真心喂了狗 文人图低笑一声 眼眸凌厉看着她 你以为文夫人的位置 非你不可吗 李子 外面多的是 女人想要坐上这个位置 你自己考虑清楚 是 我考虑清楚了 李子睁着大大的眼睛 空洞 而又麻木地开口 碰 旁边的花瓶落在地上四分五裂 水溅了一地 李子身体颤抖 害怕地闭上眼睛 门被人敲响 金秘术的声音传进来 文总 时间差不多到了 文人图失望地瞥了眼李子 离婚的事情 等我回来再说 她走出病房 金秘术瞥见文人图的手 瞳孔一缩 文总 您手受伤了 之前的伤口又重新裂开 文人图神色冷漠 不在意道 没事 从医院开车到机场 走快速通道 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文人图脑袋闪过 先前看到离婚协议书上 律师的名字 那是文老爷子的专属律师 他立即拨通了文家老宅的电话 管家 爷爷最近是不是跟滋滋说过什么 少爷 这 我不太清楚 文老爷子浑厚的声音传来 把电话给我 爷爷 离婚是不是你逼滋滋说的 离婚协议 也是你让律师 你定好送来的吧 文老爷子听着自家孙子 一副兴师问罪的语气 额脚轻惊直跳 滋滋跟你这么说的 不是 我看到了离婚协议书上律师的名字 爷爷 有什么事情 你跟我谈 他现在身体还没恢复好 你这样做 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文老爷子听说 不是离子讲的 神情缓和不少 阿赵 爷爷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的人 实话跟你说 是滋滋主动打电话 给我要和你离婚 那头陷入一阵漫长的沉默中 阿赵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以前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普通却安稳 平淡 你再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 爷爷虽然有私心 但也没有那么绝情 在这个时候去逼他 有些时候 你站在他的角度 替他多考虑一下就明白了 第七十章乔雅背对 文人图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他对离子的感情 竟然会成为他的负担 文老爷子的话 好似一把锤子 砸在他的脑门上 阵笼发聩 乔雅穿着大红色风衣 踩着细高跟 抱着一束花 站在病房门口 只是不等他推门 立刻被冲出来的保镖 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我是你们文总的朋友 过来看望李小姐 抱歉 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保镖面无表情冷硬说 上次那批保镖 已经被罚到非洲去挖霉 他们不想步上前人的脚步 自从出了护士的事情后 连进入病房内的医生 都要进行核实 乔雅没想到 文人图把离子保护得这么好 看来上次已经让他们 有了深刻的警惕和防备 乔雅从包里掏出手机 我给你们文总打电话 保镖没有吭声 乔雅很确信 文人图没有查到什么 否则早就直接找上自己 而他今天打着探望的名义 是想来看看 离子现在有多狼狈 手机响了许久 没有人接听 乔雅不死心又打了过去 还是一样 他只好沉着脸挂掉 就在这时 门从里面打开 白又彤走出来 看了眼乔雅有些疑惑 你是 我来探望李小姐 乔雅摘下墨镜 白又彤指着他惊喜喊 你是那个模特 叫 乔雅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见自己的粉丝 唇角上扬 挂起职业式微笑 你是 Coco对不对 白又彤惊喜道 我可喜欢你了 上次 你穿的那条白色裙子 我特别喜欢 打算以后结婚 找条款是差不多的 乔雅唇角的笑意僵住 脸色有些难看 白又彤的声音太大 连走廊外 其他病房经过的人 都看过来 长得确实高 怪不得能当模特 漂亮是挺漂亮 就是太瘦了 跟骨头架子一样 我喜欢胖点的 好生样 要不我们去跟他合个影 又不是大明星 过去干嘛 乔雅的面色 随着周围讨论声 越来越难看 我不是 Coco 你认错人了 白又彤 那你是 乔雅 她原本以为 自己说出名字后 白又彤会更加惊喜 结果她神色一变 我知道 和雷是总裁 传绯闻上位的那个女人 乔雅觉得 眼前这个女人 简直有病 李小姐在里面是吧 那我进去看看她 不行 她在里面休息 文总说了 不能让不相干的人 进去打扰 说来说去 还是不能进 乔雅气得面色铁青 恨恨刮她一眼 把手里的花 直接丢到旁边垃圾桶 什么人 太没素质了 那么好的花 直接丢垃圾桶 简直是暴殿天物 白又彤在后面追着说 乔雅脚步一顿 要不是周围人太多 她怕被人拍照 估计会直接跟白又彤吵起来 李静思自从看见 傅明线跟一个年轻女人 在一起后 便满腔木火 凭什么 为了她自己 背叛了姐姐 被家里人责骂 还搞得以后 都不能生孩子 她却转头 换了个年轻的女人 继续快活 李静思没有多想 见她气色差 整个人受了起码十来斤 以为是她生病 所以不出来 何小姐 你知道明线哥 在外面玩女人吗 何彩仪盯着她 突然笑了声 她算是知道 李静思喊自己出来的目的 你说的是哪个 何彩仪偏头笑得 意为不明 李静思愣了几秒 随即 心头的火更旺 傅明线居然还 同时玩了好几个 何小姐 你都不生气的吗 我生气什么 她无论在外面怎么玩 都不敢带到我的面前来 何彩仪笑了声 黎静思 这就是我 和你最大的不同 啪哒 脑袋里的那根弦 突然断开 黎静思瞪大眼睛 正正地看着她 声音虚得发慌 你 在说什么 何彩仪喝了口咖啡 她没有放糖 苦得味蕾发麻 她却面部改色咽了下去 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的孩子是王慧如 为了保生儿子 拿假道士给的 要给你喝才留掉 又是当头一棒 黎静思傻傻地 望着对面坐着女人 她唇角挂着的 笑显得那么瘆人 恐怖 眼神里说明 她看穿了一切 寒意从心底生起 黎静思惊惧异常 咖啡店明明开了暖气 四肢百孩 却不断冒起冷意 何彩仪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看自己 是不是跟跳梁小丑一样 黎静思只觉得 这个女人 根本不像表面 展现出来的老实 纯善 恰恰相反 她或许什么都知道 默默看着她们 何彩仪走后 黎静思哆嗦着 喝了口热咖啡 紧接着拿出手机打电话 等她看清那串号码时 才发现自己 竟然打给了黎姿 以往不管出了什么事情 她总是第一个想到 要找黎姿 而她不论手上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会及时安慰她 替她想办法解决 黎静思望着窗外 川流不息的车辆 有那么一瞬间 觉得无比迷茫 她好像丢掉了 很重要的东西 王慧如知道自己儿子 找了其他女人后 特意又让人去调查过 但这次 傅明县提前警告了她 王慧如 只要她不去找黎家 那个小贱人 至于她想在外面玩女人 都无所谓 何彩一回到何家后 直接昏迷了过去 何母赶紧叫来家庭医生 小姐忧思过度 再这么下去 身体会越来越差 何母自然知道 她是因为什么事情 何彩一从小聪慧 因为外貌的原因 一直不自信 掩藏着自己的智慧 没想到 唯一一次为了感情 用她的聪慧去害人 建议近段时间 给小姐换个环境调养身体 医生不好多问 豪门世家 各种脏乱阴暗 年纪轻轻死掉的大家小姐 她已经见过不少 黎兹大概猜到乔雅的来意 其实她根本不在乎 反正她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但白佑童咽不下这口气 本来她心情就不好 这下直接撞到枪口上 彤彤 我想回老家 第71章离开 她想回从小长大的地方 想要见见李奶奶 在这个世界上 她唯一的亲人 白佑童心疼极了 好 我陪你一起回去 黎兹被文人徒救起后 便一直住在四季家园 先前办婚礼时 文人徒重新让工作人员 帮她办理了身份证和户口本 不过那些都在别墅内 如果要回去拿 有点麻烦 还有门口保镖 那些全部是文人徒安排的人 如果她离开 保镖肯定会告诉文人徒 那她能不能走得了 都是另外一回事 李子想到 一个人可以帮助自己 爷爷 文照出国谈业务了 我想 现在收拾东西回老家 外面有文照的保镖 能不能麻烦您安排一下 好 姿姿 爷爷对不起你 李子和老爷子相处了几个月 已经有些感情 她能理解 文老爷子 为了文家 着想做出的决定 换作 是她也会这样做 李子清晰了几口气 眼眶湿润 爷爷 离婚协议 我已经签好了 你让律师过来拿 好孩子 委屈你 给你的那些 补偿我让人直接转到你名下 等你那天需要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 医院还有薛李在 她现在偶尔会过来查房 顺便跟李子聊两句 因此 白天不方便行动 到了半夜 李子睁开眼 拿上自己的手机 穿好外套下床 她打开门 外面保镖果然不在 迅速走到电梯前 按下一楼 夜晚凉风吹得她 打了个哆嗦 李子拉紧了毛衣 走出大门 看见在马路边 停着的黑色轿车 车门打开 兰姨走下来 李子一时有些犹豫 是不是文人图知道了 紧接着 白又彤从另外一边下来 冲她挥手 李子松了口气 兰姨 李子不知道怎么开口 别说了 孩子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由 户口本和身份证 我给你放箱子里 以后有空 记得回来看看兰姨 我会的 李子眼眶含泪点头 另一边 保镖上完厕所 回来从监控上 看见李子走出去的身影 吓得背后冷汗直冒 她立马联系金历数 金历数见到是医院的电话皱眉 这个电话国应该是晚上 难道夫人出了什么事情 金历数 不好了 夫人刚才从医院离开了 什么 金历数大惊失色 你们赶紧派人去追 要是追不回来 你们自己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 文人图正在里面 和另一家公司总裁开会 金历数犹豫再三 还是觉得不能隐瞒 文总 夫人从医院走了 文人图喉咙 仿佛被什么勒颈搬 短短的几秒后 椅子发出刺辣一声 她下河绷着 面色肃然 抱歉 有件急事 需要我去处理 金历数匆匆拘了一躬 赶快跟上去 马上订最快一班飞机 我要回国 金历数查了查 文总 最快一班飞机 要三个小时之后 三个小时 黎子那个女人 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加急调直升飞机过来 金历数 好的 我马上去 夫人 后面有车子追上来了 司机 从后视镜收回目光 黎子转身看了眼 好几辆车子 在后面紧追不舍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 夫人 你们坐稳了 系上安全带 好 下一秒 车子像离闲的剑一般射了出去 漆黑的巷子口 停着两辆相同的车子 白柚童坐上另外一辆 按下车窗 探出脑袋 吱吱 等会给我发信息 黎子点点头 黑夜的寒风 将她小脸吹得腊白 车子驶离原地后 不多时 又有两辆从巷子口经过 夫人 我们可以走了 刚才后面的车子 一直追着不放 好在文老爷子早就料到 会有这样的情况 安排了另外一辆车子 离猫换太子 黎子原本打算回老家 去看离奶奶 可是文人图肯定会猜到 文老爷子的意思是 让她从今天起飞的地点 选择一个地方 文人图即便想要查 也需要不少时间 黎子接过保镖手中的行李箱 回去 替我向爷爷道谢 夫人慢走 保镖行了一礼 黎子戴上墨镜 拉着行李箱 往机场内走 尊敬的旅客 您乘坐的A2305客机 即将起飞 请您带上行李 前往登机口 黎子坐在休息室 听着广播里 传出的甜美女声 视线落在屏幕上 文人图头像 手指停顿片刻 按下删除键 而后起身 往登机口走 另外一边 通道口走出两位 西装革履的男人 其中一个身形高大 眉眼深邃 带着威严冷峻的气势 神色严肃 恍若杀神 带着腥风血雨 然那张刀消失的脸 却英俊逼人 黎子似乎察觉到什么 转头看了眼 身后有人撞了他一下 他低头 背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小女孩穿着可爱的牛仔外套 咬着手指 好奇盯着他 软软 别乱跑 孩子的母亲追上来 抱歉 小孩子不懂事 黎子摇摇头 想到自己未出世的宝宝 一阵黯然伤神 文总 追过去的人汇报说 车上坐的不是夫人 夫人现在 可能已经坐飞机到了国外 文人图神情音逸 查查今天有哪些航班飞往国外 文总 来不及了 货人图回头 天空中 一架飞机从头顶划过 五年后 飞往华国的飞机上 女人戴着黑色墨镜 威卷的头发 随意扎了一个花包 露出光洁的额头 她穿着白色短袖 淡蓝色牛仔裤 露出一段雪白细腻的腰 从她上飞机起 周围不少人 目光都若有若无落在她身上 小姐 麻烦您将手机关掉 抱歉 李子给白佑童回来的消息后 暗灭手机 漂亮姐姐 你可以帮我打开吗 软糯的声音 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李子扭头 看到自己座位旁 站着一个小女孩 大约四五岁的模样 皮肤雪白 精致漂亮的像个洋娃娃 只是头发有些凌乱 不知道是刚睡醒 还是没砸好 她的手上拿着一瓶饮料 眼巴巴等着李子 被这样可爱的小朋友望着 李子只觉得心都要化了 她温柔笑道 当然可以 第七十二章回国 李子接过饮料 拧开瓶盖后 刚要递给她被一个声音打断 姐姐 你别给 一个穿棒球服的小男孩 冷着脸走过来 小大人似的教训女孩 琪琪 你偷偷喝饮料 待会我要去告诉赵叔叔 臭哥哥 我讨厌你 小女孩扁起嘴巴 晶莹的眼泪 啪哒啪哒 从眼眶落下 小男孩站在那里 不为所动 李子见小女孩哭 心口不知怎么的 有些难受 抽了几张纸巾 蹲下身 轻轻给小女孩擦眼泪 琪琪不哭 哥哥也是关心你 小女孩翘起嘴巴 张开软乎乎的手臂 抱住她的脖子 李子只觉得心都要化了 姐姐 你别被她骗了 她经常假哭骗人 小男孩说臭着脸 眉头紧锁 小大人似的模样 害怪可爱 兄妹两个颜值都很高 李子不知道为什么 很喜欢这两个孩子 她抱着小女孩 坐在椅子上轻声安慰 小男孩自己爬到 她旁边的位置坐好 姐姐 我可 琪琪靠在李子怀里 睁着大大的眼睛撒娇 李子把矿泉水瓶拧开 递到她唇边 小男孩抱着胳膊哼了声 你自己没事吗 要别人喂 小女孩冲她摆了个鬼脸 臭哥哥 李子问小男孩 你叫什么名字 杨杨 李子点头 低声询问 你们家里的大人呢 这座父母的 也太粗心大意 两人在这里 待了起码十来分钟 都不见有人找过来 小女孩心虚地垂下眼 用手捂着脸 不要问琪琪 琪琪什么都不知道 李子看向杨杨 杨杨一本正经开口 没有大人 我们自己上的飞机 李子有些吃惊 那你们是怎么买票的 简单 用手机买 杨杨说得很自然 李子 现在的孩子 都这么厉害了吗 姐姐 我哥哥很厉害的 他还会懂电脑 琪琪奶生奶气 自豪炫耀 李子更震惊了 杨杨察觉到他的神情 微台下巴 姐姐 你要是电脑有问题 可以找我 给你打八折 哥哥 你都赚了那么多钱了 还要赚姐姐的钱 小女孩比仪 杨杨理所当然道 傻瓜 谁会嫌钱多 而且你身上穿的 吃的 喝的 哪样不是我赚来的 啊 我以为臭爸爸给的 你想多了 爸爸都没有来看过我们一次 唉 为什么爸爸 都不来看我们 谁稀罕 杨杨嘴上说着 不在乎 神色还是有些难过 哥哥 等我们找到妈妈 就不要臭爸爸 反正你能赚钱 到时候 带我和妈妈吃香的喝辣的 李子听着两人的话 有些心疼 又有些好笑 他挺喜欢这两个孩子的 你们妈妈叫什么名字 或许 我能帮你们找找 七七摇头 看向小男孩 羊羊皱眉 不知道 可能要问爸爸 从两人的对话中 李子听出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 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真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 飞机到华国 要三个多小时 李子一路和两个小家伙聊天 妹妹比较黏人 挨缠着他讲故事 哥哥不怎么爱说话 一个人拿出平板电脑玩小游戏 李子看了看 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 那些跳动的符号 飞机到站 李子带着两个小家伙 走出通道 你们知道家里大人的电话号码吗 姐姐 我们不可以跟你走吗 七七歪着头天针道 羊羊跟着说 姐姐 我们可以付出素费和伙食费 李子对上两个小豆丁 干净纯洁的眼睛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软得一塌糊涂 可以啊 七七高兴地跳起来 抱住李子的腿 姐姐 爱死你了 羊羊翘起嘴角 拍着胸口保证 姐姐 你放心 我有钱 不会白吃白住 李子根本没打算要他们的钱 知道了 我们羊羊是个小富豪 姐姐的朋友在外面 等一下带你们去吃东西 白又童左等右等 不见李子出来 正要给他带电话 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推着行李箱 上面坐着个漂亮的小姑娘 右手还牵着一个酷酷的小男孩 自知 这俩还哪来的 在飞机上捡到的 李子说得随意 白又童差点惊掉下巴 那他们 先跟我们回去 上车后 两个小家伙 很有礼貌打招呼 漂亮阿姨 你好 我是七七 你好 我是羊羊 你们好 叫我童童阿姨就行 两人齐声开口 童童阿姨 李子不放心两个孩子 跟着他们一起 坐在后面 原本赵都要跟我一起来接你 临时出了点急事 需要处理 白又童启动车子 没关系 反正 我已经回来了 有的是时间见面 羊羊从包里 拿出平板电脑 点开屏幕 上面有个红点 不停闪烁 他轻哼了声 小手快速点了两下 红点消失在屏幕中 办公室内 赵都松开手 不行 查到他们出了机场 就被发现 现在信号 被羊羊满结离追踪不到 他说完 笑道 小家伙越来越厉害了 文人图面色铁青 我马上让人去掉机场的监控 是个办法 如果羊羊 没有黑掉机场监控的话 赵都懒羊羊 往后靠在椅背上 该死 文人图低骂一声 放心吧 她的面容缓和不少 因为一些特殊情况 五年来 她没有跟两个孩子见过面 只隔着视频 和他们进行过通话 两个孩子聪慧 偷偷回国不告诉她 估计也是在怪自己 文人图烦躁拧眉 这些年 她整个人越发阴郁沉闷 赵都看了眼手机里的消息 由于半上 还是没有告诉她 看新闻了吗 文士总裁 要和明博乔雅订婚了 真的假的 不是说乔雅一厢情愿吗 女追男阁曾杀 都几年了 铁树也该开花 第73章 听到她的消息 白又童有些担忧地望着她 芝芝 你没事吧 李子抿了下唇 摇摇头 她和乔雅要订婚了吗 白又童原本打算 瞒着不告诉她这个事情 没想到 会意外被她听见 说是下个礼拜 不过文士官博 还没有发通知 李子扯起唇角笑了笑 我还以为她早就结婚了 毕竟文老爷子盼望着孙子 文家更需要一个继承人 这些年 她在国外一个小镇 刻意不去关注文人图的消息 渐渐的 似乎她以往的人生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 可当她踏上这片土地 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时 过往的记忆纷至踏来 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具体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赵都和文人图 虽然是好友 但因为李子的关系 白又童很少跟她谈论 只听赵都说 文人图很忙 事业版图相继扩大 住家被她搞得退避三社 根本不敢惹她 芝芝 你还没放下她吗 当年李子选择跟文人图离婚 甚至不惜跑到国外 白又童原以为外面的生活 能够让她忘记那些伤心事 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当她看到李子 对两个陌生孩子的关爱时 看到她听见 文人图订婚失态的神情时 就知道 她根本没有忘记 没有走出来 李子强称着笑意 我就是乍然听见 有些惊讶 她转移话题 你的婚纱选好了吗 还没 等你回来 帮我参谋一下 白又童没有执着逼问 李子这次回来 最主要就是参加白又童 和赵都的婚礼 两人三年前订婚 一直到今年决定结婚 七七用小手捏着薯条 放进嘴巴 含糊不清说 他们是不是在讲臭爸爸 杨杨嗡了声 脸色不好看 那个乔雅是我们的妈妈吗 七七有些好奇 怎么可能 那个丑女人 怎么会是妈妈 杨杨的神色有些激动 李子看了两个小朋友一眼 不要吵架哦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杨杨垂下脑袋 有些不开心 她从小比七七聪慧 明白这个世界上 有后妈就有后爸 以后 她和七七就是没人疼的小孩 两人是龙凤胎 但五官长得并不像 不会让人联想到 他们是一胎生下来的 七七察觉到哥哥的难过 以为哥哥 是因为自己说错了话 小手 拉着杨杨的衣角 哥哥 对不起 我们不要理臭爸爸 她说着 在杨杨脸颊边亲了一口 带着薯条味的口水 沾了她一脸 杨杨嫌弃地躲开 用纸巾擦拭了好几遍 吃过饭后 七七有些饭困 李子抱着她往外走 杨杨牵着她的手 原本白佑童说她抱杨杨 结果她不肯 非要自己拉着李子走 白佑童嘖嘖称奇 这两个孩子 好像天然和你很亲近 白佑童弯起唇角 我也觉得奇怪 李子 一道尖锐诧异的女声 在两人身后响起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乔雅防备又带着敌意的眼神 落在她怀里的小孩子时 稍稍顿住 吃一问 你的孩子 白佑童刚要说话 李子率先开口 嗯 是我的孩子 乔雅文言 突然松了口气 听说你一直在国外 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跟审问犯人一样 李子谋色淡淡 乔小姐 我似乎没有义务回答 你的这些问题 她沉着冷静面对 五年过去 李子整个人由那外 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不再是之前那个情绪外露 容易被人欺负的性子 乔雅有些惊诧 聊起头发笑了笑 许久不曾见面 关心你而已 关心就不用了 我和你之间 好像没那么熟 乔雅没想到 李子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 脸色微变 随即想到什么笑起来 你现在住哪 刚好我和昭哥下个礼拜订婚 想邀请你过来参加 到时候 我让人去给你送情帖 这明显 是在恶心人 摆明了 肯定李子不会去 好啊 河滨花园 一栋一单元 你直接让人送过来就行 乔雅没料到 她答应得如此爽快 笑意僵了僵 李子不愿意把时间浪费 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我们有事 先走一步 不管乔雅抱着什么心思 反正跟她无关 跟在乔雅身边的三线女明星 好奇盯着几人离去是背影 她是哪家的豪门大小间 那长相 身断 气质绝了 雅雅 下次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 确实 五年过去 时间好似没有在李子身上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当初她柔柔弱弱 便引得文人图那样怜惜 如今似乎更加夺目耀眼 乔雅转头 狠狠刮她一眼 一个离婚的气负 没必要巴结 白又童乐不可知 你看到乔雅的表情没有 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李子轻笑 又有些感慨 我没想到 回来见到的旧人 除了你以为竟然是她 白又童撇嘴 她算什么旧人 冤家路窄 看来今天不适合在外面闲逛 杨阳一直默默听着几人说话 她突然发现 这个漂亮姐姐 似乎跟自己的爸爸认识 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白又童接通 你要过来 不用了 我们已经吃完东西 准备回去 李子听她语气 猜出是赵都 你这几天 要不要助我呢 太麻烦了 你送我回冰江花园 李子不愿意打扰他们二人世界 更何况 还带着两个小朋友 冰江花园 离白又童住的小区不远 开车十来分钟的路程 她没再多圈 李子按下车窗 街外许多景色都变了 新增了许多商业中心和公园 其实变得何止是景色 人也变了 滋滋 你这次回来 打算待多久 等参加完你的婚礼 回老家看看奶奶就走 白又童有些失望 怎么这么夸 不玩个十天半月 李子摇头 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他留恋 等你们结完婚度蜜月 可以去找我玩 肯定要的 两个孩子失踪了 文人图根本没有心思工作 赵都看得直摇头 都说他对两个孩子 没什么感情 不闻不问 可他心里明白 文人图是为了保护他们 第74章赵都发现 李子提前在网上 找了终点工过来打扫 所以房间很整洁 冰箱里还放了许多食物 水果 他把七七放到沙发上 给他盖了件外套 主妇杨杨看着他 走进厨房 从冰箱拿了点水果出来洗 在国外的这些年 李子厨艺大有长进 动作麻利 切好一盘水果 端到茶几上 让杨杨吃 杨杨吃了几个草莓 揉揉眼睛 有些饭困打哈欠 李子看出来 他一路上都在强忍着睡意 不想给他添麻烦 不由得有些心疼 他这么小就如此懂事 是不是困了 去沙发上睡会 杨杨点点头 放好自己的小书包 脱下鞋子 爬到七七旁边 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李子拿出笔记本 登上账号 给国外的导师回来的信息 到国外的第二年 他闲着没事 考了一门外语 偶尔会在网上接点单子 给人做翻译 他的导师 是圣佛里大学有名的教授 马尔克斯 原本不打算再收学生 李子机缘巧合 帮了他一个忙 才得以令他魄力 李 你的师兄也在国外 我让他有空去找你 马尔克斯一直不放心 他一个人回国 本来想跟他回来玩段时间 结果临时有个非常重要的高层会议 让他去帮忙 小老头为此还可惜了很久 李子接收到导师发过来的电话地址 按了保存 想着有空先去拜访一下 毕竟是自己的师兄 晚上 白友童打电话过来 说赵都请吃饭 李子下午等两个小家伙醒来后 给他们洗了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 顺便自己洗漱了下 他没有买车 左右手各牵着一个小朋友 站在小区外面等 三人超高的颜值 平平颖的路人回头 黑色月也停在跟前 赵都开门下车 嫂子 他的视线 白友童摸摸七七的脑袋 怎么了 你认识这位叔叔吗 七七小手拉着哥哥 赶紧摇头 不认识 七七不认识 赵都从原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叫什么缘分 这两个孩子 竟然自己找到了李子 白友童解释 忘记跟你讲 他们是滋滋在飞机上捡到的小孩 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也不知道妈妈是谁 怪可怜的 赵都挑眉 同杨阳对视一眼 杨阳心虚地低下头 真是可怜的孩子 叔叔晚上带你们去吃大餐 七七生怕赵都拆穿他们 见他配合眨眨眼睛 甜甜地笑起来 谢谢叔叔 赵都心想 大致意思没有错 可要是文人图 估计会气得吐血 白友童向来对孩子不感冒 更恐惧结婚后 面临的生孩子问题 可看到七七 他心里觉得 生个小棉袄也不错 李子在国外西餐吃得够多 回国后 只想吃点华国传统美食 两个小家伙 也没什么要求 赵都开车 带几人来到一家中式饭馆 车子停在后门时 便听到里面咿呀呀唱着戏 两个小萝卜头 好奇地睁着眼睛弹出头 李子给他们解释 这叫京剧 待会进去 可以仔细看看 好呀 七七喜欢 七七乖巧 却黏人爱哭 杨杨比较沉默寡言 看起来更懂事 只有赵都知道 两个孩子的脾气都很大 不会轻易搭理陌生人 更遑论像现在这么听话 血缘关系 果然很奇妙 点过菜后 杨杨说 要去上厕所 赵都带他去 两人出了包厢 杨杨立马摆出谈判的架势 赵叔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明明他已经把追踪定位 连同一路上的监控 全部处理干净了 我说是巧合你相信吗 赵都看着拖着下巴 思考的小大人模样 忍不住想到 杨杨点头 你是彤彤阿姨的未婚妇 聪明的小家伙 当初 赵都答应文人图去实验室 盯着那群疯子 一待就是好几年 等两个孩子病好后 回国才知道 黎兹竟然主动提出离婚 并跑到国外 根本找不到人 文人图性情大变 原本只是不爱参与一些聚会 有些冷酷无情 那之后 脾气暴躁一幕 阴欲残忍 对待竞争对手 丝毫不留情面 直接打压到底 圈子里都在传文人图 老婆跑了 死了孩子 所以 整个人精神不正常 惹谁都不要去惹他 近几年 文士集团高层的离职率 节节攀升 至于两个孩子 三岁时 文人图才 正式跟他们视频通话 七七娘胎里带了毒 身体很差 三岁前 一直生活在无君环境内 杨杨刚开始 一个字都不会说 任凭他们怎么教都没用 直到七七从无君房里出来 杨杨才开口喊了句妹妹 那时候众人才恍然 她不是不会说话 只是不愿意开口 赵都从两个孩子出生 就看着他们 他们都赵都比对文人图还轻 赵叔说 你找到我们的事情 不要告诉爸爸 作为交换 我可以把实验室的那组 数据给你 赵都感叹 这脑子天生是做生意的料 果然继承了文家强大基因 文老爷子知道后 估计会开心思 成交 两人互相击掌 另一头 文人图大动干戈 引起了文老爷子的注意 自从文老爷子 让人拟定那份离婚协议 并配合黎姿出国 除过年 文人图没有再回文家 管家 你去查查 他到底在找什么 文老爷子这几年是越来越后悔 如果是黎姿回来 他肯定不会再有什么意见 可能人老了 很多东西便看得更开了 两个小萝卜头 一直在国外长大 对于国内的筷子 根本不会用 黎姿让他们用勺子挖着吃 羊羊倒还好 琪琪吃得满脸都是 跟小花猫一样 黎姿耐心地用毛巾 给他擦干净脸 琪琪突然养着小脑袋 说了一句 姐姐 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 小姑娘的毛子 干净明亮 带着对母爱的渴望 黎姿一正 心口不知怎么的 抽痛了一下 羊羊停下勺子 笨蛋 不要乱扔妈妈 琪琪吐了吐舌头 黎姿玩耳一笑 你们还要吃什么 我帮你们家 白柚童低声凑进赵都耳边 你有没有觉得 琪琪和滋滋 在某些角度挺像的 第75章 她有孩子 亲生母女 当然像 而且 琪琪完全继承了黎姿的美貌 文人图对女儿 可是比对儿子疼得多 吃过饭后 赵都送他们回冰江花园 两个小萝卜头 下午睡饱了觉 此时精力充沛 杨杨抱着电脑玩游戏 不用黎姿管 硬实淡淡说 那要极其伤身体 恐怕黎姿这辈子 在南怀上孩子 她拿出手机 给雷欧打电话 雷 你还记得五年前 给我的药吗 乔 你太为难我了 五年前的事情 我现在怎么可能记得 你想一下 那种能让他儿化成血水的药 孕妇流产后 还能再生孩子吗 说不定 现在医疗技术那么发达 想要孩子 有的是方法 乔雅想想也是 而且 她今天看那个小女孩 跟黎姿挺像 看来她真的已经嫁人生子了 这样文人图 就不会再惦记她了 乔雅打开衣柜 换了身吊带长裙 拿上车钥匙出门 她给文人图打电话没接 又转头 打给古梁丛生 干什么 别问我赵哥在哪 我不知道 说完直接挂断 乔雅脸色难看 别以为他们不告诉自己 他就查不到 他翻出聊天对话框 古梁丛生 抬头瞥了眼对面 沙发面容阴郁的男人 赵哥怎么 不是要跟乔雅订婚 怎么还一副 要灭九族的气势 孩子的事情 除了薛里和赵都外 其余人都不清楚 薛里笑道 你也知道 他要订婚的对象是乔雅 你刚才怎么敢不客气挂电话 古梁丛生没有回 谁看不出来 赵哥根本不喜欢乔雅 这几年 他各种炒作 蹭闻人图的热度 靠着住家和文家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他跟前嫂子比差远了 离子虽然家境普通 不是圈内人 可待人感觉亲切自然 不知道赵哥怎么会 突然同意跟他订婚 薛里抿了口酒 身体往后靠 郑主在你面前 你自己去问 古梁丛生可不敢 文人图现在的脾气 可没以前好 真惹到了他发火 可不会手下留情 赵哥 我一早就知道 你们在这 乔雅推开包厢门娇笑 身后跟着的经理 擦了擦额头冷汗 薛里知道他为难 主动开口 没事 你去忙吧 经理忙不叠叠 点头带上门走了 古梁丛生压低了声音 我有时怀疑 这个女人 是不是在赵哥身上装了监控 不然 他怎么每次都能准确 无误找到地方 薛里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是啊 怎么每次都能找到 乔雅无视文人图的冷脸 坐到他旁边 赵哥 猜猜 我今天见到谁了 文人图没有看他 甚至 对于他身上浓重的香水味 感到非常不适 乔雅也不需要 他搭话自顾自说 我在商场见到 黎子抱着两个孩子 男孩大的差不多四岁 女孩小点 应该是三岁 跟他长得挺像 我们随便聊了两句 他说自己在国外结婚了 乔雅边说 边暗中观察文人图的表情 见他眉头都不皱一下 心里稍稍放松了些 鼓梁从生 默默贴着薛里 倒吸口凉气 不会吧 前嫂子和赵哥离婚一年 就在嫁了 薛里 你不知道吗 女人是善变的 文人图没有给他丝毫反应 说完了吗 说完你可以回去了 乔雅在心里告诉自己 不要生气 自从孩子没了 李子走后 他一直是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 有时候 乔雅根本看不出来 他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现在 赵哥 文人图依旧没什么反应 随便 你决定就好 乔雅面上一洗 手腕上文人图的胳膊 刚要亲上去 对方紧接着站起身 我回公司了 你们玩 乔雅表情变了变 保持着微笑道 赵哥真辛苦 这么晚还要加班 文人图直接拿上外套离开 鼓梁从生吹了个口哨 李哥 我下去玩几把球 算了 我也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有好几场手术等着 薛里揉着眉眼 鼓梁从生勾着他的肩 走 下去再喝一杯 不多时 包厢里 只剩下乔雅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他轻身 愤怒地将桌上一拍红酒瓶 全部挥到地上 霹雳啪哒碎了一地玻璃炸 门外 鼓梁从生打了个寒颤 疯女人 文人图回到车上 立即给赵都打电话 孩子是不是在离子身边 孩子 什么孩子 那头传来的声音 有点熟悉 文人图猜测 应该是白又童 他直接挂断 没过多久 赵都重新打过来 我也是晚上和他们一起吃饭才看到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文人图不太相信 以赵都对两个孩子的宠爱 一定是杨阳说了什么 他很怀疑 如果不是自己猜到 赵都根本不会告诉他 赵都继续说 他们在飞机上碰见了 孩子们知道 你要订婚 原本打算来找你的 一气之下 决定自己找妈妈 文人图沉默良久 按下车窗 夜间微凉的晚风迎面吹来 他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不过他很喜欢两个孩子 特别细心照顾他们 七七吃饭时 还跟离子说他 要是妈妈就好了 赵都顿了下 问他 你准备怎么做 既然他们想在外面玩 就让他们玩两天 赵都无声轻笑 他就知道 文人图面对离子 绝对会妥协 他转身 打开房门 对上白又桐凶狠的眼神 暗自头疼 这下要怎么偏过去 什么孩子 我表弟考试考杂了 挨了一顿打后 离家出走了 那个小胖子 考了多少分 59分 白又桐那真是挺惨的 明明就差一份上岸 赵都见他没有怀疑 揽着他的肩低声道 夜深了 早点休闲 白又桐娇称的瞪了他一眼 离子回国 主要是参加白又桐的婚礼 其他没什么事情 八点半起来 给两个孩子做好早餐 叫他们起来吃饭 第76章文老爷子发现 离子查了下地图 发现附近有个庄园 正好没事 可以带两个小萝卜头 去摘水果 爷爷 你在钓什么 钓鱼 文老爷子下意识回答完 见到杨阳的脸 顿时愣住 像 实在是太像了 杨阳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桶 一死不言而喻 文老爷子回过神来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不是一个人 我和妹妹 还有姐姐一起来的 那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 文老爷子 难得有耐心 附近有个庄园 他猜测 小男还是从那边跑过来的 嗯 我要回去了 爷爷再见 杨阳冲他挥挥手 转身小跑走了 哥哥 你又跑哪里去了 姐姐到处找你 七七不高兴 翘起嘴巴问 我刚见到爷爷了 杨阳戴着太阳帽 伸手笨拙努力地 把七七牛仔裙带子拉好 七七挖了声 爷爷凶不凶 还行 杨阳故作老成说 七七皱着秀气的眉头 软萌萌包子脸 有些疑惑 还行是什么意思 杨阳 你跑去哪里 可把我急死了 李子眼眶微红 抱住杨阳 上下检查了一下 杨阳闻到李子身上的味道时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很温暖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乱跑了 七七吃惊地睁大眼睛 一向冷酷倔脾气哥哥 竟然会主动道歉 李子摸了摸杨阳的头 姐姐知道你很厉害 但你还是个五岁的小朋友 外面大人有些很坏 拐卖儿童 打妈孩子 到时候 你们就算哭也没人救你们 七七一本正经 板着小脸 握起拳头 放心吧姐姐 我会乖乖听你的话 待在你旁边 没事 姐姐不是想限制你们自由 是想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很复杂 在没有长大之前 你们或许会遇到很多危险 做什么事之前 先保护好自己 注意安全 文老爷子回到宅子 立即让管事 文老爷子抱着相框喃喃念叨 他立即给文人图打电话 你在外面 是不是有私生子 文人图迅速反应过来 他应该是看到了羊羊 你在哪里见到的 在西郊的庄园 赵哥 你老实讲 这个孩子 跟你有没有关系 文人图嗡了声 电话里说不清楚 等有空见面再谈 他用指节揉了揉额角 连文家老爷子都知道孩子的存在 心生怀疑 京都就这么大 估计很快其他人都会反应过来 太阳有些大 李子怕筛坏两个小朋友 摘了一会草莓 带着他们回到庄园 他在打车软件上叫了车 还要再等一会 李姐 李子转过身 见到田玲玲 挺着大肚子 惊讶又欣喜地望着他 李子浅浅一笑 好久不见 田玲玲顿时眼含热泪 冲上来要抱他 李子挨了两声 刚要制止 他旁边的男人 赶紧拉住田玲玲胳膊 不要跑 小心孩子 田玲玲不好意思笑了下 李子已经走到他旁边 几个月了 六个月了 闹腾得很 这是我先生 南宫景 你好 时常听家妻提起你 南宫景戴着金丝边框眼镜 气质干净 给人十分儒雅随和的感觉 李子同他握手后 冲田玲玲 鱼一笑 看得出来他如今 过得很幸福 七七在旁边拿小玩具切草莓 用模具 做酸奶草莓冰淇淋 杨阳继续玩他的平板小游戏 李子伸手摸了摸他肚子 挺圆润的呀 嗯 他们都说是个女儿 不是啊 明明是地点 奶田的声音响起 几元一震 发现是七七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正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盯着田玲玲肚子 听说小朋友能够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李子拿指巾 温柔地把七七唇角牛奶擦干净 不完了吗 不完了 姐姐 我想睡觉 七七张开小手臂 好 李子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田玲玲放低了声音 我还以为是你的小孩子 李子摇头 轻笑道 我的孩子之前意外流掉了 她说起这件事情时 已经能够保持平静 田玲玲有些遗憾 怎么会 大家只知道 李子当时住院 以为是文人徒不放心 提前去医院待产 结果没多久 几人发现联系不上李子 再后来 他们听说 文人徒和李子离婚了 也没见到孩子的身影 猜测两人之间 应该是出了问题 田玲玲后面去国外旅游时 碰上了现在的丈夫南宫景 当时田玲玲吸血鬼家人 想要让她嫁给一个 死了三人老婆的港区富豪 她为了摆脱他们 同意了南宫景的契约结婚 结果婚后两人慢慢相处中 产生感情 现在又有了孩子 那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嗯 一个人挺好的 无拘无束 当初李老爷子 给了他不少补偿 够他这辈子 衣食无忧生活 其实 我觉得 文总心里还是有你的 他对乔雅的态度和离姿 简直是大相径庭 离姿低头喝了口水 没有跟他谈论这个问题 我下个礼拜 参加完彤彤的婚礼 就回国外 意思很明显 他不会多待 田玲玲和离姿 加了新的联系方式后 跟自己丈夫离开 离姿叫的车也到了 他在车上响起田玲玲说 文人图心里还有她的化石 望着窗外发症 五年了 他并不奢望 文人图的心里还有自己 原本那段感情 便是不对的 错误的 乔雅那么喜欢她 如今算是得偿所愿 她唯一想知道的就是 当时给自己 喂下药水的女人是谁 那种香水 她这几年 在国外偶然间找到了 是一款 名为死亡花鸡的香水 全球只发售量食品 离姿托老师帮她打听 那些香水都到了谁的手里 可惜那些人大有来头 资料不是那么好拿 这件事情 她没有跟文人图讲 当时状态不好 只想着逃离压抑的环境 后面到国外调整好心情后 才记起这个细节 第77章文 老爷子逼问 古梁洪玉 知道离姿回来的消息 立马一个电话打过去 在哪 离姿刚带两个孩子 回到家喘了口气 还没休息半分钟 在滨江花园 古梁洪玉风风火火 我现在过来 离姿回国 还没到好时差 实在犯困 红玉大小姐 我们晚上约个地方吃饭再说 古梁红玉 勉为其难同意 那头 文老爷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直接杀到文人图办公室质问 那个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他今天晚上都睡不着 早在文老爷子到达一楼时 前谈小姐已经打了电话回报 经历说 给爷爷倒杯茶 我不喝 你赶快回答我的问题 文老爷子 纵横商场50多年 从来没有像此刻般 这么挠心挠肺 文人图 文老爷子想说什么 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无可奈何 拄着拐杖在沙发上坐下 静静等他处理完公物 文人图直接拿了一份视频给他看 视频中 不仅有他见到的那个小男孩 还有一个粉雕欲拙 洋娃娃式的小女孩 对上了 对上了 文老爷子大喜过望 差点老泪纵横 这是滋滋生的孩子吧 语气是肯定 文人图淡淡应了声 先前放在国外养 前几天 他们自己偷跑回来 文老爷子 听得大惊失色 怎么让能让他们自己跑回来 照顾他们的人 没发现吗 文人图想起实验室那群疯子 让他们照顾孩子 他们把孩子当玩具 这些年 要不是赵都盯得紧两个孩子 不知道要被他们养成什么样 哎呀 你们真是粗心大意 那现在孩子在哪 快把他们接回来养 在离子身边 文老爷子顿住 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文人图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跟自己这些年调查到的东西 简单跟文老爷子讲了一遍 那你不是要跟乔雅订婚 现在滋滋和孩子又回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您不用管 文老爷子吹胡子瞪眼 看待你说话的语气 雅雅虽然是看着我长大的 但我知道你对那个丫头没有心思 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 之前事情 我有不对的地方 你要是对滋滋还有感情 为了两个孩子 爷爷还是支持你们在一起 文人图从盒子里 掏出一根雪茄 这些年 他阴影越来越重 文老爷子看得直皱眉 忍不住斥责 你再这么不爱惜自己 恐怕比我这个老头子 还要更快踏进棺材 说完 见他无动于衷 简直是由言不尽 文老爷子懒得再讲 行 你看着办 反正两个孩子 你要给我留下来 金秘书 赵哥今年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吗 拿给我看看 金秘书有些为难 抱歉 没有文总的吩咐 我不能把资料给您 文老爷子沉着脸 气冲冲走了 金秘书叹气 他当然不敢给 不然 老爷子肯定要发大火 晚上 古梁洪玉 按照黎姿发过来的 把车停在一家儿童游乐园门口 他醋眉 再次核对了一遍定位 没有错 正要打电话给黎姿时 玻璃门内 一个熟悉的身影 冲他招手 古梁洪玉眉头一松 大步走进去 黎姿 你搞什么 让你去酒吧不去 非得喊我来这种地方 黎姿从包里拿了杯咖啡给他 理解一下 理解什么 她的声音 在看见跑过来的小女孩时 卡在喉咙里 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 黎姿拿起水杯 打开盖子 为她喝了口水 又给她擦了擦汗介绍 这是洪玉姐姐 琪琪声音清脆 洪玉姐姐 古梁洪玉放缓了语气 怕吓到小豆丁 你好 李兹 小心点 不要磕到了 琪琪重重点头 又跑开了 旁边 杨杨抬头看了眼 又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情 古梁洪玉 一把拉开粉色的塑料椅子坐下 你怎么连孩子都有了 她爸是谁 李兹偏头失笑 这么像吗 古梁洪玉不明所以 不是我的孩子 她从包里 拿了一杯咖啡递过去 古梁洪玉知道的比甜零零多 只大概问了她这几年的情况 琪琪玩了半个小时 就跑回来喊泪 要李兹抱着睡觉 李兹终于发觉不太对劲 问杨杨 琪琪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杨杨点头 我们都是早产 国外那些叔叔 花了很多精力 才让我们长大 这些话 她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她并不想得到别人的同情 可是李兹问起来 她很自然地就说出口 李兹眼里满是心疼 她没说什么 只是摸了摸杨杨的小脑袋 古梁洪玉 越看李兹对两个小孩的态度 越觉得奇怪 他们是你亲戚的孩子 不然怎么长那么像 李兹不想过多解释 也不想跟别人 说两个孩子的遭遇 随意嗡了声 时间不早 我该带他们回去睡觉 下次再聚 雅雅 这件礼服真好看 赵容金放下杯子起身 不停夸赞 瞧瞧 我保证 赵哥看得眼睛发直 旁边服务员同样附和道 乔小姐不愧是名模 这件礼服 我保证 除了您全世界再找不出一个 能够穿得比您好看的 乔雅被他们夸得心花怒放 你们别逗开心了 静怡 你给我拍这个照片 我待会发给赵哥看 对 是得先让她看看 乔雅兴致勃勃 把照片精修好 发给文人图 怎么 她没回复 乔雅收起手机 神情加着几次落寞 可能再忙 下次见面 我得好好说说她 再忙 也不能不回未婚妻的消息 赵容金扬目 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 没事 我能理解 乔雅故作懂事 赵哥能娶到你 真是她的福气 乔雅转头把照片 发到了社交圈上 她现在是华国知名模特 手上握着数个名牌代言 在娱乐圈的地位 堪比一线明星 待遇却比她妙好 不用泡在片场辛苦拍戏 不用熬夜研读剧本 一年走几场大秀 拍广告和杂志 轻松粘入过亿 第78章是妈妈 几乎是在她把照片 发到网上时 底下立即涌现出 无数评论 女神好美 疯狂舔评 雅雅 听说你要和文氏总裁订婚 是真的吗 文氏总裁 不是之前已经结婚了 怎么还要订婚 确定了 楼上二G网 据说文氏总裁 早就和她的妻子 离婚很多年 乔雅和她是青梅竹马 这几年 一直默默守在她身边 我们雅雅 真的太痴情 如今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说这些话太早了吧 文氏官博都没有发通知 又不是一定要官博发消息 这是人家两人的私事 私事 那乔雅 为什么还要发照片出来 生怕别人不知道 谁不知道你家郑主爱炫耀 她和文氏总裁的事情 哪一件不是她自己说的 乔雅换下礼服 坐保姆车回去时 拿出手机刷信息 看到底下自己粉丝 和其他人在对骂 她给经纪人打电话 什么情况 不是说了 要配合我发的照片炒作吗 是薛颖雪的粉丝 上次你出席活动 踩到她的裙子 没有道歉 经理人头疼 乔雅自吃咖味 背后又有住家和文家撑腰 根本不把薛颖雪放在眼里 薛颖雪 乔雅搞不懂她一个千金大小姐 先得吃饱了 没事进娱乐圈混什么 而且 上次她也不是故意的 而是根本没有人认出来她 你马上买营销号 吹一波我和文人图的感情 再说说 这些年 我为她做的事情 至于薛颖雪粉丝 再蹦达 你就放播她的黑料 观众总爱听这些 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乔雅近几年对外形象 营造得很好 乔雅想得很简单 薛颖雪背后的资本方 再怎么捧她 也不及自己背后的两家 恐怕就是薛颖雪父亲知道 都会让她退避三社 可惜 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两家粉丝 直接在网络上掐了起来 薛颖雪是薛家大小姐的身份 从未做过隐瞒 她的那些粉丝 不仅投铁 许多还有钱有事 关键是会动脑子 乔雅这边 刚让人放黑料 这边立马投钱删除 控屏 并且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 以前文人图和离子结婚的视频 投放在各大网站上 摆明了是赤裸裸的嘲讽 离子基本不冲浪 但现在大数据会给她 实时推送热点 她打开电脑 底下自动跳出来最新热点 乔雅是订婚服 面带喜气 很惊艳 乔雅自曝 即将同文氏总裁订婚 文氏总裁结婚视频 前期美若天仙 乔雅根本比不上 重新加上好友后 田玲玲把离子重新拉进群里 薛颖雪 大小姐牛啊 你怎么敢公然 和乔雅叫板 薛颖雪 老娘看不惯她 那副狐假虎威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样子 还敢让人放我黑料 看我不弄死她 李兹 艾滴薛颖雪 我看了你 新演的电视剧 小妖女为就心上人死的那一幕 演得非常好 薛颖雪 过奖了 艾滴 李兹 你放心 文人图要是真在乎 乔雅早出来维护她了 李兹知道她们的意思 可她觉得五年过去了 每个人都有重新选择的权利 更何况 文人图没有让官博辟谣 从利方面来讲 也是默认 杨杨 你怎么还不去睡觉 李兹发完消息 到客房看两个小家伙 结果 见杨杨还抱着平板丸 她走近 听见熟悉的婚礼进行曲 以及上面播放的视频 愣在原地 李小姐 不论贫穷或是富贵 健康或是疾病 你是否愿意陪着文先生 不离不弃 我愿意 妈妈 杨杨张口 无声喊 李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并没有发现她的异样 姐姐 视频里 这个是你的丈夫吗 李兹回神 脸色有些苍白 嗯 不过 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杨杨 把平板收起来 你该躺下睡觉了 姐姐 那你有生过孩子吗 李兹给她盖被子 到手停顿了几秒 若无其事道 有 姐姐 那你的宝宝在哪 杨杨今晚很反常 平时她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李兹垂下眼帘 盯着她的小脸说 出了一次意外 上帝觉得他们太可爱 重新让他们 去当小天使了 说完这些话 李兹拍了拍她的胸口 睡吧 晚安 李兹背靠着门板缓了好一阵 才抬起脚步 往房间里走 如果她的孩子 还在 大概也是五岁 跟七七和杨阳差不多大 跟他们一样可爱 李兹从行李箱的最底下 翻出报告单 那是一张必超图片 能够清晰点看到 两个婴儿互相依偎在一起 啪哒 一滴眼泪砸在纸上 五年前从医院离开时 她什么都没拿 唯独带走了这张报告单 很多时候 她一个人在外地碰到困难 或是抑郁症发作时 不想活会拿出这张单子 反复看 然后抱着睡觉 好像两个孩子 从来没有离开过太阳 房间陷入黑暗 杨阳盯着天花板 毫无睡意 她找到手机 整个人埋进被子里 拨了一串号码出去 姐姐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你怎么知道的 男人嗓音低沉 我看到网上视频了 杨阳等了一会 追问 爸爸 她是我和七七的妈妈对吧 良久 那头N了声 得到肯定答复 杨阳没什么表情的小脸 难得有了笑意 我喜欢她当杨阳和七七的妈妈 文人图觉得这 大概就是血缘的神奇 她还没有见过杨阳和七七 如此亲近喜爱一个人 那你们好好跟妈妈相处 不要让她太累 惹她生气 她低声叮嘱 要告诉七七吗 随你 算了 她肯定要哭鼻子 姐姐以为我和七七 不在这个世界上 爸爸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明天 我约她出来面谈 嗯 你不能欺负姐姐 妈妈 不然我和七七等你老了以后 直接送你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文人图丝毫不怀疑 杨阳话语的真实性 两个孩子被那群疯子救活 却留下了隐患 七七体弱多病 需要精心照料 杨阳生下来 有点自闭 几乎不跟陌生人讲话 智商其高 非常有自己的主意 第79章 知道孩子的事 李子盯着那个耳熟于心的号码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在最后一秒钟接通 我是文人图 手机里传出有些陌生 又有些熟悉的声音 咬了下唇 嗯 文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他轻声开口 气息有些颤抖 听说你回国内了 有件事情 想跟你聊聊 他的语气冷淡 毫无波澜 仿佛在同一个 不相干的陌生人说话 一瞬间 他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李子用手撑着额头 偏头慢慢深呼吸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点忙 有什么事情 在电话里说就好 隔着电话 他已经失控成这样 李子不敢想象 两人见面时的场景 绝对会被他看出来 李子 你要是不听 绝对会后悔 李子闭了闭眼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 会用如此冷酷威胁的口吻 跟他说话 顾忌着白又童和赵都 李子怕闻人图以后迁怒 良久坚色道 好 李子脱掉衣服 站在宽大的镜子前 肚子下方 一道肉粉色的疤痕 同周边其他白细的皮肤 对比起来 显得猙獰 难看 他的手指 轻轻抚摸着那道疤痕 好似能感受到那种 破开皮肤的疼痛 靴里的医术很好 正常情况下 后续经过治疗医美 是完全可以去除疤痕的 但当时情况紧急 没有时间 李子在国外这些年 根本没有考虑过去掉这道疤 有些东西存在过 就无法抹去 换好衣服后 他把七七和杨阳 送到白又童那里 你们乖乖的 听彤彤阿姨说 我很快回来接你们 李子蹲下身 温生彤两个小家伙说 七七点起脚尖 在他脸颊边亲了一口 好 要早点回来哦 杨阳认真的看着他 姐姐 李子嗡了声 转头看他 怎么了 杨阳 他摇摇头 白又童送他到门口 压低了声音说 他们还没说 自己的父母在哪吗 没 我没问 白又童皱眉 那你总不可能 一直带着他们吧 等我回来再说这个事情 白又童叹了口气 这两人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怎么评价 有需要给赵都打电话 让他去接你 果然还是闺蜜靠谱 李子亲身用力抱住他 地点定在一家 有名的咖啡厅内 李子下出租车时 看到门外守着两个保镖 把想要进去的客人 全部拦在外面 抱歉 今天咖啡厅内 不接待客人 李子同样被保镖 冷着脸拦住 他刚要拿出手机 给门人图打电话 金历术推开玻璃门出来 态度恭敬 夫人 金历术 好久不见 夫人 您终于回来了 门总在里面等你 金历术语气里 有种奇怪的激动 门人图和李子约的是三点 他原本以为 李子会提前到 所以 踩点踏进咖啡厅 结果环视一圈 没看到人影 金历术硬着头皮说 也许是路上堵车耽误了 门人图默默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所有来往的车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门人图的脸色越来越黑 金历术从来不觉得 时间有这么难熬 终于 他见到外面街道上 出现的熟悉身影 激动地赶紧往门口走 五年过去 岁月并没有在李子身上 留下什么痕迹 有的只有沉稳 温柔 大方 米色条纹衬衣 加浅蓝色牛仔裤 头发扎成马尾 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 趁得整个人更加知性优雅 门人图心口 像是被什么射中 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他垂下眼帘 迅速掩盖了 那抹失控的情绪 小姐 请问您要喝什么 服务员拿着单子过来 一杯柠檬水 谢谢 他浅笑道 两人相视坐着 寂静无言 李子放在腿上的指尖 紧张地蜷缩着 你这次回来 打算待多久 等参加完童童婚礼 就离开 所以 他是压根没有想过 留在国内 门人图 脸色骤然沉下来 如果自己不打电话联系他 他怕是不会想起自己 门人图大手用力握着杯子 心里止不住冷笑 气氛太过压抑 李子快要承受不住 门先生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当面说了 李子 当初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说 门人图放下杯子 往后靠着椅背 眸光复杂 夹杂着一丝 几乎无法捕捉的蜥蜴 他呼吸一致 黑色睫毛轻颤 极力稳住情绪 门先生 事情已经过去了 再说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门人图喝了声 眼神冷得像寒冰 好一个没有意义 李子 那我想知道什么对你来说重要 为什么不等他回来 因为李子 不想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为自己做的 已经足够多 李子不想成为他的负担 累赘 不想他以后面对门老爷子的指责 再加上身体原因 其实 分开是最好的结果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一条消息跳出来 名模乔雅 即将参加访谈 首次谈论 和门氏总裁的感情史 李子回过神来 脑子迅速冷静 门先生 听说你快点乔小姐订婚了 提前恭喜您 如果您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还有事 要先走一步 他拎起包要走 两人声音不大 可整间咖啡厅 只有他们两人 经秘书厅的背后直冒寒气 恨不得扑过去 抱住李子的腿 求他别再刺激门人家了 他生怕下一秒温总 直接掀桌子走人 到时候又后悔 这些年 老板的性格越来越古怪 作为左膀右臂 鬼知道他都活在什么水深火热当中 倘若对面的人不是李子 闻人图现在早就甩脸色离开 李子 如果我说 当年两个孩子没有死呢 轰的一声 脑袋里一道白光闪过 他正正站在原地 仿佛定住一般 无法动弹 你 你说什么 他听见自己尖色干净的声音响起 闻人图却不再多说 理了理袖口 站起身离开 李子怎么可能任由他就这么走 赶紧把腿追上去 奈何他走得快 步子迈得又大 李子追到门口时 他已经上了车关上门 他急得直冒汗 不顾一切大喊 等等 第八十章失踪 他穿着高跟鞋 太过急切 导致狡猾 整个人向旁边倒去 好在他眼疾手快 扶住了旁边灯杆 不过脚矮了 一阵钻心的疼 让他到抽口凉气 金秘书从后视镜看到这一幕 有些犹豫 文总 要不要等等夫人 闻人图 想到刚才李子说的那些 气死人不偿命的话 心头火气 冷着脸道 开车 眼见车子启动 即将驶离原地 李子顾不得脚下的疼痛 踩着鞋子 又跑了几步 直接抓住门把手 车子往前 带着他的人往前拖行 停车 文人图怒吼 迅速拉开另外一边车门下来 他大步跑到李子面前紧张地询问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金秘书下的脸色发白 这下真的要死 明天他要从文士集团 卷铺盖走人了 文人图视线触及到 他手心翻腾的血肉时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车子开着 你去拉把手干什么 李子眼泪止不住冲出眼眶 手心的痛 根本比不上心里的疼 他紧紧拽着文人图的衣袖 似乎生怕他逃走 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真的 孩子还活着 他仰着脸 晶莹泪水 一滴滴 从明亮清澈的眸中涌出 文人图冷硬的心 瞬间软了下来 看来他还是很在乎孩子 我没有必要用这种事情来骗你 那他们现在在哪 他迫不及待追问 你让我见见他们 下一秒 整个人被打抱腾空而起 李子惊呼 下意识抱紧了他的脖子 文人图眉间 不着痕迹骤气 他似乎比以前还要更加鲜瘦 拐脚处 一个男人抱着相机 仔细检查里面的相片 谁能想到 乔雅昨天还在网上发自己要跟文氏总裁订婚 炫耀自己的礼服 结果 今天就被他撞见文氏总裁 当街跟一个女人拉拉扯扯 还直接将人抱上了车 那眉目间心疼的表情 肯定有猫腻 男人眼貌精光 兴奋至极 这次他肯定要出名 简直是发大财了 隔板升起 文人图沉声吩咐 开车 车内空间狭小 李子坐在他的腿上 隔着两层布料 依旧能清晰感受到对方体温 爱得太近了 文人图一低头 就能嗅到女人身上熟悉的香味 勾得他心间酥酥麻麻 李子觉得 这样的姿势过于暧昧 挣扎着 要从他的腿上下来 文人图直接用力 将他按在自己腿上 别动 察觉到底下 有根滚烫坚硬的东西 抵着自己 李子突然睁大眼眸 面颊染上红韵 结结巴巴开口 你 你不要脸 他有些羞闹 文人图唇角轻钩 随即又快速拉直 板着脸冷漠道 我是个男人 被女人蹭出 生理反应很正常 李子心底有些失落 咬牙道 那文先生可以让我下去吗 不然我会觉得 你在耍流氓 文人图欣赏着他生气的样子 再次见面 他发现 李子比以前多了不少活力 想到他在国外过得那么潇洒自由 根本不想自己 脸色直接黑下来 李子感受到他的情绪变化 觉得莫名其妙 这次 他从文人图腿上 下来没有受到阻拦 两个孩子都还活着吗 他们在哪里 你见过他们 文人图扭头 深色的毛子 意味不明 盯着他略显急切的小脸 李子先是疑惑 而后想到什么震惊的张大嘴巴 不敢置信 你是说 七七和杨阳 文人图挑眉 不嫌不淡道 不然你以为 什么家长丢了孩子 还无动于衷不去找 李子忍不住红了眼眶 低声难难 怪不得我看他们那么喜欢 原来 他们是我的孩子 啪 他抬起胳膊 一个耳光 直接打在文人图脸上 经历数听见后面 到动静 差点把油门当刹车踩 李子 你干什么 文人图 脸色阴郁的可怕 似乎有狂风暴雨将至 李子收回颤抖的手 睁着眼睛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嗓音却还是夹杂着哽咽道 五年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孩子活着的事实 他洁生质问 泪水不断落下 文人图绷着脸 眸中染上血丝怒吼 你背着我一个人跑到国外 人都找不到 我怎么告诉你 可是你骗我 你骗我说 孩子死了 我没有骗你 文人图烦躁拧眉 语气生硬解释 当时护士说 孩子死了 薛李又急着救你 没有跟我说他把孩子 送到国外一家实验室救治 然后呢 李子听得揪心 握紧了拳头 文人图按下车窗 实验室那群人不是医生 而是一群医术高明的疯子 你这几天 他们相处下来 没发现不对劲吗 当然有 只是他对两个小家伙 不了解很多事情 不好多问 琪琪身体特别差 生下来后 一直在吴军室内长大 杨阳有情感障碍 不喜欢说话 跟人交流 这些情况 作为孩子的母亲 他有权利知道 李子捂着心口 难以想象 两个孩子是怎么 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 他们肯定很想爸爸妈妈 李子记起琪琪说 从来没有跟爸爸见过面 也不知道 自己妈妈是谁 心痛得无法呼吸 他现在特别想 见到两个宝贝 拿出手机 赶紧给白又彤打电话 然而 电话响了很久 没人接听 李子的心 在一声声机械等待中 渐渐往下沉 自知 不好了 孩子不见了 白又彤惊慌失措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 轰隆一声 好似惊雷响彻在耳边 李子眼前一黑 人昏了过去 闻人图一只手 及时抱住他 捡起手机问 孩子什么时候 在哪里不见的 白又彤听出 闻人图的声音 立刻道 就刚刚 我从厨房里出来 到处没找到他们 你去物业调下监控 如果他们要离开 肯定会被摄像头拍下来 闻人图的话提醒了他 好 我马上去 他找到自己的手机 给杨杨打电话 意外地打不通 赵都 七七和杨杨不见了 你查查看 能不能找到他们 好 你别担心 我马上去 第81章回文家 文先生 这位小姐 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身体亏空 停血 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 医生手上 拿着检测报告单 神色严肃 怎么会 文人图这么 文老爷子说 他给了离子一笔不肥的补偿 他看过清单 除房产外 还有大笔现金 足够他在国外 随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病床上的女人 闭着眼睛 小脸带着些许苍白 不知道梦见了什么 眉目紧锁 神色哀伤 医生和护士走后 文人图首在病床前 指负轻轻描摹 原来不论是亲戚介绍的女人 还是文老爷子安排的女人 他全部毫无感觉 他们说 文是总裁眼光高 一般女人看不上 说他其实之前 是娶了个圈外女人 假结婚 为了掩盖自己喜欢男人的事实 文人图从不理会 也不在乎 可直到离子回来 他那刻沉寂了五年的心 才重新开始跳动 离子醒来时 见到文人图看 也不看他转头找东西 文人图猜到他的想法 手机在这里 离子一把从他手机抢过来 打算给白又彤打电话 不用打了 孩子还没找到 我已经让赵都 用跟踪定位去查 离子根本不听他说的话 固执翻到通讯录 打给白又彤 彤彤 孩子找到了吗 他急切问 还没有 刚在物业这里 查到监控显示 他们两人自己走出小区 离子不敢置信 怎么会 他们两个之前 一直生活在国外 京都又不认识其他人 他猛地抬头 看向文人图 你知道他们 在京都能找谁吗 文人图想到 除了赵都外 还有一个人见过孩子 文家老宅 七七吃着酸奶 有些不安 太爷爷 我们出来 还没跟姐姐说 他会担心的 杨杨跟着开口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08分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发现 我们不见 文老爷子有些诧异 什么姐姐 七七偏着脑袋可爱道 黎姐姐 七七最喜欢她了 文老爷子 抬头和管家对视一眼 不明白文人图在搞什么 他原本是怕 离子记恨着以前的事情 不把孩子带回来 才出此下策 可他万万没想到 孩子竟然都不知道 离子是亲生母亲 文老爷子接自己的孙子回来 并没有隐藏行踪 照都很快查到 是谁将两个孩子带走 好 我知道了 文人图挂断电话 对上离子 期待担忧的目光开口 找到了 在文家老宅 被爷爷接回去了 离子的心重重 落回原地 松了口气 他翻身下床 想要去找两个孩子 因为动作太大 导致针头脱落 手背流出烟红刺目的血 文人图按住他的肩膀 医生说你身体不好 你把这几瓶营养液打完 你放开我 离子用力挣扎 眼泪随着动作飞溅 文人图气愤他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语气带了孕怒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我不会让你见孩子 察觉到离子不再乱动 文人图还以为他想通了 凭什么呢 他低声难难 抬起头 脸上是一片湿润 他们是我生下的孩子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你凭什么不让我见他们 离子听见自己 控制不住的哭腔问 你说 我在国外你找不到我 可是 你扪心自问 如果你真的想找 怎么会找不到 你明明知道 两个孩子对于我来说 多么重要 我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他们 离子弯着腰 整个人扶着床沿 气不成声 文人图心口顿痛 他不知道要怎么说 可似乎无论什么解释 都弥补不了 对离子造成的伤害 他伸出手 落在半空中 又颤抖着收回 离子哭了好一阵 才慢慢平复 他咬牙 抹了把脸 绕过他要往外走 文人图拉住他的手腕 我带你回去 文家老宅安保很严格 离子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进去 还有文老爷子 会不会让自己见孩子 考虑到这些 他才愿意 跟着文人图上车 老爷子 门尾来抱少爷 和夫人回来了 文老爷子看着两个孩子 爸爸妈妈回来了 你们高兴吗 七七惊讶地 睁大水润眼眸 太爷爷 你是说 七七的妈妈回来了 文老爷子 摸摸他的小脑袋 笑得慈祥 当然 杨杨没有说话 文老爷子 刚要问他门口 传来急促的跑步声 听得出 主人心情十分的急切 紧接着 离子的身影 出现在大厅内 七七 杨杨 他喊着 急步跑到孩子面前 一把抱住他们 七七有些心虚 姐姐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跑出来的 杨杨没有动 他把脸埋在离子的脖子处 轻声喊了句 妈妈 离子身躯一阵 泪水夺矿而出 我的宝贝 七七有些疑惑 哥哥 你喊错了吧 没有错 他就是你们的妈妈 文人图站在旁边试试说 七七呆呆地 看了离子好一会 嘴巴一扁 哭出声 妈妈 你怎么现在才出现 七七做梦都在找你 对不起 是妈妈不好 妈妈来晚了 离子不停道歉 母女俩抱在一起哭 闻老爷子 冲闻人图试眼色 还不快安慰一下 你的老婆孩子 闻人图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他此刻心里无比后悔 看着两个他最爱的女人哭 他的心比谁都要难受 七七身体不好 哭累了之后 喝了点牛奶 窝在离子怀里睡着了 杨杨坐在旁边 乖巧守着妹妹 闻人图走过来 把孩子给我 抱上去睡 离子舍不得孩子离开她 可是她的手臂 已经被她睡麻 根本动不了 闻人图似乎看出来了 弯下腰 从她怀里 动作轻柔抱起七七 离子拉着杨杨跟她上楼 打电话让小兰回来 她肯定会很高兴 兰姨前阵子和几个朋友出去旅游 原定要下周才能回来 管家抹着眼泪 早打过了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抱 闻市总裁 当街和漂亮女子纠缠不清 这条新闻刚出来 就直接冲上热搜 第82章 想要带走孩子 照片拍得很清晰 虽然不是正面 但闻人图那张 鬼斧神功般俊美的侧脸 极有辨识度 加上旁边停着的那辆 全八号码的车 京都再没有哪个人 敢如此嚣张招摇过世 同她在一起的女人 倒是拍到了正面 确实长得很美 比今年被封千年一遇的 玉女小花 还长得好看 网友 还是豪门总裁会玩 左拥右抱 一边是模特未婚妻 一边另外养情人 网友 确实漂亮 永远要相信财阀的眼光 网友 总裁就可以花心不专一吗 我们雅雅等了她那么多年 对她那么痴情 这条评论一出 底下全是为乔雅抱不平 心疼雅雅 这个女人是谁 插足别人的感情 不知廉耻 就是 像这种女人 肯定经不起吧 说不定是什么外围女 敢伤害雅雅 要她付出代价 薛英雪握着手机烦躁道 这个乔雅 是不是买水军了 不仅卖惨 还将所有矛头指向离资 她买水军 不是正常操作 甜淋淋撇嘴 用勺子 咬了勺冰淇淋 她在家里 被男工警看得严 跑到薛英雪这里 才能吃点冰淇淋 薛英雪冷笑 她倒是有胆子 文人图也真是的 文士公关部 干嘛去了 就这么做事不理 乔雅本身自带热度 前阵子跟薛英雪的粉丝掐架 闹上热搜 短短几天 又被推了上去 娱乐圈的人 一边羡慕她好运 一边幸灾乐祸 假如新闻是真的 看照片和视频 文士总裁对身边 那个女人的在意程度 她能不能成功 当上文士总裁夫人 还不一定 摄影棚内 乔雅刷到新闻 直接摔掉了手边的化妆品 噼里啪啦 口红管子滚了一地 众人大惊 助理连忙向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出了点事 雅雅有点不舒服 乔雅根本不顾 周围工作人员探究的眼神 不拍了 站起来 气冲冲往外走 助理跟导演陪笑 实在不好意思 雅雅有点事情 拍摄的事情 我会跟余姐说 让她跟您沟通 她点头哈腰到完歉 抱着乔雅的衣服追上去 乔雅一路冲出拍摄片场 按下电梯 到地下停车场 为什么离子那个女人 还和赵哥纠缠不休 助军辉搂着女人调笑道 大小剑 你电话打错人了吧 这个问题 你不是应该去问文人图 助家这几年 在文家的打压下 从一流世家 沦落为三流 他助军辉 以前是众人追捧 现在有时 还得看别人脸色 要不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文老爷子 看在助家去世 老太爷的面子上 劝了几句 文人图会做得更过分 助军辉自然明白 文人图 是因为助子齐之前的迁怒 可他丝毫没有反击能力 因为这个 助子齐无数次打电话 想要回来 助青山都不允许 乔雅恶狠狠挂断电话 转头打给赵荣静 赵姨 你看到网上的新闻吗 李兹回来了 还和赵哥纠缠不休 乔雅雨带哽咽 雅雅不哭 那个女人之前 铁了心要跟赵哥离婚 怎么还能没脸没皮地回来 我看其中有什么误会 你等着 我现在打电话过去问问 妈妈 手机响了 李兹睡得迷迷糊糊时 七七把手机放到他耳边 赵哥 网上视频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要跟雅雅订婚 怎么还跟你那个前妻搅和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把雅雅当女儿 你要是欺负她 我可不答应 李兹瞥了眼屏幕 上面备注是赵姨 她一下子猜到 对方是谁 她刚才不知道 怎么睡了过去 估计是文人图 不小心把手机落在这里 七七拿过来玩 妈妈 是谁在说话 这不是赵哥的手机吗 李兹赶紧挂掉电话 门在这时被人打开 文人图换了一身休闲俯手上 端着托盘走进来 喝点汤 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 可以吃完饭 李兹仰头望着她 第一次评价又仔细点地 观察这个改变了 自己命运的男人 她消瘦了很多 眼眶深陷下去 面色更加冷厉害人 散发着生人物净的气息 似乎也更加冷漠 我们聊聊 赵荣静的话提醒了她 现在 她即将跟乔雅订婚 她不该出现 再加上两个孩子 可能会给她造成麻烦 她不清楚 文人图是怎么想的 乔雅知道两个孩子的存在吗 文人图原以为 她是要跟自己 贪他们两个感情的事 结果却是乔雅 她不知道 这不重要 李兹不明白 她是怎么心安理得 说出这样的话 怎么会不重要 你即将跟她订婚 你觉得她会接受 七七和杨杨吗 她没办法想象 也不能接受 以后自己的两个孩子 叫别人妈妈 就算乔雅愿意 她也绝不同意 我想了下 最好的办法 是我带走七七和杨杨 文老爷子 估计不会答应 但只要她说服了文人图 有她配合 应该不成问题 既然她答应了 要和乔雅订婚 必然是在意她的 如果你不想让乔雅伤心 就让我带走孩子 至于七七和杨杨 你有空可以来看他们 我不会阻拦 文人图面色难看得吓人 黎姿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我好好商量 你太自以为是 你总觉得 你的决定对所有人都好 你问过我的感受吗 文人图眸光沉痛 带着疲惫和失望 她突然意识到 在黎姿的心里 从来没有想过好 跟她复合 或者她的心里 根本没有自己 想到这里 心痛得无法呼吸 黎姿正愣地张了张口 我 我只是觉得 不应该打扰了你的生活 孩子我有能力抚养 而且我 绝对会做一个好妈妈 文人图讹角 轻惊直跳 怒吼 黎姿 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离婚是你提的 我没有同意 你自顾自走了 现在两个孩子 你也不问我的意见 就要带走 你觉得你是谁 他们是文家的孩子 没有我的允许 你想都别想 第83章 极度之火 妈妈 你别难过 七七肯定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七七张开双臂 抱住黎姿的脖子 小脸埋在她的肩窝 蹭了蹭 黎姿脸上一片湿润 门口跑进来一个小身影 妈妈 你要离开 杨阳可以带你们一起 七七眼前一亮 妈妈 哥哥很聪明 什么都会 在七七的眼里 杨阳几乎无所不能 霍成开车出了霍家 不到半个小时后 又开车回来 她突然想到了自家儿子 如果真要两个小家伙 在爸妈之中选择一个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选择妈妈 霍成停好车 重新走进大厅 看到杨阳坐在沙发上玩平板 你妈和七七在呢 他们在睡觉 杨阳头也不抬 霍成坐在她旁边看了会 发现自己竟然看不懂 她玩的是什么 商量个事 看好你妈妈和妹妹 不要让他们出去乱跑 爸爸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没人有权利去束缚他人 杨阳顶着那张和她 极其相似的小脸 说得非常认真 霍成柔柔讹角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 尤其是感情 很多事情 你并不明白 她伸手揉了柔杨阳的小脑袋 转身上了楼 即便不去公司 霍成依旧有不少公务要处理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或成瞥见屏幕上 赵姨名字是醋眉 这些年 乔雅和她关系异常好 她带乔雅 也如女儿般 每次旁敲侧击 询问她 何时给乔雅一个名分 文赵 是你吗 赵姨 有什么事情吗 她便往书房走去 刚才我给你点电话 是个小姑娘的声音 你手机是不是掉了 文人图顿了下 两个孩子的事情 没必要瞒 也瞒不住 手机没掉 那是我女儿 那头诧异 你哪来的女儿 赵哥 你在开玩笑吗 文人图本来就心情不爽利 没什么耐心到 嗯 轻声的 赵姨 我还有事 改天聊 赵荣静握着手机 有些无语 转头给乔雅拨了一个过去 文赵有女儿了你知道吗 什么 乔雅失声惊叫 她哪里来的女儿 赵姨 你不会是听信了什么谣言吧 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 她说是轻声的 这个事情 她有跟你提过吗 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赵姨 她还跟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 乔雅有些失控 不停追问 雅雅 你先别急 你现在去打个电话问她 问清楚 乔雅连忙给文人图拨过去 电话显示 无人接听 她焦急得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房间里面转动不停 乔雅拿出手机 为什么文人图有孩子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不跟我说 乔小姐 你只叫我们 向你汇报她的行踪 可没有说 要告诉你这个事情 那头声音 有点像小孩子带着嬉笑 显然 是经过变声器处理 那你们现在 告诉我 她到底有没有孩子 乔小姐 不好意思 这是另外的价钱 乔雅咬牙切齿 你们要多少钱 希希 这么重要的消息 怎么也要一百万 不然岂不是太看不起 我们文总 乔雅从账户上花了一百万过去 不时 余额只剩不到几十万 别看她这些年赚得多 但用来买一副首饰 还有各种通告洗的 先前跟着薛军辉投资失败 打水漂了一大部分积蓄 再加上之前给家里还债 这些年 手上根本没有攒下来多少 乔小姐果然是爽快人 照片已经发明了 乔雅赶紧打开手机 照片拍的距离有点远 但很清晰 文家老宅前 文老爷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下车 乔雅震惊地睁大瞳孔 这两孩子 正是她先前 在商场碰见离子身边的男女孩 一个想法 在她脑海中冒出来 难道离子之前的孩子没有留掉 不然怎么解释 该死的 她立即打电话给雷欧 你之前给我的药 是不是假的 为什么她的孩子 还在 而且都已经长到了五岁 亲爱的乔大小姐 文家好歹是京都顶级豪门事件 你真以为我那个药 从实验室流出去 别人查不到 文人图发了疯一样 让人满世界查 在各种悬赏榜上挂信息 要不是她留了个新年 用另外一个实验室的药 现在她损失巨大 这笔钱 她还没跟乔雅算 已经是人之意尽 至于文人图 通过什么手段 让孩子活了下来 她不在意 反正不损害她的利益就成 乔雅只觉得头脑一阵晕血 想到了 雷欧的心 都有 所以 你就给我假药 药是真的 但不是之前跟你说的那种 而是让胎儿在腹中死亡的药 什么胎死腹中 乔雅声音尖锐 眼眶充血 用力抓了把头发 那两个孩子 不仅活着 还健康得很 别激动乔 冷静些 有孩子 又不是什么问题 正好 你当县城的母亲 反正你也生不了孩子 乔雅直接挂掉电话 这是她心底的痛 在国外那些年 为了上胃 她赔了不少达官显贵 要吃多了 总有副作用 而且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保险 医生说她的身体 以后不能再怀孕 除非不做模特 好好调理 或许有机会 可在没有成为文太太之前 她绝对不可能 放弃模特事业 去赌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的孩子 这件事情 她一直瞒得很好 她不知道 雷欧是从哪里知道的 是她大意了 这个男人跟狼一样 狡猾又阴险 不能相信 乔雅手上除了赵南静 就只有舆论这一条筹码 毕竟 文人图和黎姿已经离婚 她这样做 跟小三插足 没什么区别 只是等她重新登上软件 发现有关文人图 和黎姿在街上的照片 已经被删个一干二净 她不信邪 输入关键字 依旧什么都查不到 动作如此迅速 不用想 都猜得到是谁 文人图 你就这么维护她 乔雅极度的面目争鸣 扭曲异常 碰 全身竟被砸了个粉碎 文家老宅从外面 看属于从前军阀时期的建筑 那里安保 在京都属于顶尖的存在 文人图每年会花大价钱 白又童的结婚日子 到时候 黎姿要带两个孩子去 参加婚礼 这段时间安分点 让文人图放松警惕 第84章 婚礼逃跑 黎姿带着两个孩子 待在文家 她性格好 文家上下包括 庸人喜欢 无不喜欢她成为文太太 加上还有两个 欲学可爱的宝贝 沉寂多年的文家老宅 不再安静 每天 全是欢声笑语 很快 到了白又童婚礼 由于七七和杨杨 要当花童 文人图提前载着他们 到酒店婚房等 新娘道场 赵家在圈子中地位不低 赵都自己能力强 在国内开的医药公司 去年刚上市 婚礼会有不少大佬道场 文人图作为她的好兄弟 当然要帮她招待宾客 圈内人最近在网上 吃文家的瓜吃的不易悦乎 还有人暗中下注赌乔雅 这次能不能够占据上风 真正成为文家女主人 然而 等他们到达现场 发现文人图身边 站着的漂亮女人时 瞬间明白 乔雅没戏了 妈妈 七七想喝酸奶 七七穿着白色小裙子 拉着梨子的手 想要往另外一边去 杨阳依旧板着包子脸 一副不太好接近的样子 文人图刚要喊服务员 梨子拉了下她的胳膊 没事 我带七七去 七七古灵精怪道 爸爸别小气 我借用一下你的老婆 待会就还给你 七七活泼可爱 又会说话 接触过的人没有不喜欢她的 周围附近的宾客 听见一家子的对话 在心中掀起巨浪 连孩子都有了 还这么大 藏得够深 这下乔雅是真的没戏 谁不知道 文老爷子日盼夜盼小孙儿 还是眼前貌若小白花的女人 手段高明 七七拉着梨子来到前台 杨阳跟在两人身后 周围不少文家的保镖盯着两人 拿了酸奶 七七又抱着肚子 妈妈 我要去上厕所 梨子看了眼杨阳 好 妈咪带你去 两人走进酒店的女厕所 外面保镖 只得站在外面等待 杨阳趁那些人不注意 转头跑进人群 有几个发现后 立马追了上去 妈妈 看见那个窗户没 我们爬出去 外面有人接应 窗户不大 但足够他们爬出去 逃跑的计划 白佑童也参与了进来 她选的场地 杨阳拿到地图后进行策划 梨子将洗手间大门锁上 趴到窗户 看见外人 有个工人打扮的男子 李小姐 我是白小姐安排的人 梨子点头 将七七先抱出去 而后自己跟着爬上窗 跳到升降台上 男人给他们拿了件外套披上 毕竟他们穿着的裙子太过显眼 怕会引人注意 他们在13楼 安全起见 按照升降梯的速度 起码要一分多钟 才能抵达地面 七七 你哥哥呢 妈咪放心 哥哥会提前在车库等我们 李子牵着七七 手心全部是汗 一旦发现他们不见 文人图会 立马派人寻找 妈咪 杨阳在那里 七七指着一辆黑色不显眼的车子喊 升降梯落地后 李子立马抱着七七跑过去 杨阳 妈咪 我们得快点去附近电视台大楼 李子有些诧异 去哪里干嘛 七七举手 妈咪 哥哥联系了实验室里的叔叔 帮忙搞到了直升飞机 这样 爸爸就没办法截拦航空飞机 把我们留下了 杨阳轻哼一声 算你不太笨 李子再一次感叹 两个孩子的高智商 不知道他们先前所待的地方 到底住的都是什么人